屋里死一般的寂静 这些平素高高在上 并以灵虐他人为乐的富家大少们 此刻身份逆转 全都如带宰的羔羊一般 瑟瑟发抖地看着薛安 刚刚你们的话我在外面都听到了 说实话 当时我很惊讶 因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正在突破为人的底线 不过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 因为我会让你们明白 为人者 总得有些敬畏之心 薛安说吧 笑眯眯地往前走出 不 这些富家大少们浑身一颤 全都清醒过来 然后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惨叫 他们明白 这个看上去书生气十足的少年 其实是一名绝世杀神 而听他现在的话 显然是要将自己这些人全部杀掉 公子饶命 这些事跟我无关啊 对 这都是陈嘉玉做的 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啊 这些人凄惨地叫喊着 试图求饶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淡淡到这些话 去下面跟他说吧 说着 薛安一抬手 一缕剑芒 便如油龙一般横扫整间屋子 所有人都神情呆滞地愣在了原地 直到片刻之后 才听扑扑的几声闷响 而后这群富家大少的脑袋 便在同一时间冲天起 鲜血甚至喷溅到了房顶之上 扑通扑通 此时接二连三地倒在地上 整间书房除了薛安之外 再无一个活人 而地面更是被鲜血索染红浸透 可站于血泊之中的薛安 身上却没有钉点血迹 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 好似一尊一世独立的神灵 正在这时 远处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呐喊之声 似乎有人正在往这里奔来 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然后转身离开了书房 来到院中 抬头看了看书朗的星空 这时候 远处的呐喊声 已经越来越近了 不要让他跑了 快 封锁前后门 这些呐喊声 传进小院之中 薛安叹了口气 淡淡到杀人真没意思 正在这时 小院的门被猛地撞开 臣府的家丁护院门纷纷涌入 然后便被眼前的一幕 吓得奇奇 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整个小院 都已被鲜血索浸透 而一名书生气十足的男子 正静静地站在院中 薛安环视这群 涌进来的家丁 微微一笑 人是我杀的 这些人悚然一惊 然后有几个家丁头目 互相对视一眼 奇奇喊道冲上去 拿下他 因为 如果不能将杀死大公子的 凶手抓住 他们这群家丁护院 也都得跟着死 所以 为了活命 这些家丁护院们 全都红了眼 哄 这些人蜂拥而上 薛安有些无聊地 打了个哈欠 真是无聊啊 还是尽快杀完 然后回去补个回笼教吧 随着他的话音 冲在最前面的家丁们 身形全都为之一致 然后身上 便出现了一道道 纵横交错的血痕 转瞬间 这些血痕 便开始蹦出鲜血 而后这些家丁的身躯 便快快滑落 切口平滑无比 而且大小 居然还十分地均匀 就好像 用刀切开的豆腐块一般 这恐怖的一幕 让后面的这帮家丁们 惊恐欲绝 魔鬼 他是魔鬼 有人淒厉地喊叫着 薛安摇了摇头 不 你们才是 说吧 薛安迈不上前 这些家丁们 开始大片大片地倒下 有人想转身逃跑 却连这个小院都没能出去 便成为了一具死尸 转瞬间 这些赶来的家丁护院们 便全都生死当场 薛安环视全场 神情无悲无喜 然后脚踩鲜血 一步步走向这 陈家宅院的深处 此刻 陈家大爷 也就是陈家玉的父亲 正躲在佛堂的神龛下面 瑟瑟发抖 这位年近半百 养尊处优的男子 此刻终于感到了无比的恐惧 前面具体发生了什么 他并不清楚 但从传来的那些凄厉惨叫 以及随着清风而来的浓郁血腥味 都在无声地证明 有一场惨烈的杀戮 正在进行当中 陈家大爷也喜欢杀戮 曾经因为一点小事 他就用极为酷烈的方法 折磨了一个少女 整整三天 那种生命在自己手中流逝的感觉 让他觉得十分地亢奋 但他喜欢做的是握刀的屠夫 而不是刀组下的鱼肉 可能越是残暴的人 就越是恐惧这一点吧 因为他们明白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 而当这位陈家大爷 将手底下最得力的打手都派出去 却依然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后 他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绝望之下 他便躲到了这佛堂的神龛之下 寄希望于满天神佛 保佑自己度过这一关 说起来也是讽刺 平素从来不信鬼神的他 此刻却无比地虔诚地祈祷着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祷告 一直延续不断的惨叫之声 突然沉寂了下来 天地之间一片死寂 净得能听到自身鲜血流动的声音 陈家大爷连大气都不敢喘 而是竭尽全力地蜷缩成一团 佛堂的笼罩让他有了那么一丝安全感 可就在这时 佛堂的门突然枝鸦一声开了 声音虽然极为细微 但听在这陈家大爷的耳朵里 却好似雷鸣 他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连呼吸都停顿了下来 没有脚步声 好像只是有人推开门看了一眼 然后就离开了一样 又等了一会 还是没听到异样 陈家大爷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可就在这时 这位陈家大爷忽然感觉 佛堪之外似乎有人在看着自己 这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让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他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只能在心里疯狂地祈祷 求漫天神佛 千万保佑自己不要被发现 足足一炷香的时间 就在这位陈家大爷 即将崩溃的时候 一个淡淡的声音 从佛堪之前响起 我曾以为 罪恶是会因实力大小 而有所不同的 但现在我发现 自己似乎错了 实力低微的人做起恶来 似乎比强者更加肆无忌惮 尤其当他们挥刀向更弱者的时候 更是如此 你说对吗 陈家大爷浑身的血都凉了 只能近乎身影地说道 饶命 佛堪无声无息地自中间裂开 薛安站在那 看着抖落筛康的陈家大爷 淡淡到接下来的时间 希望你会喜欢 话落 惨叫生起 薛安没有丝毫地留情 因为这一路走来所看到的一切 让他都为之触目惊心 这个陈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外面的月色渐渐被阴云所笼罩 夜色如海 而沙鹿则降临于这个满是罪孽的陈家功夫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屋中 茶儿睫毛轻颤 缓缓睁开了眼睛 第一个映入眼帘的 是依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薛安 只见他仰面朝天地躺着 并发出一阵阵轻微的憨声 显然睡得很沉 茶儿呆愣愣地看着 突然感到一阵锥心刺骨的痛楚 果然还是这样吗 期盼的奇迹根本没有发生 原来 少爷真的不要我了 想到这 茶儿强忍着泪水 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他先泡了一杯热茶 放到了床边的桌子上 因为少爷有一个习惯 醒来后 总要先喝杯热茶 在泡茶的时候 茶儿几次掉泪 认为 这可能是自己 为少爷泡的最后一杯茶了 而后 他便打算去打一盆静面水 可就在这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 然后便传来客栈掌柜杨泽林的喊声 薛公子 茶儿姑娘 可起床了吗 虽然言辞很客气 但声音之中的得意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茶儿浑身俱阵 脸色更是瞬间 就变得苍白如指 终于还是来了 茶儿心中满是绝望 可就在这时 一个慵懒的声音 从他背后传来 茶儿 去开门 茶儿心神一颤 转头看去 这才发现 薛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醒来 正坐在床边打着哈欠 少爷 薛安伸了个懒腰 宠他微微一笑 去吧 哦 茶儿低着头 拖着两条如同灌了牵的腿 磨磨蹭蹭地来到了门边 在他看来 面前这扇简陋的木门 在此刻却变得沉重无比 而只要自己打开 那么一切都将无可挽回 因此 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 转头看向薛安 结果却发现 少爷正在低头喝茶 茶儿悲从中来 只好颤抖着 将房门打开 不出意料 门外站着的 正是客栈掌柜杨泽灵 只见这位平素 尖酸刻薄的大掌柜 此刻却一脸的喜色 尤其当他看到脸上 油挂泪痕的茶儿后 眼前更是一亮 真是个有物啊 而且 这还是未长成的样子 若是再等几年 等彻底成熟 那得是何等的风情啊 想到这 杨泽灵不禁都对陈家公子的厌服 感到了一丝羡慕 要不是陈家公子从中插手 这小妞自己说什么也不会放过呀 心里盘算着 杨泽灵却满脸堆笑 茶儿姑娘 薛公子可起床了吗 茶儿微微点了点头 这时 屋中传来了薛安那淡然的声音 进来吧 杨泽灵黑黑一笑 然后走进屋中 薛公子 昨晚休息的可还好吗 杨泽灵笑呵呵地问道 一双眼睛却在鸡里咕噜地乱转 还好 薛安不动神色 继续慢慢喝着茶 屋里的气氛 陡然变得有些凝重 杨泽灵心中冷笑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那装什么糊涂 因此 他不嫌不淡地一拱手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开门见山了 不知道薛公子可还记得 昨天所说过的话 一旁垂手站立的叶小禅 浑身俱阵 头部筋埋得更低了 薛安淡淡一笑 当然记得 很好 现如今早已日出东方 那便请薛公子 将二十两银子赏下来吧 薛安没吭声 而是继续饮着茶 直到杨泽灵 都已经献出不耐之色了 薛安才将手中的茶盏 放在了桌上 然后淡淡到杨掌柜 你确定要这二十两银子吗 杨泽灵一愣 什么意思 这是想赖账吗 哼 估计是 所谓的读书人的面子 在作祟吧 杨泽灵心里想着 脸上献出一抹冷笑 薛公子 您这话说的 可真跟笑话一样了 昨天您可是亲口说了 日出交钱 否则便将茶儿姑娘输给我 怎么 现在想赖账了不成 薛安似笑非笑地 看着杨泽灵 摇了摇头 当然不会赖账 只是怕杨掌柜 接了这二十两银子 待会就得乖乖地退回来 这番话说的杨泽灵 哑然失笑 心里满是不屑 真是个穷酸书生啊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胡吹大气 呵呵 薛公子 您真是会说笑 实话挑明了吧 我知道您没钱 一晚上的时间 凑够二十两银子 别说是您 就是我这样的买卖人 都很难 所以也不用不好意思 只要您将这茶儿姑娘交给我 我甚至 还能给你点盘缠 祝你静静赶考 你看如何 在两人对话的时候 茶儿一直站在一旁 眼泪巴搭巴搭地掉个不停 当听到杨泽灵的这番话后 他浑身俱阵 眼前发黑 心里被绝望所充斥 因为他觉得 完了 一切都结束了 自己马上就要离开少爷 成为这帮坏蛋的玩物了 想到这 茶儿早已泪流满面 然后转过身来 对着薛安迎迎下拜 少爷 我知道您很难 您把我卖掉这件事 茶儿没有怨言 说着 茶儿便已经哭成了泪人 可就在这时 一只温暖的手 轻轻搭在了他的肩头 然后传来薛安的轻笑声 你在胡说些什么 谁说 我要把你卖掉了 嗯 茶儿心中一惊 满脸泪水 抬头看着薛安 而杨泽灵则面色一沉 薛公子 你 他本想说 你为何出而反而 可就在这时 薛安随手从怀中掏出了一定银子 直接扔了过去 然后淡淡道 这是你要的银子 杨泽灵傻了 茶儿更是呆愣在了哪 而后杨泽灵满脸不幸之色地捡起银子 仔细地查看了一遍 甚至还用牙咬了好几下 可不管怎么看 这都是一定货真价实的银子 而且只是用手一掂量便能知道 这绝对远超二十两 这 杨泽灵傻了眼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这位薛安居然真的能拿出二十两银子来 而茶儿更是瞅瞅杨泽灵 又看看薛安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 他可是最了解主仆二人现在的财政情况的 别说二十两 就是两个铜板都拿不出来 而昨晚 少爷又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一整晚 这银子莫非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 这时薛安副手而立 淡淡到你要的银子已经给你了 杨掌柜 请滚吧 薛安是个很讲礼貌的人 即便让人去滚 也得加上一个请字 杨泽灵脸上青一阵白一阵 虽然心中满是惊疑和怒火 却被薛安身上的淡然气势所射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屋子 等屋中就剩下主仆二人后 薛安用手刮了一下神情呆滞的茬儿的小鼻子 笑着说道 怎么 没能被少爷我卖掉 有些失望了 话音刚落 叶小禅忽然扑上前来 一把抱住了薛安 然后将脑袋埋在薛安的怀中 嚎啕大哭 薛安身体一僵 然后便暗叹一声 然而 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实际上对于茬儿 薛安总是用一种对待女儿的态度来看待 毕竟这个小丫头 比自己的女儿也大不了几岁 这时茬儿抽抽搭搭地说道 少爷 我当时真以为你会卖掉我 茬儿当时真的好害怕 薛安哑然失笑 然后拍了拍茬儿的肩头 好了好了 不哭了 我怎么可能卖掉你呢 最终 在薛安的安抚下 茬儿渐渐恢复了平静 而且因为去掉了心中的一块大石头 这个小丫头 觉得自己简直幸福极了 一张小脸 也焕发出了喜悦的光芒 真好 自己不用被卖掉了 以后还能继续跟在少爷身边 做她的小丫鬟 对于这个心思单纯的小丫头来说 这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不过 她心中还是有些疑惑 可是少爷 那定银子 这个小丫头心思很重 生怕自己的少爷 在因为那定银子 而惹来祸殃 薛安看出了她的担心 不禁笑道 放心好了 这定银子 不会出任何问题 而且 薛安目光闪烁 过不了一会 这位杨大掌柜 就该哭着喊着 将银子主动送回来了 薛安说的也是实情 这定银子 确实不会出任何问题 因为有可能惹出问题的人 都已经被她杀光了 不过查儿可不知道这些 她听得如堕无理无中 怎么可能 那个贪婪成性的杨掌柜 怎么可能会将到手的银子 再送回来 这听起来 简直如同天方夜谭一般 但她又不敢问 因为她发现 自从大病一场之后 自己的少爷 简直如同变了一个人一样 不但言行举止 变得霸道了许多 而且身上还多了一种气质 这种气质 让她只要一笑起来 就好像天底下 没有能难住她的事一样 令人莫名的心安 所以 查儿也就不再去想那些 废脑子的事了 管她呢 只要少爷说没事 那就肯定没事 而就在主仆二人 在屋中闲聊的时候 杨泽玲面色铁青地 揣着二十两银子 回到了前院 杨月正在前面 心神不宁地待着 一见自己的父亲回来了 心中便是一紧 她当然知道自己的父亲 去后面干什么去了 虽然十分同情 可在父女大意的压迫下 她也只能默默地看着 爱莫能助 这让她心中满是痛苦和纠结 所以才会如此地心神不宁 乃至都有些失魂落魄了 可就在这时 她忽然发现 有些不对劲 因为自己的父亲脸色铁青 全然没有去的时候 那般喜气洋洋 怎么回事 莫非出了什么变故 杨月心中一惊 赶忙赢了上去 父亲 怎么啊 此刻的杨泽灵 面色极为难看 心中更是被满腔怒火所充斥 因此 当看到自己女儿那殷切的目光后 不禁怒火中烧 杨手就是一记耳光 杨月被扇得一个猎前 然后捂着脸 父亲 哼 失礼爬外的东西 你不是一直对那个小贱婢 十分同情吗 这下好了 如你所愿了 杨泽灵面目争鸣地吼道 虽然有点委屈 可因为被打得多了 所以杨月也没觉得太难过 只是在听到自己父亲的话后 觉得一脑门子的雾水 父亲 你说了什么 我没听懂 哼 杨泽灵掏出那定银子 重重地拍在了柜台之上 看到了吗 那个看上去跟个窝囊废一样的薛安 居然真的掏出了二十两银子 什么 杨月也傻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会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大转折 要知道在杨月看来 这个薛安 纯粹就是想靠茬来打赌 好意思脱身的 所以 他才会那般鄙夷地 看不起薛安 可现在事情的发展 却好似一记响亮的耳光 删得他连北都找不到了 不过虽然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疼 但杨月的内心深处 却满是欣慰和欢喜的 不管怎样 那个可怜而又可爱的小丫鬟 算是不用落入魔爪了 可就在这时 杨泽灵音策策地说道 是我小看这个薛安了 可他真以为这件事就算完了吗 要知道那个小丫鬟可是陈公子看上的人啊 听到这番话 杨月的心又一次纠紧了 是啊 在这城中 陈家的话就是圣旨 谁敢违抗 就算这次薛安将银子交上了 但那陈公子会就此罢手 放过茬吗 杨月的心中又一次被担忧的阴霾所占据 而杨泽灵则一脸的音效 因为他想通了 不管怎样 这对主仆都别想离开这座城池了 而自己这算是又额外多得了一定银子 岂不是意外之喜吗 心中想着 他便开始仔细地端向起这钉银子 嗯 没错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银子 一点也错不了 杨泽灵心中越发得意 可就在这时 一名伙计满脸惊慌地跑了进来 掌 掌柜的 出 出大事了 这个杨泽灵面色一沉 混账东西 这一大清早的刚开店门 你就跟报丧的一样 好个什么劲 扣一天的工钱 这位杨掌柜可是十分迷信的 尤其现在刚开门 这个伙计就这么一脸慌张地说什么出大事 简直晦气 这个伙计却好似没听到杨泽灵的责骂一样 浑身抖作一团 甚至牙齿都因过度惊惧而咯咯作响 掌柜 陈 陈 陈家 陈家怎么了 杨泽灵好征以侠地端起一杯茶来 刚喝了一口 然后就听这个伙计战战兢兢地说道 陈家 陈家死了 杨泽灵一皱眉 混账东西 你是不是大早上的 就喝酒来着 什么叫陈家死了 你知不知道你这话 要是被陈家的人听到 你这条小命都保不住了 这时 这个伙计都已经要哭出来了 掌柜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陈家 陈家的所有人都死了 噗 刚喝了一口茶 还没来得及咽下去的杨泽灵 直接喷了一地 然后满脸惊恶地问道 你说什么 这个伙计艰难地咽了口口水 惊恐万分地说道 刚刚传出来的消息 一夜之间 陈家上上下下 包括家丁护院在内 一共312口人 全都暴毙 咔嚓 杨泽灵手中的茶杯音声落地 摔成碎片 滚烫的茶水 更是溅了杨泽灵浑身 可杨泽灵却浑然味觉 而是呆愣愣地看着伙计 你 你带怎讲 伙计深吸一口气 强自镇定地说道 掌柜的 这个消息 是我刚刚从市面上听到了 现在已经疯传开来 而且是确凿无疑的真消息 杨泽灵的面色 由红变白 又由白转青 突然 他急切地问道 那陈家玉陈公子呢 伙计摇了摇头 没有什么陈家公子了 陈家所有的人 一个没剩 全都死了 甚至连后院之中养的那几条吃人肉的狼狗 都被分尸了 而且 说到这 这名小伙计的脸上 现出惊骇欲绝的神色 不光什么 杨泽灵双眸通红 私生问道 而且 城中那些跟陈公子走得近的附家公子们 也全都死了 屋里一片死寂 杨泽灵就觉得 双腿都在发抖 而杨月 更是面色惨白地站在一旁 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正在这时 外面的街道之上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 并且有很多人正在大声议论着 天哪 你说的可是真的 废话 我哥哥可是衙门里当差的 他可是亲眼看到的 听他说 整个陈府的地面都被鲜血给浸透了 而且那些人死状之惨 就连咱们县衙里见多识广的刘斑头 都被吓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死 那这么说 陈家完了 肯定完了呀 上上下下 全都死绝了 还能不完 要我说 这陈家肯定是因为刑事太过嚣张 结果得罪了高人了 则则 这位大侠刑事也太霸道了 那可是几百条人命啊 可在我看来 这些人没有一个死的冤枉的 一夜灭门 试了服衣 这等爵士风采 没准是哪个爵士高人所为呢 这些议论声彻底证实了 火机所言并非虚妄 但越是如此 杨泽林就越是惊恐 正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了今天的这件事 本来认为绝对不可能交出银子的薛安 交出银子了 而且在屋中时 他所说的那番话 此刻想来也透露着蹊跷 别到时候再哭着喊着 将银子送回去 杨泽林忽然击凌凌打了个冷战 因为他又想起薛安说这话时 嘴角那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 那笑意 好似已经看透了一切 这时 杨泽林的眼角余光 瞥到桌子上放着的那钉银子 先是一正 然后便扑了上去 他颤抖着双手 将银子倒过来 对着外面的光线 看银子背后的刻字 银钉上 一般都会有各个府上的刻字 为的 就是防止有人偷盗 虽然已经有些模糊 但等仔细一辨认 还是可以看到 银钉后面那个小小的尘字 当看到这个字后 杨泽林浑身抖落筛康 直接瘫软在地 因为他已经明白了所有的一切 怪不得昨天这个薛安 会那么信誓旦旦地打赌 怪不得他连一丝的惊慌都没有 原来 他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可这么一想 杨泽林心中更是金据万分 因为 那可是几百条人命啊 而且 陈家之中 还豢养着很多实力强横的打手 可一夜之间 这些人就被生意气十足的少年 给全部涂灭 这等事实 怎能不令杨泽林感到害怕 而与此同时 杨月也从自己父亲的举止中 看出了些什么 然后他捡起地上的银钉 仔细一看 便也如遭雷击地傻在了那 事实已经昭然若揭 就是个傻瓜 也能猜出到底怎么回事了 杨月就觉得 浑身的汗毛直竖 恐惧让他的嘴角都有些发麻 原来 你是个这样的人啊 又想一想 自己昨天对薛安的百般嘲讽 杨月忽然有种想哭的冲动 原来自己才是 那个傻瓜呀 正在这时 瘫软在地的杨泽林 忽然一跃而起 一把抓过杨月手中的银钉 便往后院跑去 杨月微微愣了片刻 便也跟在后面赶了过去 但他还不忘吩咐道 上门板 今天歇夜 是 此刻 在薛安的房中 茶儿正满脸欣喜地 伺候薛安喜数 虽然薛安一再说 自己不用他帮忙 可茶儿执意不肯 无奈之下 薛安也就听之认之了 少爷 嗯 您的病言好了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京城啊 就这两天吧 嗯嗯 少爷这一去 肯定能高中壮远 让那些瞧不起咱们的人 好好看看 茶儿欢喜地说道 薛安心中一笑 壮远 自己所要的 可是这一整个世界啊 对了少爷 年前的时候 秦家小姐不是来信说 等咱们去了京城 可以去他家投诉吗 我已经将信都装好了 而且我听说 咱们这个老邻居秦家 现在在京中 都算是大户呢 希希 当初咱们做邻居的时候 您还经常跟那位 秦家小姐一起玩耍呢 小茶儿又开始 叙叙叨叨地说得不停 薛安却不知可否 在这具身体 那简短的记忆之中 确实有这个秦家的存在 但不管是什么秦家小姐 还是所谓的来信 薛安都没有半点兴趣 而她之所以去京城 就是想找寻一下 当初所感受到的 那股气息 正在这时 房门忽然被推开 然后杨泽林气喘吁吁地 冲了进来 杨掌柜 你 茶儿一愣 然后十分紧张地 想说什么 她还以为这个杨掌柜 出而反而 又想干什么呢 可就在这时 这位杨掌柜扑通一下 就跪倒在薛安面前 替泪横流 磕头如捣算 薛公子饶命 薛爷饶命 茶儿愣住了 这是什么鬼 怎么刚刚还十分嚣张 得意的掌柜 突然之间态度大变 可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坐在那 漫不经心地道 杨掌柜 你这是何意 杨泽林满脸惊恐的神情 颤抖着说道 薛公子 我知道错了 这是您刚刚赏下来的银子 我原物奉还 只求您放我一马 我再也不敢了 一边说着 这位杨掌柜 一边砰砰砰地磕响头 看到这一幕 随后赶来的杨月 神情有些复杂 虽然她对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 也十分看不惯 可不管怎么说 她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 看着自己父亲 跟个磕头虫一样地 跪在地上求饶 她这个做女儿的心理 自然有些不好受 她偷偷地瞥了一眼 坐在那的薛安 在今天之前 薛安在她眼中 还只是一个懦弱无能的 无用书生 甚至因为打赌之事 还曾让杨月对薛安满是鄙夷 可等到今天 她终于明白了一切的根由 自然再不敢有丝毫的不屑 而当她瞥到薛安之后 心中更是一阵 因为这个曾经受骨灵循的少年 现如今只是坐在那 就有一种令人不敢直视的威视 甚至在看到自己父亲 这般叩头之时 她都没有丝毫的表情 而是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 静静地看着 杨月心中惨然 然后一咬牙 便也撩裙跪在一旁 薛公子 这件事都是因为 我父亲鬼迷心窍 求您高抬跪手 放他一马 您若是心中有气 自可对我来发 说着 杨月便跪倒在地 一脸任命的表情 见到这一幕 茬儿脸上现出愁愁之色 毕竟这位杨月 可是曾对他百般照顾的 尽管后面他出言不逊 可也是因为 担心自己的安危 因此 他悄悄地看向薛安 低声道 少爷 虽然没说出后面的话 可意思已经很明显 薛安冲他 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转过头来 对跪在地上 已经抖坐一团的杨泽领导 杨掌柜 我记得我曾说过 这钉银子 你拿了之后 恐怕乖乖地送回来 现在 你可信了 杨泽领浑身俱阵 连连点头 信 信 当然信了 薛公子 这一切都怪我有眼无珠 求您饶了我 这条狗命吧 杨泽领此刻 已经快要被吓傻了 生怕薛安看自己不顺眼 再把自己给杀了 薛安神情淡然 本来是想杀你的 可你的女儿救了你一命 杨月浑身一颤 脸上现出茫然之色 我救了父亲一命 这我总不知道 薛安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昨天你的话虽然很难听 但本意是好的 不然的话 你觉得你们妇女二人 还能活到现在吗 杨月文言 深深地低下头 不敢吭声了 杨泽领则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不管怎样 自己的小命 好歹是保住了 可就在这时 薛安淡淡道 不过 杨泽领那颗刚刚放下的心 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 满脸惊恐地盯着薛安 生怕再有什么反转 既然你如此恐惧 自然明白背后的一切 那如果我要是走了 你在 薛安的话还没说完 杨泽领已经磕头如捣蒜 薛公子放心 这种事 我保证烂在肚子里 绝不吐露半子 薛安笑了 不必如此 实际上既然我敢做 那就不怕被人知道 不信你可以试试 虽然薛安的笑容很灿烂 可杨泽领却如堕冰窖 只敢慌乱地摇头 不敢不敢 而且这种事 我又怎么敢出去随便乱说 因为要是被官府知道 我也脱不了干系 你很聪明 起来吧 是 杨泽领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这才战战兢兢地爬起身来 然后领着女儿杨月 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等他们走了 茶儿有些奇怪地问道 少爷 这个掌柜的 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害怕呢 薛安淡淡一笑 可能 是他心里有鬼吧 陈家被一夜灭门所造成的轩然大波 还在这座小城之中震荡 因为不光陈家死了 还有众多富家公子 也跟着一起被杀 这让整座城池 都陷入了恐慌之中 大街上到处都是维持秩序的冰丁 连从未关过门的玉秀坊 在今天也歇业了 实际上就是开着门 也没人敢来了 那些顽固子弟们 正躲在被窝里 瑟瑟发抖呢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却是弥漫在城池底层民众间的欢乐气氛 陈家数十载的作威作福 早就让这城中的民众 对其恨之入骨 可因为陈家势力极为庞大 听说就连京城之中都有后台 所以才会屹立数十年而不倒 可没想到一夜之间 这个曾压在城中百姓头顶的太上皇 居然被人连根拔除 这怎能不让这些百姓感到欣喜 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庆祝 但城中的酒水突然开始畅销 就连家境在贫寒的百姓 也愿意买一坛子酒来庆祝一下 目睹这一切的虚安心中微叹 很多人都说 如果不能将产生恶霸的土壤铲除 那么就算你打掉了一个陈家 可能还有李家或者刘家出现 根本没什么意义 可薛安却不这么认为 这些百姓脸上洋溢的喜悦 就是意义 而且以杀纸杀以包制暴 虽然不能解决根本 却能让后来者感到畏惧 只有这样 邪恶才会收敛 但这一切都跟茶儿无关 她甚至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依然做着一个快乐的傻姑娘 第二天 茶儿打点好行囊 说是行囊 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包袱 茶儿背在身上 而薛安看了一眼前来送行的杨家妇女 微微一笑 然后一仰手 茶儿 走 说吧 薛安便大步往官道之上行去 好嘞少爷 茶儿兴冲冲地应了一声 冲杨月一点头 小月姐 我走嘞 然后便跟在薛安身后 往京城而去 目送着这位杀神离开 杨泽灵彻底松了口气 等回去之后 他立马就张罗着将客栈卖掉 然后领着女儿离开了这座小城 通向京城的官道之上 人流如赤 车马如龙 此刻 正值春夏之交 路旁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 没有受过丝毫污染的天然景色 令薛安心旷神移 而且 经过这几天的行程 薛安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世界 不管是穿着打扮 还是言谈举止 都颇为类似古代华国 但从种种迹象来看 这里又绝非任何一个时空的地球 这个现象让薛安心中生起一丝异样 看起来 这个世界远不止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啊 这一日 已经时尽晌午 但因为 错过了阵电 主扑二人 只好继续往前赶路 早在几天之前 薛安便不顾小财迷茬的反对 买下了一辆驴车做代步 至于为什么是驴车 而不是马车 是因为这个时代的马匹十分稀缺 就算有 也不可能用作驾车 虽然买之前 茬儿极力反对 没办法 对于一个穷惯了的小丫鬟来说 买一辆驴车的钱都够半年的花销了 可等薛安买了之后 这个茬儿却态度大变 兴奋的都快睡不着了 甚至连喂驴都不肯假以他人之手 必须自己亲手来喂 薛安本来还想雇个车夫 茬儿自告奋勇 并在短短一两天的时间内 掌握了驾车技术 因此 现在薛安躺在车厢之中 百无聊赖 而茬儿则兴冲冲地挥舞着鞭子 赶着驴车 回想前段时间 自己还驰骋天地 涂灭神灵 转眼间却乘坐着一辆小驴车赶路 薛安便不禁有些啼笑皆非 希望到了京城之中 不要让自己失望 薛安心里想着 茬儿喊道 少爷 前面 好像有个小茶摊 薛安撩开车帘 往前望去 果然 就在前面不远处 有一座简陋的茶棚 矗立在路边 破旧的幌子在风中摇晃 一起传来的 还有浓郁的茶香跟饭菜香 薛安知道 这种路边的茶摊 不光卖茶 还建议一些简单的饭菜 方便过往的行路之人 填饱肚子 价钱还很便宜 当然 就不要指望说 能有多美味了 不过 茬儿一见到这种茶摊 却倍感亲切 因为在以前 他跟着少爷赶路的时候 可都是在这种茶摊上 解决吃饭问题的 因此 他满脸兴奋地说道 少爷 我们就在这吃吧 这几天总是下馆子 太奢侈恋 看着跟着小财蜜一样的茬儿 薛安哑然失笑 好吧 那就在这吃 驴车就拴在路旁的树上 这种茶摊 当然不会有卫生口的草料 一罐令色的茬儿 居然买了几个鸡蛋 弄来黑豆搅拌在一起 然后喂给这头小毛驴吃 这头小毛驴吃得直打响鼻 显然十分地满足 茬儿则在一旁看着 并且嘴里 还嘀嘀咕咕地说个不停 好像在跟这头小毛驴谈心一样 这一幕 让薛安啼笑皆非 这个小丫头 有时候还真是可爱得紧啊 因为是小茶摊 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东西 无非就是些面条卤蛋 最奢侈的 也就是切上几刀羊肉了 薛安也不挑剔 要了几碗羊肉面后 便和茬儿相断做 主仆二人开始稀里呼噜地吃着 可就在这个时候 自关到远处 有急促的马蹄之声传来 转眼间 两匹高头大马便冲到镜前 而后马上之人一带缰绳 马匹便轻巧地停住 这两匹马神俊异常 而且骑马之人衣着锦绣 显然都不是一般人 茶摊中的时刻抬头看了看 然后便赶忙低下头去 不敢多看 因为能骑得起这种宝马的 绝对非富即贵 绝不会是他们这些 普通老百姓能惹得起的 这时就听坐在后面 那匹早红马上 身穿白衣的少年淡淡道 有些口渴了 就先在此歇歇脚吧 前面骑马的是一名身穿静装 气势沉稳的中年男子 他一听少年的话又打量了两眼 这件摇摇欲坠的茶棚 不禁有些为难 公子 这 但白衣少年显然不想多说废话 直接翻身下马 走进了茶棚之中 中年男子不敢耽搁 赶紧也下了马 跟着少年走了进来 店家 有什么好吃的吗 少年一边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茶棚中的人 一边问道 这茶棚老板显然有些害怕 回小少爷 咱们这就是一些普通的香野粗食 可没有什么好吃的 中年男子就想说话 可这时少年 却注意到了 坐在茶棚角落 正在大口大口吃面的薛安和茬儿 薛安一身书生打扮 茬儿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小丫鬟 但这主仆二人 全都颜值极高 因此 就是想不被注意都不行 看着稀里呼噜吃着羊肉面的两人 少年的一双巨木之中光芒微闪 显然十分感兴趣 在这香野之地 薛安和茬儿 实在太过出彩 自然让这少年有些惊讶 然后他一直薛安这边 看着这面不错 给我也来两碗 店 公子 这 中年男子还想阻拦 少年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 哪那么多事 你看人家都在吃 味道肯定不错 中年男子只好低头 是 很快 茶棚老板便端来了两碗羊肉面 少年颇为感兴趣地吃了两口 然后便微不可查地皱了皱眉 正如中年男子所说 这等香野小店求的是便宜实惠 味道上自然不会如何讲究 可这少年却有一股倔劲 他先是瞥了一眼薛安这边 发现薛安已经吃了两碗了 正在吃第三碗 因此便一咬牙 也开始学着薛安那样 稀里呼噜地吃起面来 中年男子都有些看傻了 他可从未见过自己家的公子 如此做派 要知道 在家中吃饭的时候 别说稀里呼噜了 就是吃饭的姿态不好看都不行 这是怎么了 中年男子心中惊讶万分 薛安其实早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些 但他只是笑了笑 根本没当回事 可就在这少年渐入家境 吃得不亦乐乎之时 在他身后不远处 有一桌食客站起身来 似乎要结账走人 没有人对此有所留意 可就在这几人 从少年身后走过的那一瞬间 一道寒芒 便猛然刺向了少年的后腰 速度之快 角度之刁钻很辣 显然是奔着要着少年的命去的 少年依然在埋头吃面 似乎浑然未决 可就在这时 那中年男子冷哼一声 屈指微弹 碰 行刺之人的手臂 被一道白光击中 软软地垂落下来 手中的匕首 则当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可这一声响 就好像是发出了信号一样 在少年身旁几张桌子上的食客们 集体抱起 手中刀剑并举 如匹链般的光滑 全都融向少年 中年男子怒吼一声 好胆 说着 他一跃而起 直迎这些冲来的杀手 砰砰砰 接连不断地暴响声中 这些杀手们 没有一个是中年男子的一招之敌 往往一个照面 便被轰飞出去 等落在地上 已经成为了一具具死尸 茬儿吓得花容失色 少 少爷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 淡淡道 快吃 不然等面凉了就难吃了 茬儿本来心中万分惶恐 可一见自己家少爷这么镇定 一颗心也随之安定下来 嗯 茬儿继续埋头吃面 而这时 战局已经逐渐明朗 这些杀手们 被中年男子杀得丢盔卸甲 四散奔逃 但这中年男子十分冷静 绝不离开少年半步 眼见的战局即将结束 少年终于将碗里的面吃完 然后一拍桌子 痛快 原来这样吃东西 这般爽快 掌柜的 结账 这茶棚掌柜的 早就已经吓得躲在一旁的桌子底下了 现在听到少年的吩咐 他才颤颤巍巍地从里面爬出来 然后走上前来 大 大人 少年一笑 连砸碎你的这点东西 一共多少钱 茶棚掌柜低着头 嗯 您给五千两银子就好 这句话 令少年未知一论 这个茶棚全都算上 估计也不止二两银子 结果他一张嘴 就是五千两 掌柜的 你可是在说笑吗 呵呵 茶棚掌柜忽然笑了 然后抬起头来 满脸阴沉地看着少年 像您这般的大人物 一条命五千两银子 其实一点也不贵 中年男子浑身一震 利吼一声 便一拳轰了过来 可这刚刚还畏畏缩缩的 茶棚老板 在此刻却气势陡然暴涨 面对中年男子轰来的这一拳 他只是冷冷一笑 西年叱咤天下的四胜拳方天成 居然也甘愿当一名走狗吗 说着 他一掌挥出 掌带风雷 将方天成震退出去 方天成连退几步 好不容易站住之后 面色一白 现出震海之色 奔雷掌 你是千面蛇卢家木 茶棚掌柜 结结一阵怪笑 没错 正是我老人家 方天成 你和你的主子 今天都别想走了 有人已经花钱买了你们的命 方天成面献绝望之色 他实力强悍 可这个卢家木 实力比他还要强悍得多 可以说 千面蛇卢家木 乃是最近几年 风头最近的冷血杀手 没想到 今天会是他再次等候 但少年却并未现出多少金黄之色 反而冷静地说道 是何人要你杀我 我怨出双倍的价钱 泽泽 听起来似乎很诱人 但老人家 我可是十分信守承诺的 所以今天嘛 你必须得死 说着 这名最近几年声名雀起的顶尖杀手 便要动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淡然的声音传了过来 麻烦再给来一碗面 此言一出 全场愕然 而后所有人全都转过头去 看向了说话的方向 就见薛安微微一笑 要打琴等会再打 先给我们上面 少年简直有些无语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个书生居然还敢要面吃 是不是读书把脑子都给读傻了 而卢家木更是微微一震 然后便一阵的凝笑 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有 居然还有 你这样不怕死的 也罢 看你这个小丫鬟长得如此水灵 那我就先送你归西 说着 卢家木随手拍出一掌 一道风雷掌影 便直奔薛安而去 少年有些焦急 大喊一声 快躲 他对薛安观感不错 实在不希望 他在因为自己的事 而受到连累 可他万万没想到 这个书生居然连动都没动 反而轻叹了一声 这年头 吃碗面都这么难吗 与此同时 掌影夜已临身 少年一闭眼 有些不忍再看下去了 因为他觉得 薛安这下将必死无疑 可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轻轻吹了口气 这道风雷隐隐隐的掌影 便轰然消散 怎么可能 卢家木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虽然只是随手一掌 并未用出全力 但这个书生居然只是吹了口气 就给破开了 方天成还有这少年 更是一脸错愕 与此同时 卢家木面色戍变 然后无比阴沉地说道 小子 没想到我看错你了 你居然还是个高手 可我奉劝你 这趟浑水你最好别蹚 否则 薛安摇了摇头 我没想 蹚浑水啊 我就是想吃碗面而已 找死 卢家木认为 薛安是在逗弄自己 不禁勃然大怒 一个纵步 身形便如鬼魅一般 出现在薛安身前 然后一掌拍下 风雷之声大作 甚至让整个茶棚 都在微微颤抖 少年惊叫一声 小心 薛安转眼冲他微微一笑 多谢 不过对付他 还不用小心 说着 薛安抄起桌上的筷子 一把便夹住了 卢家木 那携带着满腔怒火的一掌 卢家木就觉得 一股大力袭来 自己这一掌 居然被声声停住 而再看薛安 郑浩整以侠的单手举块 夹着自己的手 这一幕 让方天成兜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因为这可不是说 一掌会掌 而是单凭手腕之力 便困住了 鼎鼎有名的 奔雷掌卢家木 这说明 两者之间的实力差距极大 否则不会形成 这等碾压之势 可那少年此刻却鼓起掌来 好玩 好玩 原来 你居然这般厉害 这时 卢家木的一张脸 已经憋成了青紫色 使动浑身力气 想要压下去 可薛安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轻叹一声 曾经看一眼都能灭杀的东西 现在居然还对我亲自动手了 等我出去了 必须先得把封印之人弄死 他这番话 卢家木根本没听明白 但也不必他听明白了 就见薛安猛然一握 筷子直接便将他的手掌 声声加断 鲜血蹦践之下 手掌落在了桌上 卢家木惨呼一声 眼中现出骇然之色 然后转身便想跑 他也明白 自己今天遇上硬查了 可他刚一转身 薛安随手一挥 手中的筷子化作两道乌光 直接穿透进卢家木的后背之中 势道之大 甚至将卢家木整个带飞起来 钉在了茶棚旁的一棵大树上 堵得一声闷响 这棵族有两人荷抱那么粗的大树 一阵剧烈的摇晃 而在树干的另一端 则有两根透出半截的木块 可见 薛安这随手一挤的力气有多大 方天成看着这一幕 心里寒气直茂 因为只有他清楚 薛安这一挤有多么的厉害 但那少年却一点也不害怕 反而十分感兴趣地打量着薛安 然后拱手微笑 多谢公子救命之恩 我叫燕西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薛安似笑非笑地打量了几眼这名白衣少年 我叫薛安 薛公子可是要进京赶考吗 燕西笑着问道 薛安还没说话 茬儿已经按捺不住了 只见他满脸骄傲地说道 没错 而且今年的状元 非我家少爷莫属列 哦 燕西眼前一亮 那这么说来 薛公子真乃文武双全的人才呢 薛安淡淡一笑 没有理会他的话 只是冲茬儿说道 吃饱了吗 少爷 吃饱了 好 我们走吧 说着 薛安起身便要离开 薛公子 我们两个也是去往京城 不如一路同行如何 这燕西赶忙说道 薛安看了他一眼 然后指了指路旁拴着的驴车 似笑非笑道 我做这个 你们骑马 怎么同行 呃 这 薛安淡淡道 而且这么多失手 燕公子总得好好收拾一下吧 燕西刚想说什么 却又欲言又止 然后略意私存 便从腰间拽下一块无瑕的美玉 既然不能同行 那便送您这枚玉佩 算是谢您的救命之恩 薛安看着燕西 过了片刻后 才点了点头 然后接过玉佩 也好 说着 转身便上了驢车 正要离开 燕西突然想起了什么 大喊道 薛公子 您到了京城住在什么地方 我到时候去找您 薛安撩开车帘 微微一笑 具体住在哪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燕西一愣 这时茶儿挥舞长边 已经驾车而行 燕西赶忙喊道 薛公子 既然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住下 那可以来找我 我就住在天圣长街 没有回应 小毛驴哒哒地走着 载着主仆二人 向京城方向去 燕西站在路旁 静静地看着远去的背影 方天城走了过来 有些难色道 公子 那可是上面亲手赐给您的玉佩啊 一块玉佩而已 若是能通过这玉佩 结识一名高手 可算是一笔好买卖 公子 您似乎 很看重这名男子 燕西头也没回 只是淡淡道 财师如何先不论 就凭这等武力 他便不是一鱼之辈 可奇怪的是 为什么从未听过这个名字呢 正在这时 自官道之上 一只马队急驰而来 等来至茶棚不远处 这些身穿甲州的兵丁 齐齐翻身下马 殿下 我等救驾来迟 着实该死 领头的护卫统领 诚惶诚恐地说道 燕西面臣似水 算了 这也不怪你们 是我要跟方总管先行一步的 将这些尸体都给收拾了吧 是 护卫统领一件现场血流成河 尸体横七竖八的遍地都是 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幸好殿下没出事 不然自己几颗脑袋 都不够砍的 很快 茶棚之中的尸首 便被收敛深埋 只有钉在大树上的卢家木的尸身还没动 有护卫走上前去 伸手刚要将它从树上拔下来 可手刚一碰到 就听这棵大树 发出一阵不堪重负的咔咔声 而后整根树干便轰然粉碎 化为了满地的渣子 而这位千面蛇卢家木的尸首 更是被这一双筷子 彻底震碎了全身筋骨 只能软瘫在地 见到这一幕 燕西和方天成的面色 全都为之一变 尤其是方天成 尽管他已经尽可能地将薛安的实力拔高了 可还是没想到他居然会这么厉害 随手扔出了一双筷子 不但杀了鼎鼎有名的千面蛇 还将一整棵大树彻底击碎 这得多高强的实力 而燕西则目光微闪 然后看向金城方向 脸上献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他总觉得 本来平静的金城 很快就将因为这位薛公子的到来 而变得精彩起来 而你 到底又是什么来历呢 此事金城 号称天圣京都 乃是这整片大陆最为繁华的都城 这一点从越往金城而去 便越是繁忙的官道 就可以看得出来 而且因为春围将近 前往金城的人群得有一多半 是准备硬式的书生公子 那些贫寒书生行路 豪舍公子骑马 一路之上知乎折野之声 简直不绝于耳 而在这其中 薛安的这架驴车 便显得颇为显眼起来 不是因为驴车 而是因为赶车的人 尽管查而粗步一扇 却丝毫遮掩不住他的美貌 而且 查而不过十三四岁 不失脂粉的小脸 还有些婴儿肥 更让他的美中 带了一丝浑然天成的稚气 这样的小丫鬟 可谓是诸多书生们 所梦寐以求的 试想一下 夜深人静的书房之中 有这样的小丫鬟 给你红袖添香 那得是何等的人生快适 因此 这一路行来 查而获得的注目最多 同时 诸多书生们 对驴车之中的人 也产生了一丝好奇 能有这样一名 娇俏动人的小丫鬟 这个主人又得是何等风采呢 带着诸多惊献疑惑的目光 这架小驴车 在一个落日容金的黄昏时分 哒哒哒地走进了 这座沉默毅历的古老都城 一人一扑一驴车的进入 没有激起半点浪花 可隐隐然 却有一场风暴伴随着驴车而来 少爷 我们去哪 查而问道 坐在车中的薛安 此刻正在打量手中那风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信间 而在信间之中 赫然还有一张鲜红的银票 可就算是身处绝境 当初的那个薛安都没有动用过这张银票 而薛安则看着信间之上 那娟秀的字迹 沉吟不语 当听到查而的问话后 他微微一笑 先去秦家吧 查而微微一正 然后十分欢喜地点头说道 好的少爷 说着便驾车往那信间之上所记载的地址而去 这座天圣京都占地极广 但其中却格局井然 南北十一条主路 东西十四条大街 纵横交错 将这天圣京都分割为110方 但其中有两方为禁院 因此 民间只称108方 沿着进城的那条朱雀正街行进一段之后 旅车往右一拐 便进入了东五十五方所在的地界 整座城池 依照着北尊南贵东副西平的格局分布排列 所以这东五十五方也是整个天圣京都最繁华的所在 而唐家 觉得叫秦家有些不妥 因为前面北疆有秦家了 所以改成唐家 就住在东五十五方的夷阳坊 据那名满天下的常乐坊 以及富甲天下的东市都紧隔一街 当茬驾驭着旅车拐进夷阳坊后没多远 便可以看到在街道左手边有一座大宅院 而在府门之上则高挂门匾上书两个大字 唐府 这宅院甚至比在小城之中所见到的陈家公府还要庞大 而能在这种寸土寸金之地占据这样一所大宅院 也可见现如今唐家的实力 至少茬儿便先怂了 少 少爷 这就是唐姐姐家吗 怎么会这么大脸 茬儿有些色缩地说道 薛安却笑着刮了一下她的鼻子 来之前 是谁整天在我耳边嘟囔要来唐家的 结果到了之后 却害怕了 茬儿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一笑 少爷 我只是觉得这房子有些太大 才没有害怕脸 大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这栋宅院 在她面前 还没有什么建筑能配得上一个大字 走 跟少爷进去 说着 薛安便下了车 领着茬儿大步走向唐府 哎 干什么的 看守的门丁出言问道 实际上 这群门丁早就已经注意到了门前的这辆旅车 可以唐家现如今的豪富 来往的可都是骑着高头大马的达官贵人 区区一辆旅车 这帮门丁自然瞧不上眼 而当薛安下来后 这些生着一双富贵眼的家丁们更是一脸不屑 因为此时的薛安 身穿一件半星不救的公子衫 身后跟着的小丫鬟 虽然俏美 可也穿着朴素 这样的组合 一看就知道是穷书生 所以 这帮门丁的态度更是怠慢 茬儿被贺问的一愣 然后看着这些衣着华丽 神情傲慢的家丁 不禁有些底气不足 偷偷拽了下薛安的衣角 薛安却都没正眼看一下这群门丁 只是淡淡道 唐灵儿可是住在这里吗 这群家丁全都一正 然后一名三脚眼的家丁 上下打量着薛安 冷笑道 你谁啊 居然敢直呼我家小姐的名字 我 薛安笑了笑 我叫薛安 算是你家小姐的朋友吧 薛安 听到这个名字 这帮家丁的神情 全都变得有些古怪 不过态度却好了许多 哦 原来是薛公子啊 小姐当初提起过您 并特地 让我等刘毅来着 不过您来得不巧 我家小姐跟老爷外出办事了 这两天并不在府中 薛安心中微动 不在吗 那便等他回来再说吧 心中想着 薛安便要转身离去 正在这时 就听一个满是惊喜的声音 传了过来 是薛安哥哥吗 薛安闻声看去 只见一名衣着锦绣 满头朱翠的俏丽婢女 兴冲冲地跑了过来 当看到确实是薛安后 激动的眼泪 都在眼眶之中打转 真是薛安哥哥你啊 薛安微一皱眉 还没想起这个女孩是谁 一旁的茬儿 却已经惊喜地大喊起来 琴儿姐姐 然后便扑了上去 两个年纪相仿的小丫鬟 抱在一起 又哭又笑 显得极为亲热 然后茬儿才满脸兴奋地 冲薛安说道 少爷 这是唐小姐身边的 小丫鬟琴儿啊 当初做邻居的时候 她经常跟着唐小姐 过来找我们玩的啊 薛安这才有些恍然 这具身体留下的记忆之中 确实有这么一个 小丫鬟的存在 不过因为时隔久远 画面都已经变得 十分模糊了 薛安冲着琴儿 微微点头 原来是琴儿姑娘 听到薛安语气之中的疏离 这个小丫鬟的眼眶 不禁又红了 然后飘飘万福 薛哥哥 我已经等了您好几天了 当初小姐出门的时候 特意吩咐让我留下 就是怕您在这段时间赶来 果然 您终于赶到了 说着 这琴儿狠狠瞪了 那帮门丁一眼 这可是小姐 特意吩咐过的贵客 你们这帮奴才 居然也敢刁难 这帮耀武扬威的门丁 对这个小丫头 却十分的畏惧 闻言全都面色一白 不敢不敢 实在是我们不知道 这位就是薛公子 所以才会有所慢待 哼 回头再收拾你们 琴儿冷哼一声 然后转过头来 巧笑倩兮地说道 薛哥哥 小姐临走的时候说得清楚 您要是来了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您走 一定要再次等她回来 薛安微微一皱眉 她来这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所谓的投奔 只是想当面 跟这位唐小姐说清楚 可没想到事情有变 这位唐小姐并不在府上 本想转身就走 可看这个小丫鬟 那满脸的志诚 以及茬儿满是稀奇的目光 薛安略意沉吟 那好 我就再次等她回来 琴儿闻眼脸都笑开了花 嗯嗯 薛哥哥 请跟我来 素处早就已经为您准备好了 说着 琴儿牵起茬儿的手 两个小丫头嘻嘻哈哈地在前引路 带领着薛安走进了这唐府之中 等到他们一行人的身影 消失在大门之后 这帮门丁面面相去 然后便开始窃窃私语 泽泽 没想到让咱们小姐心心念念的薛公子 就是这么一个穷酸殊胜啊 长得倒是不错 可这未免也太寒酸了吧 怎么可能配得上咱们唐家 这些议论声中 一个家丁突然冷笑道 还敢头伴儿来 这个家伙真是不知道 死字是怎么写的 众人全都一愣 而后着家丁环视这群人 冷笑道 你们 难道忘了姚大少了吗 听到姚大少这三个字 这帮家丁们 全都一缩脖子 再不敢说闲话了 不过这些人的心中 却满是幸灾乐祸 因为他们全都觉得 这件事 估计再不可能善了 这是一处十分素雅干净的院落 看得出来 每天都有人在收拾 秦儿笑着说道 薛哥哥 这院子老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 所以 我便让人每天都过来打扫 你看可还满意吗 薛安笑了笑 却没有说话 反倒是茬儿 这个小丫头满脸兴奋的冬丑希望 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样子 每天的饭菜都会有专人给您送过来 而且 这里面还存放着很多书籍 方便您随时查阅 秦儿正在殷切地介绍着 薛安突然问道 你家小姐什么时候回来 秦儿微微一正 嗯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这次小姐 是跟着老爷出门办事 总得三五天才可以回来吧 您也知道的 我家小姐又没有兄弟姐妹 所以 很多事情都得她来出面 说到这 秦儿的语气有些黯然 薛安不置可否 不过紧接着 这秦儿就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神情肃然地说道 薛哥哥 有件事 我忘记对你说了 哦 什么事 您在这住着的时候 可千万要小心一个人 小心一个人 秦儿点了点头 眼中现出一抹恨色 一个极其讨厌的家伙 他叫姚超峰 是 话音未落 自愿门外 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冷笑之声 泽泽 听说有贵客来了 我倒要看看 是什么样的贵客 居然能惹动秦儿姑娘 都亲自出迎 其实这声音并不难听 可不知道怎变 听起来就是让人浑身不舒服 而随着话音 一个面色离黑的男子 手持折扇 一步三摇地走了进来 这男子相貌平平 而且皮肤趋黑 但却满脸骄横之色 一双细长的眼睛中 更是闪烁着尖邪的光芒 几乎就插在脑门上写上 我是坏人这四个字了 见到这个男子 秦儿面色铁青 但还是迫不得已地低下了头 见过姚少 来的 正是秦儿刚刚所言的那位姚超峰 只见他一脸傲慢地微微点头 然后便开始上一眼下一眼地打量薛安 越看 他脸上的不屑 便多一分 你就是薛安 薛安点了点头 淡淡道 没错 很好 姚超峰眼中满是冷冽之色 性靴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来 这是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唐家可不是你这样的人 能高攀得起的 我那表妹灵儿 更不是你可以染指的 别以为跟我表妹就是相识 便能怎样 我劝你最好现在 就死了这条心 否则 姚超峰一阵地冷笑 我会让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明白明白 什么才是京都人的做派 这番话让秦儿还有茬儿的面色 全都为之一变 尤其是秦儿 面色陡然变得十分阴沉 正带说话 薛安却笑了 首先我想说明一点 我来此 根本就没想着攀附谁 其次 我很好奇 什么才叫京都人的做派 姚超峰面色一沉 狭长的双眸之中 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然后阴侧侧地说道 小子 听你这话 好似有些不服气啊 薛安摇了摇头 我只是好奇罢了 要不你现在就给我演示一遍 你 姚超峰勃然大怒 就待发作 一旁的秦儿忍无可忍 不禁寒声道 姚大少 薛公子可是小姐亲口吩咐招待的贵客 你要是敢做出什么来 等小姐回来 会是什么后果 你自己掂量 姚超峰闻言目光微闪 然后冷冷地打量了薛安一眼 很好 那我就让你再多笑谣几天 说吧 姚超峰转身便离开了 等他走后 秦儿不禁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有些担心地说道 薛哥哥 这个家伙就是个疯狗 您可要小心他 秦儿是担心 薛安再被这个姚超峰吓住 毕竟 在他的印象中 自己这位薛哥哥 可是手无腹机之力的书生公子 面对姚超峰这等流氓无赖 肯定会有些害怕 可然后他便发现 薛安一脸无所谓的神情 没有半点忧色 甚至还笑着说道 这个什么姚超峰的 是你们什么人 秦儿总觉得 现如今的薛哥哥 跟记忆中的那个人 有些不一样 但还是说道 当初我家老爷搬来京城之后 没多久 就纳了一房妾室 后来又过了几年 夫人便因病去世了 这个新纳的妾室 就成了老爷的正式夫人 而这个姚超峰 便是这位新夫人的侄子 说到这 秦儿脸上满是不愤之色 也不知道这个家伙 给老爷灌了什么迷魂汤 居然让老爷十分地器重于他 这也就罢了 关键是 这个家伙 居然对小姐满是贪念 而且看样子 老爷有些支持 所以这个姚超峰 就越发地张狂起来 要不是小姐向来 对其不假词色 她没准会更加地嚣张呢 听完秦儿的话 薛安心中了然 怪不得会对自己这般敌视 原来是想人才兼得呀 秦儿叮嘱了几句之后 又命人送来各种生活用品 一直忙活到吃了晚饭 这才告辞离去 等小院之中 就剩下薛安和查尔后 查尔有些不满地说道 少爷 白天那个家伙 简直太可恶了 居然想霸占唐姐姐 还威胁我们 薛安笑了笑 转头看了她一眼 咦 小耸包 怎么这个时候不耸了 哎呀少爷 我发现你怎么一点也不发愁呢 没听秦儿姐姐说吗 这个姓姚的 可是对唐姐姐 势在必得呢 您难道不想想办法 想办法 我为什么要想办法 薛安淡淡道 嗯 难道您一点也不担心吗 查尔小脸之上满是疑惑 薛安笑了笑 然后抬头看了看朦胧的月色 淡淡道 傻茬 你还真以为 我是来这唐家提亲的吗 他说话的声音很小 这个茬根本就没听清楚 但他却发现 少爷抬头看月色的样子 很寂寞 与此同时 在唐家一处十分豪舍的院落之中 姚超峰正一脸阴沉地饮着酒 而在他对面 则是一名徐娘半老 风韵犹存的中年美妇 峰儿 照你这么说 这个薛安将会是我们的一大阻力了 中年美妇问道 姚超峰点了点头 然后将手中的酒杯放下 今日我出言试探了一下这个薛安 结果发现 他不卑不亢 不骄不躁 果然是个难缠人物 如果有外人在场 并听到这个姚超峰的称呼 一定会为之惊愕 因为这个中年美妇 正是唐家老爷 唐圣娜的那方小妾 姚玉 而对外 姚超峰则是这位姚玉的侄子 可实际上 这姚超峰却是他的儿子 而之所以隐瞒事实 就是怕引起旁人的猜忌 毕竟 这母子二人从进入唐家开始 就没怀好意 就是奔着谋夺家产而来的 本来他们俩以为 这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只要将唐圣给蒙骗住 剩下一个唐灵 就好对付了 结果他们却没想到 这位看上去柔柔弱弱的千金小姐 却极为聪慧 并很快就将唐家的产业 打点得井井有条 这一来 他们的计划算是落空了 但他们并不死心 立即便改变了计划 这个姚超峰 开始疯狂地追求唐灵 而他的母亲姚豫 则在唐圣面前大吹枕边风 两边共同努力 就是想着人才兼得 可正在唐圣已经逐渐接受 事情开始有所转机的时候 薛安突然出现了 这自然令这对母子 为之忌惮和愤恨 那方你打算怎么办 找人干到他吗 说到这的时候 这个姚豫脸上现出 一抹狠利之色 显然也不是个异于之辈 姚超峰摇了摇头 不行 现在还不可动手 毕竟这个薛安是唐灵亲自邀请来的 若是没等他回来 就直接动手 很容易引起他的猜忌 那样就更下不了手了 那一分你的意思是 姚超峰冷笑道 这门亲事 唐圣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一切不过是唐灵赤心妄想罢了 而且 我听传言说 这薛安的到来 也是因为唐灵的邀请 所以 等他们回来后 只要母亲大人在旁推波助澜 唐圣必然大怒 到时候 我就不信 这个唐灵还敢违抗父亲的命令 很好 就一份所言 但这唐灵也要早点弄到手 否则变故会越来越多 母亲大人放心 这件事 我自有决断 姚超峰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 接下来几日 姚超峰再没出现过 这让秦儿 那颗一直悬着的心 算是放了下来 他生怕这个姚超峰 在趁着小姐没回来的时候 对薛安不利 所以 每天他都会来好几趟 薛安对此却不置可否 每天只是吃了就睡 日子过得十分简单 时间一长 府中的下人们 便开始嚼起了蛇根 泽泽 你听说了吗 那位跟咱们小姐 是旧日邻居的家伙 到了咱们府上之后 每天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一顿饭 甚至能吃三五个人的量 跟个饭桶一样 嘿嘿 我当然听说了 而且我还听说 这个家伙穿着寒酸 估计以前连饭都吃不饱吧 因此到了咱们之后 才跟着饿死鬼一样的狂吃 就这样的 还想着苛决 咱们小姐 也是想下了心了 这些冷嘲热讽 自然也传到了钱儿的耳朵里 虽然他十分恼怒 可也管不住下面的人怎么去说 倒是姚超峰 在听到这个传言后 满心的欢喜 他开始还认为薛安是个劲敌 可一看他这个模样 也就放了心了 估计就是个混吃混喝的草包吧 与此同时 在往京城而来的一支商队之中 唐灵儿正坐在马车之中 审阅这一次行商的各种账目 虽然不过二八年华 可唐灵儿却已经是一名商业老手 而且对于商机把握之敏锐 眼光之毒辣 甚至让一些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手 都自叹服辱 此刻 唐灵儿终于将账目盘点完毕 然后闭上眼睛 开始思考这次的收获 这是他的习惯 每次都会将出行所得 进行一次盘点 并找出不足之处 这也是他能如此进步迅速的原因所在 想了想 觉得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地方了 唐灵儿睁开眼睛 堪称绝色的面庞之上 终于现出了一抹卷色 然后下意识地掏出了一张信件 这封信件已经有些破旧了 显然经常被他翻阅 尽管上面的字句 他都已经能记住了 可他还是展开侧页 一字一句地看了起来 上面所写的 正是当初的薛安给他的回信 言语间 这位其实早已死去的本土 薛安用近乎谗媚的语气 写着恭维的话 并战战兢兢地 将最近的情况一一讲明 就好似一个学生 在跟自己的老师汇报一样 唐灵儿看罢多时 沉默不语 此刻的他 心中是有些萧索的 因为他所求的 根本不是一般女孩子心目之中 所期盼的那种 轻轻我我的情感 而是可以从各方面 将自己征服得强者 这也是他愿意抛头露面 以女儿之身 征战商场的原因所在 他喜欢挑战所带来的刺激 而他之所以主动给当年的 儿时玩伴薛安写信 并邀请他来京城 就是因为他想起了 自己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那时候的薛安 不管是财时 还是其他方面 都远胜于他 因此 当时的唐灵儿 对薛安极为崇拜 这种感情 并未随着唐家的 举家搬迁而消散 反而越发浓烈 因此在后面 唐灵儿才会写下的那封信 可没想到 薛安的回信 让唐灵儿如梗在喉 并心生茫然 这个在信间之中 唯唯诺诺的男人 就是当初那个 意气风发的少年吗 怎么觉得这么别扭呢 唐灵儿心中思绪万千 正在这时 有骑马夫人敲了敲车厢 然后低声道 小姐 刚刚家中传来消息 那位薛公子 已经到了京城 并在府中住下了 唐灵儿微微一震 然后点了点头 淡淡道 知道了 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这位薛公子 似乎有些不太对劲 听下人们传言说 他进了府中 之后便身居检出 每天就是吃饱了就睡 从未做过功课 车厢之中一阵沉默 然后唐灵儿淡淡道 知道了 还有几日回到京城 后天就可到 加快行程 明天赶到家 是 老爷和小姐回来了 当远途归来的车队 停在府门之前 整个唐家都为之轰动 而后从正门开始 沿着一条中轴线 十八进的院落 所有的中门 全部一次打开 无数的仆役家丁分立两旁 当大富翩翩的家主唐胜 以及威势日众的小姐唐灵儿 踏入家门之时 这些仆役家丁们 齐齐弯腰 公营老爷和小姐平安归来 这等阵势 令唐胜首碾虚然 一脸意气风发之色 唐灵儿却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静静地站在自己父亲身后 不发一语 妇女二人 直接穿过前面几经院落 来到了后宅跟前院的分界处 唐胜县如今的夫人姚玉 以及姚超峰全都在此等候 当见到唐胜之后 姚玉翩翩万福 老爷 唐胜老怀大唱 点头微笑道 你我之间何须如此多礼 这里风大 再吹坏了怎么办 姚玉一脸眷恋虫目之色 老爷 您出外忙碌多日 我在此迎接您的归来 也是应尽之责 好 平时没白疼你 唐胜十分欢喜地点头道 这时 姚超峰也一脸惨笑地凑上前来 姨父 没错 在平时 这个姚超峰都是对唐胜口称姨父的 面对这个极为古怪的称呼 唐胜却颇为满意 超峰啊 最近功课如何 回姨父的话 最近我勤学不带 自觉有所精进 姚超峰很是乖巧地回道 唐胜便随口问了几个问题 这个姚超峰居然全都对答如流 这下让唐胜也不禁眼前一亮 赞许道 果然不错 功课上确实有些进步 看来你这段时间用功了 一切都是因为姚父教导得好 姚超峰这时还不忘拍唐胜一记马屁 唐胜却狠吃这一套 俯然而笑 正打算说什么 那位一直含笑而立的姚豫突然说道 老爷 有件事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哦 都是自家人 有什么不好说的 是 关于灵儿的 姚豫面现一丝难色 有些愁愁地说道 灵儿 唐胜微微一愣 然后转头看了一下身后漠然无语的唐灵 灵儿怎么了 姚豫好似鼓起了所有的勇气 有些难为情地说道 灵儿自然没怎样 只是在您和灵儿出门的时候 有男子前来投奔 然后还被安排到了 离着灵儿居住的后宅 仅仅一墙之隔的小院之中 当然 这些事不该由我来说 可是老爷 现如今 灵儿身大秀长 这等事总是需要避讳一下的 否则若是传出去 可有损咱们唐家的声誉啊 听罢姚豫的话 唐胜面色大变 有男子前来投奔 是谁 而唐灵儿此刻的面色 也是微微一变 姚超峰抢先说道 姨父 这件事 我本来想私下 再跟您说的 但既然 我寓意已经说了 我也就告诉您吧 这位来投奔者 叫做薛安 薛安 这个名字 犹如石破天惊 让唐胜先是一愣 然后眼中 便现出了冷冽之色 灵儿 这件事可是真的吗 唐胜回身 问自己的女儿 唐灵儿心中暗叹一声 然后便点了点头 父亲 薛安确实来了 而且是我邀请的 唐胜的面色 越发阴沉下来 现如今 家中之事 都已经交给了唐灵儿掌管 她已经很少过问 所以 若不是姚玉说起 她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而如果是别人 也就罢了 偏偏是这个薛安 对于这个 未曾发迹之前的 邻居之子 唐胜印象深刻 但却不是什么好印象 在唐胜看来 这个出身贫寒 却胸无大志的少年 根本不是良配 尤其等后面 唐家一夜暴富 进入京城之中 做起了豪门 这两家之间的差距 更是犹如云泥 最重要的是 唐胜可是就唐灵儿 这么一个宝贝姑娘的 唐胜准备让她找一个可靠的上门女婿 好继承唐家的这万贯家业 比如这个姚超峰 就是一个可以观察和培养的对象 但薛安却是一脉单传 并且还是个书生 肯定不会愿意做一个上门女婿 这样的话 更是毒死了一切的可能 所以 唐胜虽然隐隐地知道一些自己女儿的心意 却从未往那上面想过 可谁能想到 自己出一趟门的功夫 这个薛安居然就找上门来了 而且还是自己女儿邀请来的 这自然令唐胜勃然大怒 但对自己这个宝贝女儿 唐胜又实在舍不得苛责 只能恨恨地一跺脚 韩生道 叫着薛安姨回来书房 见我 说吧 便怒冲冲地转身离去了 等唐胜走后 姚豫有些歉疚地说道 灵儿 姨娘可不是故意 要给您难看的 只是这是观女儿家的明节 实在马虎不得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听到姚豫的话 唐灵儿不发一语 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姚豫和姚超峰 然后转身去 姚豫被弄得有些下不来台 只能满脸尴尬地站在那 一直等唐灵儿走远了 她才满脸愤恨地一咬牙 这个唐灵儿 可是从来没把 我这个姨娘放在眼里 姚超峰在一旁目光不善地 盯着唐灵儿远去的背影 她总觉得 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孩 成长的速度 简直太可怕了 每一次出门归来 她都会让姚超峰感到心惊 尤其被她那双漂亮的 丹凤岩扫道的时候 心中更是一阵的惊惧 就好像所有的秘密 都能被她看透一样 方儿 这个小丫头 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呀 你得想想 自己能不能降服得住 姚豫这时悠悠地说道 姚超峰冷哼一声 母亲放心 我自有办法 这时 唐灵儿已经大不留心地 来自了薛安所居住的院落之外 秦儿闻讯匆匆赶来 小姐 唐灵儿点了点头 她就住在这吗 秦儿点了点头 小姐 我先去给您通禀一声吗 唐灵儿摇了摇头 不必了 说着 她伸出先先束手 直接推门而入 院中并无人影 想起那些传言 唐灵儿的面色越发冰冷 正在这时 茶儿端着茶盏走出门来 见到唐灵儿后 先是一正 然后才惊喜到 唐姐姐 等于见到茶儿 唐灵儿脸上的寒霜 才算暂时的消融 原来是茶儿啊 几年未见 居然出落得这般水灵了 茶儿兴冲冲地走了过来 先深失忆里 见过唐姐姐 然后才兴致勃勃地说道 唐姐姐 你是来找我家少爷的吗 唐灵儿微微点头 你家少爷现在在干什么 茶儿有些不好意思地 抓了抓头皮 再在睡觉 睡觉 唐灵儿抬头看了看天色 现在不过刚吃过午饭的功夫 距离天黑还早得很 居然现在 就在睡觉 看来 那些传言都是真的了 唐灵儿心中浮然不悦 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淡淡道 那茶儿可以薛公子叫起来吗 我有些事要跟他说 好迪好迪 我家少爷要是知道唐小姐归来 一定会开心脸 说着 茶儿就要往屋里跑去 正在这时 就听屋中传来了一声长长的哈欠 大梦谁先觉 凭声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 窗外日迟迟 好睡好睡 说着 薛安自屋中慢慢走了出来 脸上似乎还有些四省未省的朦胧 然后冲着众人微微一笑 唐灵儿就觉得整个人如遭暴击 甚至连心跳都停跳了半拍 因为这个站在台阶之上 长身玉立 白衣圣雪的少年一笑起来的时候 一双眼眸灿若星辰 宛若一尊遗落人间的神灵 令人不敢直视 是是他吗 可是和记忆中那个已经渐渐模糊的身影 好像有很多的不同 但又说不出到底是哪里变了 正当唐灵儿一愣神的功夫 茶儿已经兴冲冲地喊道 少爷 唐姐姐回来了 薛安此刻也在打量这个让曾经的本体 魂牵梦绕的女孩 只见她穿着一身淡青色衣衫 素雅大方之中透露着一丝干脸 而面容则可称得上倾国之色 关键是 她那双单凤眼极为出彩 让她只是静静地站着 便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度 薛安心中赞了一声 好一个秀外惠中的女子 这若是生在现代的地球 绝对会是一名职场女强人 怪不得当初的本体 会那般地念念不忘 然后她冲唐灵儿微微一点头 唐姑娘 唐灵儿越发觉得有些古怪 因为当初在书信往来之时 这个薛安可不是这样的 当时她在字里行间 透露着一股浓浓的不自信 以至于近乎谄媚地讨好着自己 可等今日见面 她却如此地云淡风轻 甚至让唐灵儿产生了一种 自己才是卑微的那一方的错觉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灵儿心中讶异 可历经商场魔力的她 表面上没有丝毫显露 只是微微汗手 薛公子 打扰你休息 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这番话说的意味难明 似有嘲讽之意 至少站在一旁的秦儿 便面露一抹尴尬之色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睡得多了也觉得烦闷 正好出来透透气 而且我也一直在等唐姑娘回来 唐灵儿并未多想 是自己邀请她来的 那她当然要等自己回来 现在关键是要先闯过 自己父亲那一关 不知不觉间 唐灵儿便以商场手段 开始筹划下一步的行动 薛公子 你我儿时便以相识 所以也不必说一些客套的虚言 我这次邀请你来京城 是想着能帮你一把 否则困在底端 你将永无出头之日 说到这里 唐灵儿深吸一口气 但现在 我父亲已经知道你的到来 他要在书房之中见你 这番话一出 秦儿还有茬儿 七七色变 尤其是秦儿 老爷老爷 怎么会这么快就知道 唐灵儿冷声道 自然是我那位姨娘说的 秦儿面现金黄之色 他也很清楚 老爷对小姐婚事上的态度 所以他深知 这次召见 绝对不会那么简单 这种惶恐的气氛 也传染到了一旁的茬儿身上 这个小丫头 也是勃然色变 颤声道 那那怎么办 要不让我家少爷先躲一躲 秦儿摇了摇头 没用的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时 而且 如果真的躲了 那么 秦儿 没将后面的话说出来 但意思已经很明显 如果薛安真的避而不见 那他在 唐圣心目之中的地位 将会更低 并将再无翻身的可能 这位自幼便陪在 唐灵儿身边的小丫鬟 自然明白自己小姐 是如何打算的 因此避而不见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果然 就见唐灵儿神情冷然 薛公子 你也不必过于惊慌 我父亲见你 只是因为姚玉等人的恶意传谣 但 唐灵儿说到这个时候 脸颊微红 但他肯定会询问你婚姻上的事 希望到时候 薛公子能斟酌一二再言说 这话已经暗示得很明显 唐灵儿总不能指着薛安的鼻子说 你到时候 就对我父亲直接说喜欢我 那也太羞人了吧 薛安却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 好 那我便去看看 说着 他便下了台阶 对茶儿说道 茶儿 再次等我回来 嗯嗯 茶儿不明就里 只是点头硬道 然后薛安冲唐灵儿一笑 唐姑娘 走吧 在前往后宅书房的时候 唐灵儿不时地撇向一旁 栩栩而行的薛安 心中思绪难平 她对薛安的情感 是极为复杂的 有儿时的宠墓 有长大后的同情 更有当初书信往来时的一丝鄙夷 这些东西掺杂在一起 让唐灵儿对薛安的态度 也很复杂 但这些年 唐灵儿见过无数青年才俊 却没有一个 能让她有动心的感觉 直到今天 当她看到站在台阶之上 那个侧脸被阳光描绘出淡淡轮廓的少年之时 她忽然明白了自己的内心 不管怎样 她就算再平庸无能 自己也是喜欢她的 大不了到时候我在外面打拼 让她在家中守候变神 唐灵儿暗下了决心 但眼前便又是一个难关 如何说服自己的父亲呢 想到这 唐灵儿一咬牙 然后对薛安低声道 薛公子 嗯 到时候 我父肯定会逼问 而我现在只想问你一句 你你可愿入赘我唐家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着唐灵儿 有些话 总得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唐灵儿一愣 这算是什么回答 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过唐灵儿也明白 让一名男子答应 入赘有多难 毕竟 在这个时代 赘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因此 他便打算出言解释一下 好打消薛安的顾虑 可这时薛安 却抬眸看向远方 然后淡淡道 走吧 一会 还有很多事呢 说着 薛安便大步往前走去 唐灵儿看着薛安的背影 暗咬银牙 不管怎样 等到了父亲面前 自己也要把话讲清楚 此刻 在正书房之中 姚玉和姚超峰 正陪着余怒未消的唐胜喝茶 同在一旁坐陪的 还有唐府之中 几名受宠的门客 这些人 基本都是功名无望的落魄文人 但因为擅长逢阴投机 所以颇受附庸风雅的唐圣所器重 当然 这些人也早已被姚玉和姚超峰母子所收买 因此 言语间 全都是对姚超峰才识的各种赞美 这让姚超峰心中暗自得意 薛安 天时地利人和 全都在我这 我看你如何跟我斗 正在这时 就听门外传来 仆役丫鬟们的失礼声 小姐 而后书房的门便被推开 唐灵和薛安连媚而入 这两人的同时出现 让书房中的众人 一阵轻微的骚动 唐圣气不打一处来 怒哼一声 而本来得意的姚超峰 此刻也是神情凝滞 眼皮疯狂跳动 因为他发现 从来不对自己假以此色的唐灵 在面对薛安的时候 却巧笑倩熙 而且柔顺得 好像一个小媳妇 而且 两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简直如同一对碧人一般 极为般配 这怎能不令他极度欲狂 只有姚欲见机得快 赶忙说道 这位想必就是那位薛大公子了吧 泽泽 还真是一表人才呢 可他这番赞美的话 在这个场合听起来却极为古怪 至少唐圣的面色 便渐渐阴沉下来 薛安 你不远千里来到京城 投奔我唐家 到底所为何事 还没等薛安说话 一旁的唐灵儿 已经按捺不住 上前一步说道 父亲 薛安之所以来 都是因为我的邀请 嗯 唐圣虽然心中恼怒 可对自己这个掌上明珠 语气上还是柔软了很多 灵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灵儿沉声道 父亲 我是觉得 当初我们两家曾为邻居 现如今薛家落难 我不忍心 见他也埋目于草莽之中 所以才邀请他来京城之中 唐圣的面色一缓 觉得 只要不是因为 喜欢上这个家伙就好 可没想到 唐灵儿紧接着便画风一转 而且 唐灵儿说到这个时候 脸颊微红 幼年之时 我便曾立下誓言 要嫁给薛安 这番话一出 全场死记 片刻之后 唐圣怒气勃发 猛地一拍自己面前的书桌 灵儿 你可知道 自己在说些什么吗 姚玉和姚超风的面色 也变得极为难看 尤其是姚超风 他死死地盯着薛安 心中的杀意 简直都要满意出来了 唐灵儿点了点头 父亲大人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唐圣这时候深吸一口气 努力使自己变得平静下来 然后说道 灵儿 你可知道 现如今你和他之间的身份差距有多大吗 唐灵儿又点了点头 知道 那你 唐灵儿一脸严肃 父亲大人 您说的这些 我都认真地想过 但我觉得 这一切都不会是什么问题 嗯 唐圣一脸的莫名其妙 而唐灵儿 则用清冷的语气说道 虽然薛家现如今 已经只剩下他一人 而且落魄不堪 可只要他肯入坠我唐家 那这一切都将不成问题 死 全场众人 全都倒吸了一口冷气 因为这听上去 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一个豪门千金 当着大庭广众 口口声声 谈论自己的婚事也就罢了 甚至还要让一个男子入坠过来 这画面 简直处处透露着诡异 唐圣这时候怒极反笑 入坠 呵呵 很好 那我倒想问一下薛公子 你可愿意否 这时候 用公子二字称呼薛安 简直讽刺意味满满 因为按照习俗 入坠之后的男子 一般都被人用那男子来称呼 这也可见在这个时代 坠绪的地位 有多么的低微 所有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薛安身上 而唐灵儿 这时候也索性豁出去了 只见他粉面寒霜 薛安 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而言 有些太过艰难 但我可以保证 你绝不会跟其他家族的坠绪一样 地位卑微 说到这 唐灵儿深吸一口气 我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帮助你考取公民 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 或者考取不上 那也无妨 我可以花钱给你捐个公民出来 而你 则只需要在家中好生照看便好 一切事物都由我来承担 这番话 听傻了在场所有人 尤其是唐圣 只见他的脸色青一阵红一阵 简直下一刻都要炸开了 毕竟 当时风俗就算再开放 也没有如唐灵儿这般 对自己的婚事侃侃而谈 并且还讲条件 要人入坠的 这说出去 简直能笑掉人的大牙 可姚超峰却不这么想 他现在极度的两只眼睛 都在冒蓝光 这等好事 为什么落不到自己头上 而唐灵儿说完之后 也在用认真的目光盯着薛安 他觉得 自己已经如此让步 并且将以后的事都谋划好了 这个薛安 应该不会再有什么理由去拒绝了 对此 他颇有自信 可就在这时 薛安抬头看了一眼唐灵儿 又环视了一下全场所有人 嘴角浮现出一抹意味莫名的笑意 然后轻轻摇了摇头 不好意思 唐姑娘 此事 恕我不能答应 什么 唐灵儿浑身拒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居然拒绝了 而全场众人更是一脸震撼 就连唐胜也万万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出 他千里迢迢来 不就是为了入坠我唐家吗 怎么现在突然又拒绝了 喂 为什么 唐灵儿颤声问道 因为 我不稀罕 不稀罕 很多人面面相去 这算是什么解释 这时薛安淡淡道 唐姑娘 你是个好姑娘 但你所说的这一切 包括这所谓的唐家产业 对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听到这番话 唐胜先是暗暗松了口气 不管怎样 只要他没答应就好 然后便感到十分的不舒服 居然瞧不起唐家 因此他冷笑道 哦 听薛公子的语气 似乎根本瞧不上我这区区唐家咯 那不知薛公子 有何等高远之向呢 听到这番话 屋中很多人 发出了嘀嘀的痴笑之声 其中 又以姚超峰的笑声 最为嚣张放肆 可面对这一切 薛安却连眼皮都没抬 只是淡淡道 我所要的 你等又怎么可能明白 哼 唐胜文言 满脸不屑地冷哼一声 心中对薛安更为不喜 认为他纯粹 就是个无知狂妄之人 而唐灵儿 则呆呆地看着薛安 他现在终于明白 刚刚在来之前 薛安所说的那句 有事当面说清楚 比较好是什么意思了 原来 是这么说清楚啊 唐灵儿忽然满心地委屈和难过 他不明白 自己明明已经将 所有的一切都安排得 十分妥贴了 结果他却不同意了 难道一切都能用一句 不稀罕来解释吗 唐灵儿心中五味杂陈 姚超峰却乐得 差点从座位上蹦起来 在他看来 这个薛安 纯粹就是个蠢货 居然拒绝这种 别人梦寐以求的好事 不是蠢货是什么 可你以为 仅此而已便足够了吗 我要的 可是让你身败名裂啊 姚超峰心中冷笑 然后冲远处的几名门客 一石眼色 这几名门客 早就已经被其收买 因此 在看到姚超峰的示意后 这几个酸腐文人 心中便有了计较 然后就听其中一人 满含嘲讽地笑道 好一个志向宏伟的奇男子啊 可惜 就是有些不学无术 这番话 惹来周围 几个门客的哈哈大笑 刘兄说得没错 有些人啊 就是腹中 空空嘴上见的货色 泽泽 我可听说 有人自打进了唐家之后 整天不是吃了睡 就是睡了吃的 估计连个平平泽泽都不懂 还敢口出狂言 这些话都说得极为刺耳难听 唐灵面色一变 尽管薛安拒绝了她 可她还是不想让这些本事 全都长在嘴上的酸腐文人 诋毁薛安 毕竟 面对这些人的挑衅 如果薛安不敢回应的话 那她的名声 就算是彻底毁了 而一个书生公子的 名声被毁 也就意味着她 这辈子都不要想着 能在仕途或者文坛上 有所进步了 由此也可见 这帮家伙的险恶用心 因此 唐灵儿便想出言斥责这群人 可就在这时 薛安目光微冷 嘴角却浮现出一抹 似有似无的笑意 哦 那这么说来 二等的文采 想必都很不错了 不敢说不错 但至少比某些人要强得多 一名手持折扇 满脸惊傲之色的 中年文士 淡淡道 薛安点了点头 那好 既然你文采不错 那有没有兴趣比上 比 怎么比 中年文士斜了薛安一眼 满脸的不屑之色 就以诗词来论输赢 如何 薛安淡淡道 听到这番话 这帮文士门客们 全都一脸诧异之色 尤其是这位中年文士 更是一愣 然后冷笑道 你要跟我比诗词 你确定 薛安点点头 淡淡道 没错 好 这可是你说的 怎么比 中年文士 一脸胜券在握的神情 在他看来 这简直就是 薛安伸过脸来让自己删啊 他虽然没混出什么名堂来 但一首诗词 还是可以拿得出手的 所以他信心满满 薛安这时说道 很简单 赢者全拿 输了的 拿命来赔 如何 全场一阵死忌 然后人群一阵滴滴的哗然 唐灵儿更是一脸震惊莫名之色 比斗个诗词 怎么还赌上命了 因此 他有些焦急的 想要劝说薛安 可这时那姚超峰 却率先说道 好 果然是条汉子 既然如此 那就这么说定了 如何 这中年文士 本来也有些愁愁 可见姚超峰替自己硬下了 便也一咬牙 然后点了点头 好 那就依你所言 唐灵儿满脸焦急 低声道 薛安 你到底想干什么 薛安冲他一笑 没事 就是闲得无聊 教某些家伙做做人罢了 可是你 唐灵儿还想说什么 那中年文士 生怕薛安抢了头筹 因此第一个蹦了出来 但不知道以何为题 薛安淡淡道 随便 我都行 这张狂的语气 让很多人心中 福然不悦 尤其是唐盛 他好整以侠地 坐在书桌后面 想看一看待会 薛安是怎么落败的 这时姚玉 却猛地一指窗外 明媚的春光 既然如此 就以春光为题如何 这中年文士 文言 心中一喜 他所擅长的 就是以锦续情 因此 这命题 算是正中他的下怀 薛安不置可否 这中年文士 便在屋中徘徊几圈 然后猛然一拍手中折扇 有了 说完 他便刷刷点点 在纸上写下一首诗词 待朗生迎送出来之后 全场一片赞许之声 好词 时隔数月 刘兄的诗词水平又有精进 这首永春写得清新眷勇 实乃佳作 可喜可贺啊 这些赞美之声 一满书房 这中年文士一脸得意 然后看向薛安 薛公子 该你了 这时薛安却在遥望着窗外的点点春光 一时近似有些吃了 哼哼 写不出来了吧 趁是自己找死 就知道是个表面光鲜的草包货 这些冷嘲热讽声中 唐霖儿有些茫然地看着 因为他瞥到了薛安眼中的那一抹寂寞 那种感觉 让他觉得心都空了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眼中会有那般浓烈的情感呢 唐霖儿心中正在惊疑 只见薛安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有了 而等且听 说着薛安轻声淫道 水势眼波横 开始的时候 这帮文人的脸上满是不屑之色 认为薛安绝对不可能写出超越中年文士的佳作来 可当薛安的这第一句话一出口 全场众人的心都为之一颤 所有的声音瞬间消失 人们全都安静下来 静静地听着 薛安接着迎道 山市眉风聚 欲问行人去那边 眉眼盈盈处 才使送春归 又送军归去 若到江东赶上春 千万和春注 画罢 全场死寂 满座街巾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中年文士一脸难以置信的轻声谜南 其他的文声门客 更是满脸震骇之色 因为就算是个胸无点墨之人 也能听出这首小词的清新可爱 更何况 这帮一辈子钻研诗词歌赋的文人门客 在他们眼中 薛安这首小词 比较轻松活泼 但内里却蕴含着一丝寂寞的萧索 这等欲情欲景 同时又欲景续情的作品 已经不是 能胜过中年文士那首词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将永春词 都往前推动了一大截 甚至可以称作 三年来永春第一词 这等实力上的巨大差距 令这帮人全都张口结舌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同样感到惊诧的 还有唐圣以及唐琳儿妇女 唐圣是没想到 这个落魄的少年 居然能写出这般诗词来 而唐琳儿却悲从中来 因为他读懂了这首词 身为女子 心思自然要比旁人细腻得多 所以在他眼中 这哪里是一首永春词 分明是一个男子 对自己心爱之人的痴情 比如开头两句 水是眼泊横 山是眉风剧 试问 若不是对女子喜爱到一定程度 又怎能写出这般惊诗之语 至此 这唐琳儿终于明白 薛安为何要拒绝了 但同时 他却感到了一种强烈的不服 他试问自己 不比任何人差 所以他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 能让这个薛安 如此一往情深 在商场之中 磨砺出来的坚韧和自信 让他充满了不服输的干劲 他想比一比 因为他不相信自己会输 正当满屋众人 进阶漠然之时 姚超峰终于按捺不住地站了起来 然后一脸怨读和极度地盯着薛安 阴策策地说道 此事真不错 可我怎么觉得 这次根本不是你所做呢 哦 薛安淡淡一笑 何以见得 姚超峰一脸蛮横地说道 因为我当年曾恰巧买到过一本绝版古籍 然后从这本残缺不堪的古籍之中 我曾见到过这首小令 只是因为年代久远 作者已经不可考证罢了 怎么就是你所做的了呢 姚超峰的这番话 让很多人面面相去 然后暗自摇头 就是傻瓜也能听出 这姚超峰是在信口胡说 因为这等诗词绝不会轻易散意 还什么绝版古籍 要是真有的话 那这姚超峰 岂不是早就应该写出这首诗词了吗 可姚超峰在唐家鸡威慎重 很多人都不敢吭声 只有唐灵冷笑一声道 哦 那这么说的话 姚绍便将这古籍拿出来 让我等开开眼 如何 姚超峰却连眼睛都没眨 实在是不凑巧 在年前手碎的时候 这古籍被我尸首掉进了火盆之中烧毁了 你 唐灵儿简直怒不可遏 便想直吃姚超峰的无耻 可就在这时 薛安淡淡一笑 你说我抄袭 姚超峰冷笑道 可以这么说 薛安笑了 只是看着她的笑容 姚超峰却觉得心里直发凉 那你看的古籍之上 除了这首词外 可还有其他的作品吗 薛安淡淡地问道 姚超峰摇了摇头 自然没了 我没说吗 这本古籍已经残缺不全 很多字迹都已经看不清楚了 只有这首词还能依稀辨认 薛安点点头 很好 这个解释简直完美 姚超峰刚想说什么 薛安一摆手 淡淡道 你说的我都相信 但我想说的是 接下来这首词 你该如何解释 众人闻言一惊 难道 只见薛安跨出一步 轻声迎道 别来春半 触目柔长断 气下落眉如雪乱 浮了一身缓满 艳来阴性无凭 路遥归梦难成 离恨恰似春草 更行更远还生 一曲轻平乐 转瞬即成 这一下 所有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又是一首丝毫不逊色于 刚刚那首补蒜子的金氏佳作 一般的文人 一辈子能写出一首这样的作品来 就足够欢欣鼓舞了 可这薛安 却在短短一盏茶的光景内 连坐两首诗词 这要是传出去 简直能令无数人为之震动 至于姚超峰刚刚所言的抄袭 自然是不攻自破 实际上 此刻的姚超峰 正满脸呆滞地看着薛安 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喉咙里更是发出咯咯的声响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能通过这种方式来翻盘 而薛安则冲他微微一笑 现在 你还有何说 姚超峰渐渐恢复了清醒 然后恼羞成怒地冷哼一声 转身就想离开 慢着 嗯 你想怎样 这首诗词 算是你做的 又能怎样 刚刚我所言的 也不是假的呀 姚超峰开始耍起了无赖 不是那个意思 薛安露出几颗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下 刚刚我可是说了 这场赌斗 赌的可是命 你 你什么意思 姚超峰面色大变 薛安好整以霞地摆弄着手指 淡淡道 很简单 只要你做出一首超过我的诗词 那就放过你 不然 把命赔出来 什么 姚超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禁怒急反笑道 薛安 你是不是 他正想说 薛安是不是脑袋坏掉了 不然怎么敢说出这样的话 可还没等他说话 薛安随手一挥 一缕剑芒飞过 站在一旁的那位中年文士的咽喉 便被直接割开 鲜血喷咽而出 这中年文士做梦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真的敢下手 因此 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咽喉 用无比恐惧的目光盯着薛安 然后死尸缓缓倒地 这一下 全场众人皆未知震动 而薛安则冲着面色惨白的姚超峰淡淡一笑 刚当他输了 所以他死了 现在 轮到你了 姚超峰浑身俱震 终于从震撼之中清醒过来 你 你 你居然真敢杀人 薛安淡淡道 为什么不敢 因为刚刚我可是说了 输了的 赔命 现在 我给你十个数的时间 到期做不出来 你的脑袋 就会跟你的身体说再见 所以 请珍惜时间哦 姚超峰吓得两腿战战 惊恐欲绝地喊道 姨父 救我 唐胜也被吓了一跳 他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出手杀人 因此 当听到姚超峰的求救后 他怒喝一声 薛安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刚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手杀人 给我把他抓起来 唐家自然也有家丁护院 这些人纷纷涌上前来 就想抓住薛安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一跺脚 这些冲上来的家丁们 便全都被震飞出去 然后 薛安冲着姚超峰微微一笑 伸出了一根手指 一 不 姚超峰彻底慌了神 因为薛安现在的眼神 简直太可怕了 那种一种漠视生死 俯瞰众生的眼神 和这比起来 姚超峰曾接触过的那些江湖狠人 简直就是个乖宝宝 二 薛安静静地数着 姚超峰转身 便往门外奔去 可当他的手 刚要触碰到门的一瞬间 薛安不知道何时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淡淡道 八 姚超峰一愣 然后嘶声力吼道 刚刚不是还在数二吗 薛安微微一笑 忘了告诉你了 如果你想逃跑的话 那么我可是会喊得随心所欲一点哦 现在 你就剩下两声的机会了 如果我是你 现在就乖乖地写出一首词来 姚超峰绝望了 薛安 我认栽了 求你放过我 我再也不跟你做对了 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九 薛安 你到底想怎样 难道你还敢杀我的分吗 姚豫一边怒吼着 一边往前冲 在这个时代 女子虽然地位很低 但姚豫 身为唐圣名义上的正事 还是很有地位的 而现在他这么冲上来 就是拿准了薛安 应该不敢对付自己 毕竟 男人再怎么样 也不会去对付女人 可他这次却想错了 刚冲出末几步远 薛安抬手便是一记耳光 直接将这姚豫扇的离地而起 并在空中转了好几个圈后 才看看落地 然后晕死过去 这一记耳光 犹如石破天惊 书房之中的人 全都为之震撼 唐圣脸都轻了 气得浑身发抖 薛安 你 薛安淡淡道 不用谢我 应该的 说着 薛安转过头来看着姚超峰 淡淡道 很抱歉 时间到了 做好准备了吗 姚超峰浑身一颤 毫不犹豫地就跪在了地上 薛安 我错了 求你饶我一条狗命 我真的错了 说着 他怦怦怦地直颗响头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然后转过头来 冲着神情呆滞的唐灵儿 一笑 有件事 我忘记跟你说了 你的亲生母亲 应该就是这两个人合谋害死的 什么 唐灵儿失声惊呼 唐胜更是豁然站起 死死盯着薛安 你说什么 薛安脸上带着一丝淡然的微笑 这件事 你可以问他 薛安指向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姚超峰 姚超峰浑身颤抖 面色惨白 因为他实在不明白 这么隐秘的一件事 薛安是如何知道的 唐灵儿这时候心念电传 这几年来 所有的事都翻上心头 尤其是当姚玉嫁入唐家后 自己的母亲的病情就开始急转直下 最终病故 当时他年岁尚小 只是觉得自己母亲死得有些太快了 却从未想过其中是否有蹊跷 当今日薛安提起这件事 他忽然察觉出里面有诸多的疑点 因此 他不禁寒声道 姚超峰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姚超峰还想抵赖 薛安眼神微动 姚超峰就觉得浑身微震 然后自己的嘴巴 就好像不归自己说管了一样 犹如竹筒倒豆子一般 将事情的经过都讲述了一遍 甚至连自己和姚玉实为母子的事 都讲了出来 至于那个死去的中年事 更是在谋害唐灵儿母亲的时候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至此 真相彻底大白于天下 而等说完之后 姚超峰浑身一颤 身体恢复了控制 可这时候 唐灵儿已经怒不可遏 伸手便从一旁的桌子上 抓起一个大花瓶 对着姚超峰的脑袋便砸了下去 碰 花瓶破碎 姚超峰的脑袋瞬间便血流如注 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 唐灵儿已经气得失去了理智 尽管是个女子 但她自幼跟着唐圣在外闯荡 所以性子极为刚烈 现如今知道自己母亲 居然是被这对母子谋害的 简直恨其入骨 因此她环顾左右 一眼看到身边有一室的腰间 佩戴着一柄装饰用的宝剑 她上前一步 直接拽了出来 然后对准着姚超峰 就是一通乱砍 可这宝剑根本就没开刃 所以只能将姚超峰砍得皮开肉绽 尽管如此 姚超峰还是痛得惨毫不已 不要我错了 这件事都是姚玉让我做的 不要 唐灵儿的眼睛都红了 毫不理会姚超峰的求饶 而是奋力砸下 每砸一下 脸上就会蹦践上一丝鲜血 终于 在几十下之后 姚超峰的惨毫之声 渐渐微弱 最终贪软在地 再无声息 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用精锯的目光 看着唐灵儿 就在这时 一只手轻轻拍了拍唐灵儿的肩头 好了 人已经死了 不要再砸了 唐灵儿浑身一颤 转头看着薛安 满是迷茫的双眼之中 渐渐恢复了清醒 而后他猛地扔下手中的宝剑 跌跪于地 嚎啕大哭 薛安谢谢你 唐灵儿哽咽着说道 这声致谢 发自肺腑 因为要不是薛安 他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 杀害自己母亲的凶手是谁 而神情挥败的唐胜 此刻也念诺道 薛 薛安摆了摆手 淡淡道 唐家主 我此来本来只是想当面 跟唐姑娘说清楚 而这件事 我既然知道了 就不能不管 实际上 薛安从见到姚超峰的时候 就觉得不对劲 等后面一了解情况 薛安便发现了 其中诸多的疑点 而这段时间 运用吞噬先诀 薛安的实力 已经开始逐渐恢复 所以他干脆用神念窥探了一下 这才发现了事实的真相 这也是他今天 悍然杀人的原因所在 听到薛安的话后 唐胜满脸羞愧之色 而薛安这时 则拿出那封信件 同时又掏出一个 已经残疚不堪的香囊 放在了唐灵儿身边 唐姑娘 性德错爱 奈何无缘 就此别过 各自珍重 说吧 薛安看了一下全场众人 微微一笑 转身离去 唐灵儿痴痴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手握那个自己小时候 赠送给他的香囊 眼泪而是夺眶而出 而唐胜 也更是面线犹豫悔恨之色 因为薛安献如今的表现 已经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甚至让见惯了青年才俊的唐胜 都为之探服 产生了想将其内为家序的念头 可现在一切为时已晚 唐胜也只能一脸悔恨地 颓然呆坐于那 至于书房中的其他人 则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撼 他们明白 待今日之事传开之后 这个薛安的声望 必将一飞冲天 成为这天圣京都之中 最炙手可热的少年才子 秦儿姐姐 少爷怎么还不回来咧 茶儿一脸担心地问道 秦儿的心中也颇为忐忑 但还是抢笑道 茶儿 你不用那么担心 小姐跟着薛哥哥一起去的 应该不会有事 好吧 茶儿有些无奈地硬道 然后坐在门槛之上 双手脱腮 望眼欲穿一般看着门外 秦儿见状 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你坐在这 薛哥哥就能早点回来了吗 可是我坐在这 少爷回来 我就能第一个看到了啊 茶儿一本正经地说道 秦儿刚想说什么 就见茶儿一跃而起 兴奋地喊道 是少爷 少爷回来了 秦儿赶忙转头看去 果然 就见薛安大不留心地走进院中 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 秦儿心中微动 去了这么久才回来 莫非事情有变吗 心中想着 秦儿赶忙笑道 薛哥哥 你回来了 薛安点了点头 嗯 回来了 咦 小姐怎么没过来 唐姑娘估计暂时来不了了 薛安说着 转头冲茶儿说道 茶儿 收拾东西 我们走 走 秦儿还有茶儿 全都一脸的惊疑 少爷 为什么要走咧 茶儿问道 是啊 薛哥哥 莫非是我们老爷说了些什么吗 秦儿也赶紧问道 薛安笑着摇了摇头 说倒是没说什么 只是我将事情说清楚了 自然要走 秦儿更糊涂了 茶儿尽管也有些疑惑 但这个单纯的小丫头 对薛安的话 向来言听计从 因此乖顺地点了点头 好 我去收拾东西 说着 便回屋去收拾行囊 秦儿想问什么 却又咽了回去 只是用哀怨的眼神 看着薛安 不管怎样 这个结果都是最坏的那个 片刻光景 茶儿背着个小包走了出来 少爷 东西都收拾好了 薛安点点头 秦儿姑娘 麻烦你给唐姑娘带句话 就说我们告辞了 说吧 薛安领着背着个小包的茶儿 转身去 秦儿站在那愣了片刻 然后才如梦方醒地 一般跑了上去 将薛安二人 送出了唐家大门之外 秦儿姑娘留步吧 薛安头也没回 说完之后 便大步而去 秦儿呆呆地看着薛安远去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可就在这时 一声忧怨的叹息 从背后传来 秦儿转头一看 便被唬了一跳 小姐 没错 站在秦儿身后的 正是不知道何时出现的唐灵儿 只见此刻的唐灵儿 面色苍白 微微点了点头 秦儿 薛安公子离开的时候 可说什么了吗 秦儿有些难过地低下头 薛哥哥 托我给你带句话 说他走了 唐灵儿文言 眼神逐渐黯淡 慢慢攥紧了双手 而手心之中 正是薛安送还给他的香囊 小姐 到底怎么了 是老爷不同意吗 为什么薛哥哥 会如此毅然决然地离去呢 秦儿问道 唐灵儿苦涩地一笑 不同意 不 是他不同意啊 秦儿开始还没明白 唐灵儿所说的他是谁 直到过了片刻 才猛然惊醒 然后面色一白 小姐 你是说薛哥哥不同意吗 唐灵儿疲倦地点了点头 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眼神猛的一亮 秦儿 趁他还没走远 赶紧派几个机灵点的小丫鬟 在后面跟着 务必要知道他的落脚处 是哪 秦儿马上点头 明白 秦儿下去准备 唐灵儿站在那 一双妙目之中 光彩斐然 轻声呢喃道 就这样 便想拒绝我吗 你太小看我的任性了 就在唐家这边 变得躁动不安之时 薛安领着 茶儿已经离开了 宜阳芳 站在了宣闹的大街之上 茶儿凑了过来 少爷 我们现在去哪里 薛安看着这座庞大的都城 视线最终停留在了 跟宜阳芳 仅有一街之隔的常乐芳 这常乐芳 位于东市之西 乃是整个天圣 京都之中 一等一的繁华所在 而之所以这般繁华 就是因为 这里汇聚了整个京都 乃至整个天下 最出名的青楼女子 可以说 这里就是天圣京都的 红灯区 铭记霞绍 风流人物 其皆汇集于此 造就了这里 十里烟花巷的盛名 但在薛安的眼中 却可以看到 营绕在极乐芳上空的 那一抹熟悉的气息 这气息极为微弱 显然人已经离去 很长时间了 这也是薛安刚进京都之时 没有察觉的原因 但现在薛安的实力突飞猛进 自然一眼就看了出来 他嘴角浮现出一抹笑意 然后抬手一指对面 淡淡道 茬儿 嗯 少爷我今天带你逛窑子 茬儿一脸不解地 看着对面的极乐芳 然后抓了抓脑袋 少爷 什么叫窑子 为什么要逛他 薛安哑然失笑 轻轻敲了茬儿的脑袋一下 哪那么多问题 跟少爷进去就知道了 哦 等茬儿跟在薛安身后 步入这长乐芳后 他的眼睛渐渐瞪圆了 因为路旁造型精美的楼阁之上 有很多衣着鲜艳的女子 正依靠郎婷 对着下面笑语艳艳 指指点点 而当看到薛安和茬儿后 这些女子全都一愣 然后纷纷眼嘴偷笑 开始议论纷纷 真是稀奇 居然还有带着自家丫鬟 来逛长乐坊的吗 这少年长得不错 甚合我意 姐姐妹妹们 不要和我抢哦 呸 我撕落了你这张嘴 合着就你看上了吗 这些女子开始嬉笑怒骂 并不时地 冲薛安抛来媚眼 这些女子 都是惯常坐着行当的 但平时能来这长乐坊的 都是些酸腐文人 亦或是达官显贵 但这些人 基本上年岁都偏达 如薛安这般年纪 就来逛长乐坊的 还很少见 更难得的是 还生得这般玉树临风 更是让这帮女子们 大为心动 可茬儿这时 却终于明白了 瑶子是什么 不禁羞臭的脸 都要红到耳根了 少 少爷 这不是烟花柳巷吗 我们为什么要来这里 薛安文言淡淡一笑 自然是 来找人啊 找人 茬儿的小脑袋瓜里 满是问号 少爷要来这烟柳之地 找什么人 薛安却没有回答茬儿的问话 而是四下悬摸 很快 他便找到了想要找的人 只见字接到那边走来一人 此人三十岁左右 穿着一身华衣景服 但是面容猥琐 眼圈发青 而且一双眼睛 总是往街边那些漂亮姑娘身上描 一眼就能看出 这是一位风月老手 薛安微微一笑 上前一步 拦住了此人的去路 雄台流布 这人一愣 站住了脚步 上下打亮了薛安几眼 有些奇怪地说道 老兄 我不认识你吧 薛安一笑 当然不认识 那你拦我所为何事 这位老兄见薛安 虽然衣着不算华丽 但气宇轩昂 气质淡然 倒也不敢小瞧 尤其当他看到 跟在薛安身后的茬儿后 更是浑身一震 眼中 现出了惊艳的光芒 在他看来 能拥有茬儿 这般俏美的小丫鬟 薛安的身份 绝对不一般 莫非是某个 静静游玩的 富甲豪门子弟 这位心中正在盘算 薛安淡淡道 一见老兄 便只是一位 久经风月的老手 而我出入此地 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因此便想问一下 在这长乐坊中 可有色意双绝 令人惊艳的姑娘 这位一听 眼前便是一亮 然后笑道 老兄算是问对人了 我胡三别的不敢说 但哪个姑娘漂亮 哪个姑娘黏忍 我可是一清二楚 但不知老兄 是想找什么样的 打算花多少银子呢 胡三目光炯炯地 盯着薛安 薛安一笑 我也不知道 找什么样子比较好 只是听闻说 这长乐坊天下文明 便想过来见识一下 至于打算花多少银子吗 就找最贵的吧 胡三一听 心中大喜 果然 自己没猜错 这绝对是一位 故作低调的豪门大少 否则怎敢有这等底气 要知道 这长乐坊 可是出了名的萧金窟 每个几百两银子 根本就别想见识到 那些真正的头牌姑娘 而这位张嘴就说 要找最贵的 显然家底丰厚啊 胡三心中虽喜 表面上却不动神色 看来老兄真乃同道中人 既然如此 那我便领你 去一个所在 只是那里不光得有钱 还得有些才学合 说到这 胡三打量了薛安一眼 然后将后面的相貌 二字咽了回去 就算再挑剔的人 也挑不出薛安相貌上的毛病来 薛安文言一笑 既如此 那就麻烦兄台了 好说好说 胡三满心欢喜 自己要是能给青楼介绍一个豪客过去 到时候的奖赏 就不是个小数目了 他自然十分地开心 而等胡三在前引路的时候 茬儿患得患失地凑了上来 少爷 我们 我们身上 现在可就二两多银子了 还得留着吃饭住店用 您 您现在要是用啊 我们可怎么办 那天 薛安将陈家灭掉 顺手拿了一定银子 当店饭钱 后面虽然那位养掌柜哭着喊着 将钱退了回来 但在前往京城的路上 薛安便将钱用得差不多了 因此 现在主仆二人身上 一共也就二两多银子 茬儿自然十分忧愁 更何况听薛安的意思 好像要去找头牌姑娘 先不谈钱从哪来 少爷要是真去找了 自己怎么办呢 茬儿的心里满是酸涩难言的滋味 薛安自然看了出来 因此轻笑着敲了他的脑袋一下 好了 你少爷我自然有分寸 不要多言 哦 茬儿低下头 不敢再说话了 这胡三对着常月方熟忍无比 领着薛安走了几条街道之后 便来到了一处造型雅致的院落之前 站在大街上 便能看到院中耸立的一座座木楼 不说别的 就是这等气派 便远胜过那些零街儿见的青楼 胡三冲薛安挤了几眼睛 笑嘻嘻地说道 薛老弟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 那蓝桂房的所在 则则 你来的还真是时候 今天恰好就是蓝桂房的 聂大家挂牌的日子 薛安仰起头来 打量着这座蓝桂房 淡淡一笑 这么说来 我运气不错了 那是自然 薛老弟请随我来 胡三信冲冲地领着薛安 走进了这座蓝桂房 此刻已是掌灯时分 但这小院之中 点缀着无数造型仙巧的灯笼 丝毫不显得昏烂 同时 这院中的花草都已盛开 配合上灯笼映照 行走期间 美如画卷一般 而在那一栋栋小楼之中 则不时传来谈笑之声 薛安明白 这就是有姑娘 在待客了 位于蓝桂房正中的小楼 此刻更是灯火通明 而且在门外的空地上 还有众多杂乱不堪的护卫 看样子 都是来自各个府上的人 胡三倒吸一口冷气 长家 原家 还有几个王府 今天怎么来了这么多大人物 说着 他转过头来 想对薛安说一声 今天要不就不要去了 这么多的王孙贵州在此 就是进去了 估计也见不到聂大家 可没想到 薛安这时 已经昂首走上台阶 迈进了小楼之中 胡三一震 然后暗叹一声 赶忙也硬着头皮跟了上去 不管怎样 既然来了 那就进去吧 全当是看看热闹了 这小楼的大厅之中 灯火辉煌 并且早已有很多人在此就做 这些人一个个衣着锦绣 气度惊傲 显然都不是一般人 而当薛安走进来后 这些人全都回头看了一眼 可等胡三也跟着进来后 很多人便不屑地转回头去 还有人则笑骂道 胡三 你这个烟杂货 居然赶来这里 还以为聂大家会召见你吗 胡三满脸堆笑 岂敢岂敢 只是陪着朋友过来 瞧个热闹罢了 哟 这小丫鬟可不错 当茶儿低眉顺眼地走进来后 有人不禁发出了细血之声 听闻此言 茶儿的头不禁埋得更低了 脸色更是红的发子 薛安抬眸看去 说话之人 是一名穿着金丝滚边的黑衣 面容邪气的男子 胡三面露苦涩 低声说道 千万不要说话 这是常家的大公子 我们惹不起的 薛安不置可否地一笑 然后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可这常家公子 却没有打算放过薛安的意思 一双眼睛 更是死死盯着 站在薛安身后的茬 过了片刻 他昂然站起 静止来至薛安身前 抬手一指茬 这小丫鬟我要了 说个价吧 全场一阵轻微的骚动 很多人都用玩味的目光看着 有些王孙公子 更是满脸偷笑的窃窃私语 常老哥就爱这口鲜嫩的 泽泽 这下这位新来的老兄 可要倒霉了 这些议论声中 薛安饮了一口茶 然后抬眸看了说话之人一眼 滚 哄 全场一阵哗然 这位常家公子 更是面色一沉 小子 你知不知道在跟谁说话 薛安好整以侠地放下茶杯 不知道 也没兴趣知道 但你信不信 要是再敢废话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后悔 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很多人都用惊讶的目光 看着薛安 有些人更是暗自摇头 认为这个新来的少年 太过气盛 根本不明白 在天圣京都得罪了 常家是什么下场 估计他连今晚 都活不过去了 这常家公子面色铁青 很好 已经很久 没人敢对我这么说话了 你是第一个 薛安笑了笑 放心 以后会越来越多的 而且 你慢慢也就习惯了 常家公子勃然大怒 就想发作 这时 已经吓得浑身发抖的 胡三赶忙说道 常 常公子息怒 我这位朋友刚从外地来 还不知道京都的规矩 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他这一马 常家公子冷哼一声 音策策地道 放他一马 那好啊 现在把这小丫鬟让给我 然后跪下求饶 我就放他一马 否则 呵呵 胡三面露难色 薛安却有些讶异地 看了这个胡三一眼 他真没想到 这个胡三居然敢替自己求情 要知道他们认识到 现在也不过半个时辰 按理说 这种事 胡三大可以不用管的 没想到 他却敢替自己说话 就凭这一点 这个胡三的品质 倒也不算太坏 不过正在这时 有一名衣着得体的老者走了过来 常公子 胡三 不管你们有什么天大的仇怨 都不要在这里发作 更何况 聂大家马上就要挂牌 要是冲撞了姑娘 你们谁来弥补 这位常家公子 闻言怒哼一声 冷冷地瞥了薛安一眼 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之上 只是从他眼中 不时显露出的寒芒可以看出 这位常家公子 显然已经动了杀心 胡三有些忧愁地冲薛安低声道 薛老弟 听我一句劝 现在赶紧离开这 要是晚了 可就真走不了了 这个常家在京都之中势力很大 尤其是在这常乐坊以及东士 他们可是说一不二的 你得罪的又是常家 大公子常浩斯 此人最为难缠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还是尽快走了的好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微微一笑 多谢胡兄挂念 只是我这个人有个脾气 要是想做什么 必须要做成了才可以 否则就是天塌下来 我也不会走 你 哎 胡三叹了口气 不再劝说了 正在这时 就听楼梯之上传来脚步声 然后有女子喊道 聂姑娘挂牌 诸位公子请看 说吧 这名婢女便一扯红布 便见在楼梯之上 有一张卷轴徐徐落下 献出上面所写的字来 大厅中的众人 齐齐围拢过去 看了几眼之后 便开始议论纷纷 果然还是这样 清潭一颗价五十两 古琴一曲价八十 则则还是没有那令人心心念念的入目之姿啊 哎 钱还是其次 关键是必须要聂姑娘看得上眼 否则你就是摆出千两黄金来 人家都不会正眼看你一眼 这时那位长浩斯率先说道 我出一百两银子 唯愿能跟聂姑娘见上一面 婢女转身去 可等过了片刻后 这婢女匆匆赶回 然后摇了摇头 长公子 我家姑娘说了 上次已经和公子谈过 觉得道不同不相语为谋 因此这次就免谈了 什么 长浩斯一愣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道不同不相为谋 要知道 自从上个月 长浩斯花重金 见了这位聂大家一面后 便一直对其魂牵梦绕 这次听说 聂大家又一次挂牌 他早早地便赶了过来 想要再赌芳容 结果却被拒绝了 可不管长浩斯心中如何恼怒 对此却毫无办法 只能一筹莫展地看着 紧接着 又有几位王孙公子 想要求剑却全都被拒绝了 眼见今天聂大家所挂出的牌 又将无人能接下 薛安慢慢站起身来 淡淡道 今天这牌 我接了 大厅中所有人齐刷刷地 将目光投向了薛安 长浩斯面色一沉 冷哼了一声 那婢女说道 敢问公子尊姓大名 还要打算出什么价钱呢 薛安微微一笑 我叫薛安 至于出什么价钱吗 此处可有纸笔 众人一愣 什么意思 要纸笔干什么 不过这兰桂房 乃是一等一的青楼 平时经常有文人来此喝酒开心 所以 纸笔自然是不缺的 很快 便有人送来纸笔莫宴 薛安纸笔在手 笔走龙蛇 很快便写了一张纸 然后将笔一扔 淡淡道 将这个交给你们家小姐 告诉她 这 就是我出的价钱 这婢女也是一愣 但也不敢多问 结果只来 匆匆而去 大厅之中 先是一静 然后便传来了戏血之声 泽泽 这家伙该不会是想着用诗词打动聂大家吧 真是个外地来的生瓜蛋子 难道他就不知道 聂大家可是咱们京都 有了名的诗词圣手吗 还敢在他面前搬门弄斧 嘿嘿 这下有热闹看了 这些议论声中 那常浩斯也是眼神微眯 一脸不屑之色 在他看来 这个薛安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因为京都之中 已经很久没有人敢在 涅大家面前吟诗作词了 连那胡三 也不禁暗自摇头 觉得自己亏了 本以为这个薛安是个豪门大少 领着他来 自己也能得个赏金 结果没想到 就是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穷酸书生啊 可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薛安是痴心妄想之时 就听楼梯响动 而后有一绝带家人连不轻移 款款走下楼梯 满脸焦急地说道 作词之人在何处 瞬间 所有人都转过头 来看向了站在那的薛安 而这位涅大家 也在第一时间注意到了 长身玉力 神情淡然的薛安 这时 那位婢女说道 小姐 这位公子 便是作词之人 涅大家深吸一口气 强自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冲着薛安脸认万福 见过公子 薛安神情微变 眼神之中似有失望 但很快便恢复了正常 然后似笑非笑地一点头 涅姑娘客气了 此刻 这位涅大家的心中满是震动和惊喜 作为单贵方绝对的头牌 她享用着最高的自由和权力 比如 这每月一次的挂牌 就是她的特权 而她为的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自己心仪之人 可一次次的失望 已经让她十分地麻木 这次的挂牌大会也是一样 她本来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可没想到 婢女突然送来了一张纸 开始的时候 这涅大家并未当回事 无非就是写一些酸溜溜的诗词 来讨好自己罢了 这些她都已经见得有些麻木了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当她展开一看 整个人瞬间如遭雷击 呆坐在了原地 因为上面写得很简单 只有短短两行字 却犹如一柄利刃 直刺她的心脏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石油上院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就是这么一个极为简短的小令 却让写惯了诗词 也见惯了 诗词的涅大家 为之震动 没有华丽的修士 甚至连字数都很少 却写尽了愁绪 这怎能不令她为之震动 然后 她便迫不及待地问道 写词之人是谁 这婢女刚一迟疑 这位平素安贤端庄的涅大家 便已经按捺不住 直接奔下楼来 想见一下 是谁能写出这般绝妙诗词 等见到薛安后的第一眼 她更是为之震动 因为薛安不管是相貌还是气度 都无可挑剔 当她静静地站在那的时候 更是只有莫上人如玉 公子是无双这句话来形容 本来已经不抱希望的涅大家 芳心轻颤 小路乱撞 公子 请随我来楼上一叙 薛安略意沉吟 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 这涅大家心中欢喜 脸上也露出了一抹喜色 然后十分自然地在侧相陪 射击而上 上楼而去 等两人的身形 已经消失在二楼的株连之后了 整个大厅之中的众人 互相对视了一眼 然后全都发出了惊叹声 我没看错吧 涅大家居然亲自下楼来 迎接一位客人了 我记得 上次就是当今殿下来 都没有这个待遇吧 泽泽 真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少年 到底写了什么 能让一贯沉稳的涅大家 都如此激动 这些议论声此起彼伏 常昊斯面色铁青 手中无意识地捏住桌角 生生将这铁利幕制作而成的桌角 给捏出了一个深深的指印 先是对我出言不屑 后面居然又敢抢我看上的女人 我一定要杀你 常昊斯的心中疯狂呐喊着 而在另一旁 胡三目瞪口呆地看着 脑海之中只有两个大字在盘旋 牛 什么叫牛 这就叫牛 梅花一个铜板 只是随手写了一张纸 结果明洞京都的涅大家 便亲自下来迎接 这得是何等的意气风发 胡三正在惊叹不已的时候 茶儿已经从惊讶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问道 我家少爷跟着这个女人去干什么了 声音之中满是焦急 这胡三看了一眼茶儿 然后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不用担心 你家少爷没事 他只是幸运地被涅大家看中了 现在正在喝茶谈心罢了 别多想 真的 茶儿有些不相信 胡三点了点头 当然是真的 你难道以为 涅大家是那些花钱就能随意摆弄的雍之俗反吗 人家到现在可都是清官人呢 就是为了等合适的人出现 现在只不过是聊聊天罢了 你不用多 话还没说完 就见那婢女走至楼梯口 伸手在二楼的牌子上 披上了一块白金 见此情景 全场一片死寂 胡三更是差点把眼睛瞪出来 怎 怎么可能 怎么了 茶儿颤声问道 这时大厅之中议论声四起 卧槽 我没看错吧 涅大家居然决定要出阁了 这是要照刚刚那个少年 做入目之兵啊 天哪 还有没有天理啊 涅大家居然都要出阁了 哀叹声 惊讶声 混杂在了一起 而那常浩斯 则怒不可遏 直接一掌拍碎了面前的桌子 然后满脸杀气地起身离去了 茶儿自然也听到了这些议论声 也明白 到底怎么回事了 不由地悲从中来 少爷 少爷这是要 声音之中 已经带上了一丝哭腔 就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之时 薛安正在二楼的房间之中 安闲而坐 而在他对面 便是面若桃花的涅大家 一切都像是初次见面的朋友 没有丝毫的暧昧 这时 涅大家偷偷抬眸 看向了正在低头饮茶的薛安 一颗芳心 更是止不住的微茶 连喝个茶都这么好看吗 可他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说话呢 要知道 其他人进来见到自己后 哪个不是绞尽脑汁的 想多跟自己说几句话的 他怎么一直在低头喝着茶呢 莫非是因为年纪小 有些放不开吗 嗯嗯 一定是这样 涅大家心里想着 不禁笑着说道 还不知道公子的名字 薛安 薛公子 这首小令 真乃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佳作 可见薛公子的文采斐然 令人钦佩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又是一阵沉默 直到这涅大家都已经有些按捺不住的时候 薛安才淡淡道 茶不错 涅大家一愣 这算是什么话 而后薛安站起身来 淡淡道 涅姑娘 告辞 说吧 卖不必要离开 这涅大家彻底傻了 这算是什么意思 薛公子 你这是何意 可是我言语不周 冲撞了公子吗 涅大家强忍着心中的委屈说道 薛安微微一笑 转过头来 冲着这涅大家摇了摇头 没有 只是涅大家并非我要找的人 仅此而已 找人 公子要找谁 一个故人 故人 涅一寒轻声嘻喃 这时薛安转身必要离去 涅一寒浑身一颤 如梦方醒 急忙喊道 公子请留步 还有何事 薛安头也没回 淡淡道 涅一寒深吸一口气 强自镇定道 公子 您方才在那大厅之中 是否曾跟一人 有过言语上的冲突 薛安微微一正 你说 那个什么常家公子 涅一寒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没错 公子 你乃是外来之人 自然不清楚 常家 在这附近的势力 可以这么说 这常家乃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地头蛇 而您得罪的 又是常家大公子常浩斯 此人生性跋扈 绝非善类 如果您就这么离去的话 恐怕很难平安度过今晚 涅一寒身为蓝桂房的当家头牌 自然对这鱼龙混杂的极乐方 十分了解 他很清楚 这些霸占一方的家族 有多么的蛮不讲理 因此 在听到丫鬟的报告后 他当时心中便是一灵 觉得薛安凶多吉少 可听到涅一寒的话后 薛安嘴角泛起一丝笑意 哦 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见到薛安漫不经心 涅一寒一跺脚 公子 我可没跟您说下 这件事确实非同小可 多谢涅姑娘提醒 只是我有个毛病 越是危险 我就越是想去碰一碰 你 涅一寒为之气节 然后叹了口气 我不知道公子到底依仗着什么 但您这般才学 若是被一群市井流氓所伤 岂不是一大损失 那一姑娘的意思呢 公子 为今之计 您最好不要出丹桂房 因为只有在这里 那常浩司才不敢乱来 而且公子不是要寻人吗 您可以将对方的相貌特征都告诉我 我想办法帮您去找 说着说着 涅一寒的脸颊微红 慢慢低下了头 因为薛安一直在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这让涅一寒心跳如骨 小鹿乱撞 自己这样说 会不会让公子 以为我是个轻浮女子 可自己要是不说 岂不是会害了她 涅一寒心乱如麻 正在思量 薛安摇头轻笑 多谢涅姑娘好意 只是我现在也不知道 要找的人长什么模样 那可有姓名 薛安摇了摇头 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 长什么模样 甚至不知道是男是女 涅一寒惊诧地瞪圆了眼睛 天底下 哪有这样找人呢 连对方什么模样 是男是女都不知道 这还怎么去找 似乎感受到了涅一寒的惊诧 薛安微微一笑 但只要她 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会知道是不是她 而后薛安的视线 似乎穿透了墙壁的阻隔 看向了虚空深处 我可以感觉到 她就在这个地方 但愿她平安无事 否则有个家伙 可是会彻底疯狂的 到时候的后果 连我都无法阻止 聂一寒听得满头雾水 刚想说什么 薛安微微一拱手 聂姑娘的好意 我心领了 告辞 说吧 薛安昂首走出房间 下楼而去 聂一寒呆呆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心中五味杂陈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她忽然觉得 这个少年的身上 背负着很多的东西 就连她的背影都那么的孤独 那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仪式独立 蕴含着无数的秘密 这种强烈的感觉 让聂一寒感到了无比强烈的好奇 她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与此同时 薛安走下楼梯 这时候 大厅中的那些人 已经各自散去 只有胡三和茬儿还在 当见到薛安下来后 胡三的表情 忽然变得很精彩 嗨嗨 年轻人火力也不是太猛吗 薛安这么快就下来了 胡三低声嘟囔着 本以为薛安听不到 可薛安眸光微冷地看了她一眼 便让她将后面的话 全都咽了回去 少爷 你 你在上面干什么来 茬儿有些难过地问道 薛安淡淡道 喝了杯茶 聊了会天 就这些 茬儿有些疑惑 薛安抬手就敲了一下 她的小脑袋 不然你还想怎样 茬儿有些吃痛地 捂着自己的脑袋 但神情却转路为喜 笑嘻嘻道 我以为少爷得吃了晚饭呢 薛安哑然失笑 走 少爷 去干什么 自然是去吃晚饭啊 茬儿高兴地点点头 嗯嗯 而后 薛安又看向了一旁站着的胡三 胡兄爷请一起吧 胡三一愣 然后满脸惊愕地看着薛安 你打算去哪吃晚饭 当然是去外面啊 可是 聂大家难道没跟你说吗 刚刚那个长浩斯寒怒而去 以他的性格 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你在这单柜方中还算安全 一旦离开 能不能见到明天的太阳 还两说呢 胡三情绪激动地说着 薛安却好似没听到一样 冲着一旁的茬儿微微一笑 茬儿 我记得咱们来的时候 路旁有个馄饨摊 咱们去吃馄饨吧 好的少爷 然后 薛安便领着茬儿往外走去 胡三呆呆地看着 过了一会 他的脸上现出挣扎犹豫之色 最终恨恨地一跺脚 便快步跟了上去 我也有点饿了 吃晚馄饨应该不错 薛安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不怕了吗 怕 但就当舍命赔君子了 而且 那馄饨摊的馄饨 味道确实不错 薛安哈哈大笑 那就去尝尝你说的不错 到底有多好 此刻已经深夜 整个吉月坊 所有的青楼厨馆 都在歌舞升平 大街上却已经行人寥寥 虽春已过半 但夜深之时 天仍显寒凉 在这样的时刻 路旁一个散发着 鸟鸟热气的馄饨 便显得弥足珍贵 贪主是个腰都累弯了的老者 胡三跟他却很熟人 老罗国 三碗馄饨 这贪主努力地抬起头来 看了一眼胡三 然后呵呵笑道 你小子可有时间没来了 还是老样子吗 对 佐料加倍 这时 贪主发现了薛安两人 便也笑着点点头 客观都请坐吧 稍等一会就好 馄饨鲜香可口 汤料酸辣适中 在这寒凉如水的春夜 吃上这么一碗馄饨 确实会让人 从心往外地欲贴 胡三一边稀里呼噜地 吃着馄饨 一边喋喋不休地 介绍着极乐方的姑娘们 在这极乐方中 号称有四大花魁 咱们今天所见的 单柜方聂大家 便是其中之一 除此之外 还有花帆楼 阮玉阁等 几大清楼的当家花魁 那都是一等一的 绝代佳人啊 可惜 我到现在 也就有幸目睹过 孽大家一次 其他的都无缘得见 则则 要是能有幸 全都见上一面 那可真是死而无憾了 听着胡三的话 薛安不发一语 依旧慢条斯理地 吃着馄饨 倒是茬儿实在有些 看不惯这个胡三 觉得他根本就是 在故意教坏少爷 因此恶狠狠地 瞪了他一眼 呸 好色之徒 唉 小丫头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要知道实色性也 身为男人 喜好美色 简直就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 这有什么不妥吗 胡三开始聚礼力争 哼 我不跟坏人说话 我长得像坏人吗 不像吗 像吗 正当他们两个 争执不休之时 周遭突然变得安静下来 之前大街上行人 虽然稀少 可还是会有晚来之客 或者早走之人 从此路过 但突然间 整条大街变得空荡荡的 甚至连从附近 青楼之中传来的谈笑声都消失了 整片天地一片肃杀 这种带着浓浓不祥意味的死忌 让胡三面色大变 薛老爹 这 薛安却好似没有察觉一样 依然在埋头吃着馄饨 只是淡淡道 别说话 继续吃 胡三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颤抖着 低下头来继续吃着 当把一碗馄饨全都吃下肚 薛安方才满意地擦了擦嘴巴 然后抬起头来 看向了远处的黑暗 嘴角渐渐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既然来了 那就出来吧 随着薛安的话音 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之中 人影开始渐次浮现 一个 两个 很快 在浑吞滩的四面八方 出现了上百名身穿黑衣 神情冷峻的男子 这些人将浑吞滩团团围住 气氛陡然凝至到了极点 滩主早已经吓得躲进了桌子底下 胡三也是面色苍白 手颤抖的 连筷子都拿不稳了 唯有薛安面色如常 环视这群来者之后 微微叹了口气 好霸道的长家 为了一点小事 便派来这么多人 是想将我剁成肉酱吗 你说对了 一个满是戏血和残暴的声音传了过来 然后人群漠然无声地分开一条路 长浩斯慢慢走了进来 说实话 我本来没想到 今晚就能解决你的 因为你要是归宿在单柜方中不出来 我也不能拿你怎样 可似乎连老天都在帮我 你居然敢跑到外面 来吃馄饭 难道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长浩斯一脸猫戏老鼠的得意神情 薛安静静地听着 手指则无意识地敲击着桌面 忽然 他转过头来 看着面色惨白的胡三 你说的没错 这里的馄饨确实挺好吃 所以我决定再来一碗 胡三简直都要哭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惦记着吃 而长浩斯则一直抱着肩膀 好争以侠地看着 在他看来 这个薛安无非就是在拖延时间而已 而他也很享受这种 戏弄冰死猎物的感觉 这让他有一种病态的亢奋 就好像将他人的性命 都握在自己手中一样 这时薛安一脸认真的 冲着桌子底下 瑟瑟发抖的老罗锅说道 麻烦一下 请再给我煮一碗馄饨 记得少放胡椒 老罗锅早已经斗坐一团 连话都说不出了 作为在极乐方大街上 摆了几十年摊的人 他自然清楚 长家有多霸道 甚至今晚 自己都很可能难逃一死 哪里还有心情 去煮什么馄饨 这时长浩斯宁笑起来 小子 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 在如何的拖延时间 故弄玄虚 都改变不了你的命运 放心 我会很小心地收拾你 保证让你度过一个 人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哦 对了 还有你这个小丫鬟 等你走了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毕竟我手底下的这些兄弟们 可是已经很久没有开婚了 说到这 长浩斯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之中 满是嚣张和得意 听起来很熟练的样子 看来 这种事你肯定没少做了 薛安淡然的话音 穿透笑声 传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长浩斯一愣 然后争宁道 是又怎样 薛安叹了口气 其实我只想好好吃碗馄饨的 但既然你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了 什么 长浩斯简直以为自己听错了 被这么多人包围 居然还敢说自己找死 这个少年 莫不是脑子坏掉了不成 这时薛安淡淡道 一起上吧 趁着还不晚 杀完我好吃馄饨 弄死他 长浩斯面色阴沉得可怕 一挥手 身后的那些手下们 便绕过他的身形 蜂拥而上 准备将薛安乱人分尸 正在这时 一滴雨水恰好落下 今年的第一场春雨到了 转瞬之间 春雨如木 笼罩了整座天圣京都 但此刻没有人去欣赏雨夜景致 长家的这些杀手们 永至近前 各举刀剑 便要下手 就在于后方观战的长浩斯 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微笑之时 薛安捏起一根竹筷 微微叹了口气 下雨了 真是扫兴 说吧 薛安信手一挥 竹筷横掠 一道如烈日般璀璨的剑芒 便划开雨幕 指展众人 这些黑衣杀手们的身形 瞬间凝固 与此同时 在遥远的天际 隐隐有一声春雷碾过 声音传来 这群杀手们的身躯 自腰间阴声而断 鲜血喷涌一地 混杂着雨水蜿蜒流淌 浓郁的血腥味 更是四散弥漫开来 而后这长街之上 便只剩下了长浩斯 呆若木鸡的站在那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 我说过 这是你自己找死 怨不得旁人 不 长浩斯浑身巨震 就想大吼 可一切都太晚了 薛安随手一挥 手中的竹筷 便化作一道 令人不敢直视的 灿然见光 自长浩斯的咽喉之中 直穿而过 然后将其带飞出去 死死定在了 不远处的砖墙之上 长浩斯抽出了几下 最终大睁着双眼 不甘地死去 薛安冲着目瞪口呆的 胡三微微一笑 这雨下的真无趣 妨碍我吃东西 说着 薛安以手为剑 横斩苍穹 直飞天际 直接将浓郁的阴云劈碎 雨渐渐停了 薛安低下头 冲老罗国一笑 好了 麻烦再给我煮碗馄饨 没有人敢说话 甚至整个京都 都被这一剑之威所震慑 这才是 一剑 洞京城 单贵方 聂一寒正于房中枯作 门外忽然传来 婢女们敬畏的声音 梅姐 见过梅姐 然后有一个女生说道 嗯 你们小姐可在 小姐就在屋里 说话间 房门被推开 一名年近四十体态风雨的女子 款款走了进来 本来正在发愣的聂一寒 一见到这个女子 慌忙站起身来 姐姐 女子面沉似水 点了点头 坐 聂一寒微微一震 然后便低下头 默默地坐了下来 能被单贵方的当家头牌 称作姐姐 这个女子 正是单贵方的后台大掌柜 梅夏 只是平日里这个梅夏 并不经常来单贵方 所以比较少为外人所知 可深知内情的人都清楚 这个女人有多厉害 论胶油之光 手腕之强硬 这个梅夏 比很多男子都不慌多让 这也是单贵方 可以在鱼龙混杂的极乐方 屹立不抖 甚至令长家 都忌惮三分的原因所在 没想到她今天也来了 聂一寒的心中 就有所预感 果然 等落座之后 这个梅夏的第一句话 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听说一寒你 今天挂牌的时候 不但亲自下楼 迎接一名少年 甚至还自挂白金 愿意照旗做入幕之兵 可有此事 声音淡漠 却蕴含着不怒自威的威严 聂一寒浑身一颤 然后滴滴应道 是 一阵良久的沉默 然后这梅夏便伸出手来 拿出来吧 什么 聂一寒一脸茫然 梅夏催了一口 傻丫头 别跟我这装傻 能让你这般心高气傲的人 都主动降接相迎 可见此人绝对不一般 他给你写了什么 还不拿出来吗 聂一寒吐了一下舌头 有些无奈地笑道 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姐姐的 这双眼睛啊 说着 聂一寒小心翼翼地 从怀中掏出虚安血的那张纸 递了过来 见到这一幕 梅夏眼神微变 待接过这张纸 打开一看 不禁也愣住了 姐姐 这手小令写得如何 聂一寒不无自豪地问道 好 好 好 梅夏目不转睛地看着 一连说了三个好字 我也觉得 这手小令堪称绝妙 短短一行字 便写进了愁绪 可撑三年来诗词最佳 聂一寒笑着说道 可梅夏却不发一语 只是在端向良久之后 将这张纸又合上 然后叹了口气 词是好词 只是可惜 聂一寒面色一变 可惜什么 可惜作词之人命不久矣 这句话 让聂一寒如遭雷击 直到过了一会 她才恢复过来 然后颤声问道 姐姐 因何这么说 一寒 因为什么 难道还用我说吗 莫非是 梅夏点了点头 没错 就是长假 知道 为什么我这么晚了 还来丹桂方吗 就是因为接到了消息 长假派出了大批的手下 埋伏在了丹桂方附近 而这消息 就是长假公子 长浩斯告诉我的 为的 就是对付写出 这首小令的少年公子 梅夏每说一句 聂一寒的面色就苍白一分 到后面 他的面色已经苍白如指 浑身更是止不住地 开始发抖 他当然知道 得罪了长浩斯 薛安肯定会有危险 可他没想到 危险会来得这么快 来得这么迅猛 长浩斯出手 堪称狠辣 甚至提前知会了 丹桂方的后台梅夏 这无形中 也相当于赌上了 丹桂方出手相助的可能 聂一寒冰雪聪明 自然看清了 这背后的一切 可越是这样 他就越是绝望 姐姐 难道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 来救他了吗 聂一寒滴滴地说道 声音之中满是哀求 梅夏长叹一声 然后摇了摇头 虽然我也很惋惜 可事实就是这样 在这极乐方中 我们丹桂方 虽然不用看长家的脸色 但长浩斯提前告知于我 并且没在丹桂方中动手 这已经将所有的退路 都给封住 即便是我 也没办法强行出面阻拦了 聂一寒低头不语 虽然相识不过半日 可薛安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那个背影孤独的少年 那个做出这等绝妙小令的才子 难道就要这样屈辱地 死在极乐方的黑夜 死在一群地痞流氓的手里吗 想想 还真是不甘啊 正在这时 外面响起了雨声 梅夏来到窗边 凝视着外面的雨帘 悠悠叹道 下雨了 被雨水刷过 长街上的鲜血 会更快地退去吧 聂一寒也看向窗外的雨夜 不禁眼吃了 可就在这时 在那漆黑如墨的夜空之中 忽然有一道璀璨的亮光闪过 本来神情淡漠的梅夏 面色大变 诗声惊呼道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等剑影 话音未落 又有一道如烈日长虹般的剑光 划过长空 直刺苍穹 而后这剑光 便如烟花一般 在高空之中炸开 请客间 本来遮蔽星月的阴云 被彻底撕碎 露出了满天星辰 与自然也渐渐地停了 梅夏目瞪口呆地 看着这一幕 然后便开始发抖 牙关也因为金剧 以急而咯咯作响 而在他的眼眸之中 更是充满了无限的畏惧 他席练武艺多年 而且精善剑术 所以 他才更可以体会到 刚刚那一道剑光的恐怖 那是怎样的一种强大 就好像在面对一尊 可以将天地都撕裂开来的神灵一样 让人生不起丝毫的抵抗之心 只想跪下顶礼膜拜 而且 梅夏可以确定 整个京都之中 没有任何人能发出这一件 难道 梅夏被自己心中 升起的这个念头吓到了 而聂一寒这时候 也回过神来 惊慌失措地问道 姐姐 刚刚那是什么 梅夏深吸一口气 强自镇定地说道 刚刚那是 真正的强者 在视线神迹啊 聂一寒一愣 然后才满脸静意地问道 是长家的人吗 长家 梅夏冷笑一声 然后转头看向了窗外的星空 此刻的夜空之中 星辰如钻 月似弯钩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很快 就没有长家了 同样被震动的 还有唐家 因为唐灵派人偷偷跟着薛安 想知道他在哪里落脚 所以 在薛安刚踏入极乐坊的时候 身在遗阳坊中的唐灵儿 便已经知道了 实际上 就是他不想知道也不可能 因为他那个贴身丫鬟秦儿 每隔一个时辰 便会匆匆地跑进后宅 向他报告最新的情况 小姐 薛哥哥去极乐坊了 过了一会 又跑了过来 小姐 薛哥哥进丹柜坊了 每报告一次 唐灵儿的面色 就会难看一分 因为 他万万没想到 薛安出了唐府之后 居然直奔了极乐坊 还进了鼎鼎有名的丹柜坊 他想干什么 莫非打算棉花素柳不成 这些疑问 盘旋在唐灵儿的心头 气得他暗自咬牙 男人 果然都是这样吗 可接下来 秦儿报告回来的消息 则让他瞬间忘掉了这些琐事 小姐 薛哥哥在丹柜坊中和 长家大少起了冲突 那长家大少父亲离去 听到秦儿的话 唐灵儿耸然而惊 全是长家 作为生意人 唐灵儿自然清楚 霸占东市的长家有多强大 实际上就是他们唐家 要想在东市之中做生意 也得乖乖给长家上贡 否则根本就开不下去 而这个薛安 居然敢在极乐坊那种地方 和长浩思起了冲突 这简直就是 再找死了 唐灵儿忧心忡忡 秦儿则欲言又止 还有什么事吗 小姐 报信地说 薛哥哥在那丹柜坊中 随手写了章纸 那丹柜坊的当家头牌 虐大家 便亲自将其接近了二楼 并且随后便挂出了白金 说到这 秦儿的脸颊微红 但眼中却蓄满了泪水 唐灵儿也是一愣 然后颓然地坐在那 心中思绪万千 果然是魅力惊人 随手一张纸 便能令丹柜坊的头牌 亲自迎接 并甘愿尾身事情 虽然在这个时代 男子出入烟花柳巷 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但对于自尊心极强的唐灵儿来说 他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秦儿自然也看出了这一点 正打算劝解 唐灵儿摆了摆手 继续探查吧 记住 一定要特别留意常家的动向 是 秦儿忧心忡忡地离开了 唐灵儿在房中呆坐 今天所发生的事 一起涌上心头 让她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母亲的仇报了 凶手已然扶珠 可自己的终身 又变得叵测迷茫起来 到底该怎么办呢 正当唐灵儿自怨自意的时候 秦儿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小姐 小姐 不好了 唐灵儿豁然站起 声色俱立 怎么了 常家 常家突然掉拨了很多好手 前往常乐坊 估计是奔着薛哥哥去的 唐灵儿的眼眸之中 寒光一闪 旋即又暗淡下来 去了又能怎样 常家的人绝不敢进入丹柜坊闹事的 说着 她便要坐下 秦儿焦急万分地说道 小姐 我还没说完呢 薛哥哥根本没在楼上留宿 而是下了楼 然后领着茬和一个男子 在常乐坊的大街上吃馄饨呢 什么 你说的可是真的 唐灵儿大惊失色 千真万确 小姐 你快想办法救救薛哥哥吧 秦儿都要急哭了 唐灵儿在屋中来回踱步 面色凝重无比 这个薛安 简直太不让人省心了 你就算洁身自好 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丹柜坊啊 难道你就不知道得罪了常家是什么下场吗 唐灵儿轻声呢难道 正在这时 唐圣推门而入 父亲 你怎么来了 唐灵儿有些讶异地说道 唐圣面臣似水 不必多说 整件事我已知情 灵儿 我现在只问你一个问题 唐灵儿神情一粟 父亲请讲 你对这个薛安到底是何想法 唐灵儿微微一正 然后低下了头 唐圣深吸一口气 灵儿 此时不是做小女儿态的时候 我只要你的一个表态 是否对她情根深重 唐灵儿沉默片刻 然后重重地点了点头 斩钉截铁地说道 是 唐圣点点头 很好 既然你如此想 那我便豁出这张老脸不要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阻止长家 护着薛安周全 唐灵儿这才明白自己父亲要干什么 心中一暖 父亲 那我们现在怎么做 唐圣沉生道 长家是大 但还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 这天圣精度之中还有 让他们感到忌惮的人 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 赶紧求一位大人出场 将这件事化解开来 唐灵儿明白 这是最有可行性的办法了 因此肃然地点头 那我们打算去求谁 此人身份和地位 缺一不可 否则根本镇不住长家 恰好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消息 殿下刚刚回到京都 若是能求得他出手 那么此事便可以有回转的余地 唐灵儿面色一喜 殿下回京了吗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被车去求他 唐灵儿和这位殿下 关系十分不错 实际上 整个唐家之所以能在京都之中 风生水起 很大程度上 都是因为这位烟熙 在背后撑腰 唐圣摇了摇头 这件事非同小可 那长家背后也有后台 殿下出手 也会付出代价 所以 你一个人去不行 我已经背下厚礼 我们两人即刻动身 唐灵儿这才明白 自己尽管被人称为商界天才 但跟在商海之中 打拼几十年的父亲相比 还是差得太远 就凭这种冷静 自己就自叹服辱 妇女二人不敢耽搁 立马起身 便打算去天圣长街的东宫 求见殿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流光直冲苍穹 并将满天羽雾 都给搅碎 那是什么 流星吗 唐灵儿抬头看着 一脸的惊诧莫名 可唐圣的面色 却陡然变得无比惊惧 是 是强者在视线神威 天圣京都之中 什么时候又来了 这样一位绝世强者 就在唐圣妇女 震害当场的时候 自接到那头 有一家叮叠叠撞撞地 跑了过来 等到了唐府门前后 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 而脸上更满是 无比惊慌的神情 唐灵儿一眼就认出了来人 这不正是被自己派出去 跟踪薛安的人吗 他怎么回来了 难道事情有变 因此他立马问道 发生了何事 为何这么惊慌 这家丁瑟瑟发抖 过了好一会 才勉强镇定了一些 然后颤声道 小姐 薛公子 薛公子怎么了 唐灵儿立声道 心都就到了一起 他以为薛安已经出事了 薛公子以一己之力 将长家派去的一百多人 一箭斩尽 长家公子长浩斯 也被他随手击杀 刚刚那道击穿苍穹的剑光 也是薛公子随手挥出的 此番话一出 不管是唐胜还是唐灵儿 全都傻在了那 不知道过了多久 唐胜才苦笑一声 薛安 你到底还要带给我多少惊喜呢 而唐灵儿的一颗心 则渐渐沉入深渊 因为 他曾经虽然喜欢薛安 可这种喜欢 是居高临下的 而他也确实有自傲的资本 所以一直到刚才 他还认为 只要自己想办法 就一定能让薛安乖乖听话 这件事却无情地击碎了 他所有的幻想 直到这时候 他才明白 原来 自己才是卑微的那个 而自己曾设想的一切 也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与此同时 整个天圣京都 都被这惊天一见所唤醒 不管是散落于各处的民间高手 还是侯门王府中的强者 都在这一刻 抬头看向天空 然后全都面现凝重肃然之色 是何人居然发出了 这样的惊天意见 这些疑问 在这些人的心中盘旋 而后不约而同的 各方势力全都派出了 最得力的手下 前去打探 整条天圣长街 只有一个建筑 那就是东宫 刚刚回到京都的燕西 正准备睡下 突然也被这气势所惊醒 而他的贴身护卫方天成 更是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琪琪说道 莫非是他 而后燕西苦笑了一下 本来已经将他的实力 尽可能拔高了 可现在看来 还是低估了 方天成则沉声道 刚刚我就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 燕西摇了摇头 不管什么结果 我总得去一趟 方天成一正 您亲自去 是不是有些太冒险了 呵呵 你信不信我如果不去 老八也会去的 走吧 至少这次我们运气不错 第一个遇到了他 燕西淡淡道 正如燕西所说 在另外一个 不管是规模还是制式 都丝毫不逊色于 东宫的建筑之中 一名面容酷似燕西 但眼角没烧 多了极许力气的男子沉声道 这等强者突然出现 是服饰或难以预料 但总得去看看 否则若是被我那位哥哥招揽过去 估计就麻烦了 正当整个天圣京都 都开始沸腾起来的时候 始作俑者的薛安 将碗里最后一口汤喝下 然后满足地叹了口气 味道很不错 胡三和老罗锅 呆呆地看着摆放在薛安面前的那一落碗 足足二十几碗 全被薛安一人吃光了 那可是混沌摊所有的存货呀 不过这两人不敢露出丝毫的意思 因为这不满整条街的死尸 便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胡三还是觉得有些异样 他总觉得 吃了这一顿饭后的薛安 好像比刚刚更可怕了 莫非吃东西还能变强 这位胡三心中疑惑 不过他猜得倒是没错 薛安现在吃得越多 吞噬仙诀就会转化出越多的灵气 他的实力也会越快地恢复 这时薛安冲茬说道 吃饱了吗 缠儿虽然也很害怕 可他对自己的少爷 有一种近乎迷信般的盲从 因此文言点了点头 吃饱了 好 我们走 薛安站起身来 随手扔下一块银子 便要离开 胡三和老罗过都有些傻眼 尤其是胡三 他鼓足勇气 颤声道 薛 薛大人 您 您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可是这 胡三看了看满地的尸体和鲜血 面色苍白如指 薛安微微一笑 放心吧 一会 就会有人过来善后了 不过你们俩可能会有点麻烦 但只要你说是我的朋友 应该不会有事 甚至会成为你们俩的一个机缘 可那常家 胡三还是有些不放心 这句话好似提醒了薛安 他一拍脑门 微微微一笑 差点忘了 这常家住在什么地方 胡三下意识地一指右边 就住在东室的正中位置 薛安点点头 多谢 然后便领着茬 转身往东室而去 看着薛安的背影 胡三忽然明白 他要去干什么 心底不禁直冒寒气 但鬼使神差的 他不禁大喊一声 薛大人 这常家的后台 可不是那么简单 你可得多当心 谢了 薛安的声音之中 自黑暗之中传来 而后人便已经消失不见 正当胡三和这老罗过 都站在那发呆的时候 四面八方而来的探子 纷纷出现在这条街上 而后面前的惨状 便把这些人 全都吓了一跳 我的天 这里发生了什么 我的妈 钉在墙上的 那个不是常家公子吗 这些惊叫声 此起彼伏 而后便有人注意到了 胡三和老罗过 实际上想不注意也不行 整条街上唯一幸存的 就只有他们两个了 咦 你不是胡三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人认出了胡三 惊叫道 胡三叹了口气 他终于明白 薛安为什么会说 自己会有点麻烦了 看眼前来的这些人 全都来自天圣京都的各大势力 每个都不是他能惹得起的 但随即 他又笑了 因为薛安还说了 可以说 跟他是朋友 而胡三相信 这些人会为了薛安的情况 付出任何代价 因此 他满脸惊要的一拱手 诸位王好 我叫胡三 我知道 你们想问什么 而做出此事的人 是我朋友 人群一阵骚动 很多人互相对视一眼 便纷纷换上一副产销的面容 上前开始套近乎 而胡三也充分发挥了他的特长 将这段情节说的荡气回肠 令人为之动容 尤其当听到薛安前往东市之后 所有人突然明白 今晚的天圣京都 恐怕不会平静了 与此同时 薛安领着茬儿 已经来到了东市的方门之外 和极乐方不同 这东市是有宵禁的 一到了晚上 方门就会关闭 直到第二天早上 才会重新开始 而因为这东市 汇聚了来自普天下的商贩 所以 这里也成为了天圣京都之中 最为富庶的所在 而能掌控这里几十年 也从侧面证明了 长家的实力和底蕴 少爷 方门关闭里 怎么办 茬儿问道 薛安微微一笑 抬头看了一眼这高大的方门 然后信手摁在了上面 淡淡道 谁说关闭了 可 还没等茬儿说出话来 面前的这扇方门 便轰然倒塌 茬儿目瞪口呆地说不出话来 薛安淡淡道 走吧 说着 薛安卖不往里走去 茬儿微微一颤 终于恢复了清醒 少爷 等等我 说着 便赶紧追了上去 东市正中 是一栋占地极广的豪宅 此刻 这豪宅之中 灯火通明 家主常德还没睡下 他正在盘点 最近今天的收益 虽然不知道具体数目有多少 可从他眼中的喜色 以及桌上那厚厚的一落银票 就可以看出 收获显然不菲 这下 又可以帮着老祖宗 多搜集一些珍贵药材了 常德心中正在盘算 忽然就听到 外面传来了一声 震耳欲聋的巨响 他先是一愣 然后大喊道 怎么回事 管家急冲冲跑了进来 回家主 声响并不是来自 咱们常家 具体哪里我也不清楚 但已经派人去看了 听到自己家没事 常德便先松了一口气 然后像是想起了什么 沉声问道 浩思回来了吗 回老爷 还没有呢 常德微微一皱眉 一个多时辰以前 常浩思气冲冲地回到家中 然后点了一百多人出去了 说是要收拾一个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外来少年 当时常德根本 没将这个当回事 对于数大根深的常家来说 收拾一个 没有任何根基的外来者 简直是一件稀松平常 没有任何难度的事 可怎么去了这么久 还没回来呢 就算自己的儿子 没回来 那些手下 也总该 派个人回来报信吧 常德心中有些气恼 正要吩咐管家 派人去看看 自己的儿子那边什么情况 就听前院的院门 轰的一声巨响 然后便传来了呼喝和惨嚎之声 常德面色一变 立马便冲出书房 往前院奔去 等他刚拐过一个院门 就看到了令他悚然的一幕 就见一名少年 正一步步往里走来 常家豢养的那些高手护院门 此刻全都蜂拥而上 试图阻拦着少年 可不管多么强大的攻势 都无法阻挡少年 哪怕一丝一毫 而他每迈出一步 这些所谓的高手们 便齐齐吐血暴退 见到这一幕 常德悚然一惊 历生喝道 你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闯我常家 来者自然是薛安 只见他抬眸看了常德一眼 你又是谁 我乃是常家家主 常德 朋友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你放心 只要你说出来 我们常家 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毕竟 我常德是最喜欢交朋友的 常德此刻也被薛安 所表现出的强大实力所惊 因此言语十分的客气 薛安笑了 你儿子带着一百多人要砍死我 这件事 你打算怎么给我答复呢 常德一愣 自己儿子要对付的那个所谓的外来少年 就是他 但执掌常家几十年 让这常德的城府极深 表面丝毫没有现出什么异样 反而一脸歉意地说道 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朋友 不如等我回来后 当面说清楚 你看如何 回来 薛安摇头轻笑 你儿子貌似是回不来了 常德微微一正 朋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薛安却没有回答他的话 反而抬起头来 目光穿过常德等人 投向了笼罩在黑暗之中的常家后宅 然后嘴角现出了一抹冷然的笑意 躲在这里苟言残喘吗 倒是好算计啊 常德根本没听清楚薛安说的什么 正要发问 薛安转过头来冲着常德森然一笑 因为你儿子还有带去的那一百多人 都已经被我杀了 什么 薛安的这句话 让常德差点没蹦起来 然后他的面色便是一沉 认为薛安根本就是在唬弄自己 且不说自己儿子本身实力就不错 他带去的那一百多人 可都是家中的好手 怎么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地死掉 因此他冷声道 朋友 这种事可开不得玩笑 开玩笑 薛安摇了摇头 我当然没跟你开玩笑 实际上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灭你常家 只不过 你这里似乎还隐藏着一个惊喜啊 常德面色铁青 正要出言训斥 正在这时 有一名常家仆役 满脸惊慌地闯了进来 老爷 大事不好了 少爷 少爷怎么了 常德大吼道 少爷还有他带去的那些人都死了 常德听了 眼前一黑 差点没晕死过去 你说的可是真的 老爷 我刚刚从那边过来 少爷被钉在了墙上 拔都拔不下来呢 常德面色惨白 摇摇欲坠 然后猛地看向了薛安 是你 薛安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没错 是我做的 不用谢 常德的神情 简直都要吃人了 杀了他 为我儿子报仇 他大声怒吼着 无数的常家之人 便涌了上来 将薛安团团围住 而常德却趁此机会 悄然往后退去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于此事之中望求长生 乃至于犯下滔天罪行 就凭这一点 你还有你身后的那位 今天都将必死无疑 所以 薛安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你还是别枉费心机地跑了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常德勃然色变 即便是自己的儿子死 常德都没有这么动容过 你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的是吧 薛安淡淡地说着 然后迈步向前走去 这些护院高手们发出的攻击 到了薛安面前后 便如泡影一般 幻灭于无形 而薛安每迈出一步 便会有无数的人吐血倒下 请客间 这些家丁护院们 便死伤大半 剩下的 也已经胆气尽丧 再不敢直面薛安 而是转过身去仓皇逃窜 这时薛安才淡淡道 因为我跟 被你供奉的那位 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啊 常德浑身矩震 再没有丝毫的勇气 来面对薛安 而是转身 便往后院跑去 薛安也没有杀他 反而不紧不慢地 在后面跟着 很快 常德便冲进了平宿 被严密封锁 不允许任何人 进入的常家后院之中 然后冲着一栋漆黑的小楼 七声大喊 老祖救我 这时薛安 也已经迈入了 这座小院之中 当他的脚步刚刚踏入 就见这栋小楼之上 光滑浮现 而后从中传来一声叹息 道友 既然都被封印于此间 便因同病相连 何必如此苦苦相逼呢 听到这个声音 薛安神情淡然 无悲无喜 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 封印的是你们 而不是我 还有 薛安抬头看着这栋小楼 在这等平级之地 积蓄出这些灵力 你都做过些什么 还用我多说吗 小楼之中一阵沉默 然后才传来了一人的冷笑声 真是可笑至极 封印的不是你 那你又因何来至此间 因此事之劫 薛安微微一笑 我说我来找人的 你信吗 哼 果然又是一个 道貌黯然的家伙 没错 为了积攒灵力 我确实做过很多坏事 但我也只是为了活下去 这难道也有错吗 倒是你 泽泽 看你的样子 应该是来此间没有多久吧 居然就已经恢复了一丝灵力 看来 你做的事 一点也不比我少吧 小楼之中的声音 满是嘲讽和得意 薛安静静地听着 然后摇了摇头 为了活下去本没有错 可你肆意妄为 这就有错 至于我 薛安森然一笑 你又怎么配跟我比呢 说吧 薛安上前一步 握拳 轰出 碰 这一记重拳 直接砸在了这栋小楼之上 小楼之上 光滑微微闪烁 但却没有丝毫的动摇 然后 从小楼之中 传来了一个人的狂笑之声 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小楼乃是我用了千人魂魄炼之而称 在这个世间 根本就是无敌的存在 你破不开的 道友 听我一句劝 既然到了这沼泽世界 就不如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狗屁道德 靠你我的实力 在此间逍遥快活 岂不是一桩美事 薛安不乏一语 这人似乎看出有门 言语间 不禁又热情了几分 其实我也不愿做出这等式来的 可几百年的估计 会将你折磨疯的 而且你相信吗 就是强大如我们 在这个鬼地方 也会逐渐衰老 最终死去 我就曾亲眼见过一名金仙强者 活生生老死在我面前 当时我就发誓 一定要活下 而看到有的样子 似乎身怀秘法 如果你 真是同情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不如将这秘法共享给我 我保证 以后不再残杀无辜 你看如何 这些声音之中 充满着强大的蛊惑力 薛安却慢慢抬起头来 冲着这小楼一笑 你似乎认定我打不开你这小楼了 哼 朋友 若是没有这点自信 你觉得我能活这么久吗 薛安 没有正面回应这个家伙的话 而是端向着这座小楼上的符文 然后淡淡道 看上面的布置 你应该是一名鬼羞吧 小楼之中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才传来一个 惊疑不定的声音 你居然知道鬼羞 不但知道 而且 我还可以看出 你在进入这里之前 是一名真贤 对吗 小楼主人的声音之中 带着一丝惶恐不安 你到底是什么来临 为什么会知道的这么多 薛安冷冷一笑 我 我是你无法想象的存在 说着 薛安双眸之中 神光灿燃 然后举起手来 以手为剑 轰然披落 轰 一道剑芒指掌而下 正砍在了这黑色小楼的顶端 小楼安然无恙 小楼主人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黑黑笑道 原来是一名剑修 可惜 如果在外界 我可能会怕了你 但在这个世界 你们剑修也破不开我的防御 话音刚落 就听一阵连绵不绝的脆响 而后 这栋黑色小楼便开始片片崩解 不 小楼主人惊惧地大吼起来 而后 在这开始破碎的小楼之中 一道黑影直飞天际 想要逃跑 薛安一挥手 淡淡道 剑起 说着 在这黑影四周 道道剑芒浮现 将其牢牢困死在其中 黑影发出了一声绝望至极的惨吼 为什么 你为什么会有这么强大的失恋 你身上的灵力 是怎么回事 薛安一照手 剑芒带着黑影 便飞了回来 而后这黑影 开始渐渐现出原形 最终 一名千娇百妹的女子 出现在薛安面前 然后渲然欲气地说道 大人饶 薛安不耐烦地一挥手 再敢用这种幻术 来骗我 我现在就让你神魂俱灭 这女子一颤 面容急速变幻 最终变成了一个 满脸奸邪之气的猥琐男子 而后这男子惊惧不已地 冲着薛安身失意里 大人 薛安看着他 过了一会才垂眸言道 你在此间多久了 回 回大人 已经百年 一直在这天圣京都吗 是 那我问你 这些年来 你可曾见过 有妖族女子出现 薛安冷然问道 这名鬼羞 愁眉苦脸地想着半上 然后摇了摇头 没见过 你确定 薛安一皱眉 鬼羞急忙点头 大人 我怎敢在这种事上 蒙骗于您 我确实没见过 薛安静静地看着他 过了好一会 才点了点头 很好 我信你说的话 这鬼羞心中一喜 可下一刻 他就觉得 整个身形都开始急剧缩小 再一看 自己已经出现在了薛安的手心之中 大人 你要干什么 不 饶命啊 这鬼羞 吓得惨好起来 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五指合拢 便要握拳 这鬼羞健壮知道自己在无性里 不禁愿毒地吼道 小子 你以为杀了 我就能解决一切了吗 没用的 到时候 自会有人替我报仇 我会在地狱之中等着你 薛安文言冷冷一笑 报仇 好啊 那我等着 至于地狱 你觉得你还有机会下地狱吗 说吧 薛安猛地一握 咔 一声脆响之后 这鬼羞的神魂便被薛安生生捏碎 紧接着便有一股黑气冲天起 其中隐隐传来无数的痛哭惨嚎之声 薛安静静地看着 然后淡淡道 好了 困你们之人已经扶诛 各自散去 早入轮回吧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这股黑气便逐渐消散开来 而在天空之中 出现了无数透明的虚影 这些虚影纷纷冲着薛安失礼 然后四散去 做完这一切 薛安收回目光 转头看向已经彻底吓傻了的常德 目光所及 常德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磕头如捣钻一般 大人 这些事都是这个魔鬼强迫我们干的 我们常家也是受害者 求大人饶命啊 受害者 薛安冷冷一笑 之前 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常德浑身一僵 还想说什么 薛安抬手一扬 一道剑芒直斩而过 扑 常德的脑袋冲天起 鲜血喷溅了一地 然后死尸缓缓倒地 至此 这个霸占东市几十年的长家 彻底成为了历史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环是全场 最终转世而去 可就在他刚刚离去没多久 空中便浮现出一道微不可查的黑芒 而后着黑芒腾空而起 瞬息间消失在了天际 正在往外走去的薛安头也没回 嘴角却渐渐浮现出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 此刻 在长家门外 茬儿正在焦急地等待着 从里面时不时传来的惨叫声 让茬儿的俏脸越发苍白 他很想进去看看到底怎么了 可薛安在临走之前说得清楚 让他在这里等着 哪里也不许去 对于薛安的命令 茬儿从来不敢违抗 只能在这里等着 正在这时 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等到了门前后 马车缓缓停住 从上面下来了一名衣着华丽 气质高贵 但眼角眉梢之中总是带着一丝邪气的男子 当他看到大门碎了一地的长家之后 神情便是一宁 而后他便注意到了 在门口一旁等待着的茬儿 先是一愣 之后便恢复了正常 这位想必就是茬儿姑娘了吧 茬儿一颤 你 你是谁 男子微微一笑 我叫燕鹏 你也可以叫我八皇子 皇 皇子 茬儿满脸惊愕 燕鹏微笑点头 然后抬头看着长家 茬儿姑娘 你家公子 进去多久了 一提起薛安 茬儿便生起了警惕之心 摇了摇头 不知道 燕鹏哑然失笑 茬儿姑娘 我并没有恶意 只是好奇罢了 那我也不知道 燕鹏刚要说什么 又有一辆马车赶了过来 然后 燕西从上面走了下来 咦 你不是 茬儿认出了燕西 先是一愣 不禁问道 燕西笑了笑 茬儿姑娘 然后便转过头来看着燕鹏 淡淡道 老爸 你倒是来得挺快 一见到燕西 燕鹏的瞳孔 瞬间收缩得好似针尖大小 然后才冷笑道 殿下 你来得也不慢 燕西好似没听到这个燕鹏话中的嘲讽 只是凝视着渐渐沉寂下去的长家 淡淡道 老爸 我记得长家的产业之中 有不少是给你的供奉吧 现在长家亲父 你的损失 可是不小呢 听到这句话 燕鹏面色陡然一白 眼中更是现出了极许暮色 但很快便又恢复了正常 一些钱财罢了 何足挂齿 燕西闻言 深深地看了一眼自己这位八弟 然后露出了一丝微笑 听起来 真不像是你说的话 你 燕鹏刚要出言反驳 就见在长家的后宅之中 一道黑光冲天起 周遭更是刮起了阵阵阴风 燕鹏面色大变 眼神之中也终于现出了一丝恍然 怎么可能 难道说 连那位再世神仙都无法阻止这个人吗 他心中正在悚然 黑光散去 本来压抑在长家上空的那层看不见的阴霾 也随之一扫而空 而后才见一身白衣圣雪的薛安自门中慢慢走了出来 少爷 茶儿惊喜地大喊一声 薛安微笑点头 而本来面色殷勤不定的烟棚 此刻脸上却堆满了笑意 然后走上前来 拱手失礼 这位想必就是薛公子了 我乃是 话音未落 燕西也一走上前来 十分恭敬的一弯腰 公子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薛安看着他 淡淡一笑 是啊 确实很快 燕西也笑了 公子若是不嫌弃的话 可否随我回府一叙 薛安微意迟疑 然后点了点头 也好 燕西大喜 亲自在前引路 让薛安和茶儿上了马车 然后便驾车而去 自始至终 薛安都没用正眼看过这个所谓的八皇子一眼 当燕西的马车远去 燕鹏站在原处 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 眼皮更是开始疯狂地跳动 最终怒哼一声 拂袖而去 天圣京都中 各方势力的人 其实早就已经到了 只是全都不敢过来 而是在远处悄悄地窥伺着 当看到薛安跟着燕西离开 而燕鹏则负气而走的时候 这些人全都为之动容 原来这个新出世的高手 是殿下一派的 则则 自始至终 八皇子便吻压殿下一头 没想到 殿下去在这个时候 绝地翻盘 若是八皇子 不能有反制的手段 他的地位可就不保了 我觉得 事情没这么简单 八皇子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更何况这位薛公子 将长家亲父 八皇子的利益 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看来 以后的京都 将是多事之秋了 各方势力 都因为这件事 变得躁动不安 整个京都 开始暗潮涌动 此刻 位于天圣长街的东宫 大门洞开 灯火通明 众多跟燕西交好 算是殿下一派的人 闻讯全都赶了过来 他们都很想看一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 能在一夜之间 将整个天圣京都 搅弄的风云变幻 唐家自然算是 殿下燕西这一派 因此也来了 不过唐灵 一直低头不语 显得兴致不高 唐圣自然明白 自己女儿的心思 可现如今 就算是他也只能 浮然长探 当初生怕拐走 自己女儿 认为 是高攀自己唐家的人 结果一转眼 便成为了自己 也只能仰视的存在 这种感觉 让见惯了 伤海风浪的唐圣 也为之感叹 并深为悔恨 正在这时 就听门外一阵 滴滴的喧哗 然后有很多人 在打招呼 见过没姐 见过没老板 这些招呼声中 单贵方的 大东家眉下 含笑点头 款款走入厅房之中 而在他身后 则跟着已经 换了一身 变装的涅衣寒 不过 尽管他素衣薄装 却依然有着 令人惊艳的美丽 吭了一声 觉得心里十分别扭 因为他可记得 薛安出了唐家后 直接就去了单贵方 并且还赠给了 这位聂一涵一张纸 所以 唐灵儿无形中 便对聂一涵有了敌意 尽管他极力遮掩 但聂一涵 还是心有所感 不禁抬头看去 然后恰好便看到了 神情十分不自然的唐灵儿 聂一涵先是一愣 然后便笑了笑 唐灵儿尽管心中有气 但良好的素养 还是让他微微点头 算是回礼 而后才转过头去 不再看这边 而聂一涵 则低声对梅夏说道 姐姐 那个女子是谁 为何对我颇有敌意 梅夏抬眸看去 一见是唐灵儿 不禁笑了起来 然后颇看完味地说道 她呀 她就是在京都之中 很有名气的唐家大小剑 至于为什么对你有敌意 你还猜不出来吗 唐家大小剑 一听这个 聂一涵不禁恍然 然后深深地看了唐灵儿眼 原来她就是唐灵儿啊 以梅夏在天圣京都的实力 很容易就查到了 薛安进入京都之后的行动轨迹 自然也查出了 薛安跟着唐家之间的事情 所以 聂一涵自然也知道了 可看唐灵儿的样子 似乎是在生自己的气 可她又哪里知道 薛安对自己有多么的敬而远之 想到这 聂一涵不禁露出了一丝苦笑 正在这时 就见烟熙走进了这厅房之中 殿下 参见殿下 这些喊声之中 烟熙却没有任何的反应 反而侧身站到了一旁 而后就见一名少年 款步走了进来 正是薛安 一见到她 聂一涵就觉得 自己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 而唐灵儿 更是呆呆地看着薛安 虽然不过一日未见 但唐灵儿却觉得 自己跟他之间的距离 又遥远了很多 而其他没有见过薛安的人 此刻也不经一阵的骚动 然后开始巧声议论 天哪 居然这么年轻 难道就是这个少年 在一夜之间 图灭了长家吗 这些议论声中 薛安抬眸扫视全场 视线所及 这些平素未高权重的人 纷纷退避 不敢直视 见到这一幕 聂一涵眼中 异彩连连 而梅下则神情恭敬地低下头 心中也不禁感叹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所谓的权势 原来也只是个笑话 而后烟熙邀请薛安坐于上手 自己则甘居下手相陪 公子 这杯酒我敬您 烟熙举起杯来说道 薛安看了他一眼 淡淡一笑 为何敬我 烟熙叹了口气 因为您做了 我一直想做 却又做不到的事 那长家平素的所作所为 我当然知道 可我却根本管不了 而今晚 您直接出手 铲出了这颗毒瘤 我自然要敬您一杯 说着 烟熙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薛安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你好歹也是堂堂的殿下 居然治不了 一个小小的长家 烟熙闻言苦笑 公子有所不知 我这殿下当得 真是一言难尽啊 说着 烟熙便将自身的近况 大概地讲述了一遍 原来在这天胜一朝 皇帝老迈 便立下了大皇子 烟熙为东宫太子 可因为烟熙并非皇后所生 所以这皇后 便一直从中作梗 并想方设法 扶持自己的亲生儿子 也就是八皇子燕鹏 想将其立为储君 时间久了 当惊天子也开始偏信偏移 烟熙的处境 便开始变得越发艰难起来 甚至到现在 他处处都受到自己弟弟的掣肘 说完之后 厅房之中一阵漠然 这些属于烟熙一派的人 自然清楚 那是什么感受 可薛安却好似没听到一样 一直低头饮着酒 直到过了好一会 他才将酒杯放在了桌上 然后无聊地打了个哈欠 又是这种无聊的争拳戏马吗 听都听烦了 这种事 薛安在三千多年的岁月中 见识过太多太多了 因此 他提不起半点的兴趣来 烟熙文言却是一愣 然后苦笑道 公子说得没错 我也觉得很无聊 可无奈 对方苦苦相逼 我却已经退无可退 哦 为什么这么说 烟熙这时候 环视全场 一挥手 很多人便开始退下 而就在唐家还有梅夏等人 也要离开的时候 烟熙沉声道 梅老板 唐家主 你们留下 很快 屋中便仅剩下了他们几人 而后烟熙起身离坐 毕恭毕敬地冲着薛安一弯腰 公子 救我 他这突如其来的一个大礼 让唐家父女 还有梅夏等人 全都疑了 可薛安却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静静地看着一躬扫地的烟熙 过了半晌之后 才淡淡道 起来说话 烟熙身形微震 脸上献出喜色 然后赶忙直起腰来 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烟熙沉声道 公子有所不知 我已经得到了可靠消息 这八皇子烟棚广结一人 意图在五日之后 我父皇的寿担之上 对我不利 这番话一出 唐家父女 还有梅夏等人 全都勃然色变 因为这件事要是真的 那这八皇子 简直太过胆大妄为了 薛安却眼神微动 饶有兴致地问道 义人 烟熙点点头 神情凝重道 没错 而且是实力极为强大的义人 好 这件事 我管了 薛安毫不犹豫地说道 五天之后 我陪你去走这一趟 看看这些义人 到底有多强大 他这样痛快地答应 让本想费些口舌 拉拢薛安的烟熙 都不禁愣住了 然后才大喜过望地点头道 多谢公子 与此同时 在那八王子府中 烟鹏已经摔碎了 十几件珍贵的前巢瓷器 并无故打死了三名婢女 但这依然没能让他心中的怒火 平息下来 薛安 呵呵 你居然敢无视我的存在 并且还灭掉了长假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你不就是依仗着自己实力强横吗 可你根本不知道 我所结识的 都是些什么样的存在 烟鹏面目猙獰地嘶吼着 正在这时 在书房的太师椅上 一个身影渐渐浮现 然后传来了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嘖嘖 是谁惹得我们的燕王子 这般生气呢 烟鹏一愣 然后豁然转身 脸上的怒容 瞬间消失不见 然后毕恭毕敬地 冲着太师椅上的人一失礼 见过仙师 出现在太师以上的 是一名五官都被黑气所遮掩 气势也飘渺不定的男子 好了 不用这么多礼了 下次记得多给我进贡点 鲜嫩可口的童女便好 仙师放心 这种小事我马上就准备 一定帮你满意 烟鹏赶忙说道 然后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仙师 我之前跟您说的是 这男子节节乖笑起来 放心 我既然答应你了 那自然要帮你完成 而且 这男子的笑声渐冷 今晚天圣京都所发生的事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鬼因死了 我们老大很生气 烟鹏一愣 嗯 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这男子一阵冷笑 他的剑意 离这八百里开外 都能感受得到 我们又怎么可能 不知道 那仙师的意思是 区区一个剑修而已 尽管剑意强大 可在这个灵气进无的时间 他就跟个废物差不多 我们老大随手就能将其诛杀 这男子冷声道 烟鹏心中大喜 他本来还在想 如何祸水冬意 将这薛安也给收拾了 可看现在这样子 似乎不用自己多言 仙师们也会将薛安给除掉的 做好准备吧 到时候 我们老大可能会亲自前来 毕竟 我听说这个家伙深具灵气 显然是有秘法在身 这样的人 我们老大当然不会放过 烟鹏慌忙点头 明白 然后他有些迟疑地问道 但不知道要准备些什么呢 我们老大最喜欢生魂 到时候多弄点新鲜的生魂便好了 记住了 不可怠慢 说着 太师以上的身影便开始逐渐变淡 最终消失不见 这样神异的一幕 看得烟鹏目瞪口呆 对仙师们的能力 也越发有信心起来 哼 等五天之后的受淡 我不但会将你们一网打尽 就连我那父皇 也该退下去休息休息了 到时候 我再连仙师们学的长生之法 那我就是真正的九五之尊 天下 还有谁能匹敌 想到这 烟鹏咧开嘴 满脸乖利地笑了起来 这漫长的一夜 终于过去了 当天色破晓 天圣京都的普通民众们 从睡梦之中醒来 还不等擦去眼角的眼屎 便被一连串的消息给震惊了 什么 长家没了 怎么会没了 有人惊呼道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确实没了 而且是在一夜之间 被一位少年公子 将满门上下所有的人 给斩灭干净的 死 听到这些传言 闻者无不道息一口凉气 那可是长家啊 号称京都不倒塌不倒的长家 居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了历史 这怎能不令这些民众感到惊愕 但紧接着 无数人便为之欢欣鼓舞起来 尤其是东市之中的那些商贩们 简直恨不得 现在就放上一挂鞭炮来庆祝一下 因为这长家的所作所为 简直太不得人心了 之前是因为长家事大 众人斗不过他 因此只能咬牙人了 现如今长家灭亡 自然令饱受欺压的众人们为之兴奋 同时 这些民众们也对灭掉长家的人充满了好奇 到底什么人能有如此高强的手段 甚至能在灭掉长家之后 让那些大人物们都保持沉默 在这些疑问之中 薛安的事迹开始疯狂地流传 入京都 进堂家 然后拒绝入坠 直接离开 之后又去了丹贵坊 并令丹贵坊的当家头牌亲自迎接 甚至愿意以身侍寝 可最终 这位薛安却不然一物地转身离开 这种种传奇般的事迹轰传开来 让闻者为之惊叹 而这还只是个开始 紧接着 薛安随手所作的那三首小令 便轰动了整个京都 水是眼波横 山是梅峰剧 仅此一句 堪称十年来最佳 有书生公子兴奋赞叹 我不同意 我觉得这句气下梅花如雪乱 服了一身缓满 才堪称斜景一绝 另有一人反驳 不对不对 还是这首赠给涅大家的小令最美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短短几个字 写绝了春游之景 一白发老者嘖嘖感叹 就在这些文人们 为了这三首小令 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之时 这三首小令 以令人瞠目接舌的速度 开始在天圣京都的 那些女子之间流传 一时间身宅大院闺房相隔之中 到处都是娇滴滴的女子 在迎送这三首小令 有痴迷者更是一遍遍书写 并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因为这三首词的仙巧眷美 都深深地打动了这帮女孩们的心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女孩们 不禁都对作词之人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才能写出这等诗词来呢 而等一了解 这些女孩们 不禁更为之震动 一夜之间 灭杀一个豪门 这等杀气 真是令人惊叹 有女子感叹道 可我觉得 这是不是有些太残暴了 另有女孩有些害怕地说道 呸 你难道不知道 长家是个什么德行吗 被杀也是活该 而且 你们听说了吗 这位薛公子 长相还极为的俊异不凡呢 天哪 又帅又霸道还有才 这样的男人 我简直要爱死了 哼 听说薛公子 刚开始投奔唐家的时候 唐家居然还各种挑剔 真是目光短浅的东西 要是薛公子 愿意来我这 我愿意自荐整齐 呸 女孩子佳佳的 说这个也不嫌害臊 嘻嘻 这有什么呀 而且 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听说这位薛公子 还没有婚配 并且 他还要在五天之后 参加圣上的兽弹呢 这番话一出 屋里的这帮女子们 互相对视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光芒 一时间 整个天圣京都 带字归中的女子们 都闻风而动 想要在五天之后的寿弹之上 一盏风采 将这位风头正经的薛安给拿下 而这 才叫一夜成名天下之 名满京都 就在整个京都 为薛安之事 闹得沸沸扬扬之时 薛安却躲在东宫之中 整天吃饱了就睡 基本都不出屋门 甚至连燕熙几次求见 薛安都懒得见他 这样的情况 自然令燕熙等人为之讶异 不明白薛安要干什么 而唐灵儿还有聂一寒 则也开始心照不宣地暗中较劲 打算在五天之后的寿弹之上 比一比风头 时间就在这种古怪的氛围之中 一点点往前推进 终于 四天过去了 眼见明日 寿弹就要正式开始了 可燕熙还是没能见上薛安一面 这不禁让燕熙 有些焦躁不安 生怕事情再有变故 终于 在吃完晚饭之后 燕熙鼓起勇气 来到薛安居住的院落 准备再次求见一下薛安 可就在他刚要敲门的瞬间 门突然开了 而四天没有露面的薛安正 站在门后 脸上还带着一丝兴奋笑意 燕熙一愣 他从未见过薛安的眼中 有过这种神采 但旋即 他便恢复了清醒 赶忙拱手道 公子 明天就是受淡了 我过来是想问下 还需要准备些什么吗 薛安显然心情很好 略一迟疑后便说道 也不用准备什么 你就准备些各式各样好吃的零食 和小孩喜欢的玩意就好 燕熙愣住了 好吃的零食 和小孩喜欢的玩意 这是要干什么 有小孩要来吗 但尽管心中疑惑 燕熙却不敢多问 立马点头应道 好 我现在就去准备 说着 他转身便去了前面 以他的身份 一声令下之后 自然有无数的人为之忙碌 所以很快 便搜集来各式各样的零食玩具 等燕熙领着十几个丫鬟 抱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赶来薛安居住的小院之后 薛安淡淡道 就放在这吧 闲杂人都退下 是 燕熙一识眼色 所有的人都退了下去 而后燕熙便微笑着说道 公子 可是有朋友要来吗 您看我准备的这些东西 可还满意 薛安不知可否地看了一眼 然后点点头 还可以吧 燕熙还想说什么 这时候 薛安却抬起头来 看向了夜空 燕熙立马便闭住嘴巴 不敢多言了 此时月上树梢 周遭天地都安静了下来 薛安眼神光芒微微闪烁 应该差不多了 试一试吧 不然再过段时间 燕儿和两个小家伙 就要憋疯了 燕熙听得一头雾水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随手一扬 就见一道光芒 自薛安的胸膛之中飞出 然后迅速地变大 待落地之后 便成为一座造型精致的小楼 燕熙渐渐瞪圆了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就见这座小楼之上 光滑璀璨 上面更有无数符文掠过 让燕熙只是看了一眼 便觉得心神俱振 闭上眼 否则再看一眼 你的神魂都会被震碎的 薛安淡淡道 燕熙赶忙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 而薛安则慢慢走到小楼之前 深吸一口气 手轻轻触碰在上面 哄 小楼之上的精光符文 猛的一震 然后便如脱缰的野马一般 疯狂涌动 薛安健壮冷冷一笑 眼中光芒璀璨 清贺一声 开 卡 本来桀骜不驯的金光符文 在听到薛安的声音之后 为之一致 然后就变得十分乖顺起来 九道环环相扣的符文 如密码锁 一般开始环环转动 在转动到某个位置之后 金光轰然大盛 然后便消失无踪 而这座小楼 则如魔方一般开始变动 终于 声音渐渐沉寂下去 燕熙偷偷睁开眼睛看去 只见这座小楼的门 环环打开 突然 从这门中 一道光滑轰然飞出 眨眼间便飞到了薛安进前 而后这光滑散去 现出了里面 一个令人不敢直视的绝美女子 燕熙见识过无数美女 但直到见到这个女子 燕熙才明白 什么叫做真角色 薛安含笑看着这女子 刚刚开口喊了一声 一二 就见这女子柳梅倒树 手中一口平底锅迎风便掌 然后对着薛安便拍出了一击 薛安猝不及防 也可能是根本没想防 直接被这一锅拍飞出去老远 等落地之后 燕熙的身形已经凭空出现在薛安进前 然后咬牙切齿地抓着薛安的脖领子 你这个大坏蛋 居然把我和想想念念关在小楼之中这么长时间 你说 你是不是去找别的女孩了 薛安哭笑不得 燕儿 我错了 但我保证 我绝对没去找任何女孩 真的 不信你可以问她 燕熙这才注意到院里 还有其他人 手立马就松了开来 手中的平底锅也瞬间消失不见 然后冲着目瞪口呆的燕熙 灿然一笑 你好 很高兴认识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个坏蛋的老婆 燕熙根本没听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老婆 而这时 就见小楼之中 又有两道光滑飞出 落地之后 赫然是两个粉雕玉琢般的小女孩 这两个小女孩出来之后 先眨白了眨白眼睛 然后便看到了韩笑立在那的薛安 两个小丫头的大眼睛里 便迅速蓄满了泪水 直接扑了过去 爸爸 薛安一把抱住了两个小丫头 先一人亲了一口 想没想爸爸 嗯嗯 念念好想好想爸爸呢 薛念搂着薛安的脖子 带着哭腔说道 想想呢 薛安看了一眼薛想 薛想的小脸气鼓鼓的 笨念念 当初在里面 我们怎么说的 出来之后 先不能理爸爸 你可倒好 直接就叛变了 薛念扭了扭小屁股 我就不 我就是想爸爸 薛安则哑然失笑 想想 为什么不理爸爸呀 哼 爸爸是个大坏蛋 把我们和妈妈 关在里面那么长时间 我们都要担心死你了 薛想开始还板着脸 可越说声音越软 到后面 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爸爸 妈妈因为担心你 在里面天天哭呢 薛安看得心疼无比 好了好了 不要哭了 薛想钻进了薛安的怀里 不说话了 而后薛安转头看向了安岩 安岩脸一红 哼 我才没有为那个大坏蛋哭呢 好了 眼儿 我又不是故意 要把你们关起来的 这句话提醒了安岩 他神情一速 老公 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 就是被暂时封印了而已 薛安淡淡道 安岩柳梅一树 杀气肆意地说道 谁干的 薛安哑然失笑 好了眼儿 不用那么生气了 说是被封印 其实也是我故意为之的 不然 你觉得诸天万戒 有人能封印得住我 等将这里的事情处理完毕 我自会去找那些家伙 算一算这笔账 安岩这才明白 薛安为什么将自己 和想想念念 关在福宝小楼之中这么久 原来是修为暂时 打不开福宝小楼上的结界啊 想到这 安岩十分心疼地走上前来 抚摸着薛安的肩头 老公 对不起 我刚刚不应该 不问青红皂白 就打你的 疼吗 被安岩的先手俯过 薛安疼得一滋牙 说实话 真是有点疼 我怎么觉得 你的武艺又有精进了 那是 我在福宝小楼之中闲着没事 每天就练这口平底锅来着 安岩颇为自豪地说道 想想突然从薛安的怀中探出头来 爸爸 妈妈确实每天都在练 但她练的时候 总是咬牙切齿地喊着大坏蛋 打死你 念念文言 也不禁抬起头来 姐姐说的没错 爸爸 妈妈说的大坏蛋 是不是你啊 听到两个女儿的话 薛安嘿嘿一笑 应该是吧 不过你们的妈妈 估计舍不得打死我 见到薛安这么没皮没脸 安岩脸一红 然后清脆了一口 我呸 大坏蛋 大流氓 哼 薛安也不以为意 反而嘻嘻地笑着 坏蛋我承认 可这流氓从何说起 要知道 为父已经好久没见你了哦 安岩的脸 瞬间便红到了耳根 清晨薄怒地白了薛安一眼 然后突然想起了什么 颇为自得地说道 老公 我可是突然想起 现在我的实力 可是比你要强哦 所以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可小心我的平地锅哦 薛安 啊 今晚的月色真不错 薛安开始顾左幼儿言他 想想笑嘻嘻地说道 爸爸害怕了 小孩子家家的懂什么 爸爸哪里怕了 爸爸这是尊敬 薛安一脸你懂什么的表情 呸 油嘴滑舌 安岩说着 自己却笑了 薛安和安岩 这一家人疯狂地卖着狗粮 燕西则在一旁目瞪口呆地看着 老公 爸爸 他不是没有婚配吗 怎么眨眼间 夫人和孩子都有了 但看这一家人的颜值 燕西忽然说不出话来了 不说别的 就是光看长相 这一家人也十分地般配 正在这时 安岩看了一眼燕西 老公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还有这位少年 是做什么的 薛安文言一笑 淡淡道 这要说起来嘛 话就有些长了 不过你们现在归来得正好 明天 我带你们去看一场热闹 燕西一脑袋江湖地走了 不过 他不是傻瓜 尤其临走的时候 薛安还告诉他 不要将这件事透露出去 燕西也明白这件事非同小可 自然将所有的疑惑 都烂在了肚子里 两个小丫头 兴奋地在一旁 吃着这个世界特有的零食 在福宝小楼之中的这段时间 可把他们两个憋坏了 所以一被放出来 简直兴奋地连觉都睡不着了 而薛安和安岩则坐在远处看着 当薛安将事情的经过都讲述完毕后 安岩渐渐瞪圆了眼睛 你是说 胡叶的妹妹可能在这个世界 薛安点了点头 七夕是做不了价的 不然我也不会再感受到七夕之后 便主动进入这个世界来寻找 说到这 薛安冲着安岩歉意的一笑 然而 事出突然 没来得及告诉你 便被拖入了这场硬式之节 真是抱歉 让你在那里面担心了这么久 安岩文言摇头轻笑 好了 我们之间还用说抱歉吗 当时我也是在气头上 现在想来 这件事也不能怪你 毕竟胡叶和你关系那么好 他妹妹失踪这么久 你发现了踪迹 自然不能放过 薛安听了 心中一暖 他刚才还有些犹豫 怕将这件事告诉安岩后 他会因为自己所寻的人 是为女子而生气 可现在看来 自己完全是多虑了 那你现在有线索了吗 安岩问道 薛安摇了摇头 在极乐坊 我曾感受到过他的气息 但这气息极为微弱 显然已经离开很久了 然后薛安一笑 好了 既然知道他在这 那就肯定能找到 一切 等明天再说吧 嗯 安岩点了点头 而后薛安凑到安岩的耳边 轻声说了句什么 安岩的脸疼就红透了 然后背齿轻咬猪唇 轻轻点了点头 等等他们睡了吧 薛安笑得 像是一只偷心成功的黄鼠狼 嗯嗯 一夜时光转瞬即逝 等到第二天天光刚亮 整个天圣京都便开始变得繁忙起来 因为今天是当今天子的寿淡之日 所以 整个天圣京都张灯结彩 一派喜庆景象 宜阳芳 唐家 等到秦儿来到唐灵的闺房之时 唐灵已然换好了衣服 正坐在镜子前发呆 秦儿一见到一身盛装的唐灵 不禁也是一愣 要知道 自己家小姐向来以英气著称 很少做小女子装扮 没想到 今天居然会如此的盛装出行 当然 秦儿自然也知道因为什么 心中不禁一叹 轻声道 小姐 老爷让我问你 准备好了吗 唐灵点了点头 然后深深地看了镜子中 那个如花一般娇艳的少女 暗暗一咬牙 不管对方是谁 自己都要胜过她 唐灵就不信 自己真的能比谁差多少 单贵方 聂一寒起得更早 等梅夏过来接她的时候 她早已经梳洗打扮完毕 正坐在窗边等着 梅夏见状也不禁眼前一亮 然后笑道 今日一寒一去 定能咽压群芳 到时候 估计薛公子也会对你另眼相待呢 聂一寒文言笑了笑 心中却总有些忐忑不安 不知道 今天的寿宴 会不会出现什么波折呢 与此同时 类似的场景也在京中各处上演 一辆辆华丽的马车 开始前往今次寿宴的举办地 禁院 而潜伏在黑暗之中的邪恶 也开始逐渐苏醒 当唐灵到了禁院之时 这里 已经聚集了整个天圣京都 所有的达官贵人 人们三五成群地凑到一起 巧声议论着今天的寿宴 今天这寿宴 怎么感觉怪怪的 尤其是八皇子一派的人 似乎全都阴沉着脸 是不是会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有人皱着眉头说道 是啊 现在殿下派系中的高层 一个都没有出现 是不是有什么变故 另有人说道 我觉得 今天这事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 前几天 殿下刚招揽了一名绝顶高手 后面紧接着 就有传言说八皇子也在招兵买马 看来双方之间的形势 已经剑拔弩张 就差一个契机了 而这场寿宴 很可能就是那个导火索 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 众人深以为然 唐灵儿亦是听得心中凛然 就在这时 就见外面一阵喧哗之声 然后每一下便领着聂一寒 走进了禁院之中 作为燕西一派中的核心人物 他的出现让全场的气氛 变得有些古怪 八皇子一派的人 都面色不善地盯着他 而中立派系的人 则开始窃窃私语 梅老板来了 看样子 似乎没什么异样 但那位风头正经的少年高手 怎么还没出现 这些议论声中 唐灵儿却只注意到了 跟在梅下身后的聂一寒 这个容颜秀美的女子 让她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 聂一寒这次 没有丝毫地退却 反而冲她微微一汗手 眼神之中满是不服输的意味 唐灵儿一震 面色不禁变得有些难看 正在这时 就见八皇子烟棚 面沉似水地走进了静院之中 然后直接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不发一语 场中的气氛 逐渐变得凝滞 终于 就在寿宴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 燕熙才领着人 赶到了静院之中 当她的身形一出现 众人不禁全都扭头看去 但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 全都集中到了 站于燕熙身旁的薛安身上 果然一表人才 傲骨临风 有人赞叹 而那些精心打扮后的豪门千金们 此刻更是兴奋地近乎癫狂 果然如传闻之中 说得那般帅气 天哪 那眉眼之中 自然流露出的威严和霸气 真是让人迷嘴 这些花痴一语 传进唐铃和聂一涵的耳朵里 让他们俩的面色 都变得有些难看 正在这时 薛安站住脚步 冲唐铃微微一点头 唐姑娘 唐铃一正 心跳瞬间加速 然后才清醒过来 有些拘谨地回了一礼 薛薛公子 薛安微微一笑 然后便看到了 站在不远处 一脸忧怨之色的聂一涵 也点了点头 聂姑娘 聂一涵这才转怒为喜 然后落落大方地回礼 见过公子 自始至终 燕熙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着 只是当他注意到 唐铃和聂一涵脸上的喜色时 心中不禁感叹 要是等会 你们看到了安言 脸上还不知道 会是一种什么表情呢 而在座位上作者的烟棚 在看到薛安进来的时候 眼中光芒微闪 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争鸣的笑意 让你再猖狂一会吧 等过一会 我让你哭都哭不出来 正在这时 就听一阵玉庆声响 然后身穿龙袍的皇帝 以及一身红衣的皇后 便连眉而至 全场众人纷纷失礼 见过圣上 在这种情况下 站在原处连头都没地的薛安 便显得有些鹤铃鸡群 十分地惹眼 这皇帝很是苍老 但因为几十年的养尊处优 因此气度十分地不凡 所以 在看到有一名白衣少年傲然而立后 不禁微微一震 然后沉声问道 你是何人 见证因何不贵 这句问话 让全场的目光 瞬间都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薛安神情淡然 贵 就凭你吗 大胆 有护卫统领蹦出来 便要针对薛安 燕熙怕事情闹大 赶忙起身说道 父皇 这乃是我的一名朋友 生性舒懒 还请见谅 这皇帝一脸不悦之色 燕熙 你身为一国储君 还是少跟这种粗野之人打交道 是 燕熙赶忙低头 一旁的燕鹏 则露出了极许得意的笑容 不管怎样 这场风波算是暂时遮掩过去 寿宴正式开始 这群高高在上的权贵们纷纷敬酒 让这位皇帝也不禁露出了喜色 而这位皇后大人 则将八皇子燕鹏叫到敬前 这样一来 八皇子这一派便显得热闹了很多 相比之下 燕熙这边便显得冷冷清清 似乎被很多人刻意忽视了一样 这种情况下 燕熙的面色也不禁微微有些难看 薛安健壮 则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好整以暇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端起酒杯来戳饮了一口 他刚刚直面天子的无畏 以及现在的舒懒 都让很多偷偷留意他的女子们为之心动 终于 有女子按捺不住地走上前来 薛公子你好 能认识一下吗 我是 这女子还想着介绍一下自己的来历 薛安微笑着摇了摇头 谢谢 不过很抱歉 我没兴趣 这番话 让这女子的面色瞬间变得苍白 而后失魂落魄地离开了 薛安的这一举动 自然令这些千金小姐们为之沮丧 而就在这时 只见八皇子燕鹏傲然走来 淡淡道 殿下 今日是父皇的寿宴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来点小节目注注信呢 燕熙一正 什么小节目 燕鹏黑黑一笑 伸手一指旁边的薛安 淡淡道 很简单 这位不是 你最义仗的高手吗 那我就让我的手下和他比一比 看看到底谁厉害 你看如何 这番话 让众多人全都为之一礼 终于来了 燕熙神情一将 心中有些愁愁 不禁看向了一旁 坐着的薛安 没想到 这时候薛安正在低头饮酒 好似没听到一样 燕熙心中焦躁 这是什么表态呢 到底是答应 还是不答应呢 燕鹏见状 心中却越发地笃定 不禁冷笑道 怎么 这位搅弄得整个京城都为之不安的薛公 竟然害怕了不成 全场瞬间变得死寂 唐灵还有聂一寒文言 心中全都为之一己 尤其是唐灵 他呆呆地看着薛安的侧影 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句话 棺盖满精华 私人独憔悴 说的 应该就是现在这种情景吧 与此同时 薛安缓缓抬眸 看了一眼这位八皇子燕鹏 淡淡一笑 好啊 既然闲得无聊 那我就陪你玩玩 禁院之中 有一片大广场 是用来练兵和举行重大仪式的 但在今日 这大广场周围人山人海 几乎半个京都的人都齐聚于此 尽管这么多人 但全场却一片肃静 因为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场中的那名少年所吸引 此刻 薛安冲着远处的燕鹏一勾手 语气舒懒地说道 来吧 小爷我今天陪你玩玩 燕鹏怒哼一声 冲身边一时眼色 一道黑影便直飞场中 待立定之后 赫然是一名 披着黑色斗笠 看不清面目的男子 见到这男子如此迅捷的身形 以及身上所散发出的恐怖威势 在场的众多高手们 不禁瞳孔微缩 梅夏的面色 也渐渐沉了下来 姐姐 薛公子能赢吗 聂一涵十分担心地问道 梅夏微微摇头 我也不清楚 但这个男子 显然不是那么简单 梅夏虽然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之中 修炼出什么名堂 但因为感官敏锐 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 他发现 这个披着黑色斗笠的男子 虽然站在那 但在自己的感知之中 却根本不存在 这个发现 自然让其心中震撼 八皇子手下 什么时候多了这种 神秘莫测的高手了 而唐灵 此刻也不禁将心揪紧了起来 满脸担心地看着场中 这时燕鹏冷笑道 薛安 你不是强横吗 这次 我倒要看看 你能不能胜过我的手下 说着 燕鹏一指薛安 满含杀气地喊道 杀了他 一声令下 这黑衣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便已经来到了薛安的身旁 然后一掌拍出 这鬼魅一般的速度 让全场一阵惊呼 燕西更是情不自禁地 惊叫了一声 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掌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眼见的这一掌 就要拍中薛安了 燕鹏嘴角的笑意 也越发地浓烈起来 就在这时 只听薛安冷声道 以这等邪术凝练凶兵 你们到底是有多肆意妄为 说着 薛安抬眸 双眸之中光芒闪烁 然后抬手一指 咔 这寄来的一掌便被击碎 然后散为了满天黑气 这黑衣人痛吼一声 却依旧汉不畏死地往前冲击 薛安冷哼一声 握掌成拳 然后一拳轰出 砰 这黑衣人被轰飞出去 在半空之中 他身上披着的斗笠片片碎裂 现出了里面的身形 见到这个身形 全场不禁一阵的惊呼 有胆小的 更是吓得双腿战战 积不能立 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啊 浑身都是纵横交错的巨大伤口 就好像是一块块拼凑起来的一样 而他的面目 则被一层浓郁的黑气所笼罩 双眸之中 则空洞无一物 这如魔物一样的东西 令众多高手们 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薛安则面冷如冰 淡淡道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你们的底线 用数千人的冤魂来凝练此物 到底还有什么 是你们不敢做的 说吧 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剑芒横冠长空 直接刺入这个魔物的胸膛之中 并将其带飞出去 然后死死定进了 禁院广场的墙壁之中 就是这样的一击 居然也没能让魔物当场死去 而是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然后奋力地挣扎起来 但每挣扎一下 他身上的黑气 便会散移一分 转眼间 这魔物面目之中的魔气 渐渐散去 而后 他的双眸之中 现出了一抹解脱的光彩 这才最终的死去 全场一片死寂 八皇子烟棚 面色铁青 这黑衣人 乃是先师所赠 他亲自试验过 一对装备精良的士兵 都不是其对手 实力堪称强悍 这也是他敢于 主动挑衅薛安的缘故 可没想到 却连薛安的一招都没撑过去 便被消灭 这自然让他为之震怒 而这时薛安则冷冷看着这烟棚 还有吗 没有的话你也去死吧 这话一出 无数人为之色变 这薛安也太过胆大妄为了吧 居然敢当众威胁八皇子 就算他实力再如何强横 可八皇子代表的 可是皇朝的威严啊 果然 听到薛安的话后 那位皇帝还没说话 一旁的皇后已经震怒 实际上 他早就看薛安不顺眼了 因为在这皇后看来 薛安是属于烟熙一派的 所以他越是厉害 对自己儿子的威胁也就越大 因此 他一拍面前的桌子 怒声道 居然敢威胁华 来人啊 将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给我拿下 一声令下 便有无数互为闻风而动 燕熙等人 进阶色变 而八皇子燕鹏这一派的人 却全都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就是你厉害 又能怎样 难道你还敢当众违抗皇命不成 可还没等这些人脸上的得意散去 薛安神情漠然 随手一扬 一缕剑芒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横穿了整个广场 直接将这位皇后定死在了凤脸之上 这皇后呆呆地看着薛安 最终崛气身亡 一直到死 他都不敢相信薛安居然真敢杀自己 这时薛安才淡淡道 锅造 全场死一般的寂静 人们全都傻了 谁能想到薛安居然会如此的霸道 居然直接将皇后都给杀掉了 燕熙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 这时薛安转过头 冲他淡淡一笑 我说过的 你那些争权的戏码太无聊了 在我看来 没有什么是一件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行 那就两件 话音刚落 就听燕鹏愤怒欲狂地惨好起来 薛安 你居然敢杀我母亲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薛安冷冷一笑 是吗 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说着 薛安一跺脚 神前瞬间浮现出一缕璀璨剑意 然后刺穿虚空 直奔燕鹏而来 这一件速度之快 很多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包括这个烟棚也是一样 他只看到一道光芒直奔自己而来 不禁吓地大喊道 仙尸救我 就在这时 一个阴瑟瑟的笑声传来 果然不愧是剑修 浩强的杀意 说着 一团比夜色还黑的光芒 突然出现在烟棚面前 剑芒冲入其中 便如进了胶水之中一样 速度陡然变缓 而黑气则不停地侵蚀 最终轰然破碎开来 而后一名武官都被黑气遮掩的男子便出现在场中 薛安抱着肩膀 冷冷地看着 然后森然一笑 终于肯出现了吗 这男子节节怪笑起来 剑修 你果然够嚣张 知道我们的存在 还敢如此行事 真当这还是你们剑修任意驰骋的诛天万劫吗 告诉你 到了这片沼泽世界 谁也别想幸免 薛安静静地听着 然后嘴角扬起 冷冷一笑 土鸡娃狗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这男子深周的黑气一阵晃动 怒声道 剑修 这是你自己找死 随着他的话音 在他身后 数十道身影渐渐浮现 赫然都是身披黑色斗笠的魔物 这些魔物沉默无言地站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冲天魔气 薛安仰头看着 眼中终于闪过一抹怒色 鬼修 你们在这个世界之中肆意横行 是不是觉得 没人能治得住你们了 这男子哈哈大笑 没错 这方世界 对于你们这些正派修士来说 是一片绝地 但对我们鬼修来说 却是难得一剑的洞天伏地 因为在这里 我们才可以肆意收割灵魂 来提升实力啊 而你们这些剑修 在没有了天地灵气的支撑下 又能支撑多久呢 男子冷笑道 然后伸手一指 杀了他 将魂魄抓回来 我要好好研究 一声令下 数十道黑光冲天起 直奔薛安而来 这些魔物合机而成的声势 极为害人 至少围观的众人 全都被惊退好几步 很多胆小的百姓 更是吓得瘫软在地 燕熙更是惊呼一声 公子小心 薛安神情无悲无喜 更没有丝毫的退让 反而迈步 抬拳 然后直面这数十只 以冤魂凝联而成的魔物 砰砰砰 暴响之声响成一片 请客间 这些冲来的魔物 便齐齐发出了悲鸣 然后片片崩解 化为满天黑气 消散开来 全场哑然 如燕熙等人都已经看傻了 这 这怎么可能 你 你不是个剑修吗 怎么会有这么恐怖的拳术 这男子嘶声惊呼 薛安收回拳头 淡淡一笑 你真以为 我就只是一名剑修而已吗 这男子露在黑气之外的眼眸之中 渐渐现出了凝重之色 然后阴侧侧地怪笑起来 看来我之前小瞧你了 可你觉得 就凭这样 便能改变什么了吗 你想错了 这个世界 远比你想象的还要恐怖 随着他的话音 在遥远的天际 突然现出了一丝黑线 而后便见无边无际的黑气 如浪潮一般涌来 而在潮头之上 则站着一名身形高大 头戴魔神面具的男子 转瞬之间 黑气来至静院上空 让本来晴朗的天空 也变得阴暗下来 全场都被这个男子的出场所惊呆了 这简直就跟传说中的神魔没有两样 而且那冲天的威势 更是令全场的强者们为之动容 梅夏浑身俱阵 难以置信地呢喃道 之前总以为自己的实力算是不错了 没想到在这个世间 还有这么多如神如魔的强者 而聂一涵 则满脸担忧地说道 姐姐 薛公子 能赢吗 梅夏面色凝重地摇了摇头 说实话 我不知道 但就算是能赢 估计也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吧 梅夏的话 也代表了全场众人的想法 甚至还有很多人认为 薛安必死无疑 与此同时 地面之上的这名鬼修 慌忙行礼 老大 这头戴魔神面具之人 微微点头 然后将目光投向了对面站着的薛安 剑修 便是你杀了鬼鹰吗 薛安知道他问的是被自己斩灭的那名长家之人 不禁淡淡一笑 没错 很好 剑修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但你不是我的对手 不过同为修道之人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将你所携带的凝聚灵气的秘法交出来 我可以饶你不死 甚至让你也加入我们 从此之后 逍遥天地 一起快活 如何 这名鬼修老大 一眼就能看出薛安身具灵气 而在这个灵气皆无的世间 能拥有灵气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得到了天才地宝 可在这个世界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 就算有 也只是极为微弱的灵气而已 二就是拥有强行凝聚灵气的秘法 这对于这帮鬼修们来说 诱惑力可就太大了 因此 他才会迫不及待地抛出条件 想将薛安的秘法套出来 薛安文言却笑了 只是这笑容无比的冰冷 能在这种绝境之中 凝联为鬼匠 你到底 残害了多少生灵 获取了多少魂魄 文廷此言 这面具鬼修为之一精 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要知道 鬼修即便在诸天万劫之中 都算是一个很冷门的修派 不因为别的 就是因为 这鬼修在修炼之时 需要无数的生魂 这就要求鬼修必须不停地 涂灭生灵 才会慢慢地进步 因此 尽管鬼修后期十分强悍 却在诸天万劫之中 逐渐销声匿迹的原因 因为鬼修不停地 涂灭星辰 就相当于在不停地盗取各族的根基 自然不为诸天各族所容 当然 薛安也知道 在隐秘的角落之中 肯定还有大量的鬼修存在 比如那传说中的阎罗世界 薛安就曾跟一名 阎罗世界之中的石殿君主 打过交道 那才是真正的鬼修巨拨 足以匹敌先王的存在 而且 鬼修之中的分级 也和一般的修者不同 比如这个鬼匠 就差不多相当于修者之中的精先了 所以 薛安才会如此愤怒 因为这说明 这名鬼修至少图灭了亿万生灵 这面具鬼修心中震步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冷静 既然你连我是什么修为都知道 那你就应该明白 在这个世界 你不管是剑修也好 体修也罢 都不可能胜过我的 老老实实地交出秘法 我会让你活下去 否则我便将你的魂魄 炼制为法器 到时候 你将永度无间 这面具鬼修语气森冷地说道 燕熙等人面色黯然 认为薛安必败无疑了 可就在这时 薛安突然笑了 你说的没错 没有灵气支撑 我好像确实打不过你 但是 薛安笑意如刀 一挥手 隐藏在体内的福宝小楼 便现出身形 而手持平底锅的安炎一个纵身 便从中飞出 出现在众人面前 薛安抑制天空之中的那名鬼修 淡淡道 炎儿 揍他 安炎文言兴奋地点点头 老公 打算揍成什么样 薛安道 只要揍不死 就往死里揍 好的老公 交给我吧 而这名面具 鬼修文言 则先是一愣 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 居然找这么一个 娇滴滴的小娘们揍我 你确定你没开完 孝子还没出口 安炎一个飞纵 便来到他的身前 然后抡起手中的平底锅 照着这个鬼修 就拍了过去 这鬼修冷笑一声 本想躲闪 可他根本不知道 这平底锅 有多恐怖 只听平底锅中 传来那位 九转雷尊兴奋的喊声 妈的 等了这么久 终于轮到我出场了 给我撇 随着话音 就见一道亮到 夺目的雷光直偏下 正轰在了 这名面具鬼修的 头顶之上 面具鬼修一个亮枪 就觉得浑身僵硬 险些从天空之中 跌落下去 不经金句已急的吼道 是天雷正法 你这个是什么法宝 居然能用出天雷 安炎却懒得跟他废话 反正老公说了 只要揍不死 就往死里揍 所以 安炎手中的平底锅 直拍而至 正拍在浑身僵硬的面具鬼修的脑袋上 就听砰的一声闷响 这位气势汹汹而来的面具鬼修 被拍飞出去老远 等刚刚站定身形 安炎一仰手 手中的平底锅便直飞而去 锅中气凌九转雷尊 兴奋地大吼起来 主母大人 这小子交给我了 妈的 这段时间可把我憋疯了 说着 一道道天雷 便跟不要钱一样 狂轰而至 这面具鬼修左躲右闪 但他怎么可能有雷光快 所以 不过片刻光景 便劈得他愈先愈死 并且 这九转雷尊还十分地鸡贼 往往趁着他刚刚躲开一道雷光的间隙 神出鬼没地拍他一下 因此没过一会 这位面具鬼修便被打成了猪头 再也嚣张不起来了 好了好了 我认输了 不要再打了 再打我就要死了 这面具鬼修含糊不清地说道 他嘴里的牙 刚刚已经被平底锅拍碎了 现在说话都漏风 可他不想打了 九转雷尊 却不想放过他 泽泽 你这也太不惊打了吧 我还没过瘾呢 再来 说着 平底锅又一次生气 而空气中则雷光隐隐 显然又在酝酿天雷 这面具鬼修悲愤欲绝 索性一转头 直奔地上的薛安而来 安言一惊 正想阻拦 可下一秒 这个面具鬼修的举动 却看待了所有人 只见他扑通一下跪在了薛安面前 痛哭流涕 道有 杀人不过头点垫 你这法宝也太欺负人了 我都认输了 他还打我 到底还要我怎么样 全场所有人都看傻了 尤其是八皇子燕鹏 以及之前那名鬼修 他们两个目瞪口呆地 看着跪在地上的面具鬼修 脑袋里一片空白 自己的老大 就这么认输了 薛安静静地看着这个跪在自己面前的鬼修 突然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 我没法拿你怎么样 这番话一出 这名鬼修浑身一颤 然后深深地低下了头 眼中闪过一抹狠力之色 他确实惧怕平底锅 因为那雷光正好死死克制住他们鬼修 但他对这个薛安却没有什么敬畏 尤其鬼修别的本事没有 保命手段可是层出不穷 只要有一丝神魂存在 便能死里逃生 这也是 他刚刚故意用言语来迷惑薛安的原因 可没想到 却被薛安一眼看穿 正在这时 薛安慢慢走到了他的境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淡淡道 还是说你觉得 我杀不了你 话音刚落 就见这名面具鬼修突然爆起 一道由无数冤魂组成的利爪 奔着薛安便扑了下来 老公 安言惊叫一声 然后一挥手 天空之中的平底锅 便化作流光直飞而来 可他们离得都太远了 时间上根本来不及 眼见这利爪 便要触碰到薛安 可就在这名面具鬼修的脸上 现出一抹喜色之时 薛安的眼眸之中 光芒微闪 然后 一缕看似孱弱 实则无比坚韧的 洁白火焰 便沾染在利爪之上 和这利爪比起来 火焰显得极为渺小 但等一接触 这火焰却如野火燎原一般爆燃起来 洁白的火焰笼罩之下 这利爪 就如烈日下的冰雪 瞬间消融于无形 而这个面具鬼修健壮 则如遭雷击 惊叫一声 你怎么会有这火焰 声音之中的金句 要比刚刚碰到雷光的时候 还要深重无数呗 我为什么不能有呢 薛安淡淡地说着 伸出手来 将冤魂力沼灼烧完毕的洁白火焰 便重新回到了他的手心之中 鸟鸟停停 比一团烛火大不了多少 可就是这样的一团烛火 却让这名鬼修斗落筛康 大 大人饶命 薛安摇了摇头 你觉得 现在求饶还有用吗 不 这名鬼修转身就想跑 那平底锅已经冲了过来 而后一道雷光直劈而下 将这鬼修震倒在地 而后九转雷尊才懒洋洋地说道 小子 你惹谁不好 居然惹他 连我见了他都得乖乖的 更何况是你 真是脑子进水了 这鬼修还想挣扎起身 薛安此刻已经走到近前 一脚便踩住了他的脑袋 淡淡道 别动 再动 我便让你神魂俱灭 大人饶命啊 我不动 绝对不动 真面具鬼修惨好起来 见到这一幕 那位第一个出场的鬼修 悄无声息地想要往后退去 可就在他还没退出几步的时候 薛安淡淡道 把那个家伙也给抓过来 好嘞 九转雷尊兴奋地应了一声 直接冲了过去 三下五除二地将这个鬼修也给抓了过来 这一下所有人都傻了 谁能想到刚刚还气势汹汹的两个家伙 转眼间就被薛安踩在了脚下 尤其是这个突然出现的绝色女子又是谁呢 很多人心中疑惑 而唐灵儿以及聂一涵等女子的面色 全都变得极为难看 因为他们都在安言的面前感到了深深的自残行贿 这 莫非就是你心心念念的人吗 唐灵儿心中满是绝望地想着 就觉得自己所骄傲的一切都在安言的面前碎成了一地 因为不管是美貌还是气质 安言都碾压在场所有女子 这时 薛安低头看着被自己踩在脚下的这名面具鬼修 淡淡道 现在我问你答 如果说的不能让我满意 后果自负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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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面具鬼修盲不迭地喊道 你叫什么名字 回大人 我叫鬼龙 被您之前杀掉的那个鬼鹰是我的同门失点 薛安又用脚踢了踢旁边的那个鬼修 这个家伙又是谁 还不等鬼龙说话 这名鬼修已经疯狂地喊道 大人 我叫齐树 这个鬼龙是我的老大 老大 鬼龙赶忙谈笑道 大人 我乃是一名鬼门之中的小小头目 这个齐树确实是我的手下 鬼门 听到这个称呼 薛安眼神微动 淡淡道 说下去 一点也不许有遗漏 是 接下来 这个鬼龙便将鬼门详细地介绍了一遍 原来 这鬼门是由被封印入这个世界之中的修者组成 开始的时候 只有鬼修 因此才被称为鬼门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 现在的鬼门之中 已经不光是有鬼修 还有其他诸多的修士 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 行事肆无忌惮 不求善恶 只求后果 而这个鬼龙便是鬼门之中的一个小头目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以他的修为 在鬼门之中 只能算是中流 上面甚至还有鬼帅 也就是半部 真仙级别的存在 听完这一切 薛安谋光见了 鬼帅 那所需要的生魂 已经不是用数字可以衡量的了 这帮鬼修 果然该死 似乎是感受到了薛安的杀意 这个鬼龙 吓得浑身直打哆嗦 为求活命 他慌忙说道 大人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告诉你 在这个沼泽世界之中 不光有我们鬼门修士的存在 还有一些如您这般的正派修士 他们也有一个松散的组织 叫做小青秋 但因为他们无法在这个世界之中补充灵力 所以一直是被我们鬼门所压制 再加上鬼帅大人的屠戮和引诱 所以 这小青秋的实力 越发衰弱 小青秋 听到这个名字 薛安如遭雷击 因为这个名字的含义 已经很明显 只有和青秋湖国有很深关系的人 才会这么取名 那现在小青秋的人呢 薛安立声问道 这鬼戎被薛安的神情吓了一跳 赶忙颤声道 大人 我这次来这天圣经都 其实并不主要为的您 而是准备收割这个城池中的生魂 死 听到这句话 全场众人全都倒吸一口冷气 很多人更是吓得出了浑身的冷汗 如果没有薛安的阻拦 以这个鬼戎的实力 绝对会让整个天圣经都变成一座死城 而后这个鬼戎谄谓的说道 而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生魂 就是因为鬼戎的诸位大人 正在联手围攻小青秋 但因为小青秋的首领极为难缠 并且在最后决绝地 开始燃烧自己的灵魂 来跟鬼帅对抗 所以局势僵持不下 而收割这些生魂 就是为了对付小青秋 这个鬼戎不敢说谎 因为他知道 如果自己敢在薛安这般的强者面前说谎 那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为了能活命 他将所有的事情 都竹筒倒豆子一般都说了出来 可他话音刚落 就发现薛安的面色瞬间变得铁青 深舟的杀气 更是如实质一般爆发开来 压迫得所有人都满脸惊惧地往后退去 而这个鬼戎更是满脸骇然 这才是他的实力吗 这时安言走上前来 满脸担心地说道 老公 薛安冲他微微一点头 示意自己没事 然后深吸一口气 与寒如冰地说道 你说小青秋的首领 以燃烧自己的灵魂为代价 跟你们鬼盟的人在对抗 是 而且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这次我出来之前 曾听传言说 小青秋的首领 已经快要撑不住 话音未落 薛安一拳轰下 碰 以鬼戎的脑袋为中心 广场之上 轰然陷落出一个大坑 以鬼戎的实力 也能称得上是一名高手了 可在暴怒之下的薛安面前 却跟泡沫一般脆弱 一拳之下 鬼戎的上半截身躯 被彻底轰碎 而后他的神魂便飘散出来 无比惊惧地喊道 大 薛安眼中光芒灿然 一挥手 手中的火焰便覆盖了整片广场 哄 鬼戎还有他的手下奇数 便被这洁白的火焰彻底笼罩 七里地惨嚎声中 薛安直接将戒子戒指中的灵精取出 吞噬先决权力发动之下 不过眨眼间 便将戒子戒指中大半的金石 彻底吸收干净 而薛安的气势 也随之开始疯狂攀升 到最后 虽然还没彻底恢复 但也仅差一次了 半步真仙的威势之下 整座静院 乃至整座天圣京都 都在他的脚下微微颤抖 无数人开始控制不住地跪倒在地 那位八皇子燕鹏 已经快要吓晕过去了 他做梦也没想到 自己认为很好对付的人 原来会是这样一名绝世强者 可他连求饶之声都说不出来 薛安只是一眼扫过 他的身体便炸为血污 神魂俱碎 不过这些都已经是细枝末节的小事了 现在的薛安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狐鹰千万不要出事 不然的话 那个看上去好脾气的狐叶 真的会血洗整个诸天万劫 而自己 估计也会在一旁帮忙吧 想到这 薛安深吸一口气 言而 嗯 你在这里守护京都 我去去便回 嗯嗯 老公 你路上小心 安言神情肃然地点点头 薛安一笑 揉了揉他的脑袋 好了 天下还没有什么事 是能难倒你老公的 放心吧 说着 薛安将福宝小楼留了下来 有这个东西 即便真的来了什么绝世强者 安言也有退身之处 这时福宝小楼之中的想想念念 以及小茬都出来了 两个小丫头对爸爸有一种无理由的崇拜 薛安不管做什么 他们都觉得没问题 但茬儿却有些失魂落魄 他到现在才明白 自己当初的少爷原来已经不在了 而面前的这位少爷 却是一位让神灵都站立的强者 因此 在福宝小楼之中 他的内心满是苦闷 所以在出来后 他也是低着头 心中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此刻 薛安看了一眼 这位讨人喜欢的茬儿 微微一笑 茬儿 少爷离开一下 你照顾好想想和念念 听到熟悉的少爷二字 茬儿浑身俱震 然后抬起头来 呆呆地看着薛安 薛安笑着刮了一下他的鼻子 瞎想什么呢 我就是你的少爷啊 此言一出 茬儿的大眼睛里迅速蓄满了泪水 然后重重地点点头 少爷 你去吧 我会在这照顾好两位小姐脸 薛安一笑 环视全场 在看到一脸茫然的唐灵和念意寒后 他微微一点头 然后一个纵身 便化为一道流光 直冲苍穹 转瞬间 便消失在了天际 唐灵儿呆呆地看着 拳头慢慢握紧 最终又颓然地松了开来 因为他终于明白 自己之前所想的一切 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且不说现在薛安的实力 就是刚刚薛安看安言的那宠溺目光 就让唐灵儿 以及所有的女子们都明白 自己没戏了 更何况 场中还有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姑娘 显然便是他的女儿 这个事实无情地击碎了很多人的幻想 而燕熙 这时候则从震撼之中清醒过来 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残局 现如今八皇子燕棚 炸成了一团血污 皇后也死了 薛安刚刚的惊天实力 又让所有人为之惊惧 所以 燕熙的地位水涨船高 无形中已经有了帝王之威 而所有人 也不知道是有意无意 都刻意忽略了 那位贪软在王位之上 已经被吓晕过去的老皇帝 权力的交接 永远就是这么残酷 不过薛安并不知道这些 实际上 他也懒得去管这些 此刻他的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快 再快 最好请客间 便感到小青秋 而在他全力的赶路之下 普天下的人都看到 天空之中有一道流星横贯长空 以极快的速度飞略而过 这等异象 让很多无知的百姓 跪地膜拜不已 这个世界 远比薛安想象的还要巨大 就是以他现在这种弹指尖千里的速度 也足足飞越了半个时辰 才慢慢接近了地点 这里位于此界正中 到处都是无穷无尽的大山 薛安放慢速度 开始以神念 探寻小青秋的所在 终于 在足足探寻了一刻钟之后 薛安眼前一亮 然后身形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此刻 在一座山市 好似一只回首望月的狐狸的高山之上 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这座本来郁郁葱葱的高山 这时候已经变为了一片鬼域 只有在山顶的那一块范围 还没有被黑气所侵染 因为有一道微弱的光幕 挡住了所有的黑气 而在天空之中 无数的黑云笼罩苍穹 在这些黑云之上 站着的都是一个个鬼羞 在队伍的阵中 有一杆大旗正在飘动 大旗之上写着两个传字 鬼盟 在旗杆之下 是整个鬼盟的几位最高层 鬼帅 黑风 以及几位鬼盟长老 此刻 这些鬼盟之人的面色 都有些不好看 因为这笼罩着山顶的光幕 看似摇摇欲坠 十分的微弱 却如矗立在大海之中的礁石 任由你如何催动 都无法撼动其分毫 黑风这时候冷哼了一声 目光穿透光幕 看向了山顶之上的那座金殿 脸上闪过了一抹贪婪之色 真是令人艳羡的生活啊 燃烧了这么久 居然还如此的生机勃勃 如果吞噬的话 甚至可以将我的实力 再往前推动一步 成为鬼皇级别的存在 而这也是他不惜耗费了 如此多的代价 也要将小青秋 一网打尽的原因所在 鬼帅大人 这小青秋的首领执迷不悟 但他们也只是秋后的蚂蚱 蹦得不了几天了 只要咱们派出去收割生魂的人一回来 便可以直接血迹了这座小青秋 到时候还不是手道擒来吗 一名鬼蒙长老羡慕道 黑风文言 节节怪笑起来 没错 在这片牢笼之中 只有我们鬼羞才是最强大的 这帮自认为坚守正义的家伙们 全都得死 说着 他哈哈大笑着 便又轰出了一击 碰 黑气凝聚而成的巨肘 积在这层光幕之上 虽然瞬间便撞为粉碎 但这光幕也开始微微颤动 黑风见状 笑得越发得意 与此同时 在那山顶金殿之中 气氛已经凝重到了极点 几十人聚集于此 却静得只能听到呼吸之声 因为所有人都在仰头 看着大殿中央的那栋高台 只见在高台之上 有一名不过十一二岁的小姑娘 正面色苍白地闭着眼睛 虽然年岁很小 同时面色苍白 但这女孩 却美得如同虚幻一样 甚至让人不敢多看 而在她身上 则散发着令人不敢直视的光芒 就是这光芒 撑起了整个光幕 首领的身形 又变小了 一名浑身都是伤痕的男子 满脸悲泣地说道 不光是他 大殿之中所有的人 都带着或轻或重的伤 而不管是谁 在看到高台之上 那个燃烧灵魂的少女后 全都满脸的悲泣和绝望 因为他们被困在这里 已经足足半个月了 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小青秋的修士们 想尽了一切办法 试图突围 可在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后 还是没能突破 鬼蒙所布置下的层层防线 于是他们所有人 都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首领 静静地燃烧着灵魂 却没有任何的方法去阻止 正在这时 就听外面轰然一阵 然后便见高台之上的女孩 眉头一皱 面现痛苦之色 而所散发出的光芒 也陡然变强了一丝 随之而来的 则是这女孩的体型 又变小了一丝 见到这一幕 大殿之中的所有人 都面现难过之色 然后有一人跪倒在地 哽咽着说道 首领 您不要管我们了 赶紧离开吧 他的这句话 好似导火索 所有的人都跪倒在地 首领 不要管我们了 能再进入这个世界后 遇到您这样的首领 我们已经知足了 是啊 不要因为我们 而让您神魂受损了 这些喊声此起彼伏 其中更有女子 发出了啜泣之声 这女孩则闭着眼 轻轻摇了摇头 不要说了 我不会走的 可是 众人大吉 女孩柔声说道 当初有个人 曾经跟我说过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不要放弃 不然一辈子 都会良心不安 为了她这句话 我也不能抛弃 你们不管 这番话 让全场众人一片默然 很多人低下了头 一脸的黯然和绝望之色 而女孩的心中 则默默地想到 胡叶哥哥 薛安哥哥 我没有给你们丢脸 你们曾教会我的话 我都做到了 想到这 女孩悲从中来 可是 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胡叶哥哥 虽然我平时很讨厌你 但我知道 你对我是真心的疼爱 有时候 明明我做错了事 你却替我去受长老们的责罚 而薛安哥哥 想到薛安 女孩心如刀脚 薛安哥哥 我从来不相信你会陨落 那一定是嫉妒你的人 故意造谣对不对 你现在一定是在某个地方 好好地待着 等某个时刻 您会再出现 然后将那些看不起您 或者背叛您的人 都给收拾了 对吗 因为你之前 不是经常这么干吗 可惜 这些 我都看不到了 真是想你啊 女孩心中思绪难平 一滴泪水 更是顺着绝美的脸颊 缓缓滑落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就听有人悠悠叹息道 真是个傻姑娘啊 声音不大 却传遍全场每个人的耳朵 而高抬之上的女孩 则更是浑身俱阵 然后难以置信地 缓缓睁开了眼睛 就见在大殿的虚空之中 一个身形渐渐浮现 转瞬间 一名白衣少年 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见到这少年 女孩如遭雷击 甚至失去了思维能力 只能满脸呆滞地看着 薛安在看到女孩 变得只有十一二岁大小后 脸上的神情也不经意寒 眼中更是现出 无比凛冽的杀意 但随即 她便恢复了平静 然后冲着女孩微微一笑 一二 我回来了 此话一出 胡英的一双大眼睛中 渐渐现出了泪花 然后眼泪便夺眶而出 哽咽难言地说道 薛 薛哥哥 说着 她便不顾一切地冲出高台 直接扑进了薛安的怀中 嚎啕大哭 这哭声之中 满是无尽的心酸和思念 薛哥哥 我就知道你不会死 我 我好想你 我现在不是在做梦吗 薛安静静地 抚摸着女孩的长发 轻声道 当然不是做梦 我真的回来了 而大殿之中的所有人 也全都神情呆滞地 看着这一幕 在他们的印象中 自己的首领 可是从来没有如此激动过 要知道 首领平时都不会跟男子 多说一句话 更遑论扑进男子怀中大哭了 这个男人到底是谁 正在这时 就听外面一阵惊喜的喊声 破了破了 这光幕终于破碎了 小青秋的首领撑不住了 这些喊声中 胡英在薛安的怀中 豁然抬起头来 满脸泪痕地说道 坏了 屏障没了 说着 他就要回高台之上 撑起屏障 薛安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微笑道 好了 你哥哥我回来了 还有你去燃烧灵魂吗 在一边看着 看我是怎么给你报仇 嗯嗯 胡英无比乖巧地站到一旁 满脸崇拜地看着薛安 此刻的他 感觉心中满满的都是幸福 因为曾经 薛安也是这样照顾他的 真好 一切都回来了 胡英开心地想着 而与此同时 鬼蒙的鬼帅黑风剑屏障破碎 不禁大喜过望 一掌拍下 直接将残存的最后一丝光幕拍碎 然后便宁笑着喊道 小娘们 你撑的时间还真是久啊 可惜最终结果不还是一样吗 放心 我只要你的神魂和血脉 你的命我可以留下 毕竟 听说你长得天资国色呢 哈哈哈哈 这黑风无比猖狂地大笑起来 然后便要将金殿的顶拍碎 但就在这时 只见金殿穷顶如冰化水一般消融开来 而后薛安神情冷漠地从中慢慢走了出来 这黑风的狂笑声渐渐停歇 然后面色殷勤不定地看着薛安 你是谁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薛安没有理会他的问话 只是抬起头来 看了看这满天鬼神 眼中满是冰冷沙印 鬼帅大人问话也敢不听 找死 有鬼蒙羞是怒喝一声 一掌拍下 薛安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扫了这人一眼 这名实力最少也有散心的鬼羞 便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便轰然炸开 化为了满天黑气 就此神魂俱灭 这一击令全场进阶惊骇 不管是鬼蒙 还是小青丘 所有人被震惊了 只有胡英 一脸的理所当然 对于他而言 自己的薛安哥哥 就是天底下最好最厉害的 不管是谁 都不是薛安哥哥的对手 尽管薛哥哥现在不是先尊 但诸天万剑 也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 这时 这名鬼帅黑风 也先是一愣 然后才阴侧侧地冷笑起来 原来是找来的帮手啊 泽泽 看上去倒是挺唬人 可你 薛安忽然打断了他的话 淡淡道 让我猜一下 你进入这方天地 并非是因为中了封印吧 应该是跟对方达成了交易 而你进入这里 则是为了大肆收割灵魂 好增长修为 我说得对吗 薛安的这番话 让黑风面色一白 然后含声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薛安面冷如冰 一直远处的胡英 我 我是他哥哥 哥哥 黑风一正 与此同时 薛安的身形突然消失在原地 等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了这黑风的身前 然后在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里 伸手便掐住了他的脖子 黑风大怒 开始奋力挣扎 但在薛安的手下 他所有的挣扎都变得那么徒劳 然后薛安冷声道 你差点害死我妹妹 那我今天 就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黑风这时候 忽然放弃了挣扎 然后宁笑道 你真以为这样就能抓得住我吗 你太天真了 说着 黑风的身形 便迅速干扁下去 消失于无形 而后就听一个 嚣张至极的声音 从薛安的头顶响起 小子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我乃是真正的不死之身 你就是灭掉我 我也可以通过 陷阱一个灵魂来重生 而我所拥有的灵魂 又何止意问 说着 他猖狂地大笑起来 笑声震动天地 让小青丘的众人 全都面色苍白 薛安却森然一笑 哦 是吗 说着 薛安缓缓往前踏出一步 一步落下 红莲圣 这是一朵好似集合了天地间所有灵气的红莲 其瑰丽璀璨 令人为之迷醉 可就是这样一朵 每道令人惊心动魄的红莲 却让黑风面色大变 这 这是 薛安淡淡道 我说过的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所以 你也尝一尝 灵魂被燃烧的滋味吧 说着 这红莲瞬间消失 等再次出现 已经来到了黑风的头顶 然后一缕缕火线 从红莲之中伸出 直接插进了黑风的体内 火线之上 光滑缭绕 而黑风则在愣了片刻之后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惨嚎声 快杀了我啊 声音之凄厉 让人不忍足听 而能令一向惜命的黑风 都说出 快杀了我这种话 也可见到底有多么痛苦 可薛安却毫不为之所动 反而轻轻 打了个响指 瞬间 黑风的喉咙 就像是被封印了一样 惨叫声戛然而止 薛安淡淡道 锅造的人耳朵疼 这下好多了 黑风惊惧 已急地看着薛安 目光之中满是哀求和绝望 薛安却只是微微一笑 请慢慢享受 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吧 看到这一幕 尤其目睹薛安脸上 那温文尔雅的笑容 所有鬼盟中人 全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 有些聪明的 转身就跑 废话 现在不跑等死啊 毕竟 连盟主都不是这个男子的对手 自己这些人 更是不值一提 一个人逃跑 立即就带动了其他人 也跟着一起四散奔逃 对于这些人来说 此刻唯一的希望 就是这个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的沙神爷爷 能手下留情 不跟自己这帮小兵族计较 毕竟 自己这样的存在 可能在其眼中 根本不值一提吧 而且很多正派修士 不都是指诸手恶 邪从不管吗 鬼盟中的很多鬼修心中盘算 可这次 他们却全都想错了 薛安占于虚空之中 看着四散奔逃的鬼盟中人 眼神冷漠 然后猛然一跺脚 哄 虚空震动 而后无数的剑芒 便浮现当空 密密麻麻的 剑芒遮天蔽日 而薛安占于其中 伸手一指 寻恶之剑 杀 一声令下 漫天剑芒 便如雨般落下 那些已经逃窜到天际的鬼修 本来以为自己平安了 可还没等他们庆幸 剑芒便飞掠而至 瞬间将其斩杀 请客之间 天地之间惨嚎声四起 鲜血泵剑 将天空都给染红了 小青秋的众人全都看傻了 将他们困在山中 多达半个多月的鬼门修饰 在这个男子手中 却连一刻钟都没撑过去 这实力 即便是他们未被封印入此间时 都没见过 惨嚎声息 鲜血落地 当剑芒散去 天地间已经变得空荡荡的 胡云一脸迷醉地看着 副手立于虚空之中的薛安 方形微颤 这 才是他记忆中 那个无敌的薛哥哥啊 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 冲着被红莲之火 一点点炼化的黑风 森然一笑 我知道你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而且 你也想着被气救出去 不过很可惜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这一番话 将黑风心中 最后一丝希望之火 都给浇灭了 他的喉咙之中 传出咯咯声响 满脸哀求地看着薛安 他现在不求别的 只求诉死 因为灵魂被红莲之火 炼化的滋味 简直太痛苦了 薛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而是转过身来 冲着胡鹰一笑 婴儿 可还满意吗 胡鹰点了点头 嗯嗯 薛哥哥 你做什么我都满意 尽管现在的胡鹰 因为燃烧灵魂和血脉的缘故 导致他的体型 缩水到了十一二岁的样子 但言语之间流露出的风情万种 还是让很多人都看傻了 薛安却好似 没有看到一样 低头冲小青秋的那些羞氏们一笑 你们做得也不错 至少没有在诱惑和绝望面前 说着薛安自戒子戒指之中 取出大量的丹药和灵精 分给了众人 这些人一见 全都为之震撼 天 这是上品灵精啊 就是我之前没有被封印的时候 都没见过这般高品质的灵精啊 这丹药 最少也是天间上品啊 这些惊叹之声 此起彼伏 而在这些修士的心目中 薛安的形象也越发地高大起来 正在这时 就见红莲之火捆腹下的黑风 忽然发出了野兽般的低吼 然后便轰然爆裂开来 化为了满天黑气 薛安微微一震 然后嘴角献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薛安不惜神魂自爆 倒是便宜你了 要知道修士 尤其是鬼修 一旦神魂自爆 便是彻彻底底的消失 再无恢复的可能 这也可见 被红莲之火炼化 到底有多么痛苦 胡英这时问道 薛哥哥 我们接下来去哪 薛安宠你一笑 自然是回去啊 你嫂子现在应该都等着急了 嫂子啊 这个称呼 让胡英如遭雷击 翘脸更是瞬间变得煞白 薛安却只是笑了笑 然后抓住胡英的手 哥哥带你回去 经过一天的动荡 天圣经都 逐渐变得安静下来 但气氛 还是十分凝重 因为一天前 在禁院之中所发生的事 已经彻底轰传开来 很多平民百姓 恍然大悟 怪不得这位薛公子才华惊世 原来真是神仙啊 不过不同于民间之中的轻松气氛 整个皇朝的高层 在此刻都变得有些沉默 八皇子和皇后都死了 皇帝陛下回到宫中 便脱病不起 烟熙登基称帝 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 可此刻 已经没有人去关心这些了 因为跟昨日所见到的一切相比 所谓的皇权争夺 就跟小孩过家家一样 完全是个笑话 而薛安最后的离去 更是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他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哎 你说这位镇压了整个皇朝的薛安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有人巧声议论道 回来 哼 我觉得回不回得来 还是个问题呢 有人冷笑道 为何这么说 你想啊 虽然他很厉害 可毕竟只有一个人 而他这次面对的 可是无数高手强者呢 我也觉得够强能回来 很多人都暗自摇头 不对薛安的此去 抱有什么希望 正在这时 有人惊呼一声 你们快看 天边那是什么 众人纷纷抬头望去 就见有一道道流光出现在天际 然后往京都方向飞来 莫不是 有人回来报复了吧 有人惊惧地说道 此话一出 很多人为之悚然 与此同时 这些流光便已经飞至京都上空 待立定身形后 赫然是一个个面容各异的强者 人数足有几十人之多 当他们集体出现在京都上空后 让整个京都都为之战立 这下完了 肯定是那些新师派人回来报复了 有人惊呼 而东宫之中 气氛更是压抑到了极点 燕熙站在院中 面沉似水的仰头看着天空 有人在旁劝说道 殿下 现在急凶未博 您还是暂闭一下吧 否则 不必说了 不管对方是谁 我都要再次等待薛公子的归来 燕熙淡淡道 劝说之人一阵语色 正在这时 安言领着两个小丫头 也出现在前院 然后两个小丫头兴奋地指着天空喊道 是爸爸 爸爸回来了 听到他们这么说 燕熙先是一愣 然后便听到天际有轻笑之声传来 乖女儿 爸爸回来了 说吧 就见两道流光横空飞至 待立定身行后 不是薛安又是谁 一见到他归来 整个京都先是一镜 然后才是一阵滴滴的喧哗 看 我就说 薛公子一定会平安归来吧 这下 你们还有何话可说 有人得意道 至于之前那些冷嘲热讽之人 在见到薛安后 全都吓得面色苍白 偷偷地躲进了人群之中 再不敢多话 而后 薛安领着众人 便纷纷降落于东宫之中 燕熙大喜过望 第一个冲上前去行礼 公子 薛安摆了摆手 好了 不用这样多脸 是 燕熙应道 目光却从薛安身旁的那名 十一二岁的少女身上扫过 尽管只是惊鸿一瞥 可这少女的绝世容颜 还是令燕熙为之震动 怎么薛公子出去了一趟 还带回了这般角色 燕熙心中疑惑 脸上却不敢表现出分喉 而这时 安颜领着想想念念 走上前来 薛安冲安颜微微一笑 燕儿 我回来了 安颜点点头 注意力却全都被一旁的胡英所吸引 实际上就是安颜想不注意 她都不可能 因为自打一进入东宫开始 胡英就在用近乎挑剔的目光 盯着安颜看 虽然没有介绍 可凭着直觉 胡英也能猜到 这个女子 应该就是薛哥哥口中所说的嫂子 因此 她满心不服地盯着看 可等看了片刻之后 胡英的目光 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因为安颜不管是相貌还是气度 都丝毫不逊色于自己 甚至有有过之 在这一点上 就是骄傲如她 也得低头认输 尤其当看到跟在安颜身边的 想想和念念后 胡英更是身躯微震 眼中现出迷茫之色 这就是薛哥哥的两个女儿吗 真是可爱啊 可越是这样 胡英的心中 就越是茫然 这时薛安正想介绍 安颜却抿嘴一笑 抢先说道 这位小姑娘 应该就是胡叶的妹妹 胡英姑娘吧 胡英微微一震 然后便从茫然之中清醒过来 啊是 真是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小姑娘呢 难怪薛安在知道你的消息后 会这么紧张你 安颜淡淡道 可这句话 却让一旁的薛安冷汗直冒 嗨嗨 眼儿我 安颜眼波流转 根本没有理会薛安 反而上前熟忍地牵起胡英的手 走吧 嫂子跟你说会话 胡英在来之前 本来满心地不服 甚至想跟这位素未谋面的嫂子 一个下马威 可等见到之后 在安颜的三言两语之下 他就开始茫然了 然后便稀里糊涂地 被安颜拽着去了后院 薛安看着本来从未见过面 但转瞬间 就变得十分熟忍的安颜和胡英两人 总觉得浑身汗毛直竖 这时茬儿凑了过来 少爷 刚刚那个漂亮姑娘是谁了 莫非是少爷新找来的二房 话音未落 薛安便敲了茬儿的小脑袋一记 然后哭笑不得地说道 胡说什么 那是我妹妹好不 哦 茬儿揉着自己被敲痛的脑袋 嘿嘿一笑 我刚刚听周围人讲述 还以为是少爷新找来的二房太太呢 薛安这才注意到烟熙 以及远处那些家伙的古怪目光 这让她忽然有种 跳进黄河野喜不清的憋屈感 不禁冷声道 看什么看 还不赶紧散了 啊 是是是 我突然想起 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我先走了 烟熙见机最快 立马找了借口溜了 她这一走 剩下的那帮人也一哄而散 剩下薛安站在院中 仰天感叹了一阵人心不古 然后突然笑了 狐烟 你们现在被我找到了 到时候 你该怎么谢我呢 说着 薛安笑得像是一只狐狸 与此同时 在极其遥远的一个世界之中 刚跟一帮小姑娘 吹了一通牛的狐烟 忽然连打了几个喷嚏 同时觉得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这让她有些惊疑 奇怪 这是怎么了 莫非最近有些太累了 嗯 一定是这样 看来自己得跟长老说一下 找个机会 好好休息几天了 当华灯初上 东宫之中 一场晚宴正在低调进行 安言微笑着看着 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的胡鹰 不时地问上两句 胡鹰便满脸单纯地 将所有话都说了出来 薛安在一旁听着 然后才明白了 这个胡鹰 到底是为什么出现在了这个世界之中 原来 当薛安陨落的消息传来后 胡鹰痛不欲生 并坚定地认为这不是真的 而后她便想起了 薛安曾提起过的她的出生地 地球 于是她便偷偷溜出了青丘胡界 开始横渡虚空 想要去地球上寻找薛安 可没想到 行之半途便物重埋伏 直接被拖入了这方世界之中 安言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 那你又是这么当上这些人的首领的 提起这件事 胡鹰颇有些自豪 当初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的血脉都被封印住了 然后便被一群坏人抓了起来 对了 我好像来过这个都城 嗯嗯 我想起来了 当时我便被迈进了这里 一个叫极乐坊的地方 听到这话 坐在一旁 刚刚喝下一口酒的烟熙 差点将嘴里的酒水全都喷出去 薛安则心中了然 怪不得当初会在极乐坊中 感受到一股似有似无的气息 后来 那帮坏蛋 居然想让我去陪其他男子喝酒 我当然不肯 他们便威胁我 于是我一怒之下 便将这帮家伙都给杀光了 听到这话 烟熙突然一震 我想起来了 之前极乐坊确实出过这么一档子事 当时有一个规模挺大的青楼 一夜之间被灭 然后一直没有查出是谁干的 胡英满脸自豪地说道 是我做的 而且我杀的那些人 都是该死的 没有往杀一个 说着 胡英满脸稀奇地看着薛安 就好像做了好事 等待老师表扬的学生一样 薛安哑然失笑 点了点头 做得不错 听到薛安的夸赞 胡英笑的眼睛 弯成了月牙形 然后我便逃离了这都城 开始四处游荡 因为我的血脉 开始逐渐破开封印 所以实力越来越厉害 最终便集聚了这些手下 然后创立了小青丘 跟鬼蒙的那帮坏蛋们 开始对抗 说到这 胡英有些黯然地说道 可惜我实力不济 导致手下的很多修士 都白白死掉了 而那鬼蒙又开始大举进犯 我一怒之下 才开始燃烧灵魂来对抗 听到胡英的话 全场的修士们 也全都一阵地沉默 然后才有一人站起身来 举杯在手 满脸肃然地说道 首领 不管您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但您在这段时间 所做的一切 我们全都看在了心里 为了我们 您甚至不惜 燃烧灵魂来庇护 我想 那些战死的同僚们 见到这一切后 心中也不会有 丝毫的遗憾 是啊 首领 您做得已经够好了 实不相瞒 我们在被封印入此界之前 也都算是占据一方的强者 可直到遇到了您 才让我们明白了 什么叫有所畏有所不畏 对 首领 您永远是我们心中的首领 我敬您一杯 整个大厅之中的修者们 文言全都起身 朝着胡英一举杯 首领 我们敬您一杯 这等阵势 让胡英先是一乐 然后才眼含热泪地举起酒杯 多谢大家 说着 众人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薛安看着这一幕 不禁也颇感欣慰 在他的印象中 胡英不管长得多大 永远都跟个小孩子一样 不安事事 天真烂漫 因为他被胡叶乃至整个青秋胡国都宠上天了 可不经历过 又怎么能说成熟 相信胡英经过这一次的跛折 也会明白很多道理 酒烟继续进行 气氛也变得越发热烈起来 胡英喝了不少酒 一张翘脸之上 也爬满了红韵 然后他憨声道 薛哥哥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听到这句话 全场一片肃然 所有的修士以及烟熙等人全都竖起耳朵 听着 薛安将手中的酒杯放下 淡淡一笑 自然是正开此截枷锁 然后跟那些出手封印之人好好算一算这笔账了 听到这话 全场轰然映默 没错 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帮家伙的嘴脸 此仇不报 我这辈子的修为都不要享有任何的经济 众多修士们全都怒气勃发 胡英更是一拍桌子 薛哥哥说的没错 当初老娘不过是借路而过 结果便中了埋伏 被拖入了此间 害得我现在成了小萝莉 这笔账必须得算 看着满脸酒红 口称老娘 豪放不羁的胡英 很多人不禁有些发傻 这是喝醉了吗 与此同时 就见胡英眨巴了眨巴眼睛 手指着薛安痴痴一笑 薛哥哥 你怎么长三个脑袋 说吧 他扑通一下 便醉倒在地 呼呼大睡起来 全场鸭雀无声 薛安则更是一手符额 满脸无奈 都怪自己没想到啊 这个胡英是胡英的亲妹妹 而胡英就是沾酒便醉得煮 胡英还能好的了 晚宴结束 安言哭笑不得地抱着胡英回了屋子 等安顿他睡下之后 他才走出了屋子 而薛安便站在院中等着 睡着了吗 嗯 薛安笑了笑 真是亲兄妹 和胡英乃斯的酒量 简直一模一样 安言则似笑非笑地看着薛安 薛安被安言笑得有些发毛 嗨嗨 炎儿 怎么了 安言摇了摇头 没什么 就是觉得这个薛哥哥 叫得真是顺耳啊 薛安额头上 渐渐现出了冷汗 苦笑道 炎儿 你可别胡思乱想了 安言哑然失笑 看你吓得那个样子 我才没有胡思乱想 就是感叹一下罢了 感叹什么 我怎么发现 你修炼路上碰到的女子 全都对你情根深重了 老师告诉我 除了婴儿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薛安 将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没有 就是有 我也不知道 哼 亮你也不敢 安言说着说着 自己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薛安这才尝出了一口气 然后有些无奈地说道 以后不要这么吓我了好不 你看我这一身的冷汗 哦 是吗 可我怎么听说 出冷汗就说明 心中有鬼呢 安言悠悠地说道 薛安将在了原地 逗你完的了 安言展颜一笑 可还没等薛安松口气 安言又淡淡地说道 但我还是觉得你不老实 今晚罚你在外屋睡 不要吧 外面很冷的 你还怕冷 你不是先尊吗 谁说先尊就不能怕冷了 抱着老婆睡多暖和 呸 流氓 嘻嘻 就流氓了 你能怎样 坏蛋 两人的声音渐行渐远 屋中的胡鹰忽然翻了个身 眼角泪光迎燃 秦儿满脸担心地走进屋中 将食盒放在桌上 柔声道 小姐 吃点东西吧 已经将自己关在屋中好几天的唐铃 木然地摇了摇头 不吃了 我不饿 小姐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但人总得吃东西啊 秦儿低声说道 唐铃笑了笑 然后转过头来 继续写着什么 秦儿走上前去 就见纸张之上密密麻麻的 写得全是虚案的那三首小令 小姐 秦儿见状 声音都有些哽咽了 唐铃儿不发一语 依然默默地写着 只是双眸之中满是黯然 正在这时 就听院中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然后唐圣快步走进屋中 脸上满是兴奋之色 铃儿 你看这是什么 说着 他扬了扬手中的一张信件 唐铃儿愣愣地看着 什么 这是东宫刚刚送来的信件 是薛大人亲手写给你的 话音刚落 唐铃儿便冲了上去 一把抢过了信件 然后展开棺桥 屋中鸦雀无声 唐圣脸上满是喜色 不管怎样 只要大人还记得铃儿便好 现在的唐圣 自然不可能再有什么别的想法 因为实力和身份上的差距太大了 但如果能靠着这点关系 攀附上薛安 那么唐家的地位 将不可同日而语 因此 他也很关切 信件里到底写了什么 这时 唐铃儿呆呆地看着信件 眼泪夺眶而出 唐圣和秦儿 全都吓了一跳 小姐 薛公子写了什么 唐铃儿摇了摇头 然后知而重知地 将信件放进了怀中 没什么 他只是让我明日去东宫 唐圣大喜过望 莫非是要那曲铃儿吗 唐铃儿冷冷地看了自己父亲一眼 唐圣有些尴尬地 抓了抓自己的脑袋 嘿嘿 我突然想起 前面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 说着便离开了屋子 但内心的喜悦 还是一余言表 秦儿欲言又止 最终也叹了口气 退出了屋子 唐铃儿呆呆地坐到镜子前 看着镜中那个已经有些憔悴 却依旧貌美如花的少女 薛安给她的信件之上 写得很简单 但这短短的一封信件 却在唐铃儿的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薛安开门见山地告诉她 和她曾事儿时玩伴的那个薛安 其实早已死了 自己则是从外面的世界而来 曾经唐铃儿还以为 薛安之所以如此厉害 是因为在这十几年中 得到了什么奇遇 可现在她却发现 这个让自己 让整个天圣京都都为之震惊的薛安 原来是另一个人 这让唐铃儿的心彻底乱了 她不知道 自己对薛安的感情 是基于儿时的那个玩伴 还是基于现如今薛安的才华和强大 外面的世界 唐铃儿轻声嘻喃 眼中渐渐献出了光彩 虽然只是五个字 唐铃儿却从中读取到了很多的信息 能出现薛安这般强大的人 可见外面的世界 远比这里要精彩得多 想到这里 唐铃儿将怀中的信尖拿出来 看着最后面薛安所写的那句话 不日 我便将打开这方天地枷锁 而你若是愿意 我可助你长生 长生 这两个字 在唐铃儿的心中盘旋两久 最终脸上渐渐献出了坚毅之色 我所喜欢的 只是我心中的那个薛安 跟你无关 跟任何人无关 而能踏上长生 我也愿站在你身后 这个字又变在伤海魔力的少女 此刻终于下定了决心 而同样的信尖 也送到了单贵方聂一涵的手中 她也是柔长百转 私存良久 而梅夏得知消息后 匆匆赶来 当看到那句 助你长生后 梅夏的瞳孔瞬间缩小 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一涵 你是怎么想的 聂一涵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不知道 我现在的心乱得很 梅夏苦笑一下 说实话一涵 我真的羡慕你的运气 能遇到如薛公子这般的仙人 乃是你的造化 虽然我知道你的想法 但我劝你 不该奢望的 还是不要去想了 但眼前这个机会 你可一定要抓住 因为你不明白 多少人愿意为了这个机会 而强迫脑袋 梅夏的话 让聂一涵面色微白 最终低下头 我明白 实际上薛安这封信件 是在安妍的手肯下才发出去的 薛安当时提出这个想法后 便有些战战兢兢地说道 言而 我只是觉得 这两人的天赋都算不错 我们早晚都得打破这方天地的枷锁 不如帮他们一把 然后赶忙补充道 如果你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 安妍听了奄然一笑 这是好事啊 我为什么不愿意 可 安妍摇了摇头 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吗 然后她微笑着说道 老公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薛安嘿嘿一笑 又帅又厉害呗 提到厉害二字的时候 薛安还故意加重了语气 安妍听了 脸颊微红 清脆了一口 呸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再敢这样 小心我今晚让你 去院子里睡 薛安立马肃然地点 顶儿请说 安妍有些哭笑不得 但还是悠悠道 我喜欢的 是一个有人情味的你 不管是当初刚刚相识 还是个身无分文的穷小子的你 还是四年之后归来的那个先尊 你永远都有一颗赤子之心 很多事 你明明可以不用管 可你却去做了 比如这件事 你完全可以直接打破天地枷锁 然后拍屁股走人 但你却还是想办法 给很多人以希望 身处高位 手掌生杀 却可以做到这一点 这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啊 薛安被夸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有那么好吗 我在眼中 你就是最好的啊 安妍笑眯眯地说道 颜儿你真好 薛安由衷地说道 但安妍这时 却将手伸了过来 轻轻在薛安的腰间 一掐一凝 薛安撕得倒吸一口冷气 颜儿 你这是干什么 安妍巧笑倩息 虽然觉得你这么做很对 但我还是觉得 心里有些不舒服 所以就掐你一下姐姐们了 薛安叫起了撞天驱 眼儿 我可是什么其他的心思都没有啊 安妍点点头 我知道 但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这算是先给你打个预防针 薛安 这一日 天圣长街戒备森严 当唐灵儿和聂一寒 踏入东宫之时 这里更是气氛凝重 小青丘的所有修士 全都齐聚一堂 用宠目的目光 看着战于点将台上的那个身影 薛安见到二女道来 冲他们微微一点头 然后便一手扶兰 俯看场下所有人 沉声道 而等都是身中大风印术 被拖入此间 现在我只问你们一句话 可愿随我一同屠戮仇敌 莫 小青丘的修士们 全都一脸狂热地拱手应道 若是有不愿者 现在可以说出来 没有人吭声 薛安环视全场 微微一笑 很好 既如此 那我便正开此截枷锁 重返诸天 说吧 薛安双眸之中 神光大圣 一步跨出 整个人化作一道通天彻地的金光 瞬间飞至苍穹顶端 待立定之后 薛安俯看环宇 嘴角献出一抹似有似无的冷然笑意 然后猛地深吸一口气 这一个呼吸 就好似在九天之上 刮起了一阵狂风一般 风云都为之变换不定 而后薛安跨步 吐气 猛地爆喝一声 人耳千数万法 我自 一拳破之 说吧 薛安抬眸 全止苍穹 哄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响彻四方 令整个世间都为之失声 而后在所有人的瞠目注视之下 本来静默无言的天穹之上 陡然献出 无数密密麻麻的符文 这些符文累加之下 朝着薛安便压了下来 尽管相隔极远 但地上众人 还是感受到了那股 令人胆战心惊的强绝气势 大人 无数人面色大变 高声惊呼 可面对这青天一击 薛安立于苍穹之上 不闪不闭 背影被那符文金光映照的 犹如天神一般 然后单手托天 直接撑住了往下压来的穹顶符文 哄 一声巨响之后 本来以势不可挡之势 下落的穹顶便被生生拖住 再不能下降分毫 而这一幕 也看待了所有人 因为薛安 现在相当于以一己之力 对战此方天地 小青秋的修士们神情呆滞地轻声弥喇 今日 五等方知 什么才叫无敌 而胡英则激动得小脸通红 双手紧握 突然高呼道 薛哥哥 加油 这一声提醒了很多人 无数人开始出声呐喊 薛公子 加油 薛大人神为无敌 这些喊声之中 薛安仰天大笑 横尽长空三万里 于我而言 亦不过清风拂面 今日 我便全分天地 重整乾坤 说吧 薛安另一只手握掌成拳 瞬息间便轰出几十拳 每一拳之下 这穹顶符纹便一阵剧烈的震战 等到最后一拳轰出 就听咔咔一阵脆响 然后 这由无数符纹组成的穹顶 便轰然破碎开来 在这一瞬间 所有人就觉得 好似压在胸口上的一块大石头 被搬开了一样 整个人的呼吸 都变得顺畅起来 而后便见无数红光 自天穷之上降落人间 灵气化红 有修饰惊喜地大喊起来 只有浓烈到极点的灵气 才会化为道道红光 果然 就见红光落下之后 整个世间便好似饥渴了 无数十日的行客一般 开始近乎贪婪地吸收着灵气 整个世间的所有人 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在发生变化 那些习练体数的本土高手们 便觉得困扰自己多时的关爱 突然变得一马平川 实力一日千里 就算是普通百姓 也觉得身轻体贱了许多 至于小青丘的众多修饰 更是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天地灵气 本来被封印的修为 也开始疯狂恢复 可就在这时 就见穷顶之上 渐渐浮现出一尊模糊不清的虚影 这虚影一出 一股强大的威势便威压整个世间 众修者们齐其一正 然后有人无比震害地高呼 是大罗 大罗强者 听到这句话 很多人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对于他们这些未被封印之前 也不过惊心地修饰而言 大罗便代表着近乎无敌的力量 而没想到 在破掉封印之后 还会有大罗留下的虚像 再次镇压 而面对这样的强者 薛安能胜得了吗 很多人无比担心地抬头看去 就在此时 只见这虚像发出了一阵冷笑 居然真有人敢破封印 那就去死吧 赫然是女子的声音 薛安文言却笑了 只是笑容之中满是凛冽杀意 因为这个声音 他太熟悉了 在灭杀奥丁神王的最后关头 就是这个女子突然降临 然后施以大封印术 因此他冷笑道 就是你的本体在此 都不是我的对手 更何况留下的一尊虚像 哼 进入大罗之后 虽然不能如先王那般化身千万 但也可以让留下的虚像 有一丝自我意识 因此 这虚像冷哼一声 便悍然出了手 这种特为守护阵法 而留下的虚像一般 都蕴含着施术者的权力一击 因此 这虚像轻贺一声 一掌挥出 紧紧一出的气息 便将万里苍穹瞬间冰封 而志强的一击 则全都对准了高空之中的薛安而来 极度的冰寒之下 甚至让薛安深舟的空间 都发出了轻微的爆裂之声 面对这样的一击 薛安眼神微眯 冷冷一笑 当初你是靠着其他人的助力 才勉强将我拖入此间 至于你 即便是大罗 与我也不过蝼蚁 说吧 薛安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 将双手背负到身后 淡淡道 何占花繁 最是人间 声音清冷 却如不可违抗的天地治理 请客间 在薛安的深舟 在本已被冰封的苍穹 在整个世间 无数朵莲花凭空浮现 然后于瞬息之间一起绽放 如梦如幻 笼罩人间 所有人都看得吃了 而在这样的一击之下 虚相所发出的一击 不攻自破 并且 莲花也在转眼间 开满了她的全身 虚相发出了一声 惊惧的惨嚎 不可能 声音之中 满是难以置信 但最终 还是被这看似柔弱的莲花 温柔地夺去了生机 而薛安 看着逐渐变淡的虚相 淡淡道 别着急 很快就轮到你的本体了 接下来的一天时间 薛安将此节的事情 料理了一下 分别赐给了唐灵 和聂一涵等人 一套简易版的修炼功法 因为此节封印加索刚开 要想恢复到正常的水准 最少还需要几年的光景 所以 这种简易版的修炼功法 正好适合他们修炼 做完这一切后 薛安便让安岩带着两个女儿 还有胡英 都进入了福宝小楼之中 然后他率领着小青秋的修士们 直接破开时空屏障 离开了此间 当薛安的身形 消失在天空 聂一涵暗自垂泪地收回目光 唐灵儿却只是正正地看了一会 然后一脸坚毅地转身离开了 不管怎样 既然赐给了我一套功法 那我就要练出个样子来 让所有人都看看 唐灵儿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与此同时 在血神界中 空间忽然泛起涟漪 然后猛地张开了一个大口子 薛安带着小青秋的众多修士们 从中走了出来 刚刚踏入此间 薛安便轻移了一声 奇怪 这个事件 薛安环视左右 发现这血界之中 曾经澎湃的血能 已经荡然无存 整个天地都变得空荡荡的 就好似一处废弃之地一样 薛安神情微变 立马便领着众人 从这核心血界之中 穿越而出 外层血界依然如此 到处都是空荡荡的 整个血界 可以说 已经只剩下了一个空壳 薛安眼神渐冷 因为他的心中 忽然升起了一股 十分不祥的预感 正在这时 他末地转身 伸手往虚空之中一探 冷喝道 出来 说着 薛安猛然往外一拽 一个身影便狼狈不堪地 被拽了出来 伴随而来的 还有一连串的求饶声 大人饶命 大人饶命 我只是在 一 薛 薛大人 这人愣住了 薛安这时候 也认出了此人 正是福克纳家族的那名血族 霍尔 只是现如今的霍尔 可是狼狈不堪 身上的衣服 都已经破破烂烂的了 浑身的气息 更是尾顿不堪 并且没有丝毫的血族气息 这也是薛安刚刚没有认出他的缘故 一见到霍尔 薛安也没一扬 霍尔 到底怎么回事 这血界怎么了 爱拉德和爱希呢 霍尔文言长叹一声 大人 我之所以躲藏在这片地方 就是因为爱德华吩咐过我 让我再次等您归来 本来我都已经绝望了 可没想到 您真的回来了 然后霍尔深吸一口气 满脸凝重之色地说道 大人 您消失之后 过了没多久 便有极为恐怖的强者降临 然后血神该亚 以及神王奥丁等人 便跟着这群降临的诸神 一起离开了血神界 而在他们临走的时候 还将此界的本源也给带走了 所以 此界 才会逐渐废弃 薛安静静地听着 脸上的神情越发冰冷 那这群人去了哪里 你知道吗 霍尔文言苦笑起来 大人 我等您的目的就是想要告诉您这件事的 这些降临的诸神 带领着该亚和奥丁等神灵 前往了 您的故土 地球 听闻此言 薛安瞳孔猛的一缩 凌冽杀气 瞬间横扫整片天地 将众人都震退了好几步 而后薛安才咬着牙 一字一顿地说道 他们 已经走了多久了 霍尔也被薛安的气势所惊 强撑着说道 大人 他们已经走了大概两个多月了 因为担心您的故土会有闪失 埃拉德和艾希等人也已经跟着去了 而我则被留下来 等候您的归来 好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您 薛安垂眸不语 霍尔有些心惊胆战 大人 你 你没事吧 薛安慢慢抬起头来 眼中的杀气渐渐消散 然后无悲无喜地点点头 没事 此事 多谢你了 大人说的哪里话 能为您出力 是我的荣幸 霍尔赶忙说道 然后霍尔小心翼翼地问道 大人 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薛安沉声道 他们提前了两个月的时间 但他们没有时空捷径可以走 所以 也只能横渡虚空 这样的话 现在他们应该也就是刚刚降临地球 我现在全力赶过去的话 还有一线机会 霍尔点点头 然后肃然道 大人 您可要当心 降临的这帮神灵 可全都不是一鱼之辈 薛安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我知道 但不管他们是谁 都死定了 我说的 谁都救不了 看到薛安那满是杀意的笑容 霍尔暗暗打了个冷战 心中却泛起一丝忧虑 他可是亲眼目睹了 那帮神灵降临时的场景的 随便一个 都比奥丁要强大 而领头的几人 则更是让霍尔都不敢直视 因为他们的强大 甚至将光线都为之扭曲 让人根本看不清面容 这样的存在 还有那么多的帮手 大人虽然强大 可能是那么多人的对手吗 这时薛安已经将安炎和胡英 从福堡小楼之中放了出来 二人一听 始作俑者居然已经提前去了地球 不禁全都为之色变 尤其是安炎 声音都变得颤抖了 老公 地球那边 不会有事吧 薛安摇了摇头 放心吧 不会那么快就陷落的 毕竟在临走前 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就是立即赶回去 安炎立即点头 好 薛安将那架星舟取出 然后让众人全都进入里面 这才开始全力催动星舟 瞬间便消失在这已经荒废掉的血界 和来时的闲事不同 回去时的薛安 简直归心似箭 恨不得一瞬间便赶回地球 因为他刚刚虽然出言 安慰安炎说 没事 但他的心里也没有底 正如霍尔所说 那帮将士神灵 全都没有一语之辈 如果地球上的众人 没撑到自己回去 便先行崩溃了 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想到这 薛安心中生起滔天杀意 如果 是说 如果地球真的出了事情 那薛安哪怕将诸天神灵都给血迹了 也要想尽办法颠倒因果 来救回众人 诸位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 都回去 地球 北江 云梦湖旁 此刻的云梦湖 早已成为天下文明的洞天福地 因为这里的灵气之充沛 甚至凝结出了石质 每天都会化为淋雨落下 浇灌的地面上 长出种种奇花异草 而在烟波浩渺的云梦湖中 更是出现了数不清的 深具灵性的水族 但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云梦湖旁的这座小山 说是小山 其实高耸露云 并且山体闪烁着玉一般的光泽 让人不敢有丝毫的轻声 很多人在看到这座小山的时候 都会一脸地敬畏 不光是因为这里的地势 更是因为 这里曾是先师薛先生 所居住过的地方 而且 听说现在在山顶的别墅之中 还生活着薛先生的朋友 这都让这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而就在此刻 在山顶的天字一号别墅之中 小沙百无聊赖地 躺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张晓鱼挥舞着七八只触手 给小沙做着按摩 好无聊啊 小沙长长地打了个哈欠 张晓鱼将脑袋凑了过来 老大 最近 咱们可没怎么出去过 要不出去玩玩 话音刚落 小沙便敲了张晓鱼的脑袋一下 玩玩玩 你就知道玩 上次出去了一趟 结果你跟一个卖炸鱿鱼的干起来了 差点出了人命 结果被薛儿姐姐禁足半个多月 你还敢出去玩 张晓鱼有些委屈的一缩脖子 小声嘟囔道 那还不是因为那个家伙 居然敢抓有灵性的海族 做铁板烧吗 我这才一时火起 打了他一顿的 小沙听得眼皮直跳 关键是你居然还替打输了 张晓鱼有些尴尬地笑了起来 然后谄媚道 谁让我有一个好老大呢 跟着老大走 吃饱全都有 我这做小弟的 自然不用太厉害啊 哼 小沙就是拿这个没皮没脸的张晓鱼没办法 要知道 现在自虚安离开 已经有三年了 这三年的光景 整个地球变化极为巨大 因为灵气的越发浓厚 人们的修为也随之水涨船高 以前天人就能横着走了 现在你不是个散仙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而且因为灵气的浇灌 天地间的灵物也开始急剧增多 比如 现在从大海里捞一勺有一多半是能说话的 这也是那天 他带着张晓鱼出去玩 结果张晓鱼勃然暴怒的原因 因为 在路过街边摊的时候 居然有人 将活着的小章鱼 生生丢进油锅之中 这小章鱼 可是都会说话的 进了油锅一个劲的喊藤 因此才让这张晓鱼彻底暴走 正在这时 唐轩推门走了进来 手里还拎着两包东西 此时的唐轩 早已经突破了散仙 来到了半步长生境 可能是修炼的 欲亲自在真卷的缘故 他的气质越发高洁 行走间宛若越攻仙子一般 见到唐轩回来 小沙和张晓鱼 立马就冲了上去 小沙接唐轩手里拎着的购物袋 张晓鱼则殷勤地拎来拖鞋 唐轩健壮鸣嘴一笑 你们两个这么殷勤 是不是又想干什么 小沙黑黑一笑 然后抓起唐轩顺路带回来的烧鸡 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 一边说道 怎么可能呢 轩姐姐 一直是我们心中的偶像 对偶像做点事 乃是我们俩的荣幸 呸 你们俩混在一起 别的本事没有 嘴巴倒是越来越有嘴滑舌了 唐轩脆了一口 嘻嘻 还是轩姐姐疼我 死 这烧鸡我怎么就吃不腻呢 小沙一边吃着 一边故作无辜 唐轩摆了摆手 好了好了 不要给我灌迷魂汤了 明天我在家看守 你们两个出去玩一天 但要记住 不许闯祸 听到没 是 我俩保证老老实实的 绝对不会点名闯祸丢人 张晓鱼挥舞着触手 在空中打了个死结 已是决心 唐轩哭笑不得 放下东西便走进了内室之中 这屋中格外布置着一座法阵 法阵凝聚之下 灵气已经浓郁到惊人的地步 天花板乃至四面的墙壁之上 都是灵气划出的双雪 而就在屋子正中 有一个光简正在缓慢地呼吸着 唐轩看着没有任何一样的安晴 微微叹了口气 小安晴 你已经沉睡三年之久了 什么时候醒来呢 而在外面 正在兴高采烈地讨论着 明天去哪玩的小沙 忽然抬起头来 有些疑惑地 看向了窗外的天空 老大 怎么了 小沙脸上的笑容渐渐消散 不对劲 怎么不对劲了 张小瑜也顺着小沙的目光向外看去 却一无所获 不禁惊诧莫名地问道 小沙摇了摇头 神情凝重起来 我也说不出来 但就是觉得不对劲 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了一样 莫非是大人要回来了 张小瑜兴奋地触手连连挥舞 就在此刻 小沙豁然站起 力声说道 有无数恐怖的气势正在疯狂接近 快做好准备 张小瑜都被吓傻了 老大 你没开玩笑吧 话音刚落 就听一声冷笑从极远的太空之中传来 这就是华族的故土 地球吗 随着话音 一股强悍无比的气息 开始降临 威势所及 整个地球都在微微站立 而在穹顶之上 一个巨大无比的星舟开始慢慢浮现 坐在星舟指挥台沙发上的一名男子 正透过巨大的闲窗 看着外面这个蓝色的星球 然后淡淡一笑 真是个美烈又脆弱的星球啊 这个星舟的出现 自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 因为这星舟简直太巨大了 甚至占据了大半个苍穹 其所带来的引力 让海洋都开始变得躁动不安起来 唐轩自然也感知到外面的不对 立马冲了出来 小沙却深吸一口气 面色无比凝重地说道 轩姐 你哪里也不要去 这里有大人留下的法阵护佑 最为安全 我去看一看 可是 唐轩还没说完 小沙已经冲天起 来至了高空之中 冷声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来我地球 这等声势 自然也引起了整个北疆的注意 经过三年的发展 北疆之中道法大昌 强者被出 因此 在这星舟刚刚降临的时候 整个北疆的强者们 便全都感受到了 纷纷跃至空中 面色凝重地仰头看去 因为这星舟简直太大了 而上面的气息 更是让很多人为之心慌 而当小沙出现在天空之中 出生质问之时 人群一阵微微的骚动 很多人面现喜色 小沙大人出现了 这下 我们有底气了 因为小沙的实力 在这三年之中 已经被公认为北疆第一 就是地位超然的唐轩 论实力来说 都远不如小沙 所以看到他出现 很多人便好似 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 心神镇定了许多 这时 星舟之中的男子 好整以侠地看着 手指无意识地 敲击着座椅的扶手 俊美无匹 但又邪气十足的面庞之上 显出一丝不屑 一条成形不久的莽龙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说着 男子漫不经心地一挥手 一道掌印便凭空降临于小沙头顶 然后凌空砸落 小心 很多人为之惊呼 小沙也是悚然一惊 因为这一击来得太快了 而且之前全无半点征兆 但旋即 小沙便恢复了冷静 然后冷哼一声 抬手便要对抗这一击 可就在小沙和这一道掌印辅忆接触的瞬间 本来轻飘飘 没有任何出奇之处的掌印 陡然威势暴增 小沙就感觉 自己好像在跟整个天地做对抗一样 仅仅只支撑了一个呼吸的时间 小沙便大口吐血地 从高空之中被砸落下来 哄 小沙掉进了云梦湖中 而那道掌印 则不依不饶地紧随而至 直接印在了云梦湖上 没有声响 方圆百里 烟波浩渺的云梦湖 在这一掌之下 直接被彻底蒸发 满湖的水族 更是连坑都没坑一声 便生魂俱灭 而干涸的湖底 则被小沙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坑 已经不见其踪影 全场死寂 所有人都傻了 紧紧一击 便将北疆排名第一的小沙 打入地底 而对方却连面都没有显露 这得多么悬殊的实力差距 紧接着 就听张小瑜 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 老大 云梦湖 我你吗 我跟你们拼了 说着 张小瑜就要腾空跃起 而唐轩一把拦住了他 沉声道 你去了也是送死 我可以感受到 小沙还没死 因为朝夕相处 唐轩和小沙之间 建立了紧密的心神联系 因此可以感受到 他并没有出事 张小瑜一正 而在星舟之中的男子 这时候也注意到了下方的人群 尤其当他的目光 扫过唐轩的时候 不禁也是一愣 然后饶有兴致地说道 有意思 在这等地方 居然还有这么精彩绝艳的女子 但就在这时 云梦湖底猛然爆裂开来 然后便听一声愤怒至极的龙银震扯天地 一条长于千丈的五爪金龙 从中月初 在空中游异 张小瑜欢喜地大喊起来 老大威武 而北疆的众多修者们 也是为之欣喜 有些没见过小沙本体的 此刻也不禁嘖嘖赞叹 小沙大人 原来真是一条五爪金龙啊 这下吻了 这时 小沙扬起巨大的龙头 对准星舟发出了怒吼之声 不管你是谁 今天你都死定了 而在星舟之中 男子也不禁微微哑然 全是一条五爪金龙 还真是小瞧你了 可你觉得 这样就能改变什么吗 说着 男子靠在椅子上 淡淡道 无见 这些蝼蚁一般的东西 便交给你了 在男子身后的阴影之中 一个窈窕动人的身影 款款浮现 然后弓声道 是 少军大人 说吧 女子身形消失 瞬间便出现在了星舟之前 与此同时 小沙也已经吐出了一团愤怒的龙溪 可当女子出现之后 只是随手一掐 本来熊熊燃烧的龙溪 便如一团小火苗般 被直接掐灭 而后宫无见傲力空中 面无表情地俯瞰着所有人 淡淡道 少军大人有令 而等现在贵妇在地 可保不死 去你马吧 小沙已经愤怒欲狂 龙尾横摆而至 对准女子便抽了过来 自打她在青芒山修炼开始 还没吃过刚刚那种爆亏 尤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让极耗面子的 小沙满心震怒 因此直接献出了本体 想要绞杀这帮来势汹汹的混蛋 可当小沙的龙尾 已经堪堪挨到龙无见的边了 龙无见那张如扑克牌一样冷漠的脸上 露出一抹讥讽之色 找死 说着 她单手一挥 轻贺一声 风 随着她的话音 一个古朴无比的符文转字 便突然浮现在小沙的头顶 然后在她还没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直接硬落下来 小沙浑身一将 身形急剧收缩 瞬间陷出了人形 而后便直挺挺地 从高空之中跌落下去 言出法随 人群一阵惊呼 张晓瑜则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浑身触手挥舞 算是赶在最后时刻将小沙给拖住了 但在看这时候的小沙面如白纸 双眸紧闭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呼吸 张晓瑜浑身一颤 然后发出了震天的悲呼 老大 与此同时 龚无间在空中覆手而立 冷冷道 少君降临 而等现在只有一条路 跪或者死 随着她的话音 在她的身后 奥丁 血神该亚 以及众多神灵的身形 开始渐渐浮现 满天神灵占据苍穹 用细血的目光 看着地面上的众人 狂暴的气势 更是如潮水般涌来 北疆的修士们 全都沉默了 普通的百姓们 也沉默了 而通过紧急转播的电视画面 看到这一幕的人 也全都沉默了 因为很多修士 在感受到这股气势之后 已经面色铁青地 喊出了两个字 大罗 没错 这个站在高空之中 覆手而立 神情冷漠的龚无剑 乃是大罗强者 在这种近乎碾压般的实力之下 众人又怎能不为之悚然 龚无剑很满意这种效果 正要说话 可就在这时 只听一个清冷的女生传来 华族之人 从来不会屈服 哪怕死 我们也要战死 而非苟且偷生 听到话音 所有人转头看去 就见唐轩 站于天字一号别墅之前 衣媚飘飘 宛若仙子 是薛儿姑娘 薛儿姑娘说的没错 我等身为唐唐华族 岂可向这些异族低头 薛先生若在 定然不会让这帮家伙如此猖狂 唐轩的这句话 犹如火星 瞬间点燃了所有人心中的热血 北疆的修士们纷纷 开始往云梦湖这边聚拢 而这句话 也通过电视以及转播 传遍了整个华国 一时间 神舟大地 光芒四起 无数的修士 开始向北疆飞来 面对这一切 龚无坚率领着众神灵 站在半空之中 低头瞥了一眼唐轩 然后冷笑道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们华族 还是这么的执迷不悟吗 也罢 既然你们不肯屈服 那就全都去死吧 说着 龚无坚抬手轰出一掌 掌印如山 以泰山压顶之势 砸向天字一号别墅 不好 目睹这一幕 所有人全都惊呼失声 很多人更是闭上眼睛 不忍再看 可这掌印刚至半途 虚空之中 陡然献出一道光幕 直接将这掌印 震为了积粉 什么 龚无坚一势一惊 他这一掌 虽非全力出手 但也不是凡俗之力 可以抗衡的 但面对这突然出现的光幕 却只震出了一层涟漪 并化为了积粉 这自然令一项 自视甚高的龚无坚 为之震害 看到这一幕 众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是薛先生所留下的震法 这帮家伙虽然嚣张 但面对薛先生 亲手设下的震法 还不是一样的束手无策 这个发现 犹如一记强心针 让很多本来满心绝望的修士们 都为之振奋 可就在这时 龚无坚面色铁青 冷喝一声 真以为躲在里面 就能平安无事吗 一起动手 随着话音 他身后的诛神齐齐动手 道道光芒 汇聚到他的手掌之中 光芒四射间 就如同手握星辰一般 而后他台掌 邪怒轰下 哼 这一记的威力 要比刚刚强大千百倍 至少虚空之中的光芒 都微微凹陷下去 可还没等龚无坚脸上的 得意散去 一道末之能欲的浩然剑气 突然浮现于空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斩众神 龚无坚闷哼一声 情不自禁地往后推了几步 然后额头之上 便陷出了一道淡淡的血痕 很快便流下了烟红的鲜血 龚无坚用手一抹 这才发现自己受伤了 他先是一症 然后眼中便现出了亥然之色 自己可是大罗之体 结果却被这一道剑气所伤 这剑气 到底得有多么的丰锐无双 而看到他受伤 所有人不禁全都为之欢欣鼓舞 是薛先生留下的剑意吗 肯定是 呵呵 这一下尝到教训了吧 这些呼喊声中 龚无坚面色铁青 便要发作 正在这时 在他面前 一个身影渐渐浮现 龚无剑赶忙攻身失礼 少军大人 没错 来得正是驾驭新舟而来的那名男子 此刻 他站于浮空之中 用俯瞰楼椅的眼神环视全场 脸上献出一抹淡淡的笑意 有意思 如果我没猜错 这阵法和剑意 应该都是一个叫薛安的人留下的吧 全场肃然 唐先生点了点头 没错 你又是何人 我 男子哑然失笑 然后傲然道 我乃是离恨天天君之子叶刘燕 当然 你们也可以叫我少君大人 天君之子 人群一阵骚动 很多修士都面现凝重之色 因为他们根本看不透 这个叶刘燕的修为和底细 甚至在这时 有精善补算之术的修士 正在加紧推演 试图推算出此人的蛛丝马迹 但往往刚一起挂 便连人代补剧 一起炸为了粉碎 可见 此人的身份和来历 全都被无比强大的力量 给保护起来了 唐轩面冷如霜 不管你是天君还是什么人 为何要进犯我地球 进犯 叶刘燕呵呵一笑 然后完卫地打量着唐轩 能在我的面前还保持镇定 女人 你确实很让我惊讶 至于你说 为什么要来进犯 那是因为 我要的 就是彻底灭掉此剑啊 叶刘燕冷声说道 她的话 令无数人感到愤怒 无耻 我地球和你们没有任何过节 为何要出手如此狠啊 唐轩更是面色微变 正在这时 张小鱼小心翼翼地 将不知生死的小沙放下 然后抬起头来 指着天空之中的叶刘燕 破口大骂 你们这帮混蛋 一阵不堪入耳的咒骂之后 张小鱼怒吼道 你们等着 等我家大人回来 一定将你们一个个抽筋扒皮 骨头都做成菜 叶刘燕面色见冷 你家大人 呵呵 你是说布置下这阵法的虚安妖 当然 叶刘燕摇了摇头 可惜啊 你们等不到了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什么 叶刘燕的这句话 犹如石破天惊 震得不管是在场 还是不在场的人 全都呆立当场 薛安死了 那位无敌于世 并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薛先生 死了 这怎么可能 就连一直清冷孤傲的唐轩 此刻也忍不住怒喝一声 你胡说 我胡说 叶刘燕冷冷一笑 我乃堂堂天君之子 会用这种话来 诃骗你们 而且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罢 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说到这 叶刘燕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震动环宇 甚至让天地都开始颤抖 所有人都面色苍白地看着 你胡说 安哥哥绝对不会死 随着一声怒喝 一道身影自北疆疯狂飞至 也不废话 抬手便轰出了一击 这一掌阴寒无比 所过之处 似乎连空气都被冰封了 但叶刘燕却连动都未动 只是冷哼一声 雕虫小技 疯 一声令下 这冲来的女子 连挣扎都做不到 直接大口吐血地倒飞了出去 然后颓然落地 生死不知 晶晶 后面又有两道身影赶来 正是胖姨和谢叔 而刚刚汉不畏死地冲上前去的 正是那位谢晶晶 在临行前 他们一家人都得到了薛安次的功法 而经过这三年的修炼 谢晶晶进步神速 甚至比唐轩还要早一个月 进入了半步长生 而谢叔和胖姨虽然天资有限 可此刻也成为了半步散仙 今次事变 他们一家人得知消息之后 立马便赶了过来 可没想到 谢晶晶刚一到 便落得个生死不知 胖一落地去查看女儿的伤势 而老谢眼都红了 你们这群混蛋 我要跟你们拼了 说着 他手拎菜刀 不顾一切地往上冲 叶刘彦连看老谢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对于他而言 连散仙都不是的老谢 根本连蝼蚁都算不上 老谢刚冲到半途 一尊神灵护卫冷哼一声 老谢的半截身躯 便凌空炸裂 跌落余地 手中的菜刀 更是当郎落地 这一下 全场皆惊 刚刚抱起女儿的胖姨 一见老谢炸碎了半边身躯 眼前一黑 险些晕倒在地 而唐轩健壮 更是惊呼出声 谢说 这几年的相处 在唐轩的心目中 老谢俨然已经是自己的一名长辈 可没想到 居然会死在此时此地 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 全都心中惨然 而叶刘彦 则冲着唐轩宁笑一声 薛安既然特意为你布置阵法 可见你是他很重要的人了 放心 我现在不会杀你 但我会当着你的面 慢慢地将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都杀光 希望你会习惯这一切 哈哈哈哈 与此同时 已经有无数流光 自神州各地飞来 一群蝼蚁 杀光他们 叶刘彦淡道 身后的众神 立马冲了上去 这些降临的神灵 有跟随叶刘彦 从离恨天而来的强大神位 还有便是北欧神王奥丁 以及血神该亚等人 每一个实力 都极为的强横 虽然华国现如今道法大昌 灵气充沛 法则完整 但毕竟时间太短 还远没有形成气候 这些冲来的修士们 最强者也不过是半部惊仙 一个惊仙强者都没有 这种悬殊的实力对比之下 往往这些神灵们一掌拍下 便会打爆好几名修士 一时间 天空之中血落如雨 可面对这样血腥而残暴的一幕 却没有一个修士选择后退 而是继续汉不畏死的往前冲锋 一时间 所有观看这一幕的人 全都沉默了 唐瑄鼻子发酸 泪水夺眶而出 可夜流燕却面色一沉 因为这一幕 让他想起了很多不好的回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为什么这华族的人 还是这么地认死灵 想到这 他冷哼一声 直接一掌拍落 实力上的碾压 让这一掌便拍爆了 所有赶来的修士 而后夜流燕抬手一指 冷声道 图露整个世界 记住 我要的是寸草不留 一声令下 诸神全都扶手领命 是 而后这些神灵便四散去 整个世界就此滑入了黑暗的深渊 血神该亚 兴奋地直奔欧洲方向而去 他可以感受到 那里有着自己很熟悉的气息 可当他的身影刚刚出现在欧洲上空 一到到黑暗静皱 便跟不要钱一样往他的身上疯狂叠加 衰老 迟缓 瘟疫 这些负面效果 伴随着足以将高山轰为平地的黑暗冲击波 将本来兴冲冲的该亚打了个猝不及防 但他毕竟是神灵之体 这些攻击虽然强悍 却只是伤了他一些皮毛 因此 他不禁怒吼道 该死的黑暗蛆虫 我要将你们全部碾碎 可话音刚落 一到足以将低等神灵正为疯子的女妖嚎叫 便传进了该亚的耳朵里 这种恐怖的冲击波只针对灵魂 所以 即便强如该亚 都不禁微微失神 就在这瞬间 一条巨大无比的黑色古龙 承载着泰坦巨人直接冲来 这尊泰坦巨人赤裸上身 恐怖的肌肉之上会满浮 即便只是一个轻微的抖动 这些浮 都会闪烁出道道流光 显示出其强横无匹的威力来 而在冲到境前之后 这泰坦巨人一声爆喝 双臂一晃 便死死抓住了血神该亚 然后泰坦巨人浑身肌肉暴涨 无数浮流光 更是疯狂地往上臂之上汇聚而去 足以将上古巨人生生撕碎的距离之下 该亚的神蛆也承受不住了 开始发出咔咔的脆响 可就在这时 血神该亚 已经从迷茫之中苏醒过来 然后宁笑起来 黑暗蛆虫 你们即便再强大 可蛆虫就是蛆虫 根本奈何不了我的 因为神是无敌的 说着 该亚的身蛆如水 一般扭曲 瞬间便从泰坦巨人的掌控之中 挣脱出来 而后他身躯之上的伤势 在瞬间便恢复如初 很抱歉 接下来 就是我的用餐时间了 该亚彬彬有礼地说着 嘴角渐渐献出了 令人胆寒的獠牙 但就在这时 黑暗的夜空之中 一个王座急速成形 而后一股强大的黑暗威压 便降临于该亚之身 该亚一愣 狮声惊呼道 黑暗王座 是谁居然可以掌控此界黑暗 无怪乎他会如此惊慌 因为只有一届的黑暗至尊 才有资格坐上黑暗王座 而能称为黑暗至尊 也说明 此人的实力有多强悍 就见黑暗王座之上 一个足灯长筒皮靴 身穿黑色礼服的女子 渐渐浮现 这女子的相貌 如黑暗天使般 美丽中 带着令人不敢直视的黑暗威压 泰坦巨人 黑暗古龙 以及站在黑暗之中的所有人 全都十分尊敬地 冲着女子弯腰行礼 没错 出现在此处的 正是范梦雪 她神情冷漠地看着血神该亚 滚出此界 否则死 血神该亚 目光闪烁不定 然后宁笑起来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而且同为黑暗一族 不如投靠于我 我保证会向少君大人美言几句 而且 以你的相貌和资质 没准会被少君大人所看中 甚至点亮神格 成为真正的黑夜之神 也说不定 话音刚落 范梦雪便已经痛下了杀手 对于这些无故近翻地球的神灵 范梦雪简直恨之入骨 因此 出手便是至强杀招 开始的时候 该亚还没当回事 可几个照面之后 她就有些慌了神 要知道 她现在的神格是残缺不全的 所以 实力下降极多 而范梦雪 现在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此消彼长之下 范梦雪居然将这该亚打得左之右拙 难以招架 该死的黑暗蝼蚁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该亚气得哇哇爆叫 可无奈 她现在的实力力有未待 因此只能干瞪眼 而范梦雪 则越打越顺手 各种黑暗静皱 流水一般施展开来 将整个欧洲的夜空都给照亮 欧洲的民众 抬头看着 奋力阻止着外界神灵降临的黑暗议会成员 心中百感交集 在如此的天地大劫面前 地无分南北 人不分老幼 更无华族外族之分 所有人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 将这群无故近犯的狗屁神灵们 全都赶出去 正在这时 只听天空之中的盖亚惨叫一声 身形亮腔地往后退了十几里 一条胳膊已经被黑暗所吞噬 尽管这种伤势并不致命 她的神区便可以修复 但对于这种被黑暗之力浸染的伤口 还是要耗费极多的神力血能的 因此 她怒吼一声 奥丁 你打算看热闹到什么时候 随着话音 只听虚空之中 传来一声冷笑 盖亚 说你废物你还不承认 连一群黑暗族群都对付不了 还称什么血神 你 该亚为之气节 但她现在的实力确实不行 所以 面对奥丁的嘲讽 也只能选择暗气暗憋 这时 虚空之中逐渐献出北欧神族的身影 而站在最前的 便是神王奥丁 只见她的身躯足有十万丈 占据了大半个夜空 俯瞰着范梦雪 以及黑暗议会的所有人 然后咧嘴一笑 如果再给你十年时间 你真有可能点亮神格 成为黑暗之神 可惜 你现在便要陨落于此了 在奥丁的神威之下 黑暗议会的所有人 全都被逼退了几百丈远 只有范梦雪 依然立于原地 冷冷地看着奥丁 北欧神王 你应该是本土神灵吧 居然甘愿 当了外族的走狗 转而来对付地球 范梦雪的质问 让奥丁的眼中 现出一丝阴霾 这段不光彩的历史 她不希望任何人提及 因此冷哼一声 找死 说吧 她台掌便轰落下来 对于她而言 对付一个连低阶神灵 都不是的范梦雪 根本就不值得动用武器 可没想到 她的手刚制半途 范梦雪全力催动 黑暗圣皇诀 一双眼眸陡然变得漆黑 双手之中 现出一柄长鱼万丈的 黑色长刀 然后范梦雪 举刀上辽 直砍奥丁 气势所过之处 空间都现出了刀刀裂痕 奥丁一正 这股气息 然后她的眼神深处之中 便现出了一丝畏惧之色 因为她感受到了 这股黑暗气息的强大 在这股气息之中 奥丁好似看到了一名叱咤诸天 执掌黑暗的君王 面对这样的神灵 她这所谓的神王 根本连个毛都算不上 但现在的范梦雪 还根本不能掌控 这股力量的万分之一 所以 奥丁明笑起来 你越来越让我惊喜了 但今天 你还是要死 说着 她一把捏碎了范梦雪 砍来的黑暗长刀 同时另一只手 举起永恒之矛 直刺范梦雪 她已经决定 要将范梦雪彻底杀死 所以才会不惜动用 神器级别的永恒之矛 永恒之矛所过之处 时空都停滞了 范梦雪也感到 有一股强大的威压 将自己牢牢困住 这让她的眼中 现出了一抹金黄之色 这时 永恒之矛已经刺破虚空 直接出现在她的眉间 只要再往下行进一丝 范梦雪就得陨落于此 可就在这时 一道道黑色的藤蔓 凭空浮现 直接挡在了永恒之矛面前 并将其牢牢缠覆 令其无法存尽 嗯 奥丁面色一沉 因为能阻挡她的永恒之矛的 除了绝世强者之外 只有身具神格的神灵才可以 何方神灵 奥丁沉声喝道 正在这时 一声轻叹传来 而后在范梦雪的身前 一个淡淡的人影 渐渐浮现 等她的面容完全显露出来后 奥丁浑身俱阵 难以置信地吼道 克洛里斯 你是森林女神克洛里斯 女子摇头苦笑 神王大人 现在已经没有森林女神了 有的 只是精灵母神 没错 来的 正是伦敦暗夜精灵的那尊母神 也就是曾经的森林女神 克洛里斯 奥丁目光闪烁地看着精灵母神 在她还为北欧神王之时 克洛里斯 乃是她手下执掌森林 和自然的神灵 但后面虚空大族降临 此界遭逢大变 奥丁为求活命 投靠外族 转而对付本土神灵 结果克洛里斯坚决不肯 最终反目 奥丁一怒之下 以永恒之矛 将克洛里斯神格击碎 她本以为克洛里斯必死无疑 却没想到在机缘巧合之下 克洛里斯的神格碎片遇到了那棵时空之树 两者结合之下 克洛里斯才算是保住了性命 并孕育出了暗夜精灵族群 这些往事在奥丁的脑海之中划过 最终 她不禁长叹一声 克洛里斯 不管你说什么 你都是曾经的森林女神 当初我为了保全北欧神庭 迫不得已之下 才会转头大人麾下 也因此才会一枪击碎你的神格 但你要相信 我一直对此深感内疚 现在只要你点头 我立马就会赐你新的高等神格 让你重回神庭 如何 奥丁说道 精灵母神看着奥丁 淡淡道 听起来真是诱人啊 而且 你的神力比当初强大了何止千倍 可见 你对你的选择应该很满意 奥丁神情渐缓 正要说话 精灵母神低头看着地面之上 那群满脸焦急之色的暗夜精灵们 淡淡道 但我一直觉得 抛弃自己的信徒逃跑的神灵 还能称之为什么 奥丁愣住了 你 他身后的神子维达尔不耐烦地上前一步 克洛里斯 你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现在投降 我父神会看在之前的面子上 给你新的神位 否则便是你神国覆灭之时 精灵母神笑了 当初你们便能杀我 现在更是不在话下 而我也知道 我不是你们的对手 知道就好 维达利冷笑道 精灵母神这时候转过头来 看着范孟雪 淡淡一笑 孟雪 等先生归来后 告诉他 我先走了 请他帮我照料一下这群孩子们 说着 精灵母神不舍地看了地面上的暗夜精灵们最后一眼 范孟雪一正 母神 你要干什么 精灵母神身上的光滑越发璀璨 他淡淡道 孟雪 我来助你 点亮神格 随着话音 无数光滑从克洛里斯的身上飘起 然后开始疯狂地涌入范孟雪的体内 范孟雪浑身俱阵 张嘴想说什么 却已经无法动他 奥丁眼神冰冷 他在燃烧神格 杀了他 维达尔冷哼一声 一箭挥出 以维达尔神王之子的实力 杀死精灵母神 简直就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可就在他这一箭 看看要砍中精灵母神的时候 一条黑色鼓龙凭空浮现 生生受了这一击 碰 一声闷响之后 这条鼓龙发出了一声震天的惨嚎 浑身的骨头寸寸断裂 化为了鸡粉 召唤这条鼓龙的死灵法师卡尔萨斯 张嘴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整个人也急速地摔老下去 但不管怎样 这一箭 他算是挡住了 维达尔七的面色一沉 一群卑贱的蝼蚁 居然敢阻挡我 我要将你们 全都制成英灵傀儡 怒吼声中 他举剑就要斩下 泰坦巨人 便要冲上前去阻挡 孟女妖一把拽住了他 不要 你去了就得死 泰坦巨人坦然一笑 泰坦一族只剩我一人了 死了也算是解脱了 不 你死了 我怎么办 孟女妖从后面一把抱住了泰坦巨人 我知道自己这样做很自私 但我现在却只想做一个自私的女人 因为 我喜欢你啊 泰坦巨人浑身一颤 虎目之中躺出了热泪 而看到这一幕 黑暗议会的所有人都沉默了 欧洲几乎所有的民众 也都沉默了 维达尔健壮冷冷一笑 真是一对苦命鸳鸯啊 不过你们 也不必争了 因为待会你们全都得死 说着 维达尔一箭斩落 孟女妖一咬牙 身形瞬间变淡 下一刻便挡在了泛梦雪的身前 孟 不要 泰坦巨人怒吼一声 就想追过来 孟女妖灿然一笑 凝视着一脸争鸣杀意的维达尔 淡淡道 你说错了 我们才不是卑贱的蝼蚁 你们才是 说着 孟女妖仰天发出了一声煎嚎 这是她燃烧自己所有的一切 所发出的死亡嚎叫 是针对灵魂的死亡之吻 狂暴的音波 全都对准了维达尔 其力度之强 让维达尔都为之色变 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几步 可也就仅此而已了 维达尔乃是身具高等神格的神灵 这样的震荡 并不能真正伤害她 因此不过瞬间 她便清醒过来 然后她的心中大为恼怒 自己可是堂堂的神灵 居然被一个小小的黑暗妖族给喝退 这让她简直无法接受 因此她怒吼一声 给我去死 说着 她抬手便是一剑 此刻的梦女妖身躯已经激进透明 这是过度透支灵魂所导致的结果 而面对着必死的一剑 梦女妖转过头来 看着正在疯狂赶来的泰坦巨人 微微一笑 再见了 我的爱人 不 泰坦巨人目自欲裂 咔 一声脆响之后 梦女妖的身躯片片碎裂开来 消散于天地间 哼 卑贱的玩意 算你走运 维达尔不屑地冷哼一声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一根根树木的枝丫 自虚空之中探出 直接将精灵女神和范梦雪 围了个严严实实 奥丁冷哼一声 时空之术 克洛里斯 你就是靠这个玩意 才活到现在的吗 砍光它 是 维达尔应了一声 举剑便砍 每一剑都会砍落无数的枝丫 但下一秒 便会有更多的枝丫生长而出 神阁已经即将燃烧完毕的 精灵母神 伸出已经快要消失的手指 一根枝丫探出 和精灵母神的指尖 轻轻碰了一下 精灵母神笑了 老朋友 你是来送我最后一程的吗 万载的朝夕相处 这时空之术 和他已经心灵相通 听到他的话后 枝丫轻颤 而这时 精灵母神的身形 已经快要消失了 他轻声道 老朋友 以后若有一只翠绿的鸟 在你之间徘徊 那就是 我来看你了 说吧 精灵母神奋起最后一丝力气 直接扑向了范梦雪 枝丫轻颤 发出的声响 好似人在悲鸣 而这时 奥丁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可以感受到 此刻的整个地球 已经风烟四起 在狂暴的神灵面前 人类就跟婴儿一样脆弱 而他这边 却是进度最慢的一个 因为他冷哼一声 无而让开 说着 便举起永恒之矛 直刺而下 维达尔赶忙让到一旁 而与此同时 永恒之矛便已经刺穿空间 直击时空之树的枝丫 碰 永恒之矛所过之处 枝丫化为片片积粉 剩下的枝丫 则开始痛苦地扭动 试图抵抗 可在神器面前 这时空之树 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终于 在咔的一声脆响之后 这些枝丫被彻底震碎 而永恒之矛的去世 丝毫未减 直击呆立在那的范梦雪 但就在这时候 大地轻颤 黑暗开始涌动欢呼 好似在迎接他们的神灵归来 而后一股强悍的威压降临此间 笼罩了万里夜空 是神国 黑暗女巫阿纳斯塔西亚 轻声呢喃道 孟雪 成神了 随着她的话音 就见范孟雪的双眸之中 黑暗之火陡然爆亮 然后她一抬手 便死死握住了刺来的永恒之矛 奥丁的面目阴沉下来 就算克洛里斯燃烧自己 给你点亮了 神格又能怎样 在我面前 你不过是一名 最低等不过的垃圾神灵罢了 说着 奥丁神力涌动 永恒之矛 便又一次往前刺去 可她这一击 却根本没有撼动 站在那的范梦雪 怎么回事 奥丁一正 就在这时 虚空之中的那个黑暗王座 开始疯狂变动 于瞬息间 变为了比刚刚强悍百倍的新王座 黑暗神座 卡尔萨斯一边吐着血 一边苦笑道 这神座的出现 代表着范梦雪 已经成为了此界的黑暗主宰 奥丁心中也为之震动 他没想到 刚刚点亮神格的范梦雪 居然会直接晋升为高阶神灵 就在这时 范梦雪信守一指 冷冷道 杀 是 范梦雪率领黑暗议会 众人和降临而来的奥丁诸神 展开熬斗 展落无数英灵战士 神子维达尔重伤 奥丁神王的永恒之矛裂 而黑暗议会梦女妖陨落 除灯神位的范梦雪 重伤昏迷 中都 作为华国最大 也是最繁华的城市 这里曾经是世界的中心 尤其在这三年中 因为华国道法大昌 甚至连灵气都比其他地方充沛 所以 这里更是成为了全世界人们向往的地方 可在今日 这座繁华至极的都城 却陷入了血与火的深渊 突然降临的诸神 彻底搅乱了人间本有的秩序 死亡和杀戮的笼罩之下 本来热闹的街道变得冷冷清清 碰 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从一栋摩天大厦的这边砸了进去 从另一边飞了出来 然后摔落在地面之上 这时才可以看清 这是 一具炼甲真兵 只是此时的这具炼甲真兵 已经没有了平时的光彩 本来光洁的黑色甲皱之上 布满裂纹 连背后的黑色羽翼也已经残缺不堪 小睡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 他已经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了 这种高强度的作战 正在疯狂透支他的身体 可他对这一切恍若未绝 而是面色凝重地抬起头来 看了看天空之中正在进行着的大战 便腾空而起 又一次加入了战团 只见一尊尊神灵遍布苍穹 小睡率领着手下 在其中穿梭往来 依靠炼甲真兵强大的机动性来躲避攻击 并时不时地加以反击 但这场大战 并不是只有他们炼甲真兵 比如 和这些神灵正面对抗 吸引了大部分火力的 便是傀儡先宗的刘可可等人所掌控的傀儡 这些高有万丈的机械傀儡们 包含了傀儡先宗千年的心血 并且在跟地球打通联系后 还从地球的科技之中 吸取了很多有用的技术 可以说 经过这三年的魔力 这些机械傀儡更加强大了 可即便如此 当这些傀儡们 在面对这些降临的诸神之时 还是力有未待 碰 一声闷响之后 一尊六臂神灵一拳 将最为高大的那具傀儡的脑袋 给声声轰爆开来 火花四剑中 这尊傀儡如山一般倒落 与此同时 在远处的刘可可挖的一声 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宗主 傀儡先宗的门人纷纷惊呼 刘可可摆了摆手 我没事 再来 又一具傀儡被放出 刘可可操纵着他 再次加入了战团 而这 已经是这一天多来 刘可可所掌控的第四具傀儡了 他的机械之心 已经献出了深深的裂痕 身体和精神 也都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可他不能放弃 因为担当正面堡垒的傀儡一旦倒下 那些正在进攻的战友们 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这时 来自昆仑秘境的竹如烟 一记流云水秀 吸引了一尊神卫的注意力 这尊神卫丢下自己的对手 转而开始对付竹如烟 这让差点被强大的压力给压垮的艾拉德 和艾希等密党血族们 长出了一口气 艾拉德喊道 多谢竹姑娘 竹如烟一边对敌 一边沉声说道 不用谢 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本就应该互相帮助 艾拉德有些迷醉地看着竹如烟的背影 心里百感交集 他来地球的时间 要比那些降临的神灵还要早一些 当时刚一到来的时候 差点被当成了一族而抓起来 幸好艾拉德及时地将经过讲述了一遍 而紧接着到来的诸神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因此 他这些密党血族才算被承认 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 让艾拉德感触颇多 尤其是在面对强敌时 华族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 以及这种浓浓的战友情意 都让艾拉德为之震动 如果 血族能像华族这样团结一致 又何至于沦落至此 心里正在感叹 竹如烟闷哼一声 被这神位一掌震飞出去 待站定之后 脸上泛起了不正常的潮红 这种高强度的战斗 早已让竹如烟身心俱疲 可还没等他喘口气 在他身后的虚空之中 一只青色巨手突然浮现 照着竹如烟的后背便拍了下来 小心 艾拉德震害惊呼 想要过去帮忙 却已经来不及了 正在这时 就见一个浑身闪着金光的大汉 横空飞至 一拳便轰在了这只青色巨手之上 碰 这只巨手直接被轰为碎片 这尊神位面现痛苦之色 往后暴退了几百丈 一拳便另一尊神位受伤 这一幕让周围的人精神未知一振 而竹如烟则面色微白 冲着大汉一点头 多谢大牛 没错 这个大汉正是火凤凰特种部队的 头号王牌周大牛 只见他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憨憨一笑 谢啥 话音刚落 就见那尊被周大牛轰退的神位 怒吼着冲了上来 竹如烟面色一白 可就在这时 在这神位的身后 一个瘦小的身影突然浮现 然后一柄黑色的匕首 便在这神位的咽喉处一抹 噗 比钢铁还要坚硬百倍的神区 在这匕首之下 就跟豆腐一样 被轻而易举地切开 而后此人 拽着神位的脑袋一拧 咔一声脆响 这尊神位的脑袋 便被声声拧了下来 而后邹逸兴奋地 冲着周大牛一仰手 得意地说道 大牛 咋样 我厉害不 出手偷袭的 正是周大牛的死党邹逸 见到他这般得意 周大牛黑黑一笑 可就在这时 这具无头神位的手臂 突然一伸 直接抓住了邹逸的一条腿 邹逸一惊 卧槽 脑袋掉了 你还没死 说着 邹逸便催动法爵 想要顿走 可在这神位的掌控之下 他的顿法居然失效了 这下他 可是真害怕了 大牛 还不等他喊出救命 周大牛便已经纵身而至 一拳轰在了这神位的胸膛之上 一阵骨折的脆响之后 这神位被轰飞出去 算是救下了邹逸 然后周大牛憨憨一笑 不厉害 邹逸背对得哑口无言 这时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队长程浩 且战且退 在经过他们俩的时候喊道 不要闲聊 快 后面的喊声 被突然加紧的攻势 给逼了回去 周大牛和周一神情一领 赶紧又一次加入了战团 他们这算是一线部队 而在后面 还有陈如师 魏如烟 以及乔乐 赵学辉 还有杨斌义等人 他们算是二线替补 他们的修为虽然不高 但勉强也可以一战 正在这时 陈家家主陈修和也升入高空 众人见状 全都为之一惊 陈老爷子 你怎么来了 是啊 陈家主 这里太危险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众人纷纷劝阻 陈修和面对满天的神灵 没有丝毫的畏惧之色 文言只是淡淡一笑 当此生死存亡的关头 我岂能在后面 眼睁睁地看着众位 在前方流血牺牲 可是 陈修和摆了摆手 我知道自己修为低微 可就算是豁出我这条老命去 也不能允许这帮混蛋 肆意妄为 就在这时 只听在身后的城市之中 传来了一阵大笑 说得好 陈老头 我之前一直瞧不起你 但今天你说的话 真叹娘的痛快 说着 便见一道光滑飞入天空 赫然是一名身穿将军服的老者 王老将军 有人惊恶说道 这位老将军王忠 乃是一名早已退休的军中大佬 和陈修和关系不错 见到他的到来 陈修和微微一笑 你这个老不死的 怎么也来了 王忠黑黑一笑 看着那些浴血奋战的华族之人 淡淡道 我虽然老了 但也不能眼看着这帮娃娃在前面流血 我却躲在后面狗安 反正我也已经活够了 能为咱们华族多留下一点心活 总是好的 而且 不光是我 咱们那帮老朋友们 全都来了 随着话音 就见天空之中光滑闪烁 几十名身穿军装 年岁已老 却依旧傲骨迎风的老者 便全都出现在了场中 陈修和健壮哈哈大笑 好 果然不愧是我陈修和的朋友 王忠也笑了 老子当年面对帝国主义的炮火 都没怕过 我就不信 这帮狗娘养的 还能翻了天 而后他转身冲着身后众人大喝道 兄弟们 咱们今日就给这帮狗娘养的瞧瞧 什么才叫铁军 好 众人轰然应诺 然后这帮白发苍苍的老兵们 便迅速摆列好阵型 老兵团 冲锋 说吧 这群老兵们 便杀气腾腾地往前冲去 见到这一幕 不管是战阵之中的人 还是在后方坐镇指挥的军兵 全都沉没了 老兵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 而当遇到这种 世光华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这群曾经叱咤战场的老兵们 便再一次集结出发 即便这一次的冲锋 可能永远也回不来了 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 残酷的杀戮 没有因为老兵们的出现 而有所改变 不过一个照面 王忠率领的老兵们 便折损了一多半 但他们的出现 却给了已经疲惫不堪的众人 一个喘息之机 但就在这个时候 又有十几尊神灵突然降临 形势瞬间开始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通过卫星转播 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幕 然后全都感到了深深的绝望 这一战 到底还要怎么去打 就在这天空之中 已经彻底乱套的时候 自远方天际 有潮水飞空而来 顷刻间便赶到近前 然后人们才看清 在这潮头之上赫然是海妖公主江门 以及他所率领的无数妖族 这些援军的及时出现 让全场众人为之振奋 而江门更是毫不犹豫地 便发动了强攻 潮水漫天而来 将这些神卫团团围困 可就在众人刚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在这潮水之中 传来女子的冷笑之声 真是可笑 蝼蚁就是爱做这种无谓的挣扎 随着话音 公无间的身影 渐渐浮现当空 而随着他的出现 本来漫天涌动的潮水 瞬间便化为了乌游 一见到他 所有人的瞳孔都为之收缩 在后方坐镇的镇国大将浑身一颤 立马对着通讯抬吼道 快撤回来 快 在发动这场中都保卫战之前 军部发动所有的智囊 进行了一次严密的推演 最后认定 如果攻打中都的神灵 在五十个以下 便可以守住 但有一个特殊的情况 那就是公无间 或者那位少军夜刘燕 如果他们出现的话 那这场战争将必败无遗 因为华国所有的参谋 对这公无间和夜刘燕 进行了实力评级 最后认定 如果他们出手 那天下江 无人可治 没想到 这最坏的情况 还是出现了 尽管镇国大将 第一时间提醒了众人 可还是为时已晚 就见公无间神情冷漠 双手结印 轻贺一声 风天应地 绝灭神通 哄 一声令下 方圆千里范围内的所有修士 便觉得浑身俱阵 然后便骇然发现 自己的修为在这瞬间 被彻底封印了 一时间 无数修士开始从天空掉落 公无间淡淡道 全部抓起来 这些神卫闻风而动 大手一挥 便将这些被封印掉 全身修为的修士 给抓了起来 不管是火凤凰特种部队 还是昆仑秘境的竹如烟 亦或是傀儡先宗的刘可可 所有的修士们全都被公无间这一世封印给一网打尽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傻了 郑国大将露出了一丝苦笑 这就是大罗之威吗 难道说 华族真的要亡在自己这边人的手里了吗 可就在整个中都都为之战力的时候 公无间冷冷一笑 先让你们多活一回 带去北疆 说着 他转身消失在天际 而后这些神卫们 抓着所有人 紧随其后地也离开了 郑国大将先是一愣 然后面色渐渐变得惨白起来 北疆 与此同时 在北疆的天字一号别墅之中 气氛凝重到了极点 整个北疆的修士们 几乎全都聚集于此 但却没有人能说出一句话来 此刻 窗外便是占据了大半个天空的新洲 可奇怪的是 整个北疆却没有遭到诸神屠戮 形势变成了一种诡异的安静 唐宣也呆呆地看着窗外的新洲 这帮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呢 正在这时 就见虚空俱阵 而后宫无剑率领着众神卫剑次浮现 这群人的出现 让天字一号别墅的气氛为之一变 来了 他们来了 而后夜流燕的身形也出现在虚空之中 少军大人 宫无剑攻身失礼 人都带回来了吗 夜流燕淡淡道 回大人 都带回来了 说着 公无剑冲身后的神卫 一石眼色 这些神卫便放开静止 顷刻间 整个天空都被密密麻麻的修饰所占据 唐宣豁然站起 是中都那边的人 就见占满虚空的人群之中 有很多唐宣熟悉的面孔 陈如师 魏如烟 甚至还有陈老爷子 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都气势伪顿 宛若凡人 而后边见夜流燕冲着下面微微一笑 女人 我曾说过 会当着你的面 将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杀光 现在便是第一道菜 希望你会喜欢 不 唐宣 目自欲练 天字一号别墅中的众修士们 更是勃然大怒 并要跃出阵法之外玩命 正在这时 就听陈修和哈哈大笑 宣儿姑娘 诸位华族同胞 你们莫要中了这帮家伙的激将法 他们打不开薛先生留下的阵法 便故意用这种方法来击你们出去 郭躁 公吴剑一扬眉 就想动手 夜流燕淡淡一笑 让他说 我听听他能说出些什么来 这时候 全场都安静下来 唐宣儿仰起头来 泪流满面地看着陈修和 沉沉爷爷 陈修和洒然一笑 不用伤心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尽可能地保存华族的力量 等候薛先生归来 至于死 陈修和不屑地一笑 然后看了一眼这满天神灵 我陈修和自幼闯荡 经历无数大风大浪 如果怕死 我早就已经死了 而你们这帮自认为高贵的神灵 想通过这种方式 让我华族低头 纯粹就是痴人说梦 因为华族经历过太多太多的苦难 可沧海变换 那些曾经无比强大的敌人 都已经烟消云散 而华族将永世长存 说到这里 陈修和坦然一笑 然后扭头冲着东方一拱手 列祖列宗 不孝子没有给你们丢脸 说着 他毅然转头 直扑一名神尉 这神尉冷哼一声 一个弹指 陈修和便彻底炸碎开来 血雾散开 全场寂静 而后所有人泪流满面 仰天怒吼 华族 永世长存 混账 叶刘燕也没想到 这个老者会如此的汗不畏死 不禁面色铁青 举掌便拍 这一掌落下 所有人必死无疑 正在这时 就见天字一号别墅之中 光滑猛然暴涨 一股强悍无比的气势 直冲天际 众人纷纷转头看去 叶刘燕也不禁一愣 然后神色大变 这是 话音未落 便见一枚光剪 自别墅之中 冉冉升起 这这是安晴 唐轩失声惊呼 与此同时 光剪如弹壳 一般开始碎裂 然后再瞬间爆裂开来 璀璨的光滑之中 沉睡了三年之久的安晴 出现在世人面前 只见他一头极地长发 无风自动 在绝美的脸颊上 有一个似有似无的蝴蝶刺青 而他的双眸 更是没有丝毫的感情 安头醒了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人 惊喜地喊道 这时 有几名神卫狂冲而至 但就在他们刚刚冲到半途的时候 虚空之中 突然现出了密密麻麻的乙群 然后便将这几名神卫彻底包围 并在寝客间 将其啃室倒地 乙群的吞噬声 神卫的惨嚎声 混杂在一起 令人不寒而栗 而安晴则冷冷抬头 双眸之中满是冰冷的沙翼 我 即是重足 说着 无尽乙群开始凭空浮现 并向着满天神灵宫去 叶刘燕恢复了镇定 淡淡一笑 真是没想到啊 居然能在这里看到 重足女王的存在 如果假以时日 给你充足的时间成长 你可能会成为我神族的劲敌 但你现在还是太弱了 说着 叶刘燕一掌拍下 哄 满天以群净化积粉 安晴则也被震退出万丈之远 嘴角则渐渐献出了一丝血字 全场之人的心全都为之究竟 而更惊讶的 还是叶刘燕 虽然这一掌 她只用了不到一成劲 可这个刚刚孵化而出的 重足女王 居然硬生生撑住了 尽管受了些伤 却没有死 可见其生命立之强悍 果然留你不得 全部杀光 别留后患 这叶刘燕眼神冰冷 沉生喝倒 她现在已经被这地球之中 层出不穷的事情给惊到了 所以 之前那种闲适的心态 已经荡然无存 现在她只想彻底毁了这片天地 是 公无间映末 然后转身环视全场 杀 见到这一幕 全世界所有人的心都揪紧了 无数人绝望至极 开始失声痛哭 但更多的人 则是沉默地看着画面中 那些被封掉了全身修为 即将死去的华族修士 这些人 没有一个流露出胆怯和惶恐之色 邹一叹了口气 妈的 到死老子身边也没个妞陪着 而是跟你这个大老粗一起去死 老子真是不甘心啊 虽然这么说 但周易还是靠紧了周大牛 大牛 一会黄泉路上走慢点 咱们火凤黄的人 还得凑到一起 妈的 进了地府要是不顺心 咱们就反了鸭的 周大牛憨憨一笑 好 下辈子 咱们还做好兄弟 好 而乔乐 赵学辉 还有杨斌一三人 则相视一笑 等二哥回来 这帮家伙一个都跑不掉 杨斌一发狠道 而更多人的 则是沉默地看着龚无坚 这种感觉 让龚无坚又回忆起了万年之前的那些事 不禁怒火中烧 顽固不化 全都给我去死 说着 他局长便要拍落 就在很多人 已经闭上眼睛等死的瞬间 一个好似从地狱烈焰之中 传来的清冷难声 跨越虚空 传遍苍穹 我回来了 众人齐齐俱阵 有些人更是豁然睁眼 难以置信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道流光携带风雷 自极远之处狂奔而至 请客间 一道身影便出现于场中 速度之快 甚至将所经之处的空间 都离出了深深的鸿沟 久久不能散去 而当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 无数人呆立当场 然后喜极而起 没错 薛安 归来了 叫官 薛先生 大人 此起彼伏的喊声中 薛安看着被集体封印的众人 眼中渐渐献出凛冽至极的杀意 然后抬眸看向了叶刘燕 以及他身后的满天神灵 谁干的 语气淡然 却令这群神灵面色微变 这时 战于最前的叶刘燕笑了 真是没想到 你居然能破开大封印术 从绝境世界之中脱困而出 看来 还真是小瞧你了 薛安没有理会她的话 而是又一次淡淡道 谁干的 叶刘燕脸上的笑容渐渐冰冷 阴测测地说道 薛安 你不要觉得自己能破开封印便能如何 在我面前 而等巨石蝼蚁 薛安恍若未闻 而是转头看向了 站在叶刘燕身旁的龚无间 是不是你干的 面对薛安的质问 龚无间心中一颤 下意识地便想后退 但旋即 他便清醒过来 心中有些恼怒 自己可是堂堂的大罗强者 居然在面对一个连真仙都不识地去虫的质问时 胆怯了 这让他简直难以接受 于是冷哼一声 昂然抬头 没错 是我做的 薛安 你能破开我的封印 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可你觉得 这就能改变什么了吗 说到这 龚无间脸上露出了讥讽的笑意 你太天真了 薛安 如果我是你 就该找个没人的地方躲起来 而不是赶回来受死 说到这 龚无间抬手一指 冷喝道 杀了他 一声令下 满天神灵齐齐动手 将薛安团团围住 通过卫星转播 数十亿人尽数竞升 满脸忧涩地看着这一幕 是啊 薛先生之前 确实横压此事 堪称无敌 可现在他面对的 可是强悍无比的 将士神灵 其中更有如弓无剑 这般的大罗强者 至于这位被尊称为 邵天君的夜流燕 实力更是高深莫测 而薛先生 却只有一人 这样悬殊的人数对比 薛先生 真的能力挽狂澜 拯救苍生于水火之中吗 无数人的心中 升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但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 期盼薛安能延续自己的辉煌 将这些将士神灵全部斩灭 这时 薛安无悲无喜 战于虚空 环视包围自己的满天神灵 淡淡地 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哼 这句话犹如一记惊雷 震得 不管是在场还是不在场的人 全都为之耸然 那可是强横的神灵啊 怎么到了薛先生的嘴里 却跟土鸡娃狗一般 简直不值一提 很多人更是微微露出了苦笑 看来自己还是小瞧了薛先生的气魄呀 面对如此强敌 依然敢如此淡定行事 这才是真正的无敌之姿吗 很多人心中震撼 而满天神灵 却全都被薛安的这句话给激怒了 无知狂妄的小儿 蝼蚁一样的土壮 给我受死 说着 这满天神灵便齐齐动手 准备力斩薛安 这些神灵 有很多是自离恨天而来的强悍神位 还有便是北欧神庭的诸神 奥丁自然也在其中 自打重返地球之后 这位昔日的神王过得很是不如意 本想回自己的老家 好好装一装的 没想到却碰到了初登神位 主宰此界黑暗的范梦雪 一番大战之后 他的神子维达尔的神格险些破碎 英灵战士更是战死无数 就连他的那柄神器永恒之谋 都遭受了重创 断位了三结 尽管后面范梦雪也伤重昏迷 但奥丁却也被吓住了 再不敢去欧洲找事 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华国 这连番的逆势 令这位神王很是恼火 期盼着能赶紧找个机会来证明自己 可巧 今天薛安归来了 如果单打独斗 奥丁绝不敢上手 他到现在还记得 在跟薛安对战时 自己险些生死的一幕 但现在满天神灵器动手 自己混在其中打个太平拳 总归没事吧 同样抱着这种想法的 还有那位血神该亚 他对薛安简直恨之入骨 可同时又极为忌惮 所以 也只敢在周围游走 想找机会偷袭薛安 与此同时 这上百位的神灵 齐齐出了手 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啊 只见方圆千里范围内的天地灵器 被瞬间抽空 无数强悍无比的光滑 汇聚成一道顶天立地的巨大光柱 带着无尽的毁灭之力 直接轰向了薛安 面对着毁天灭地般的一击 全球为之失声 所有人的心全都提到了嗓子眼 有些和薛安相熟的 更是连看都不敢看 只能闭上眼睛 暗自祈祷华族先祖保佑 保佑薛先生平安 似乎是祈祷生效了 只见薛安副手立于虚空 面对杂落的光柱 淡淡一笑 这才像点样子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说着 薛安一手指天 冷然喝道 天地为应 日月为喜 哄 便现在薛安的手掌之中 有一道无比璀璨的光芒 陡然暴射而出 而后薛安便犹如手握日月一般 轰然杂落 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 和诸神的合机光柱 正面相抗 没有巨大的声响 甚至连多余的气势都没有 只是在合机之处 空间如纸张一般 被搅碎撕裂 然后便献出了一团黑洞 狂暴的犀利 将诸神的合机直接摧毁 这一刻 整个世界为之失胜 这满天神灵更是一脸愕然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十分平凡的少年 居然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威 与此同时 薛安冲着血神盖亚 和奥丁神王微微一笑 又见面了 看到薛安的笑容 盖亚和奥丁心中锦灵大作 尤其是盖亚 她甚至能感受到 薛安眼神之中的那一抹喜色 就像是手看到了心仪的雾一般 这让她肝胆剧烈 连连往后退去 薛安淡淡道 既然来了此间 还想跑吗 说着 薛安迈步便要追击 可就在这时 一只按兵不动的龚无剑身形一晃 便已经出现在薛安身旁 然后长分阴阳 轰然砸下 小心 无数人情不自禁地大喊道 可龚无剑号称大罗强者 这一击之快 之猛 已经超出了凡人的想象 只听轰的一声巨响 薛安脚步微挫 整个人却被轰飞出千丈之远 待站定之后 胸腹之间献出了树道 令人触目惊心的裂痕 就好似一具精美的瓷器 被衰裂了一般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为之失声 而龚无剑这时候 则嚣张地大笑起来 我果然没猜错 薛安 你中了我的大封印术 虽然能脱空而出 但想必也付出了 极为惨重的代价吧 再加上你这般疯狂赶回 肯定已经受了重伤 我说得对吗 薛安默然无语 这种态度 便相当于是默认了 与此同时 龚无剑淡淡道 一起动手 将他彻底撕碎 这些神灵在看到 薛安重伤之后 便已经跃跃欲试 等听到龚无剑的吩咐后 更是一拥而上 迫不及待地 想要置薛安于死地 而刚刚还惶恐不安的 奥丁跟血神该亚 此刻更是猖狂地大笑起来 薛安 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 我当初就说过 人是不能跟神作对的 该亚宁笑着说道 而奥丁 更是神力狂勇 想要力展薛安 好证明自己的实力 这次 在诸神的围攻之下 薛安的反应 变得迟缓了许多 气势也没有 刚刚那般强横了 而他胸腹之上的裂痕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扩大 全球数十亿人 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更有无数人情不自禁地躺出了热泪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 正在孤军奋战的薛安 代表着人类最后的希望 而看样子 曾无敌于事的薛先生 也已经渐渐支撑不住了 可他还是没有放弃 反而依然在疯狂地战斗着 这怎能不令他们为之动容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躲避得稍微慢了一些 一名神卫手持长脊 直接击中了薛安的一条腿 强悍的神威之下 薛安的这条腿 瞬间气化 诸神健壮 全都为之狂喜 他撑不住了 而所有目睹这一幕的人 却全都痛哭失声 尤其现场的这些修士们 更是背吼起来 薛先生 你快走吧 你在 我们华族的希望 就在 是啊 不要管我们了 快走吧 教官 您是当之无愧的汉子 可这帮混蛋不讲道义 为攻于您 您不是教导我们 要懂得置机而动吗 现在您先撤退 等以后再为我们报仇 火凤凰的队长 陈昊大吼道 没错 您先保存实力 以后再为我们报仇 无数人开始附和 而天字一号别墅中的唐轩 更是泪流满面 然后毅然起身 便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天空 正在这时 龚无剑冷笑道 想走 呵呵 你们觉得 他还能走得了吗 说着 龚无剑双手结印 静 一声令下 苍穹颤动 灵气如潮水般退去 凤 朱般威势 静加注于薛安之身 令他的身躯又献出了道道列文 硬 道道硬诀 疯狂叠加 让薛安退无可退 三世之下 便是真仙 也得乖乖俯首 更何况 薛安现在已游进灯窟 所以 薛安犹如被困在胶水中的蚂蚁 动弹不得 满天神灵见状狂喜 他们可不会讲究什么道义 趁他并要他命 才是这些神灵的行为准则 因此 他们狂勇而至 齐齐动手 碰 一声声闷响之中 薛安凭借身躯 应接了满天神灵的一击 而后身上便献出了纵横交错的裂痕 最终轰然炸裂开来 静 整个世界全都陷入了死寂当中 无数人的面色挥败至极 眼中更满是绝望之色 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战神倒下了 先生 不知道是谁 率先悲鸣了一声 而后整个世界哭声一片 唐薛安眼前一黑 险些栽落余地 然后眼中便流下了血泪 薛安 你怎么能死 你怎么会死 与此同时 在中都的指挥部中 郑国大将 以及所有的军方高层 全都呆呆地 看着大屏幕上的画面 最终 郑国大将渐渐恢复了清醒 只是此刻 这位执掌华国多年 一贯以铁腕形象 出现在人们面前 从未献出过 一丝一毫软弱的郑国大将 颓败至极地挥了挥手 都退下吧 趁现在这个最后的机会 去跟家人道个别吧 说着 这位郑国大将 便艰难地站起身来 一脸茫然地往外走去 可刚一迈步 他便一个亮枪 差点倒地 将军 有人惊呼 想要过来搀扶 郑国大将摆了摆手 不用管我 现在已经不需要指挥部了 说着 他便往门外走去 没有人说话 有人开始低声啜泣 而当郑国大将走到门前 手已经触碰到门把手的那一刹那 有一名参谋忽然颤声道 将军 快看 那是什么 郑国大将恍若未闻 还能有什么呢 薛先生死了 接下来等待人们的 便是来自诸神的无尽杀戮 一切都不重要了 可这时 又有参谋说道 好好像是薛先生的声音 郑国大将 闻言心神一阵 豁然转身 然后满脸震骇地看向屏幕 跟他同样行止的 还有全球无数的人 本已绝望的人们 又一次抬头看向了屏幕 因为在本已变得空荡荡的虚空之中 赫然传来了一声微微的叹息 然后便听一人淡淡道 还好 终于算是赶上了 这声音不大 却如一记重锤 震在了每一个人心间 因为无数人听出了 说话之人是谁 薛 可怎么回事 薛先生不是被众神斩灭了吗 比众人更加惊议不定的 还有这满天神灵 这些人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他不是死了吗 而龚无剑则猛地仰头看去 面色瞬间变得极为难看 分身 刚刚破碎的 只是他的一句分身 随着话音 所有人也都跟着仰头看去 只见一艘金光璀璨的星舟 缓缓出现在苍穹之上 而后便见一阵金光闪烁 一个个身影开始浮现 而站在最前面 黑铜黑发 一身白衣 宛若仙人将士的 不是薛安 又能是谁 便见薛安淡淡一笑 没错 刚刚死在你们手中的 便是我的分身 所有人呆立当场 然后全都露出了欣喜若狂之色 而后薛安环视全场 淡淡道 刚刚不过是个开胃菜 现在正系开场 说吧 薛安眸光冷然 局长 拍落 轰隆 这一掌 简直无法用语言去形容 就好似天地倾腹 日月倒转一般 澎湃至极的威能 席卷苍穹 令所见之人无不震撼 而被笼罩其中的满天神灵 更是奇奇狂乎 不要 然后便开始四散奔逃 但在薛安这神威浩瀚的一击面前 所有的挣扎 都是徒劳的 碰 一声沉闷至极的巨响之后 满天神灵 几乎全都呆立于原地 而后从这些神灵的身上 传来了如瓷器碎裂般的脆响 开始很轻微 但很快便想成了一片 正当众人为之惊疑之时 就见绝大多数的神灵 那坚不可摧的神区 开始片片崩解 然后便一个接一个地爆裂开来 这如同放烟花的一幕 看待了所有人 火凤凰的邹意 神情呆滞地呢喃道 卧槽 老大就是牛 这图神都图出美感来了 顷刻间 刚刚还占据了大片苍穹的神灵 便失损其久 只有奥丁 血神该亚 还有几名高阶神灵 撑过了这一掌 但即便是侥幸没死 浑身上下也是伤痕累累 看薛安的眼神中 更满是震撼之色 尤其奥丁 这位惜命如今的北欧神王 被薛安的这一掌 吓得亡魂接冒 因为他之前是跟薛安交过手的 当时的薛安虽然厉害 可对付自己的时候 还是要费些周折的 可短短几个月没见 薛安的实力居然厉害了这么多 甚至只是随手一掌拍落 便屠灭了如此多的神灵 并令自己都受了伤 这一刻 奥丁后悔了 后悔不应该跟着夜流燕来此世界 而龚无坚 则也是一脸呆滞地看着这一幕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煞费苦心灭掉的 只是薛安的一具分身 而当薛安的本体降临后 居然一掌 便灭掉了几乎所有的离恨天神位 这样的实力 真的只是一个连真仙都不是的人 所发出来的吗 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 似笑非笑地看着龚无坚 然后伸手一指 被封印了全身修为的众人 麻烦问一下 他们是你封印的吗 龚无坚心中震步 怎么不管是分身还是本体也好 多问自己这个问题呢 但很快 他便冷静下来 沉生道 薛安 你的实力确实不错 可你觉得 仅仅依靠你的一己之力 能阻挡我离恨天吗 薛安笑容依旧 点了点头道 这么说来 这些人确实是你封印的了 龚无坚冷笑着说道 是又如何 我 可还没等他的话说完 薛安身形一闪 便自万丈高空 直接出现在龚无坚的面前 然后在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的时间里 一掌扇出 啪 一声恐怖的翠响响彻天地 甚至震起了层层音波 将漫天云彩都给震碎 在薛安恐怖的掌力之下 龚无坚被直接扇飞出去 直到万丈之后 才算站定了身形 而后再看龚无坚 只见他那张冷艳的脸蛋 被生生扇碎了半边 显得猙獰无比 这一巴掌 扇得很多人都震惊了 龚无坚更是足足愣了几秒钟 才算清醒过来 然后他便发出了震天的怒吼 薛安 你死定了 说着 他一甩头 本来破碎的脸颊 瞬间恢复如初 然后便愤怒欲狂地连连结印 各种封印之术疯狂叠加 而龚无坚的眼中 更是现出激进疯狂的光芒来 还从来没有人打自己 尤其对方 还是一名实力远远逊色于自己的人 这更让龚无坚难以接受 他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彻底撕碎了薛安 可他手中的动作还没完减 一只手掌 便从他的胸腹之间叹了出来 龚无坚一颤 低头看了一眼 满脸的茫然之色 而这时 薛安淡淡到 一个量产型的大罗而已 真以为自己是绝世强者了 说着 薛安猛然一抽 同时手掌在龚无坚的胸腹之中一抓 直接将龚无坚的脊椎 生生扯了出来 鲜血淋漓之间 龚无坚大口吐血 瘫软于地 对于他来说 这样的伤势依然不致命 甚至给他一点时间 连脊椎都能重新长出来 可龚无坚的眼中 却满是震撼之色 因为薛安刚刚的话 直接揭开了他的实力底细 没错 他确实是一名 通过密法催生而出的大罗 论实力 他其实只是一名真仙强者 并且是此生大罗无望的那种 不过因为金扇封印之术 他被选中 然后才有了现如今的实力 可没有领悟法则的大罗 只是徒有其表的幌子罢了 你你怎么会 龚无坚艰难地说道 薛安随手将血淋淋的脊椎扔掉 手中火焰一闪 便重新变得干净 可他没有理会龚无坚的话语 而是转过头来看着一直站在那的夜流燕 淡淡道 这帮人中真正能算得上强者的 唯你一人而已 是吗 大罗强者 天地寂静 而后夜流燕笑了 笑容之中满是玩味 薛安 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感到惊喜了 没错 我才是真正的大罗强者 随着话音 一股令星辰都为之站立的强悍气势 自夜流燕的身上升起 若不是现如今的地球法则 完备灵气充沛 就是这股气势 便足以震碎万里河山 即便如此 脚下的大片土地开始均裂破碎 最后 只剩下被法阵忽悠着的天字一号别墅 还完好无损 而剩下的土地 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这等气势之下 所有人全都为之色变 而夜流燕则淡淡道 薛安 今日 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敌 说着 他缓缓踏出一步 一步之下 虚空震动 而刚刚被薛安一掌 正为击粉的满天神灵 则随着这震动 开始疯狂重塑 请客间 刚刚已经死去的神灵 都已归位 甚至连公无间都恢复如初 而后夜流燕傲然道 一念成见 方为大罗 薛安 你拿什么跟我道 天地间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被夜流燕的 这惊天一朝 而震惊了 逆转生死 一念成见 这就是大罗强者的真正实力吗 在这样的实力威压之下 薛先生 还能是对手吗 这种疑问之下 无数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天空之中的薛安身上 就在这万众瞩目之下 薛安却笑了 笑得肆意而张狂 大罗 你可知 在我面前 先王不过凡夫 先帝亦是庸人 更何况 你这区区一个大罗 大胆 夜流燕被薛安的惊天之余所惊 不禁怒吼道 先王何等尊贵 先帝更是横压诸天的绝世强者 你不过一介蝼蚁 居然敢出此狂言 难道就不怕神魂拘灭吗 薛安笑容渐收 神情冷然地看着夜流燕 你又岂知我之所想 诸天万剑 唯我至尊 今日 我就教你做人 说吧 薛安卧掌成全 凌空一击 这一拳没有任何花哨 简单的就像是少年在嬉笑打闹一般 可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气势的一拳 却令天地都为之停滞 无数人平住呼吸 无比紧张地看着这场 关乎整个地球命运的一战 而看到这一拳 很多眼光毒辣的体术修士 全都呆立当场 见到这一拳 方知无前半生光阴 全为虚度 一名以拳法建长的体修高手 难难自语 因为这一拳 不但和周围天地完美融合 更蕴含着一种天地治理 乃至如羚羊挂脚般 无迹可循 这样的拳法 才是真正的拳法 因为你根本无法躲避 可面对这样的一拳 夜流燕却露出了一丝冷笑 拳法不错 可惜实力太差 说着 在夜流燕的深周 空气中漂浮着的一粒粒微小的沙粒 陡然暴涨 瞬间就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光团 要知道 空气中所漂浮的微小沙尘 何其之多 所以当体型暴涨为拳头大小之后 以夜流燕为中心 无数的光团将其牢牢庇护起来 冷眼看去 就好似天空之中 出现了无数星辰一样 而夜流燕便立于星海中央 而这时 薛安的一拳也已经到了 可这惊天动地的一拳 却在面对这些拳头大小的光团之时 失去了所有的威力 因为所有的冲击 都被这些光团给完全吸收了 这时 夜流燕哈哈大笑起来 薛安 我劝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这每一颗光团 都是一个小事件 你就是打到死 也休想撼动我一根毫毛 一杀一事件 这就是大罗一念成劫的恐怖之处 甚至只要夜流燕想 他可以转化出无数杀力事件 来阻挡一切攻击 在这种防御之下 除非你的实力远高于对手 否则根本无计可施 所以 诸天万界也有一句话 叫做打不死的大罗 就是形容在面对这种无差别的防御之时 任你是何等强者 也得屠乎奈何 薛安面色冷然 无悲无喜 即便面对夜流燕的叫嚣 他也没有任何的表情 只是一抬手 冷声喝道 借你星舟一用 夜流燕一愣 什么意思 什么叫借我星舟一用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直冲苍穹 瞬间来至夜流燕所驾驶而来的星舟底端 他想干什么 众人正在惊疑 就见薛安伸出双手 一把抓住了这艘足有万里之大的星舟 然后冷喝一声 躲起来当缩头乌龟 那我就砸了你的乌龟壳 说吧 薛安双臂一晃 给我过来 咔 这星舟之上自然是有人留守的 因此 在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 便想催动星舟往上升起 可在薛安的距离之下 这星舟居然不声反将 并发出了一阵令人牙酸的歌之声 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 就连夜流燕也看傻了 以一己之力声汉万里星舟 这等距离 就是离恨天中那些专门习练体术的强者 也做不到啊 正在这时 就见这星舟之上所撞刻的聚能法阵 开始献出不堪重负的列文 然后便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裂开来 砰砰砰的巨响之中 这艘星舟被薛安生生拽落下来 然后抡起这巨大的星舟 荡成板砖生生砸落下来 呼 天地间刮起了一阵狂风 所见者无不震撼 夜流燕也是一愣 然后才怒吼道 薛安 你敢 话音未落 这万里星舟便已经兜头盖脸地砸落下来 咔 在这星舟的巨大威力之下 无数的沙利世界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爆裂开来 顷刻间便足足有一半被这一击砸毁 严尘散去 夜流燕灰头土脸地站在那 气急败坏地吼道 薛安 我要将你一点点撕碎 将你的灵魂制成傀儡 怒吼声中 薛安站于高空 一抬手 淡淡道 见来 一声令下 神舟大地 光芒四起 山川和月 深泽湖泊之中 无数光芒腾空而起 疯狂地向薛安涌来 这则是千万年来 华夏山河所集聚的龙脉地气 那位同样被禁锢了全身修为的风水大师宋义 无比震惊的吼道 对于他们这些靠风水入道的人而言 自然可以亏出这无尽光芒所蕴含的距离 光芒向薛安的掌中疯狂地汇聚着 顷刻间 一柄长于万里的巨剑赫然成形 并且剑形如龙 引动着所有华夏子民血脉深处的那一丝牵绊 这时薛安淡淡道 这一剑 是我替万载之前 死在你们屠刀之下的华族先鸣所要的第一笔利息 说吧 薛安举剑朝天 轰然斩落 所过之处 山河围动 四海浪声 叶刘燕也面现一丝凝重之色 但身为大罗的傲慢 让他只是冷冷一笑 故弄玄虚 正在这时 剑芒斩落 咔 围绕叶刘燕的杀力世界开始疯狂爆裂 顷刻间便几乎损耗完毕 而剑势未消 依然朝着叶刘燕斩去 但就在剑芒集体的那一刹那 叶刘燕伸出两根手指 直接夹住了这一剑 然后冷笑道 你就算将整片天地都给凝练成剑 我都不拒 更何况区区九万里山河 说着 他手指一脚 咔 这万里长剑一声悲鸣 便化作漫天划光 各自散去 叶刘燕傲然而立 脸上献出讥讽笑意 薛安 你现在还有何招 薛安漠然不语 天地间一片肃木 而后一股强盛气势 从薛安身上升腾而起 薛安缓缓抬眸 双眸璀璨 因果 神通在线 此战惊天 一声令下 一股至玄之妙的大道法则 便降临于夜流燕宫无间 以及满天神灵之身 夜流燕浑身俱阵 此声利吼道 掌控因果 你怎么会有这种大神通 此刻的他 终于感受到了真切的惊恐 即便是贵为离恨天君之子的他 都不曾凝炼出 这等神通法则 这个男子到底是谁 正当他满心惊恐之时 薛安淡淡道 逆转 啪 满天神灵就好似溢碎的瓷娃娃 被汹涌无匹的因果之力 直接撕碎 化为虚无 连半点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弓无间的身形 剑化虚无 惊恐无比地喊道 少军大人救我 夜流燕那被大罗法则锤炼过的身躯 在因果大道的冲刷下 也献出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痕 但他冷哼一声 就算你真的掌控了因果又能怎样 连真仙都不是 依然蝼蚁一般 说着 他猛然一跺脚 轻贺一声 至肩 哄 就见以他为中心 方圆离许范围内 空间陡然泛起冰冷的金属光芒 变得坚固无比 甚至连天道法则都在寝客间 变得坚如磐石 公无间就感觉 本来疯狂侵蚀自己的因果之力被隔断 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然后满天惊惧地抬头看去 就见汹涌的因果之力如浪潮涌动 而叶刘燕的神通 则如胶石 窥然不动 这等神通法则的直接对抗 让周遭天地都渐渐承受不住 开始献出道道裂痕 叶刘燕哈哈大笑 薛安 你的掌控因果虽然厉害 但我的质坚法则也不是吃素的 说着 叶刘燕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他现在对薛安势在必得 要知道 叶刘燕能凝聚出质坚这种先凭法则 已经是绞天之幸 并搭上了离恨天千百年的积蓄 方才成功 但跟薛安的掌控因果比 这之间要逊色的太多 现在叶刘燕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从薛安的口中 套出他是如何凝炼因果神通的 尤其薛安现在连个真仙都不是 这更是让叶刘燕垂涎三尺 认为薛安一定掌控着什么惊人的秘书 这时 两种神通法则的对抗 已经渐渐奋出了高下 尽管因果乃是诸天万界公认的第一法则 可毕竟薛安 现在还只是一个半部真仙 其修为根本不足以发挥出 这一神通真正的实力来 而叶刘燕是一名领悟了大罗法则的绝世强者 这之间也已经被他凝炼地收发于心 此消彼长之下 居然是因果之力逐渐被压制 而叶刘燕的质尖领域则开始逐渐扩大 见此情景 叶刘燕冷冷一笑 薛安 我其实很佩服你 能在这等蛮荒之地 修炼出这一身惊天本领 确实不易 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为虚妄 现在认输 我会饶你神魂不死 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很多人用复杂的目光 看着天空之中 那个孤傲的身影 他们知道 薛先生已经尽力了 跨越无尽虚空归来 然后连番大战 为的就是救下这一方天地 他做的已经够好了 可现在 一切都要结束了 尽管薛先生修为今天 但毕竟 还只是一名半步真贤啊 很多人绝望地闭上眼睛 但就在这时 站于苍穹之上的薛安淡淡一笑 然后仰起头来 冲着跨海星舟说道 眼儿 把你的平底锅借我一用 这句话提醒了众人 是啊 薛先生并非孤身一人归来 他还带着很多的帮手 可等仔细一看 自跨海星舟中走出来的人群 很多人不禁泄了气 这些人基本都是精先强者 如果搁在以前 这股力量足以横扫还宇 但在夜流燕之尊大罗面前 却什么都不是 而安岩 一直都在后面静静地看着薛安大战 不知不觉间 他的手心都因为过度紧张 而变得潮湿了 因此 当听到薛安的喊声后 他不禁一愣 直到过了一秒 他才恢复了清醒 立马点头 好的老公 说着 他一翻手 那口平底锅便出现在手中 然后往下一扔 老公 接着 随着安岩的清贺 这口平底锅化作流光 直奔虚安而来 而半空中 则回荡起平底锅中 那尊九转雷尊的喊声 这是干什么 而后他控制神念往下一看 不禁私声惊呼 卧槽 大罗强者 不要 我打不过他 我要回家 九转雷尊 简直都要哭了 自己这点实力 唬弄一下金仙 或许还可以 但在大罗面前 连个屁都不是 可能人家吹口气 自己就烟消云散了 所以 他哭喊着 就想逃跑 虚安一探手 一股莫大的犀利 将这口平底锅 吸了回来 然后直接抓在了手中 老大 不要啊 我还想多活几年 九转雷尊哭喊起来 虚安淡淡道 哭什么 又不是让你去死 九转雷尊哭得更伤心了 和大罗对抗 这跟送死 有什么区别 而这时夜流燕 也看到了这一幕 不禁抱着肩膀 满脸击翘地说道 虚安 怎么 觉得打不过我 打算找个帮手 可你觉得 就凭你手里的那个家伙 能撼动我一根毫毛 虚安摇了摇头 你猜错了 我拿这个 根本不是要跟你打 夜流燕冷笑着说道 那你 话音未落 就见虚安深吸一口气 抬头看向天空 淡淡道 差不多了 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了 不光是夜流燕 所有人都被薛安的行动 给弄糊涂了 不禁全都仰头看去 只见天空碧蓝如洗 没有丝毫的一样 众人不禁全都露出疑惑之色 薛先生 是要干什么 正在这时 就听有人颤声道 你们快看 天边那是什么 众人寻声看去 就见 自极远的天际 出现了一道黑线 正在疯狂地往这里涌来 不过眨眼间 就见无数漆黑如墨的阴云 便涌满苍穹 让刚刚还晴空万里的世界 瞬间进入了黑夜 黑云压成 雷光隐隐 好似有一只巨兽 正站在苍穹之外 低声咆哮 准备着发动致命一击 无比强大的威势 让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所有人呆呆地看着 而薛安站于雷光之前 微微一笑 现在知道 我在等什么了吗 我在 等雷了啊 与此同时 很多见多识广的修士 浑身一颤 大吼起来 是雷杰 天哪 我从未见过如此狂暴的雷杰 薛先生要杜劫了 而夜流燕的面色 更是陡然变得阴沉无比 然后咬着牙 一字一顿地说道 真仙之劫 如果说金仙 是人与仙的一个分水岭 那么真仙 便是凡夫 与强者的分界点 只有入了真仙 在诸天万界之中 才可真正称得上是一名强者 也因此 这真仙便成为了 挡在无数修士面前的一道天谦 不光是因为资质 更是因为 要入真仙 必先渡劫 此劫有大有小 完全是根据你的根骨资质 和实力强弱而发 但不管大小 此劫都凶险无比 古往今来 多少精彩绝艳之辈 强横一时 最终却倒在了这场 真仙之劫下 因此 无数人都谈此劫而色变 而看现在这个样子 这场雷劫的规模之大 简直前所未见 这让叶刘燕的神情 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要知道当初 他度真仙之劫时 靠的是其父 离恨天君的帮助 才算勉强度过 而且叶刘燕知道 即便是星空深处的 那些虚空大教中的 不朽神子们 在度真仙之劫时 都得依靠 本派长老的护佑 才可以度过 已经很久没有听闻 有人能以一己之力 度过此劫了 而看薛安现在的样子 显然是打算 独面天节了 这令叶刘燕的嘴角 渐渐献出了一丝冷笑 也好 等你度劫失败 即将身死盗消之时 我再抢夺你的一缕神魂 然后压榨出因果秘书 这样一来 倒是省得自己费力气了 与此同时 就见薛安冲着平底锅里的 九转雷尊 微微一笑 我带着你一起度劫 你是不是很感动 九转雷尊 已经快要吓尿了 闻言更是失声痛哭 大人 不要吓我了 我好害怕 我想回家 身为由雷池孕育而出的生灵 九转雷尊 比任何人都能感受到 这场雷劫的可怕 那云层之中 隐隐闪烁的雷光 每一道 都有毁天灭地之能 就凭他一个小小的雷尊 可能一个 照面就会灰飞烟灭 薛安哑然失笑 怕什么 这可是我特意送你的一场大机缘啊 九转雷尊文 言差点哭晕过去 大人 这机缘我能不能不要 噓 不要说话 薛安淡淡地说着 抬头看向天空 一双眼眸之中 满是跃跃欲试的兴奋光彩 开始吧 说着 薛安纵身而起 向那满天雷云冲去 不 九转雷尊 凄厉地惨叫起来 与此同时 这满天雷云 似乎也被薛安的挑衅给激怒了 就见一道道如蛇蟒一般的雷光 在云层之中闪烁穿梭 然后急聚汇聚在一起 瞬息间 便形成了一道 足有十里粗细的巨大雷光 而后轰然落下 这一瞬间 很多人都以为天亮了 四剑的雷光 将整片天地照如白昼 所有人瞠目结舌地抬头看去 只见薛安立于无尽苍穹之顶端 直面这一道巨大无比的雷光 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反而抬手便是一拳 哄 一声巨响 让整个世界瞬间失声 而后这道雷光 便被薛安一拳生生轰碎 电光四剑之中 薛安淡淡一笑 再来 满天雷云震怒 比刚刚还要强盛十倍的雷光 又一次开始汇聚 然后一道足有二十里之巨的雷光 轰然杂落 这一次 薛安依然不退反进 又一次出拳 将其轰碎 还不够 再来 三十里雷光 四十里 转眼间 满天雷云 便已经轰下九道雷结 一道比一道庞大 一道比一道强横 最后一击 甚至降下了一道百里之巨的雷光 这等阵势 即便是叶刘燕 都不经为之色变 自己当初杜真仙之劫时 不过降下了七道雷光 而靠自己硬抗过去的 只有前五道 后面两道 全是靠他父亲离恨天君出手 才算没有出事 没想到 薛安居然以一己之力 直面了九道雷结 这个消息要是传开 朱天都将为之震动 可薛安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九道雷结的力量叠加在一起 让他那坚不可摧的身躯上 现出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裂痕 老公 安言满心担忧地喊了一声 薛安冲远处的安言微微一笑 然后嘴唇动了动 安言知道 薛安是在说我没事 可不知不觉间 他的眼泪 还是扑素素地掉落了下来 他心疼薛安 甚至恨不得 现在就冲上去 跟他并肩作战 可安言也明白 有些事 就是自己 也无法替代 他去完成 因为有些路 只能自己去走 正在这时 有人满是惊骇地颤声道 你们看那雷云 所有人抬头望去 就见已经降下了九道雷光 显得稀薄许多的雷云 正在疯狂地往一起汇聚 夜流燕浑身一震 眼中也现出震撼的光芒来 怎么回事 不是已经降下了九道雷光了吗 怎么雷云还没散去 难道说 还会有第十道 可诸天万剑 从来没有听说过 有谁硬过十道雷结的呀 正在他满心惊疑之时 只见满天雷云 已经汇聚到一起 并开始疯狂压缩 一团凝炼无比漆黑如墨的云朵 开始成形 即便相隔极远 但所有目睹这一朵雷云的人 还是能感受到 其中所蕴含着的毁天灭地的力量 众人无不色变 九转雷尊 更是被空气中充斥的狂暴雷光 吓得肝胆剧烈 不禁哀嚎道 大人 我们快逃吧 逃 为什么要逃 我等的 就是这一道雷光啊 说着 薛安抬起头来 尽管浑身伤痕累累 但那双眼眸之中 却依然充满了昂扬的斗志 话音刚落 就见雷云之中 一道手指粗细的五彩雷光 赫然成形 然后直轰而下 和刚刚动辄十里百里的雷光相比 这一道五彩雷光 看上去细弱地可怜 但却没有人敢 对其有任何的轻视 因为五彩雷光所过之处 将空间都给击穿出深深的鸿沟 而见到这一道雷光 叶刘燕的瞳孔猛然为之收缩 然后声音微颤地呢喃道 生灭 这是生灭之雷 叶刘燕曾听人说过 若是有真正的天纵之才突破真线 便有可能触发极为稀有的雷结 一般的至强雷结不过九道 但这雷结却有十道 而最后一道 便是生灭之雷 雷主沙伐 最为残暴不过 可至阴为阳 至阳为阴 当雷光凝炼到极致之时 无尽的沙伐之中便会萌发出一丝生机 这种生机最为珍贵不过 甚至可以逆天改命 重塑神魂 可之前叶刘燕一直以为 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传闻罢了 没想到今日 居然真的亲眼见到了 可玄机 叶刘燕的嘴角便浮现出一丝冷笑 就算是生灭之雷 又能如何 要想获取天地间那一抹顿趣的生机 便先得承受住 前面那无尽的沙伐之危 那才是真正恐怖的天结啊 果然 就见九转雷尊已经快要被吓风了 焦急地说道 大人 快跑吧 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薛安一身白衣 被风吹得作响 闻言淡淡一笑 雷尊 你怕不怕疼 啊 还没等九转雷尊反应过来 薛安纵身而起 以决绝之姿冲向了那道雷光 同时淡淡道 怕也没用 准备承受接下来的一切吧 话音刚落 薛安的身形便已经迎上了这一道雷光 没有惊天动地的气势 甚至没有多余的声响 可在这五彩雷光之下 薛安那本以伤痕累累的身躯 就好似沙土捏造的一般 开始大片大片地崩解破碎 至于那口瓶底锅 在刚一接触这道雷光的时候 便直接化为了虚无 里面的九转雷尊惨叫一声 便被五彩雷光直接蒸发 老公 安言见状大惊失色 就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 这时胡英一把抱住了安言 安姐姐 不要去 薛哥哥正在应劫重生 这是旁人可遇不可求的大机缘 可是 安言还是满心焦虑 因为这时 薛安的身形已经渐渐变淡 乃至于近乎消失了 胡英微微一笑 安姐姐 这雷杰对于其他人来说 可能是必死的一关 可对薛哥哥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 你要对他有信心 安言文言一正 最终背齿轻咬猪唇 呆呆地看着场中 而胡英则信心十足 因为全场 可能也只有 他见识过 薛安增位先尊时候的风采 所以胡英相信 这一道雷杰乃是薛安故意为之 否则的话 薛安根本不会让其成形 正在这时 薛安的身影 终于被五彩雷光彻底淹没 而后便听一声暴响 比太阳还要强烈万倍的光芒 横扫长空 肆虐意识后 方才渐渐散去 所有人看着空荡荡的天空 全都神情大变 薛先生呢 坏了 薛先生被雷杰给直接蒸发了 在场众人面色凝重 而通过卫星转播 观看这一幕的几十亿人 更是为之震动 就在这时 叶刘燕哈哈大笑起来 薛安 你果然天纵奇才 就连雷杰都如此的含有 可你还是太高估自己了 结果还不是落了个 生死盗消的结局 虽然没有能抓到薛安的一缕神魂 但叶刘燕还是觉得畅快无比 并且暗暗长出了一口气 没抓到神魂 就没抓到吧 他死了 才算是彻底绝了后患 因为叶刘燕 已经被薛安那层出不穷的手段 给搞怕了 正在这时 只见安言悲鸣一声 老公 然后便双目冒火 杀气腾腾地直奔叶刘燕而来 一见疏力绝艳的安言 叶刘燕的眼前便是一亮 然后黑黑笑道 你就是薛安的家人吗 也好 既然他死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接手了吧 无耻 安言气急败坏地怒斥着 便已经冲到了境前 台长便轰落下来 可安言现在的修为 不过是半步惊心 对于叶刘燕来说 这甚至连蝼蚁都算不上 因此他黑黑一笑 女人 别这么着急啊 说着 一抬手便四脉十块地 抓向安言的手 安言一惊 想要躲闪 却绝望地发现 在叶刘燕的契机笼罩之下 自己根本无法动弹 安言的眼中 献出一抹决绝之色 就是死 也不能落入这人手中 因此 他绝望地一笑 便闭上眼睛 准备自爆殉情 可就在这时 在他耳边传来一个淡淡的声音 傻严 安言浑身俱阵 豁然睁开眼睛 而与此同时 叶刘燕的这一掌 也已经轰制 可就在这瞬间 只见一只修长有力 骨节分明的手 缓缓探出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抓住了叶刘燕的这一掌 然后猛然一掰 咔一声脆响 叶刘燕的这只手掌 便被直接掰断 叶刘燕悚然一惊 往后退了两步 抬头看去 只见在安言的身旁站着的 不是薛安 又是谁 这一下全场都为之震动 无数人为之欢心鼓舞 先生回来了 我就说先生没事吧 呸 你什么时候说了 刚刚就你哭得最大声 这些惊喜的喊声中 安言就觉得自己的眼泪 直也止不住 薛安有些心疼的 替他是去眼角的泪珠 好了 不要哭了 你老公 我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有把握了才去做的 以后不许 你这么冲动了 安言哭着捶了薛安的肩头一下 又哭又笑地说道 我刚刚那不是担心你吗 这虐狗的一幕 让很多女子 面现一丝忧怨之色 而叶刘燕这时候 则恢复了冷静 舔了舔嘴唇 铭声道 薛安 你命可真大 居然连生灭之雷都灭不了你 可你真以为 这就能改变什么了吗 薛安淡淡地看着她 突然说道 你刚刚用的那只手 打得我老婆 嗯 叶刘燕下意识地看了一下 已经恢复如初的右手 薛安点点头 很好 一会 我就先砍断你的右手 狂妄 叶刘燕怒急返笑 好了 这场好戏我陪你玩得够久了 也该结束了 今日 我就让儿等见识见识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罗强者 说着 叶刘燕身上的气势 开始疯狂攀升 而后在叶刘燕的眉间 献出了一点朱砂痣 叶刘宁笑道 能让我用出这一招 薛安 你足可自傲了 说着 她以手符额 猛然往外移转 一柄散发着浓浓不祥味道的烟红长刀 便赫然出现在她的手中 而后夜 刘燕举刀 披落 刘燕 斩天刀 一道闪烁着赤红刘燕的刀芒 斩天掘地而来 所有目睹这一刀的人 全都心底直冒寒气 眉间更是刺痛不已 就好像只是看上一眼 这一刀便已经将自己从眉间切为两半了一样 这就是大罗之威吗 有人轻声呢喃 薛安这时候却笑了 然后一翻手 手中便出现了一口缭绕着无数狂暴雷光的平底锅 九转雷尊 这是你正到为雷部正神后的第一战 可不要输了 九转雷尊 哦 现在应该叫雷神了 闻言先是一阵沉默 然后有些歇斯底里的喊道 大人 你是想玩死我吗 刚刚在硬结之时 薛安之所以戴上这口平底锅 就是因为他清楚 这一次的雷劫非比寻常 如果白白浪费的话 十分可惜 正好这具雷尊可以借此机会突破九转 正道为神尊 因此 他才带着他一起渡劫 只是薛安也没想到 最后的生灭之雷会如此狂暴 自己倒是没什么事 但这具九转雷尊可算是受了大罪了 因为同属雷部 这九转雷尊被这场雷劫特殊照顾 于刹那间生灭了上百次之多 每一次都是彻底打散 然后又重新凝聚 这种痛苦 简直不足以对外人道 实际上 这九转雷尊到现在还没封 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但这也让他祸意匪浅 至少直接脱离九转 正道为神了 但现在听薛安的话 似乎还不打算放过自己 这雷神自然满腔的怨愤 薛安却根本没听他废话 一仰手 这口平底锅便飞了出去 哈哈 薛安 我恨你 雷神怒吼着 却又不得不直面 这轰来的刘燕斩天刀 哄 双方辅意接触 在夜刘燕的大罗之威之下 雷神所控制的平底锅 节节败退 老大 救命 雷神慌了神 可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反而抱着肩膀 好整以侠地看着 这时 这一刀已经斩尽一半 雷神终于发了狠 今天老子都已经死了上百次 也不在乎多这一次 大罗又能怎样 老子照轰不悟 话音刚落 就见一道道雷蛇轰然炸开 强悍的威力 直接将这一剂刘燕斩天刀破开 夜刘燕一惊 怎么回事 薛安这时候一回手 平底锅便飞回手中 然后递给了一旁的安言 炎儿 刚刚这里面还蕴含着一丝雷洁之力 你用着不安全 不过现在已经散发出去了 这就是你的新武器了 雷神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不禁哭道 老大 你想散发雷洁之力 可以跟我说啊 何必这样 会死人的好不 薛安没搭理他 安言接过这口焕然一新的平底锅 就感觉一股强悍的威能传来 实力比之前强悍了何止百倍 而后薛安才转过身来 看着面色殷勤不定的夜刘燕 准备好了吗 夜刘燕一正 旋即勃然大怒 狂妄 受死吧 说着 他便又是一刀砍来 可这一刀 只是形制半途 便开始片片绷解 等到了薛安进前 更是轰然化为虚无 怎么回事 夜刘燕一惊 薛安这是森然一笑 砍得过瘾吧 不过现在该我了 说着 就见一股惊天气势 从薛安身上赫然冲出 其威力之强悍 甚至现出了种种幻想 这是 真仙之威 有人惊呼道 而薛安则在此刻慢声迎道 纵有千古 横径八荒 前途四海 唯我华族 今日 我便斩你大罗 养我华族之威 故弄玄虚 夜刘燕宁笑着说道 手中又是一刀斩落 这时薛安脚踩虚空 点指前方 因果之刃 现 哄 自薛安身周 无数剑芒浮现 而且上面 还附带着 肃杀至极的因果法则 在这满天剑芒面前 夜刘燕的这一刀 连一丝波澜都没惊起 便无声无息地破碎开来 而后薛安抬手一指 杀 哄 满天剑芒落下 夜刘燕耸而惊 想要躲避 却已然来不及 就见剑芒如雨 而上面的因果之力 则疯狂地侵蚀着 他的大罗之躯 跟刚刚的不一样 在进入真仙之后 薛安的道则再次稳固 神通之力更是暴涨 所以 这一次的因果之力 比之前何止强盛了几倍 因此 不过转眼间 夜刘燕的身躯之上 便献出了一道道恐怖的裂痕 这让夜刘燕 都为之惊恐起来 而一旁的公无剑 则更是惨叫连连 少军大人 快救我 他的大罗本就是催发而出来的 身躯根本就不稳固 所以 在面对这一击的时候 连挣扎之力都没有 夜刘燕一咬牙 至尖 他又一次施展出了自己的神通 试图跟薛安的因果之力对抗 可这一次 他的神通领域 不过撑了几个呼吸 便轰然炸裂开来 剑芒汹涌而至 公无间惨叫一声 直接被因果之力淹没 然后便再无声息 夜刘燕看得心胆剧烈 再无战斗之心 而是转身便跑 他现在对薛安 已经充满了深深的忌惮 因为天知道 一会他还会用出什么样 稀奇古怪的招数来 所以夜刘燕现在只想尽快离开这方天地 等回去后 我会将详细情况报告给父王 到时候再派下大队人马来屠戮此间 夜刘燕心中盘算着 身形已经有一多半引入了虚空之中 要知道 大罗可是号称打不死的存在 就是因为到了这个级别的强者 已经很难被彻底杀死 只要有一线机会 便可以逃脱 而且 大罗可以肉身横渡虚空 因此更是立于不败之地 可就在夜刘燕暗暗松了口气 认为自己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的时候 一个淡然的声音从他耳边响起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真以为这方天地是你家的后花园吗 夜刘燕浑身俱阵 刚想吭声 薛安探手 身进虚空之中 往后一拽 夜刘燕便被薛安从虚空之中 生生拽了回来 夜刘燕勃然狂怒 薛安 你就算是真线 又能怎样 我就不信你还真能杀得了我 薛安文言冷冷一笑 你真以为我杀不了你 说着 薛安抬起手来 一缕红白相间的火苗 在他的指尖跳远 这这是 见到这驴火焰 夜刘燕简直就跟见了鬼一样 惊声尖叫起来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薛安露出洁白的牙齿 森然一笑 我 我是薛安 夜刘燕汗如雨下 之前的傲慢已经荡然无存 脸上挤出了一个谄媚的笑容 薛薛安 我们都为强者 有什么事都是可以商量的 何必把事情做绝呢 你说是不 做绝 薛安冷冷一笑 转头看向 因为公无间被灭 身上的封印 正在逐渐解除的众人 如果我回不来 这些人 是不是早就已经化为了鸡粉 夜刘燕面色一白 正欲辩解 人群之中 已经哭成泪人的陈如师 率先闯出 扑通一下跪在了当空 薛先生 我爷爷他 说到这 陈如师已经哽咽难言 同时胖姨一跃而出 双目通红地吼道 小安 你谢叔也死在这群人的手中 包括晶晶 也已经重伤昏迷 一时间群情激愤 万夫所指 夜刘燕的面色 也越发地苍白起来 薛安转过头来看着他 与韩如冰地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好伤了 一边说着 薛安一边迈步往前走去 薛薛安 我可是 离恨天君之子 你要是真敢杀了我 我的父王一定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这方天地 夜刘燕大声喊着 好似在跟自己壮胆一般 薛安文言冷冷一笑 离恨天君 不 很快就不会有什么离恨天君了 你觉得你死了 你们的离恨天 还会存在多久吗 夜刘燕浑身一颤 难以置信地看着薛安 你 话音未落 薛安一抬手 一朵朵红白相见的红莲 便遮天蔽日而来 将夜刘燕死死困在了当中 今日 我便火炼大罗 一记亡灵 随着话音 就见满天红莲一起开放 红白相见的火焰 将夜刘燕彻底笼罩其中 这火焰生腾 却令围观之人 感受不到丝毫的温度 但在被困在其中的夜刘燕看来 这火焰 却比地狱魔火 还要可怕万倍 薛安 你好狠毒的心肠 不要啊 求求你放过我 这夜刘燕开始的时候 疯狂咒骂着薛安 可当火焰集体 无情地吞噬着她的大罗肢体 并消耗着她的神魂本源的时候 这夜刘燕彻底慌了 身体碎裂可以重生 但如果神魂本源被灭 那就真的死了 所以她开始疯狂地求饶 可薛安根本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在火中挣扎求饶的夜刘燕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果然 就在红莲之火 已经将夜刘燕的四肢 都给炼化完毕的时候 一声叹息 自不可知之地传来 有人悠悠叹道 华族强者 得饶人处且饶人 我儿虽然错了 可你也已经涂灭了诸神 算是给了她足够的教训 可否看在本天君的面子上 放她一马 听到这个声音 薛安的嘴角 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淡淡道 我等了你很久了 终于肯出现了吗 离恨天君 随着话音 就在这火焰上空 一个虚无飘移的身影开始浮现 最终出现了一名头发花白 神态威严的老者 随着他的出现 这红莲之火 都被压制得暗淡起来 而夜刘燕 更是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 疯狂地大喊起来 父王救我 老者冲着夜刘燕 微微一笑 我儿不必惊慌 然后转过头来凝视着薛安 叹了口气道 没想到万载未见 华族之中 居然诱出了 你这等天纵奇才的少年强者 薛安不为所动 只是冷冷地看着 这时 离恨天君接着说道 华族强者 这件事 我离恨天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还请放过我儿 你看如何 全场一片肃静 所有人都面色凝重地 看着这个突然出现的老者 因为谁都清楚 这肯定便是夜刘燕的父亲 号称离恨天君的那个人了 夜刘燕都如此强悍了 这离恨天君的实力 估计更加深不可测 而后所有的目光 都会聚到了薛安的身上 很多人的心都揪紧了 想看薛先生会如何应对这件事 这时 薛安缓缓抬眸 与其淡然道 交代 没错 离恨天君微笑着说道 薛安点点头 好 那我便听听 你打算给我一个什么交代 说着 薛安一指众人 死在你儿手下的人不计其数 这笔账 你打算怎么算 离恨天君先是一正 然后呵呵一笑 华族强者 我以为你想说什么 不过一群蝼蚁罢了 我可以给你无数的 灵金功法做赔偿 如何 薛安笑了 只是笑容之中 满是凛冽杀意 蝼蚁 原来我的亲人朋友 到了你嘴中 只是一群蝼蚁 离恨天君不以为然地说道 华族强者 你已入真仙 前途无可限量 这些凡夫俗子 自然不必在意 他还想接着说下去 薛安冷喝一声 够了 然后抬手一指半空中的 离恨天君 现在 只有两个要求 第一 告诉我 万载之前 到底何人主使的尔等 前来屠戮华族 第二 你这个儿子 必死无疑 听到这两个要求 离恨天君面色大变 然后冷哼一声道 华族强者 我以理相待 是因为看中你的前途 可不要觉得 我怕了你了 而且你想知道 是何人主使 呵呵 离恨天君那虚无缥缈的 脸颊之上 泛起一丝畏惧 那是 连我都不敢招惹的存在 所以我奉劝你 还是乖乖收手的最好 薛安文言哈哈大笑 只是笑声之中 满是悲怅和愤怒 好 很好 既然你不肯说 那等我杀进你的天剑 我看你说不说 而且 不管对方是谁 我薛安 必杀之 说着 薛安抬手一指 本来被压制下去的 红莲之火 猛然生疼 叶刘燕发出了 震天的惨乎 狂徒嘎尔 离恨天君怒吼一声 薛安冷冷道 诸天万剑 还没有我不敢的 而且你别着急 很快就轮到你了 说着 薛安随手一挥 这尊虚像便片片碎裂 散归风中 与此同时 叶刘燕的惨叫声 戛然而止 只有红莲之火 依然摇曳 映照的薛安眼中 满是寒芒 红莲散去 天地间一片肃木 很多人情不自禁地 躺下了热泪 这一次诸神进犯 虽然时间很短 可人类 尤其是华族的损失 却极为惨重 若不是薛安及时赶到 可能在场众人 现在都已不复存在 因此 当看到大敌 被薛安生生恋化之后 很多人百感焦急 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而就在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 冲着一处 虚空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们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随着话音 虚空威震 然后献出了两个 惶恐不安的身影 正是奥丁和血神该亚 这两尊神灵 十分侥幸地 没在最开始的 因果对轰之中陨落 然后便趁着大战之时 想要趁乱逃脱 可他们低估了薛安的杀意 从一开始 薛安就怕会有漏网之鱼 因此直接动用自身的修为 封锁了整片天地 这样一来 他们要想跑 必须得打败薛安才行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们俩只能躲在 虚空和现实连接的地方 瑟瑟发抖 希望薛安会忘记自己 可这个愿望 显然是落空了 大 大人饶命啊 奥丁献出本体后 第一个开口求饶 对于他而言 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什么尊严统统都是狗屁 尤其刚才薛安火炼夜流燕 击碎离恨天君虚向的一幕 他可都看到了 这更是将奥丁 吓得亡魂接茂 至于这位血神该亚 他不是不想求饶 实在是已经吓得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时薛安冷冷地 看着这两尊神灵 突然说道 奥丁 你还记不记得 我当初曾跟你说过什么 奥丁一将 什么 薛安淡淡一笑 我说过 总有一天 我会将你的神格制成徽章 送给颜儿 听到这番话 奥丁的面色 瞬间变得惨白 大人 我是被迫的 都是这个夜流燕 强迫着我 我才会重返地球的 求您放我一马 薛安摇了摇头 神情见了 万载之前 你为了活命 背叛地球 投靠了虚空大族 现在又来对付 自己昔日的同胞 其罪 当诛 薛安的话还没说完 奥丁眼神一变 趁着薛安副手而立 好似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时候 悍然动了手 他明白 薛安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 所以 为求活命 他也拼了 这奥丁号称北欧神王 在投靠了离恨天后 神力更是增长百倍 所以实力十分不俗 此次为了求得活命 更是出手便是杀招 尽管永恒之矛 已碎 可当他全力轰出一击的时候 声势依然惊人 薛安却只是冷冷地看着 没有丝毫的动容 直到奥丁的拳头 都已经到了面前了 薛安才好争以挟地 扭头冲安言一笑 然而 你喜欢什么样的徽章 安言一愣 而奥丁却是心中大喜 就是叶刘燕 也不敢再面对自己的时候 这般拖大 薛安 你太狂妄了 去死吧 奥丁鸣笑起来 可他的笑容 还没彻底浮现 便已经凝固了 因为薛安抬起手来 在肩不容发的时间里 便抓住了奥丁轰来的这一拳 然后淡淡道 太慢了 怪不得这么多年 你还只是别人的一条走狗 奥丁一愣 而后便发出了震天的惨嚎 啊 因为 自薛安的手心之中 红白相间的火焰生腾燃烧 顺着奥丁的肩膀 便往上蔓延而去 奥丁也是个狠利角色 为求活命 毫不犹豫地 便将自己的手臂砍落 可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这红莲之火 就如复古之躯一般 已不可阻挡之势 蔓延燃烧着 顷刻间 奥丁的整个神区便被彻底覆盖 这种神力和灵魂被燃烧的痛苦 令他挣扎扭动 突然 一声爆响从奥丁的身躯之中传来 而后便可看到虚空之中现出了幻想 在这幻想之中 被泛梦雪重伤的维达尔 正在奥丁的神国之中 惬意地休养生息 奥丁乃是神王 这神国自然无比广大 维达尔甚至还有心情 在里面豢养了很多神女 每日自以玩乐 可他万万没想到 在自己眼中 几乎无所不能的父神 居然会被人击败 甚至连神国都被击毁 所以 在幻想之中可以看到 正在花天酒地的维达尔 惊骇欲绝地抬头看去 然后便也被红莲之火笼罩起来 转眼间 火焰散去 而这对曾经的神王父子 彻底烟消云散 虚空之中 只有一团散发着金银光彩的光团 薛安一伸手 这光团落入手中 赫然是一枚形似星辰 材质晶莹剔透到近乎透明 里面隐隐有无尽光泽闪烁的晶体 这 便是北欧神王奥丁的神格 薛安微微一笑 递给了安言 然后抬起头来 看向了已经抖落筛康的该亚 奇怪 你怎么不喊饶命 该亚浑身一震 求大人饶命 薛安摇了摇头 不行 该亚都要哭了 不行你还让我喊 这不是玩我呢吗 总得喊一喊 饶命才能显出你的诚意吗 不然多没意思 而且 你放心 你们血族的血珠 我已经积攒得差不多了 就差你这一味主药 便可以炼制 一如绝世大药了 听到这个消息 有没有很开心 薛安笑眯眯地说道 该亚真哭了 合着这位杀神 把血族当成卡牌了 收集齐全 就能炼制丹药 而自己 则是那枚最稀有的卡牌 这种事 搁谁头上 也开心不起来啊 可打又打不过 怎么办呢 这该亚心念一动 便颤声道 大人 求您高抬贵手 放过我一马 我愿意告诉您 关于屠戮华族的那些人的重要情报 听到这话 很多人眼前一亮 可薛安却笑了 只是笑容之中 带着一丝鸡翘之意 如果是其他人 估计我真就信了 可是你吗 薛安淡淡道 你的神格 为什么残缺不全 还用我说吗 该亚一听 面色大变 你怎么知道 薛安冷然道 你当初显然也参与了那场大战 甚至可能还曾亲眼见过那些家伙 可惜 估计那帮人也不信任你 所以谢莫杀驴 在用完之后 便将你的神格 生生挖去一多半 为的 就是想彻底抿灭那段记忆吧 我说的对吗 薛安冷冷一笑 给人家当了那么长时间的走狗 结果到最后 却落了个这样的结局 该亚 你这个血神当德 还真是窝囊 该亚面如死灰 颓然不语 行了 安心地 做个药引子吧 到时候 我会替你报仇的 薛安淡淡地说着 抬手一指 雷神 对付这种阴邪之物 还是你最拿手 所以 给我拍碎了 宁恋为血珠 漂浮在安岩身旁的雷神嘴里小声嘟囔着 干活连个工钱都没有 真是个抠门的老板 可又不敢违抗薛安的命令 因此 还是冲天气 呆 那妖怪 看我的掌心雷 说着 一道雷光轰下 虽然该亚满心不甘 但当他面对 已经正道为雷不正神的雷尊后 不过几个照面 便被轰翻在地 最终 还是被凝炼为了一枚血珠 至此 这场惊天大战 才算告一段落 而这一场大战 从开始到结束 足足用了整整一天光景 这期间 形势千回百转 跌宕起伏 令全球所有人的心 都为之起伏不定 终于 浸泛地球的神灵 算是被屠戮殆尽了 所有人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而后便全都用无比重目的目光 看着薛安的身影 可以说 如果没有薛安 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成为诸神铁蹄下的玩物 可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一个纵身 便又一次来至苍穹顶端 众人仰头望去 满脸疑惑 不知道薛安打算干什么 却见薛安府看被诸神祸害的一片狼藉的天地 猛的一跺脚 逆转阴阳 重塑天地 哄 一声令下 灵气化雨 分阳落下 滋润大地 本已干涸的云梦湖 寝刻间又泛起了零零水光 而因为这场大战 而支离破碎的大地 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弥合 在场所有人身上的伤 也在这场淋雨之下 迅速痊愈 并且 这场淋雨的范围 在逐渐扩大 开始只是局限于北疆一地 而后便迅速扩展至整个北方 最终 整个华国都沐浴在这场淋雨之下 受伤的人开始痊愈 而身体康健的人也受益匪浅 很多修士更是直接跨过关爱 提升了一阶修为 至于有多少山川河泽之中的生灵 因为这场淋雨而开启了灵制 那就更是一个未知数了 所有的外国人都无比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有些修士更是恨不得现在就加入华国 成为华族的一员 终于 一切恢复如初 甚至华国的灵气之充沛 比以前更胜一筹 北江 很多修士都已散去 但更多的人却没有离开 这些人基本都是薛安的老熟人 等薛安落下地面 这些人全都涌了上来 薛先生 大人 薛哥 这些喊声此起彼伏 薛安微笑点头 走吧 进别墅一叙 而经过刚刚的一场淋雨洗礼 天字一号别墅已经彻底变为了一处仙家洞府 当众人进入之后 还没等落座 唐薛儿眼眶红红地上前见礼 薛 薛安看着这个憔悴不堪的少女 叹了口气 好了薛儿 都过去了 他知道这个唐薛儿的心理压力很重 可正当这时 张晓瑜哭着冲上前来 扑通一下就跪在了薛安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大人 快看看小沙大人吧 他 他 他怎么了 唐薛儿一惊 他变成蛋了 当薛安走进内室之中 就见在屋中的软床之上 赫然躺着一枚足有一人大小的巨蛋 张晓瑜哭着说道 我本来是一直守在小沙大人身边的 可没想到我看完大人的这场大战之后 等我再回来 却发现小沙大人已经变成一枚蛋了 薛安走上前 伸手抹撒着光滑的蛋壳 漠然不语 这时 在一旁一直没有吭声的安晴突然说道 他已经死了 这番话一出 全场皆惊 张晓瑜更是一愣 然后便勃然大怒 当然 他也知道 安晴是大人的小姨子 可还是强压着怒火说道 你胡说 小沙大人根本没有死 他化成蛋 肯定是在等待重生 安晴根本没有理会张晓瑜的话 只是淡淡道 我可以感受到 他的契机 已经完全破灭了 安言一皱眉 因为他发现 自己这个妹妹在沉睡三年之后 好像变了很多 晴儿 不要胡说 我没有胡说 他确实死了 安晴不为所动 这时 薛安转过头来 冷冷地看着安晴 安晴却毫不示弱地跟薛安对视着 屋里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直到过了片刻 薛安才垂下眼眸 淡淡道 晴儿 你掌握了重足之心是件好事 可我不希望你的心被这种感觉所蒙蔽 否则 即便你在强大 可那时候的你 还是你吗 这番话 犹如一记记中锤 砸在了安晴的心头之上 他的眼神 瞬间变得迷茫起来 是啊 自从破茧重生之后 他掌握了强大的能力 甚至成为了诸天万界之中 都极为少见的重足女王 假以时日 成就必定不可限量 可不知不觉间 自己的心 也被来自重足的意志所支配了 情绪变得冷静到近乎残酷 心也渐渐变得冷血起来 这样的话 自己还是自己吗 安晴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定 陷入了对自己深深的追问之中 张晓瑜则满脸稀奇地对薛安说道 大人 小沙大人 到底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薛安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 反而冲着一旁满脸焦急的胖姨说道 胖姨 晶晶现在怎么样了 到现在还没醒过来 依然在昏迷不醒 而且气息也越发地微弱 说着胖姨的眼泪夺眶而出 而她曾经胖瘦的身形在这短短的几天之中也已经疯狂地消瘦下来 胖姨 先别哭 我去看看 还有 把谢叔的尸体也送来 听到薛安的话 胖姨身形一阵 玄机脸上浮现出狂喜之色 小安 你的意思是说 你谢叔他 薛安点点头 我试试吧 说着 便离开了这间屋子 去到了外面 谢晶晶躺在床上 面色跟死人几乎没有区别 唯一能证明他还活着的 也就是鼻尖 那几乎已经微不可查的一股气了 而在另一边 则是被炸碎了半边身躯的老谢的尸体 胖姨一见到自己最重要的两个亲人 一死一伤 不禁悲从中来 小声地啜泣起来 薛安走到床边 默默地看着谢晶晶 三年未见 这个女孩 已经彻底成长起来 不光是相貌变得成熟 就连修为 也被很多人所称到 甚至薛安刚刚还听说 她曾在去年的一次 年轻修士的比试大会上 摘得了桂冠 就是这样一个 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目标的女孩 却在听到自己的死讯后 奋不顾身地去跟神灵对抗 这种堪称愚蠢的行径 却让薛安有些说不出话来 最终 她微微叹了口气 轻声呢喃道 真是个傻姑娘啊 这时 听到薛安叹气后的胖姨 心神一颤 小心翼翼地问道 小安 晶晶怎么样了 她身上的伤 是不是很棘手 薛安微微一笑 胖姨放心 不管多重的伤 我都会让晶晶恢复如初 你放心吧 胖姨这才放下了心 站到远处不敢说话了 谢晶晶的伤 确实很严重 虽然夜流燕 只是随手一记封印 可因为实力上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就是这随手一击 便几乎震碎了谢晶晶的神魂 现如今的谢晶晶 体内经脉禁断 石海千疮百孔 甚至连五脏骨骼 都成糜烂之势 这样的伤势 如果搁在其他人身上 早就已经死了八百回了 但谢晶晶却奇迹般地撑到了现在 甚至薛安可以感受到 在谢晶晶的石海之中 有一股极其微弱 但却无比坚韧的神念在坚持 这种求生意志 让薛安都为之动容 所以 薛安才会向胖一下的保证 因为她不想辜负这个女孩的求生意愿 薛安眼神微眯 庞大的神念 先笼罩了谢晶晶的石海 将她那已经脆弱至极的石海保护起来 然后采用无上修为 给她重塑肉身 这一过程 可以说惊险至极 因为很少有人敢这么行事 人的身体是极为精妙的 一点差错 就会酿成大错 可薛安却无比冷静地 用修为给谢晶晶修复着身体 这一下 就用去了足足半个时辰光景 终于 谢晶晶的身体 算是恢复如初 脸色也变得红润起来 但薛安知道 这还只是个开始 最难的还在后面 因为谢晶晶的神魂 已经被震得七零八落 全靠一股念头 勉强维持着不散 如果这时候一个不慎 那么谢晶晶将成为一个活着的死人 普天之下 也就薛安敢用这种方式 来修复神魂了 因为薛安的神念 不但强大到变态 甚至连操控能力 都是令人所望尘莫及的 这才具备了这样做的基础 就见一道道细微的神念 将谢晶晶的神魂碎片托起 然后如拼拼图一般 将其拼接起来 每一步都要小心再小心 终于 就在薛安的额头上 都浸出汗水之时 谢晶晶的神魂拼接完毕 但这神魂了无生气 如死人一般无二 薛安微微一皱眉 然后便投向了谢晶晶的尸海之中 在尸海之中 坚守到现在的那个念头 应该就是一切的关键了 当薛安出现在残缺不堪的尸海之中 就见一个已经近乎透明的身影 静静地漂浮在空中 有一个极为细弱的尼南声 在尸海之中回荡 小安哥 救我 薛安静静地听着 最终叹了口气 晶晶 一听此言 这已经近乎透明的身影 抬头看向薛安 然后便哭了起来 小安哥 薛安有些心酸 他很清楚 谢晶晶的这一缕残魂 是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 才坚持到现在的 因此 他牵起这缕残魂的手 小安哥带你回家 这时 在外面观看着的胖姨 满心担忧地看着 他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发现自己女儿的面色 虽然红润了起来 可气息却越发的微弱 这让他心如刀脚 莫非小安也不能救回晶晶吗 正在这时 就见薛安轻轻吐了口气 如是重负地说道 好了 胖姨一震 然后便见躺在床上的谢晶晶 颤抖着睁开了双眸 胖姨喜极而泣 刚要上前 却见谢晶晶又一次晕了过去 胖姨愣在了那 小安 惊惊他 薛安轻笑道 没事 他只是神魂受到了重疮 需要一段时间疗养罢了 胖姨这才松了口气 而后 薛安便走到了谢叔的尸体旁 因为胖姨一直在用灵气滋润 所以谢叔的尸体 并未出现丝毫的腐坏 甚至脸颊上还带着一丝红韵 躺在那 如果不看炸碎的那半边 简直就跟睡着了一样 胖姨有些犹豫地问道 小安 你谢叔他 还能救回来吗 薛安静静地看着 过了会 才抬起头来看着胖姨 有点难度 但也不是不能试 但有个前提条件 我要告诉你 胖姨立马点头 小安你说吧 我什么都能接受 就是砍下我半边身体给他接上 我都没有意见 薛安微微一笑 倒是不用那样 只是 以后你得接受一个不同的谢叔了 过了一会 胖姨面色古怪地走出房间 冲着外面傀儡先踪的刘可可说道 刘姑娘 小安叫你进去下 刘可可一正 叫我进去 嗯 刘可可不敢怠慢 敢忙走进了屋中 剩下一群人在外面面面相去 不知道薛安叫刘可可干什么 而陈如诗 则满脸稀奇地看着屋子 现在除了胖姨之外 就是她最期盼着 薛安能将谢叔给复活了 因为只有那样 自己爷爷陈修和才有复活的可能 不知道过了多久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吧 就听房间中传来一声巨响 然后便听到了一声古怪的嘶吼 众人全都一愣 胖姨更是第一个便冲了进去 众人也全都跟了进去 就见 被炸碎了半边身子的老蟹 已经从地上站了起来 只是另外半边身子并非肉体 而是精密的机械 这两者相结合 乍看上去就跟终结者中的机器人一样 在复活之前 薛安就告诉了胖姨会出现的风险 所以 胖姨心中已经有所准备 因此 当看到重新站立起来的老蟹后 不禁泪流满脸 上前几步说道 老蟹 你 话音未落 就见老蟹往后退了几步 如野兽般地嘶吼起来 胖姨愣住了 然后颤身问道 小安 这是怎么回事 薛安看着老蟹 轻叹道 生死之道 本是不可违逆的天道法则 现在我逆天而行 虽然复活了谢叔 可因为他的神魂早已经散落天地 尽管我极力搜寻 却一直找到了一多半 就这 还是因为他对你们羁绊很深的缘故 也因此 我才会用机械傀儡 替代他的一半身躯 因为只有这样 他那残存不多的神魂 才能在机械傀儡的帮助下 掌控住自己的身体 所以 现在的他 神志就如婴儿一般 听到薛安的解释 胖姨神情悲戚 那他还能恢复吗 薛安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可能会 也可能不会 胖姨脸上现出了一丝坚毅之色 不管怎样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也不会放弃 说着 他冲着老蟹一招手 颤声道 老蟹 你过来 没有反应 老蟹 我是你老婆啊 还是没反应 薛安道 你最好用平时 对待他的态度来说话 这样才会唤起他的潜意识 胖姨一咬牙 装出凶蛮之色 一跺脚 指着老蟹的鼻子吼道 信谢的 还不给老娘滚过来 一声令下 本来对所有人都 充满了警惕的老蟹 眼中 献出一丝茫然之色 然后便乖乖地 走到了胖姨身边 这一幕 看得薛安 以及众人哭笑不得 到死 这位老蟹 居然还是这么的怕老婆 而陈如诗 则一直神色复杂地 看着这一切 不知道何时 薛安出现在他身旁 悠悠叹道 陈小姐 我知道你的想法 可陈家主是甘愿牺牲的 没有羁绊的灵魂 请客间就会消散于天地间 所以 陈如诗摇了摇头 薛先生 不用说了 然后他抬起头来 羡慕地 看着正在训斥 老蟹的胖姨 眼泪扑素素地掉落 却笑着说道 可能我爷爷根本不想复活吧 既然他走了 那就让他好好地走吧 薛安莫然 陈如诗则大哭起来 可是我真的好舍不得呀 看到他哭 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 尤其是中都众人 全都失声痛哭 陈修和执掌陈家几十载 在中都已经成为 定海神针一般的存在 多少动乱 这位老爷子 都坦然走了过来 没想到 最终却死在了一帮 异族神灵的手中 不过到死 陈修和都没丢了 华族男的气节 就凭这一点 便值得众人敬仰 正当气氛变得十分沉闷之时 安颜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老公 出事了 闻听此言 薛安也没一条 眼儿 怎么了 安颜有些不知所措 刚刚欧洲那边传回来的消息 孟雪孟雪他 孟雪怎么了 薛安耸然而惊 他自然也知道 范孟雪重伤昏迷的消息 正准备将这边事情料理一下 便赶去欧洲 他他不见了 安颜眼圈红红地说道 不见了 安颜点点头 薛安眼神微眯 汹涌的神念 瞬间横扫全球 果然 之前在欧洲那个黯淡的黑色神念 已经消失不见 薛安豁然站起 眼儿 你在家守护 我去一下欧洲 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说吧 薛安冲天起 身形瞬间消失在天际 以薛安献如今的速度 从华国到欧洲 不过眨眼光景 当他落于黑暗古堡之前 这里已经乱了套 包括那群看守的骷髅 所有人的脸上 都满是恍然之色 因此 当见到薛安到来后 众人纷纷涌了上来 大人 黑暗女巫 阿纳斯塔西亚 颤声喊道 薛安一边迈不往里走去 一边沉声问道 到底什么情况 给我详细说一遍 是 阿纳斯塔西亚 赶忙将情况介绍了一遍 那天孟雪击退了 进犯此处的奥丁诸神之后 刚回到古堡 便因重伤而陷入了昏迷当中 但幸好并不危及生命 因此我们所有人便守在古堡之中 保护着孟雪 这次大战 我们全都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华国那边 但我可以用性命担保 从始至终 这黑暗古堡 都处在严密的防护之中 没有任何人出入过 何等事情了结 我进入孟雪的房间之时 却发现 说到这 阿纳斯塔西亚的眼中 现出一抹恍然 发现了什么 发现床上已经空无一人 只有一团浓郁到化不开的黑暗之气 在屋中萦绕 哦 薛安微微一震 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 然后淡淡地 说下去 当时我还以为孟雪醒了过来 然后下床出去了 本来还很高兴 可等一探查 却发现整个古堡之中 没有孟雪的任何踪迹 说到最后 阿纳斯塔西亚的声音之中 已经带上了哭腔 而黑暗议会的所有人 更是满脸悲愤之色 尤其泰坦巨人 这位壮汉 本来便已经痛失了爱人 现在连黑暗议会中 最重要的人也失踪了 这一连串的打击 让他眼睛通红 满是疯狂的杀意 当然 都是我们不好 没有照顾好孟雪 阿纳斯塔西亚哭着说道 薛安面沉似水 没有理会这些话 而是静止上了楼 来到了范孟雪曾住过的房间 当打开门后 里面的布置 简单而朴素 而且 跟黑暗古堡的中世纪风格不同 这里就跟一个 普普通通的 华国少女的闺房一样 但在开门的瞬间 似乎有一道黑气闪过 薛安眼中光芒一闪 然后迈步走入其中 屋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少女幽香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一样 众人全都不敢吭声了 只是静静地看着薛安 这时薛安漫步走到床边 在床头柜上 摆放着一张照片 薛安顺手拿了起来 这是一张郊游时候的照片 上面赫然是少年时候的自己 跟范孟雪 看着照片上虽然青涩 笑容却无比灿烂的范孟雪 薛安忽然有些沉默 他想起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了 他是在自己上高中的时候 在高考结束之后 学校组织了一次郊游 而那 也是自己跟范孟雪 在高中所见过的最后一面 自此之后 薛安便离开了北江 等再次见到范孟雪 已经是薛安归来之后了 没想到这张照片 范孟雪却一直保存着 而且看得出来 他对这张照片十分看重 甚至都已经妈撒得有些发白了 薛安静静地看着 而站在门口的黑暗议会众人 则面面相去 不知道薛安在干什么 直到过了两久 卡尔萨斯才一脸担心地问道 大大人 孟雪是不是出事了 薛安放下照片 轻轻摇了摇头 他没有出事 只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 很远的地方 众人全都有些疑惑 薛安淡淡道 是啊 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卡尔萨斯一脸疑惑 刚想说话 阿纳斯塔西亚拦住了他 然后一脸严肃地 冲他摇了摇头 示意他不要再问了 卡尔萨斯看了一眼薛安的背影 最终咽下了想说的话 低下了头 这时薛安漫步走到窗前 抬头看着外面的茫茫夜空 轻声自语道 虽然气息已经很微弱了 但我还是能感受得到那股力量 是召唤吗 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因为黑暗圣皇绝吧 说到这 薛安的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有欢喜 但更多的还是深深的担忧 孟雪 自此之后 你将真正地踏上黑暗之路 而这条路 注定不会那么平坦 不过不用担心 不管是谁 如果敢欺负你 我依然会像当年那样 为你出头 似乎是为了回应薛安的话 天际划过了一颗流星 薛安嘴角扬起 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当薛安从欧洲返回北疆的时候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她 看到她的身形落下 安言第一个冲了过来 怎么样 找到孟雪了吗 薛安摇了摇头 没有 不过放心吧 她没事 安言还想说什么 但看薛安的神情 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正在这时 就见 想想和念念哭着跑了出来 爸爸 小沙怎么了呀 怎么变成淡了 念念都快哭成累人了 是啊爸爸 他们都说小沙死了 我不要她死 想想也是哭得喘不上气来 薛安看的那个心疼啊 赶紧一手一个抱了起来 软与安慰道 好了好了 不哭了 谁说小沙死了 就是她真的死了 我也能把她救回来 真的 想想念念 同时止住哭声 泪眼朦胧地看着薛安 看着自己两个女儿 那水汪汪的大眼睛 薛安忍不住一人亲了一口 当然是真的 爸爸 还能骗你们吗 两个小丫头 这才破涕为笑 挣脱了薛安的怀抱 欢呼着 冲到在远处站着的张小鱼面前 然后举起粉嫩的小拳头 便打 让你胡说八道 哼 爸爸才没有不管小沙呢 就是 爸爸才不是那种坏人 他都说了 会把小沙救回来 让你骗我们 打你 两个小丫头的拳头 就跟不要钱一样 垂在张小鱼的身上 张小鱼有些不好意思地 冲着薛安 咧嘴傻笑起来 嘿嘿 大人 对不起 我就是怕你 再不救小沙大人 薛安自然看出 是这个张小鱼窜多的 两个小丫头 但这也是 为了救小沙 因此 只是不置可否的一笑 等到人群散去 两个小丫头 也回自己的屋睡下 现在这两个小姑娘 已经有了很强的自我意识 就连睡觉 都要独立出来 这让安言很是 怅然若失了一段时间 不过现在 当听到卧室中 传来两个女儿的酣睡声后 安言便 轻手轻脚地走向天台 薛安此刻 正坐在天台之上 慢慢饮着酒 现在正值人间四月天 尽管繁华似锦 但等到了晚上 还是有些寒凉 清风拂面中 安言走到薛安的身旁 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给自己也斟了一杯红酒 薛安扭头看了他一眼 微微一笑 然后举杯示意 两人将杯中酒饮下后 安言轻声说道 老公 孟雪到底怎么了 薛安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看着远方 这别墅天台 乃是周围的最高点 坐在上面 甚至可以俯瞰整个北江 薛安的目光 好似穿透了层层黑暗 看向了不可知之地 然后才淡淡道 他去了一个黑暗者的圣地 那里 应该会有他要走的路 安言一正 你是说 薛安淡淡道 当初我曾告诉过孟雪 选择了这条路 就是选择了在黑暗中独行 他一脸平静地告诉我 愿意为此承受一切代价 安言沉默了 周围静地 只有夜空中的清风在滴雨 过了许久 他才低声说道 那还会见到吗 薛安笑了 会 当然会 说起来 那个地方 还有我的老熟人呢 只是在提到老熟人 这三个字的时候 薛安的语气 变得有些古怪 可安言却根本没有 察觉出丝毫的异样 只是愣肿地看着夜空 忽然叹道 其实 我觉得孟雪真的很可怜 薛安低头饮着酒 没有说话 又过了好一会 安言才轻声说道 老公 那小沙又怎么样了 是不是真像秦儿说的那样 已经死了 黑暗之中 薛安沉默片刻 然后轻轻点了点头 他说的没错 安言浑身俱阵 他本以为小沙只是沉睡了 可没想到连薛安都这么说 正在这时 薛安淡淡道 那一掌直接将小沙的所有生机 都给封印 又经过这么长时间 小沙的生机 确实已经破灭 即便是我 也无法直接 令他重生回来 安言浑身都在微微颤抖 眼前似乎浮现出那个 一脸桀骜的女孩 正笑着对自己喊主母大人 一时间 安言心如刀脚 可是 薛安眼中光芒灿然 即便是他真死了 我也要让他活过来 安言一正 老公 你有什么办法 薛安仰起头来看着星空 淡淡道 办法很多 但最稳妥 也是最有成功把握的 便是前往龙界 在龙界的圣地本源之中 将小沙的龙蛋重新孵化 这样一来 小沙不但能活 甚至还能一举登天 可是龙界肯帮忙吗 安言有些犹疑地说道 薛安一笑 这个忙 他们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我决定的是 还由不得他们不同意 听到薛安的话 安言这才微微放下了心 这时 薛安轻轻揽过安言的腰 安言顺势便躺在了薛安的肩头上 青丝随风浮动 世界寂静无声 薛安嗅着安言发间的香气 轻声说道 这两天 我便用血珠 给你炼制丹药 嗯 安言嘀嘀地应了一声 老公 等炼制完丹药 我们是不是又要离开了 薛安轻轻点头 是啊 这次 我们要去哪 薛安微微一笑 用手揉乱了安言的头发 你这个小脑袋瓜里 就不要再装那么多的事了 跟着老公走 保证有你的肉吃 哎呀 讨厌 人家刚熟好的头发 就在安言的大发娇称中 薛安觉得 连这夜色都变得可爱起来 而就在薛安和安言这边上演虐狗大戏的时候 在遥远到不可思议的龙界之中 一条体型足有一颗星辰那么大的巨龙忽然睁开了龙幕 而且不光是他 旁边还有几条体型丝毫不逊色于他的巨龙也纷纷睁开了眼睛 感受到了吗 其他几条祖龙一脸凝重地点了点头 说起来 这已经是第二次感受到这种令人心计的气息了 这条巨龙的声音之中带着一丝惊恐 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绝对是那个家伙的气息 我就知道 如他那样的强者 怎么会那么容易地就陨落 另外一条祖龙也一脸惊恐地说道 上次我吩咐你们将种种珍宝都收起来 可都照做了吗 照做了 就差大殿没拆了 不行 那个家伙咽过拔毛 没准连大殿也不放过 现在就去拆了大殿 是 一条体型稍小的祖龙就要离开 回来 还有什么吩咐 记得 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小公主 明白 整个龙界因为这件事变得纷扰起来 而在这边 薛安正在准备炼制这一炉丹药所需要的事宜 炼丹最重要的无非三个层面 丹火 丹炉 还有药材 现在药材有 薛安几乎将一整个血族都给凝炼为了血珠 丹火更是不在话下 普天之下 还能有比薛安的红莲之火更强悍的火焰吗 现在唯一差的就是丹炉了 实际上 以薛安现在的丹术 就是用个电饭包都能炼制出不俗的丹药来 但为了能更好的凝炼药效 以破除封印 薛安决定 这一次要认真对待 能令薛安都如此慎重 可见这一炉丹药到底有多么的不同反响 现在去炼器 制作丹炉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而地球之上又没有现成的丹炉可用 实际上在薛安的神念勘探之下 还是在华国的各个角落中找到了一些残缺的丹炉 这些都是来自于万年之前的遗留 尽管材料都不错 可因为经历了灵气匮乏的时光消磨 现在都已经退化为了一块反铁 没有任何的灵力了 不过这显然难不倒薛安 他在略意思量之后 便开始频繁地往来于华国的名山大川之间 往往一出去便是大半天光景 这让安岩有些疑惑 也问过几次他去做什么 薛安却都只是笑而不语 终于 在这一天 薛安将一切准备完毕 华国修士 乃至整个世界的人都得知了薛安打算炼丹的消息 不禁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全球各大电视台都将镜头对准了北疆 现在的薛安 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全世界人们的心 因此在这些记者们眼中 简直没有比他更好的拍摄素材了 当薛安的身影出现在镜头之上时 很多人开始欢呼 欢呼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薛安对此只是淡然一笑 然后便一跃而起 飞至高空之中 与此同时 在中都电视台的演播室中 坐着一名鹤发童年 一派先锋倒鼓的炼丹修士 趁着这个时间 主持人开始追问 请问王丹诗 您觉得薛先生会打算如何炼丹呢 这位王丹诗手里胡须 一脸淡然道 在我看来 薛先生尽管修为精士 但这炼丹可不是光靠蛮力 就能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 这次炼丹 薛先生估计会很难成功 因为炼丹总得有丹炉吧 可你看到天空中有丹炉了吗 听到这位王丹诗的发问 很多人仔细看了看画面中的天空 果然空空荡荡的 没有任何丹炉的踪影 所以我说嘛 薛先生虽然厉害 但还是太年轻了 而年轻就容易犯错嘛 这位王丹诗 一派高人风范地说道 但正在演播室台下 观看着一切的陈潇逸 却不禁勃然大怒 此刻的他 早已经不是那位 在省城之中 写娱乐周刊的小报记者 而是执掌着中都电视台的主编 这次的直播 本来不用他亲自来负责的 可因为事关薛安 所以他还是主动请鹰 过来帮忙 结果就碰到了一个老不死的 在上面夸夸其谈 和他一样愤怒的 还有很多电视前的观众 哪来的老家伙 居然敢说薛先生的不是 就是 要不是薛先生 这老不死的 估计早就完蛋了 还能坐在上面夸夸其谈 则则 真是个没皮没脸的专家 居然用自己的水平 去揣测薛先生的能力 还敢嘲讽薛先生年轻 真是找死 这些议论和嘲骂之声 这位王丹师自然不知道 现在的他 自我感觉良好 正跟一脸古怪神色的美女主持人 说个没完 我觉得 薛先生这次炼丹 要是失败了的话 我可以免费帮他炼制 毕竟 薛先生对我们华国 对整个世界都有大恩嘛 正当他说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有人惊呼一声 快看 薛先生动了 众人转头看去 果然 就见薛安此刻 一挥手 储存在戒子戒指 跟福宝小楼中的血珠 便全都出现在天空之中 数量之多 简直汇聚成了一条红色的长河 有女孩惊艳道 这色号真漂亮 做口红肯定不错 不过更多的人 还是一脸郑重地抬头看去 而那王丹师嘖嘖一叹 估计 可还没等他说完 就见薛安一抬手 掌中光影闪烁 同时轻贺道 借四方山河一用 随着一声令下 便见华国大地之上的五岳高山 全都一震 山体上便献出了无数繁密的符文 而后一道道璀璨的光华 自山顶之中喷尸而出 直奔薛安这边来 请客间 华下山河齐洞 光华在薛安面前汇聚 然后便献出了一个巨大无比的丹炉虚像 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包括那位刚刚还在夸夸其谈的王丹师 更是神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切 这时 就见薛安一番手 静 哼 满天血珠便如长河涂水一般 全都往这丹炉之中狂涌 不过几个呼吸 这血珠便全都进入了丹炉之中 而后薛安随手一挥 升 红莲之火陡然而生 炙烤的丹炉之中的血珠翻滚涌动 隐隐间更有惨嚎之声传来 而无边血气 更是将整个天空都给印红了 薛安不为所动 只是静静地看着 请客间 便见这一如血珠 净化为血水 惊鸿如玛瑙的血水 在丹炉之中流淌 其中所蕴含的庞大血能 令在远处观看的艾拉德等密党血族们 都为之色变 这时 薛安催动火焰 又开始炼化血水 终于 在一刻钟之后 丹炉之中 血气越发地旺盛 薛安这才一抬手 只见一颗大如拳头 无比澄澈的血珠 便漂浮到了空中 正是血神该亚凝裂成的那枚血珠 这血珠一出 空中似乎还隐隐传来了该亚的求饶之声 薛安却根本没有理会 而是眼神微眯 庞大的神念 瞬间在这颗血珠之上 转刻下了无数精密的符文 然后才猛然往丹炉之中一扔 哄 只见丹炉之中血水暴涨 甚至试图冲破丹炉的限制 薛安健壮 则只是冷哼一声 红莲之火便彻底将这丹炉笼罩起来 终于 在又过了一刻钟之后 丹炉渐渐安定下来 然后薛安一挥手 这红莲之火才止歇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丹炉的顶盖轰然炸开 一道红光直冲天际 试图逃跑 薛安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冷冷一笑 想跑 说着 他一探手 手便伸入了虚空之中 直接出现在红光身旁 一把将其抓了回来 可也就是在这时 只见满天乌云汇聚 其中更是有雷光涌动 薛安却连看都没看一眼 只是漫不经心地喊了一声 雷神 话音刚落 一口平底锅便冲天起 将满天乌云生生拍碎 其中的雷光 更是被平底锅中的雷神所吞噬 然后他打着宝阁 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而这时 薛安缓缓张开手 手心之中 赫然是一枚大如鸽蛋 却无比精英的丹药 一鼓一香 在瞬间传遍了整个北疆 很多修士闻了此香 精神全都为之一阵 隐隐间连心神都稳固了许多 这时即便是个傻子 也能看出薛安的丹氏炼成了 于是乎 在中都电视台的演播室中 所有人的视线 全都集中到了这位王丹师身上 只见他的面色轻一阵红一阵 然后还想着挽回一点面子 嗨嗨 我总归是没说错嘛 从始至终 薛先生也没用丹炉啊 这可能是什么新奇的炼丹手法吧 可他话音刚落 就见画面之中 心情大好的薛安 在面对一个记者的提问 微微一笑道 这就是在炼丹啊 不过 我是用天地山河做的丹炉 不然的话 一般的丹炉 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强大的灵力 这一番话 就好像是一记记巴掌 全都扇在了 这位王丹师的脸上 最终 他羞愤欲死得灰溜溜地跑了 而看到这一幕的观众们 则纷纷大笑起来 敢嘲讽薛先生 真是自己把脸凑过去 等着挨扇啊 泽泽 这下这个王丹师 也算是出名了 这样的小插曲 薛安自然是不知道 他炼制完丹药之后 便回到了天字一号别墅 乖 一会吃了他 薛安就像是在哄小孩子吃药一样 安言有些哭笑不得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还有你教吗 说着便接过丹药来 毫不犹豫地一口吞下 然后眨巴了眨巴眼睛 老公 我怎么 安言刚想问 为什么没感觉 就觉得一股无比充沛凝炼的灵力 直冲天灵干 这种强大的冲击 让安言都没有犹豫 便直接晕了过去 薛安一把抱住了他 然后摇头轻笑 我知道你会吃 但你就没想过等 躺在床上再吃吗 胡英则在一旁 一脸羡慕地看着 等到薛安将安言抱到床上后 胡英凑到镜前看了一会 然后有些奇怪地抬起头来 薛哥哥 嫂子身上的封印是怎么回事 薛安淡淡道 没什么 应该是被某个过路的仙王给封印了 仙王 区区一个仙王 有这么大本事吗 胡英有些不解 不过 也就只有他 敢用区区来形容一个仙王了 薛安不置可否 那你觉得呢 我现在的血脉和修为 虽然都还没有恢复 但嗅着这股味道 总觉得有些古怪 胡英说道 薛安淡淡一笑 是也好 不是也罢 等以后自然就见分晓了 不过倒是你 我 我怎么了 胡英忽然有些紧张 薛安叹了口气 你出来这么久了 难道就不怕你哥 还有你们胡国的长老们担心你吗 不怕 再说了 那个破地方 我从出生就在那待着 足足待了三千多年了 早就待你了 说着 胡英的小脑袋凑了过来 一脸稀奇地看着薛安 薛哥哥 等这里是处理完后 你是不是要去天界了 谁说我要去天界了 妾 真以为我傻吗 那离恨天的事 显然不会就这么完了 你肯定会去调查个水落石出的 对吗 胡英眨巴着大眼睛 一脸狡猾地说道 薛安有些无奈地看着她 是又怎样 带着我一起去呗 胡英兴奋地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不行 我得先把你送回青秋去 胡英的脸瞬间就垮了下来 然后便开始施展摩人大法 抓着薛安的手一个劲地摇晃 哎呀 薛哥哥 你就带着我一起去呗 我保证不会给你闯祸 还能帮你洗衣做饭 蝶背暖床洗脚锤背 行了 好了 薛安被这个胡英摇晃的脑袋都晕了 薛哥哥 你答应了 胡英高兴地说道 其他都可以 唯独这件事免谈 为什么 胡英的嘴巴都绝了起来 因为 薛安刚想说什么 就见躺在那的安言猛然一颤 身上的气息便又一次开始疯狂攀升 从半步金仙 轻松地便跨入了金仙之列 并向半步针仙大步跨近着 这 这是在修炼吗 可这境界的提升速度 也未免有些太快了吧 胡英瞠目结舌地说道 薛安却已经见怪不怪了 只是用颇看完味的目光 看着躺在床上的安言 又是这种不费吹灰之力的突破吗 这次可是直接突破了 被无数人视为天谦的惊险啊 难道说 等把封印彻底解开后 也还能直接成为先王不成 想到这 薛安有些哭笑不得 因为他觉得 没准 还真有这种可能啊 终于 安言修为的攀升速度 逐渐放缓下来 最终停留在了 只差一步便突破为真仙的境界上 胡英眨巴着眼睛 满脸惊叹地说道 薛哥哥 嫂子好像比你 还要厉害啊 薛安微微苦笑 我也这么觉得 正在这时 躺在床上的安言 缓缓睁开眼睛 开始的时候 他还有些茫然 但很快 他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打量了一下自己 惊喜地喊道 老公 我又突破了 看起来这修炼 也不像你说的那么难嘛 薛安嘴角微微抽动 是啊 一点都不难 可接下来 嫂子身上的封印怎么办呢 要知道 薛哥哥 你都已经将整个血族 都给凝炼了 胡英忽然问道 薛安微微一笑 淡淡道 用血珠破除封印 只是权宜之际 要想彻底解开封印 就得杀了那个 得炎而下封印的家伙 说到这 薛安的眼中 闪过一抹杀意 虽然时隔很久 可薛安还是清楚地记得 封印之中所留下的气息 诸天万界 虽然广袤无垠 可先王却是有数的 因此 这个家伙是绝对跑不了的 听到薛安的这番话 安言还没说话 胡英却已经兴奋地 快要跳起来了 没错 居然敢给嫂子下封印 必须得杀他 薛哥哥 我们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薛安似笑非笑地 看了胡英一眼 动身又能怎样 我说带你去了吗 一听这话 胡英的脸 立马就垮了下来 哭丧着脸说道 薛哥哥 你就带着我一起去呗 薛安不为所动 胡英见状 立马便转变了对象 冲着安言逆声道 嫂子 安言有些哭笑不得 这个小丫头 开始的时候 对自己充满了敌意 可在安言的手段之下 不过几个照面 便对安言俯首贴而起来 现在更是跟着孩子一样 这种事 我可做不了主 还是去问你薛哥哥吧 胡英眨着水汪汪的大眼睛 又一次看向了薛安 可就在这时 就听外面传来薛的声音 薛安 中度来人了 薛安一正 便走出了房间 什么人 唐薛轻叹了一声 人就在客厅里 你去看一下吧 当薛安走进了 天子一号别墅的客厅之中 很多人纷纷起身 薛先生 薛大人 这些发自肺腑的恭敬之声 此起彼伏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些 因为他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站在人群中间 一身素衣 手臂上缠着黑纱的 陈如师所吸引了 这陈如师前两天 便已经回了中度 没想到 现在居然回来了 而且还如此打扮 正当薛安一愣神的功夫 就见陈如师 恭恭敬敬地跪倒在地 冲着薛安师 以跪拜之礼 然后颤声道 薛先生 明日便是我爷爷的葬礼了 您作为他生前的好友 所以陈家特意来邀请您前去 薛安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原来这个陈如师 是来请自己去参加 陈修和葬礼的呀 薛安心中微微一动 然后轻叹一声 陈姑娘不用说了 我和陈老爷子乃是至交好友 并且 我一直将其视为前辈 这次陈老爷子 更是为了全我华族气节而牺牲 他的葬礼 我怎可不去 本就双眸红肿的陈如师文言 不禁又一次哭出了声 多谢薛先生 说着 又一次盈盈拜下 薛安一挥手 一股柔和的力道 便将陈如师拖了起来 陈姑娘不用如此多礼 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 听闻薛安如此说 跟随陈如师而来的一些人 面色微微一白 然后低下了头 薛安健壮 心中微微冷笑 却没有说什么 这时 安盐和唐轩 全都走上前来 搀扶起了陈如师 如师 领祖的所作所为 堪称华族表率 你也不用太过伤心了 身体为重 安盐柔声安慰道 自打回了中 都便一直没有得过安闲的陈如师 听到安盐的话 不禁眼含热泪地点了点头 是 严姐姐 现如今 安盐在年轻一辈的女子之中 威望极高 很多人在称呼她的时候 都以教一生严姐姐为荣耀 又说了几句话 陈如师便要告辞回返中都 这时 薛安在一旁淡淡道 如师 你现在身体虚弱 气机紊乱 再这么耗下去 只会损耗了元气 不如住在这 等明天我带你一起回返中都 可是 陈如师微微一正 就这么说定了 薛安直接做了决定 而后 安盐和唐轩 便陪着陈如师走进了内屋 而薛安则看了一眼雾中的众人 寒意莫名地一笑 然后便也转身离开了 等他走后 陪着陈如师来的很多人 全都满头大汗 眼中则满是犹意震撼之色 而后有一人巧声说道 这件事 要不要告诉三少和四少他们 没有人吭声 很多人更是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这个说话的人 然后才有人冷笑一声道 三少四少 这帮家伙在薛先生面前 连个蚂蚁都算不上 你愿意通知你 就去通知吧 就是 你难道没看出来 小姐在薛先生面前的地位 很不一般吗 说话之人一缩脖子 抢笑道 我也只是那么一说罢了 我对小姐可是忠心耿耿 没有半点坏心的 这些来时 都各怀心思的陈家下人 此刻全都看清了局势 立马便站到了陈如师这一边 与此同时 在中都的一间密室之中 陈家旁系的三少陈相上 正一脸惬意地品着红酒 然后轻叹道 真是几品美酒啊 那老头子要是不死 我怎么可能从陈家的酒窖之中 拿出这等好酒呢 而他的堂弟陈北烈 则有些担忧地说道 哥 你说陈如师那个臭娘们去了北江 会不会真的搬来什么救兵啊 陈相上闻言冷冷一笑 他能有什么救兵 无非是去找那薛安帮忙罢了 我就是担心这个啊 要知道 以薛安的实力 我们全都加上 都不够他一根手指碾的 陈相上放下酒杯 脸上浮现出一抹鸡翘之色 怎么 怕了 陈北烈咽了一口口水 微微点了点头 试问 现在整个世界 有谁能不怕薛先生的 怕的话 你可以退出啊 可是 这时 陈相上一阵的冷笑 我承认 这薛安确实厉害 可你别忘了 他是什么身份 那陈如师 又是什么身份 哥 什么意思啊 这陈如师对薛安情根深重 这在中都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可关键是 薛安是有老婆的 而且还是 当今中都第一豪门安家的人 这个陈如师 显然是没有半点机会的 之前陈修和还活着的时候 众人还都给点面子 可现在陈修和死了 你觉得 这个薛安肯 冒着得罪自己老婆的危险 来帮助陈如师吗 这番话 让陈北烈一脸猛逼地点了点头 好像是这个道理 可万一陈如师真要是 请动了这个薛安呢 就是请动了 又能怎样 别忘了 你我都信什么 说到这 陈向上站起身来 一脸得意地说道 我们都是陈家子弟 而且还是男丁 现在陈家大方 一脉人丁凋零 陈修和死了 陈如师的父亲 也在年前 因为走火入魔 而神志全师 现在可以说 只剩下了陈如师 这一个女子 这叫什么 这就叫后继无人 在这种情况下 陈家的产业 由我们来继承 乃是十分自然的一件事 这薛安就是在如何强悍 这种事 也轮不到他来插手 毕竟这可是陈家内部的事 听到自己的堂哥 陈向上这么说 陈北烈眼前一亮 然后一脸钦佩地举起杯来 哥 听你这么说 我心里就有底了 来 我敬您一杯 陈向上满脸得意的一笑 我就说过 这个世界 不是单纯靠武力 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 那陈修和就是想不通这个道理 居然傻乎乎地 去跟异族神灵去斗 这 不是找死是什么 说着 各怀鬼胎的两人 将杯中久一饮而尽 而后陈向上醉眼迷离地说道 等葬礼完毕之后 咱们就找个男人 把这个陈如师给打发出去 到时候 这陈家的产业 可救我们的了 说着 他便一脸畅快地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 整个中都的气氛 都变得有些沉重 因为人们都知道 今天便是陈家老爷子 陈修和出病之日 一大早 便有中都各处的民众自发赶来 想为这位给华族男儿 争了光天了彩的老者 送最后一程 而陈家此刻 更是搞宿迎门 哭声震天 中都的各方豪门 也都赶来吊咽 不过这些豪门的神情 却都有些异样 尤其当看到 本该在灵前守孝的陈如师 居然不在后 更是开始巧声议论 真是让人寒心啊 老爷子尸骨未寒 这陈家便已经开始争夺家产 则则 看那陈向上和陈北烈这哥俩 虽然披麻带笑 可是一点痛惜的神情都没有 真真狼子野心 不狼子野心的话 又怎能干出欺凌弱女的事情来 这些豪门 虽然平时也不算什么好人 可在这件事 却全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慨 而还有些人则低声说道 我可听说 这位如师小姐 是去北江请薛先生了 名义上是请来送老爷子一程 可我估计啊 应该也是去求援的 我也听说了 而且我还听说 这如师小姐跟薛先生早已相识 交情还十分不错 以薛先生的脾气 估计这下有热闹看了 这帮萧小之辈自然不是薛先生的对手 可这件事 毕竟获起于陈家内部 薛先生作意都外人 直接插手的话 是不是有些不好 谁知道呢 反正薛先生一瞪眼 就是漫天神灵都得跪下 更遑论这帮家伙 这些议论声 不时地还传进陈相上和陈北烈这二人的耳朵里 陈北烈的神情有些色缩 陈相上却一脸无所谓 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正当日上中天 葬礼上的气氛 也变得有些焦躁之时 就见几道流光从远处天际飞掠而至 瞬息间便落在了场中 正是薛安和陈如诗一行人 他们的出现 让全场一阵的骚动 尤其是看到薛安出现在场中后 很多人纷纷高喊起来 见过薛先生 见过大人 薛安冲着众人微微一点头 算是回礼 而这时 陈如诗一看到自己爷爷的灵鹫 不禁悲从中来 又一次哭倒在地 这些日子来的种种事情 都涌上了这个女孩的心头 让她的哭声无比哀怨 令闻者都为之动容 而薛安则抬头看了一眼这灵鹫 轻声一叹 然后走上前来 粘香三根 插在了香炉之中 陈老爷子 你虽一介凡俗 却能在生死关头 直面神灵而不窃 并劝我华族气节 仅此一点 便值得我薛安一拜 说着 薛安十分尊敬的身师义礼 这一下 全场都为之肃静下来 很多人更是露出了震海之色 要知道 薛安现在是什么身份 那可是当之无愧的此事第一人 这样的身份和实力 居然对陈修和的灵鹫败了一拜 这代表的意思 可就太多了 因此 连韩里的大管事 都有些梦了 直到薛安抬起头来时 他才反应过来 赶忙喊了一声 家属回脸 陈如师哭的肩膀都在耸动 冲着薛安深深叩手 谢谢薛先生 薛安一挥手 如师 起来吧 然后他还事全场 淡淡道 我打算让陈如师做陈家家主 你们 可有意见 这句话犹如石破天惊 震得全场中人都有些发忙 一直低着头 隐藏着眼中得意的陈相上 更是浑身俱阵 然后骇然地抬头看去 却见全场一片哑然 似乎默许了薛安的话 心中不经大吉 赶忙冲了出来 我有意见 薛安转头看向说话之人 冷冷道 哦 你有什么意见 在薛安的注视之下 陈相上就觉得自己如躲冰窖 浑身的血液都要被凝固了 他心中震撼不已 这就是仙人之危吗 可是钱财如命的他 怎肯舍弃到嘴的肥肉 所以强自镇定地说道 薛先生 您乃是救下整个世界的强者 您说的话 我等自然要遵从 可这件事 我却觉得有些不妥 哦 什么不妥 薛安淡淡道 要知道 我这如师妹妹 虽然才华横溢 可毕竟是一介女流 当然 我可没有说 看不起女子的意思 但毕竟是女子就得要嫁人的嘛 而若是如师妹妹 成了陈家家主 再一嫁人的话 那这陈家 岂不是就改了姓吗 所以我觉得 此事万万不妥 陈相上开始说的时候 还有些磕磕绊绊 但等到后面 便越说越顺了 而薛安就这么静静地听着 直到她说完了 才淡淡一笑 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但不知你又是哪位 陈相上微微一笑 我叫陈相上 陈老爷子乃是我的亲二爷 同时也是如师妹妹的堂哥 听到她这么说 一旁的陈如师 终于按捺不住地冷哼一声 哼哼 没错 这可就是我的好堂哥呢 言语中满是彻骨寒意 陈相上面不改色 如师妹妹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哼哼 为了我好 陈相上 你打得什么如意算盘 真以为我不知道吗 陈如师的眼中 都快要喷出火来了 简直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咬这个家伙两口 你 陈相上正想说话 薛安一摆手 语气淡然道 好了 如师 在 以后你就是陈家家主 陈如师一愣 全场众人也是一正 陈相上更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薛先生 你刚刚不是问人们有什么意见吗 我可是 薛安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我是问了有什么意见 可我说要采纳了吗 这话说的让陈相上差点吐了血 但他还是强自镇定下来 陈生道 薛先生 尽管我无比敬重您 可这件事 您这么做 恐怕不会服众啊 哦 陈相上冷冷道 要知道这家主由谁来担任 都是我们陈家内部的事 薛先生 您虽然修为惊天 可也不能擅自插手我们陈家的事吧 毕竟 这件事跟您可没有关系 这番话说吧 全场一片肃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薛安身上 薛安手摸着下巴略一思量 然后微笑起来 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陈相上心中一喜 陈如师的心却渐渐往下沉去 可就在陈相上脸上的得意 都还没有完全释放开来的时候 薛安淡淡道 如师 跪下 陈如师一愣 但还是乖乖地跪在了薛安面前 全场则更是一阵骚动 薛先生想干什么 不知道啊 接着看 然后薛安冲着陈相上一笑 虽然我大可不必管你的那些狗屁道理 但既然你说了 那我就让你心服口服 说着 薛安转过头来 冲着跪在地上的陈如师说道 如师 你可愿意拜我为师 哄 这句话 犹如一枚重磅炸弹 炸得全场所有人都为之震动 什么 薛先生居然打算 收这个陈如师为徒 这简直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好事啊 要知道 以薛安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想拜他为师的人 排起队来 能绕地球十几圈 一时间 无数人羡慕的眼睛都红了 而陈如师更是浑身俱阵 直到安言轻声喊了一声 如师 他才从茫然中清醒过来 然后毫不犹豫地跪倒在地 师父在上 托儿如师 拜见师父 说这话的时候 陈如师的心中自然无限地欢喜 可在欢喜之中 还掺杂着一抹黯然 因为陈如师明白 自此之后 自己将再无可能接近薛安了 但旋即陈如师又一想 能成为师徒 也已经是绞天之性了 他已经不敢再奢求更多 而看到陈如师 一个头刻到地上 薛安才抬起头来 看向了一脸猛逼的陈向上 和陈北烈等人 淡淡道 你刚刚说我 只是一个外人 无法插手你们陈家的事 那现在 陈如师成了我徒儿 他的事 我这个做师父的 自然要管 这个道理 你可明白 陈向上的面色 陡然变得惨白如指 他刚才还在疑惑 直到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了 薛安为什么这么做 我 一贯善于言辞的陈向上 这时候 也变得张口结舌起来 而在一旁的陈北烈 更是已经双股战战 积不能力 突然 他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哭喊着说道 薛先生 这件事 都是我堂哥陈向上 一手策划的 你听 我这里还有证据呢 说着 陈北烈从兜里 掏出一根录音笔 等打开之后 里面便传来陈向上的那些言辞 等葬礼结束 就找个男人 把这个陈如师打发了 到时候 陈家的家业 可都是我的了 这番话一出 全场都为之震动 来此调研的豪门 都不是傻瓜 此刻都已经看清了形势 因此 纷纷一跃而出 指着陈向上 便开始破口大骂 狼子野心 真真狼子野心 没错 居然对自己的清堂妹 都如此狠利 还准备谋夺家产 真是愧对陈老爷子的 在天之灵 呸 陈家一门英雄 你这样的 根本就不配姓陈 陈向上面如死灰 满心绝望 因为他知道 自己完了 就算薛安不杀他 他也已经身败名裂 再无东山负起的可能 而这时 陈北烈则谴媚地说道 薛先生 如师姐姐 这件事真的跟我无关啊 一切都是这个陈向上逼我的 这番话提醒了陈向上 他的满腔怒火 一下子就点燃了 然后直接扑了过去 一把掐住了陈北烈的脖子 面目争鸣地吼道 你这个卑劣的小人 我掐死你 陈北烈也不甘示弱 开始反制 这堂兄弟二人 便在灵堂之前大打出手 陈如师眼中 现出一抹凄凉之色 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随手一挥 一缕剑芒 直接将扭打在一起的两人 定在了地上 陈向上和陈北烈 抬起头来想说什么 可一介凡夫的他们 怎么能承受得了 这剑芒之危 所以 只是浑身一颤 便双双死去 而后薛安才淡淡道 时辰不早了 送陈老爷子上路吧 有人像拖死狗一样 将陈向上和陈北烈 二人的尸体拖走 然后便见二十四名 精壮小伙子 步履整齐地走上前来 有大管事 刚要喊起铃 薛安摆了摆手 阻止了他 然后转过头来 点指刚刚赶来的 火凤凰特种部队的人 你们过来抬灵鹫 是 火凤凰的队长程浩 一马当先 率领找火凤凰的所有人 走上前来扶住灵鹫 起铃 薛安轻贺一声 灵鹫离地而起 然后薛安亲自扶灵 走 送老爷子上路 一声令下 面前轰然让开了一条通路 陈如师跪倒路边 早已哭成了泪人 当火凤凰的众人 抬着灵鹫从他面前走过的时候 陈如师深深叩手 爷爷 一路走好 这一声凄厉地悲呼 让全场众人无不动容 而当灵鹫走出陈家大门后 全场的豪门 才从刚刚的震海之中清醒过来 然后不禁奇迹道息 一口冷气 我的天 我没看错吧 居然用火凤凰的人来抬灌 有人一脸震惊地说道 要知道 现如今火凤凰特种部队 在华国民众中的地位之高 俨然已经是君神一般的存在 更何况 火凤凰众人最低都是散仙修为 其中不乏长生强者 甚至修为最高的 已经突破为金仙 这等修为的强者 不管到哪 都是被万人尊崇的存在 结果居然给陈修和台灵 这得多大的面子 你们没看到 连薛先生都亲自扶灵吗 这下陈老爷子 可谓被急哀容了呀 有人则一脸艳羡地感叹道 是啊 这下 薛先生算是给足了陈家的面子 众人无不感叹 而这时 则有人喊了一声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送老爷子最后一程啊 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 这帮中都豪门 全都争先恐后地往外跑去 生怕自己再落在旁人的后面 因为现在 就是傻子也能看得出来 陈家自此之后 将一飞冲天 甚至远胜往西 陈如师被薛安当众收为徒弟 又如此给已故的陈修和脸上贴金 这分明就是在告诉众人 陈家 我薛安保了 这样一来 谁敢不尊崇 于是乎 今日的中都 便出现了一幕奇景 就见前面是浩浩荡荡的送病队伍 而后面则是越聚越多的中都豪门 甚至很多刚刚没有来 吊咽的豪门 在听到消息后 也火速赶了过来 虽然薛先生根本不会在意这些 但要是自己的家族 缺席了这次盛会 那么很可能就会被其他豪门所排挤 到时候 损失可就大了 而自发前来送行的中都百姓们 也都震惊了 天 居然是薛先生亲自扶灵 死 连台棺材的 也都是火凤凰的人啊 你们快看 几乎整个中都的豪门都赶来了 这陈家的面子 可算是路到天顶上去了 从陈家到陵渊墓地的路途很远 可一路之上的人 却越聚越多 但所有人都自发地 让开了一条通路 灵鹫穿行而过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肃然起敬 而天空 不知道何时也从晴空万里 变成了阴云密布 在这种气氛之下 灵鹫终于穿过了大半个中都 来治了陵园的所在 陈如师被几名亲近女眷搀扶着 来到了此处 尽管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可当看着抚养自己长大的爷爷 入土为安之时 陈如师还是再一次放声大哭 爷爷 声音凄厉 闻者无不落泪 终于 棺木入土 当最后一敲土盖在上面后 天空下起了稀稀利利的小雨 全场一片静默之中 薛安默然地真满一碗酒 陈老爷子 这一杯 我敬你 愿你此去 逍遥天地 再无羁绊 说吧 薛安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而后猛然将碗摔碎 慢声淫道 启约无依 与子同袍 亡于兴师 修我割毛 与子同仇 开始只是薛安在迎送 然后站在他身后的火凤凰的人 也开始跟着迎送 最终 所有在场的人 都开始迎送这首千载之前的战歌 其声烈烈 其是震天 似乎连天地 都在这首传成千载 凝聚了华族精神的战歌面前站立了 本来阴云密布的天空 渐渐撕裂开一个口子 阳光直视而下 照在陈修和的陵墓之上 很多人都被这一幕奇景惊呆了 而安言则轻声道 如师 不要哭了 看到了吗 陈老爷子见到这一幕 已经很欣慰地安息了 陈如师擦去脸上的泪水 神情渐渐变得坚毅起来 严姐姐 我明白 这几天 我已经将一辈子的泪水都流干了 从此之后 我陈如师 再不会流泪 当诗歌迎送完毕后 薛安转过头来看着所有人 淡淡道 今天我杀了两个人 两个凡人 全场一静 薛安接着说道 按理说以我的身份 这两个人根本不值得我动手 可我还是杀了 知道为什么吗 全场安静无比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薛安 薛安转过头来 看了一眼陈修和的陵墓 淡淡道 因为这两人居然在陈老爷子 尸骨未寒的时候 便意图谋夺家产 甚至不惜用卑劣的手段 来针对忠烈之后 这样的人 你们说该杀不该杀 火凤凰的称号上前一步 沉声道 该杀 众人也开始附和 没错 该杀 杀得好 薛安淡淡一笑 环视全场 然后语气森冷道 我不管你们是谁 也不管你们是什么身份 什么地位 但若是有人敢诋毁 或者针对为华族牺牲的烈士 薛安一仰手 一道剑芒指掌而过 将不远处的一座山峰 拦腰削断 山峰断裂的巨响之中 薛安淡淡道 我的剑 可是不留活口的 全场一阵凛然 有些心中有鬼的人 更是吓得浑身汗毛植树 连忙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而后 薛安又看了一眼火凤凰的众人 火凤凰听令 在 陈昊等人齐齐拱手 在我离开此界之后 若有人敢肆意诋毁华族先烈杀无赦 是 火凤凰众人齐齐阴声 周大牛更是抚摸着自己的大光头 宁笑道 教官放心 谁要敢这么做 俺第一个就将他的脑袋拧下来 当这一场规格高到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葬礼结束之后 整个中都都变得起来 人们议论纷纷 但谈论的焦点 无外乎薛安的那番话 虽然还是有一小撮杠精 小声嘟囔说 薛安这么做太霸道 太不讲究人权 可这些声音 很快便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 几乎所有人都对薛安的提议和做法 表示赞同 这并不是因为 薛安的强大实力和尊崇身份 而是他的做法 顺应了民心 这就叫大势所趋 而就在外界因为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之时 陈家之中 薛安一脸严肃地冲陈如师说道 如师 你可要想清楚了自己的选择 陈如师神情坚毅 师父 徒儿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条路是我选择的 那我跪着也要走下去 气氛陡然变得有些凝致 看着一脸坚毅 毫不动摇的陈如师 薛安的眼中闪过一抹复杂的光芒 在葬礼归来之后 薛安便准备传授陈如师一步功法 可没想到 陈如师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他只有一个要求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变得最强 为此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如师 我明白你的心情 你是想着替自己的爷爷去手刃神灵 可一旦选择了这条路 那你将孤独终老 除非你能在有生之年突破禁锢 否则即便是我也帮不了你 徒儿愿意 陈如师连眼皮都没眨 心肩似铁地说道 薛安似乎早就知道 他会这么说 不禁苦笑着摇了摇头 那好 那我便传授 你这断情道 在诸天万界之中 功法层出不穷 流派千变万化 但如果要问哪个流派 在前期的修炼速度 最快速迅猛 那就非这断情道莫属了 所谓断情 便是指断情灭誉 这乃是一种极为残酷的修炼功法 说他残酷 并不是说像魔修或者鬼修那样 滥杀无辜 屠戮生灵 而是指他对所修炼之人的要求 残忍到近乎变态的地步 而要求则只有八个字 断灭繁情 斩除六欲 到那时 人将变成一部机器 心中所想的 便只剩下一个念头 那就是变强 这种没有任何杂念的修炼 自然会让其勇猛精进 甚至在前期 碾压一切流派功法 可诸天万界 不管是那些虚空大教 还是神宗圣子 都没有人去修炼这种功法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 这个功法 很容易修炼成彻头彻尾的疯子 试想一下 没有了爱恨情仇 心中只剩下执念的修饰 那跟疯子有什么区别 但凡有一点追求的人 都不愿意舍弃繁俗的一切 去练这种东西 更何况 这种功法在后期的限制很大 如果不能再修炼到真仙之时突破自己 从断情变为稚情 那这一辈子便将永远停留在真仙之中 再无存尽的可能 这些缺点 薛安都跟陈如师详细地讲了 可他却没有听进去 反而只听到了修炼神速这四个字 我也不知道 这是在帮你 还是在害你 但现在我 只想最后问你一句 真的要修炼这种功法吗 陈如师点了点头 然后声音颤抖地说道 师父 我很清楚自己的天赋 靠我的实力 要想在有生之年修成真仙 不 哪怕是修成精仙 都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 但我不服 我要变强 变得可以手刃神灵那样的强 哪怕这会付出我所有的一切 我也在所不惜 因为陈家的仇 就得陈家人去报 陈如师的这番话 让薛安都为之动容 他点了点头 好 那我便助你入这段情道 但你要记住 不管何时 都不要忘却本心 等到真仙之时 你若是能超越自己 那便可以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 甚至大罗有望 是 多谢师父 薛安眼神微眯 庞大的神念 瞬间在头顶凝聚 然后便轰入了陈如师的死海之中 要入断情道 便得先将自己的七情六欲 全部抹杀 这一步很关键 若是实力和神念稍差一些的人 很容易便会将神识弄得残缺不全 成为一名彻头彻尾的机器 当然 这对薛安来说 是不存在的 他的神念 在瞬间便将陈如师神魂之中的七情六欲 全部压制封锁 然后将一整套功法全都灌输其中 等将这一切都完成之后 薛安后退一步 沉声道 好了 陈如师浑身微震 然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这双妙目之中 曾经灵动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 有的 只是一片空洞 如师 薛安轻喊一声 陈如师的眼中 才渐渐焕发出了光彩 只是这光彩 满是凛冽寒意 师父 就连声音都变得波澜不幸 乍听上去 就像是机器所发出的声音一样 薛安叹了口气 如师 我希望看到你 突破自己的那一天 陈如师沉默片刻 然后重重点了点头 是 陈家的事情处理完毕之后 薛安便打算返回北疆整理一下 然后便再次离开地球 毕竟 外界还有很多事 等着自己去做 可就在这时 一纸邀约送进了陈家 薛安看到之后微微一笑 也好 我本来就打算去见你的 这下倒是省事了 下邀约之人 正是那位镇国大将 当薛安见到他的时候 他刚刚结束了一场会议 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不好意思薛先生 我没想到 你会来得这么快 镇国大将歉意地说道 薛安微微一笑 摆了摆手 不用说那么多 你找我来 有什么事 镇国大将欲言又止 但最终还是说道 薛先生 您这次归来 还会离开吗 会 果然 镇国大将的脸上 现出一抹忧虑之色 我这次请您来 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 您再次离开地球之后 要是再有神灵将士怎么办 毕竟华族可经不起 再这么折腾了 镇国大将的担心很有道理 现如今华族的实力 还未真正恢复 如果再有神灵将士 肯定还会生灵涂炭 这次是薛安及时赶回来了 但下次呢 还能这么及时吗 薛安笑了 你的担忧很对 而这件事 就是你不问 我也会告诉你的 说着 薛安抬起头来 看向了天空 淡淡道 你觉得镇和风这两个字 哪个比较好 镇国大将一愣 嗯 薛先生 你在说什么 他根本没听清薛安的话 薛安微微一笑 没什么 说着 他却纵身而起 站在了苍穹之上 淡淡道 看我一笔疯天 中都 魏家 魏如兰坐在树下 正在跟自己对弈 只是他的下棋方法 却跟其他人截然不同 因为他的棋盘 是四层镂空的 也就是说 是由四层十九层十九的棋盘叠加成 而每层和每层之间 则被细细的玻璃丝连在一起 而他的下棋方法 也与众不同 是通过点暗光点 来挪动棋子 而且这些棋子 还不仅仅只是应对平面 包括四层相连的中间 也为棋局 这样一来 这盘棋局的复杂性 便增长了无数倍 至少魏如烟在一旁看得头云眼花 却啥也看不懂 尤其到最后的时候 甚至都已经看不清楚棋子的挪动了 只能看到 有光点在这棋盘之中纵横穿梭 简直令人目眩 终于 棋子的速度 渐渐变得缓慢起来 在一次长时间的思考之后 魏如兰摇了摇头 按下了复位键 瞬间 所有棋子便全都重归原位 怎么样 这次又是谁赢了 魏如烟不无言余地说道 魏如兰淡淡道 这次是平局 魏如烟一愣 然后哭笑不得地说道 自己跟自己对异还会有平局吗 魏如兰认真地点了点头 当然会有 然后 他便看着这座特制的棋盘 发起了呆 这种独特的下棋方法 并不是他的独创 实际上 这完全取材于薛安当初 传授给华国军方的一个小游戏 其目的 则是为了锻炼人的神念 但等魏如兰知道这个游戏后 却疯狂地沉迷其中 再也无法自拔 因为简单的平面围棋 魏如兰已经可以通过自己的神念 推演出所有的可能 这就让下棋变成了一件很无趣的事 往往对手还没下出三步 魏如兰便已经推演出了后面所有的可能 提前知道了胜负 这样的棋局 怎么可能会有乐趣 可这个游戏的出现 却给了魏如兰一个惊喜 因为他发现 当平面的棋局变得立体之后 复杂程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 两层棋局叠加 就要比平面棋局困难千倍 而三层便得有百万倍 至于四层 那就更是复杂的难以想象了 可以说 每多加一层 其难度就能叠加到 令人扎舌的程度 现如今 经过无比刻苦的锻炼 魏如兰已经可以下四层围棋 这已经是华国 乃至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成绩了 甚至连最新的超级电脑 都无法做到 所以 魏如兰对此也颇为自得 不知道那位修为今天的薛先生 下此棋局的成绩如何 要是有机会对异一盘的话 没准自己还能赢了他呢 正当魏如兰神游物外之时 忽然便听自己的表姐魏如燕 十分亚然地说道 如兰 快看天上 魏如兰抬头看向天空 就见一个身影 出现在苍穹之上 虽然相隔极远 可现如今 神念已有小成的魏如兰 还是一眼 就看出了是谁 是薛先生 他要干什么 魏如兰不禁有些惊讶 不光是他 整个中都 乃至整个华国的强者 都感受到了天空中的异样 不禁全都抬头看去 眼中也全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薛先生要干什么 这时 就见薛安站于苍穹顶端 抬起修长有力的手 轻轻地划出一横 这一划 空中便献出了 凝至不散的一道印记 而后薛安便比走龙蛇一般开始书写 虚空如指 指尖如墨 请客间 就见一个无比玄傲 繁复的古体传字 逐渐浮现在空中 当最后一笔点上之后 整个天地轰然轻颤 很多修士 更是面露骇然之色 因为他们感觉到似乎连天道都在震动 这时 就见薛安俯瞰世间 淡淡道 此字为阵 我以此字封天 若再有神灵将士 直接绞杀 但而等不可懈怠 毕竟诸天万界 强者辈出 唯有勇猛精进 方可在强足之灵中 占有一席之地 薛安的声音并不大 却飘散到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令这些人 全都为之悚然 是 我等明白 薛先生放心 我等必当勇猛精进 方才不辜负您的厚望 无数修士朝天拱手 齐声喝道 薛安一笑 微微汗手 很好 说吧 他的视线却好似不经意间 扫过了中都魏家 然后一个闪身 便来置了魏家的后花园之中 魏如烟和魏如兰姐妹二人 就觉得眼前一花 等再看去 薛安便已经出现在面前 这令姐妹二人 全都为之震动 魏如烟赶忙恭声道 薛先生 薛安笑着摆了摆手 魏大师 不必这么客气 魏如烟文言脸一红 在您面前 我怎敢自称大师 魏大师过谦了 您的修为可能不是最强的 可这一首花意 却独步天下 甚至在诸天之中 都算是花道高手 真的吗 魏如烟一愣 然后十分开心地说道 薛安点了点头 他说的也是实话 诸天万界之中 修者流派多如牛毛 已花入道的也有很多 甚至薛安还曾亲眼见过几位 可这些修士 无意不是出身精灵 或者花妖等 对自然天然清静的一族 人族之身已花入道的 屈直可数 而这魏如烟的修为天赋 虽然不算太好 可一颗自然之心 却十分纯粹 假以时日 成就定当不凡 得到薛安的肯定 魏如烟心中兴奋不已 而这时 薛安则转过头来 看着石桌之上的那四层棋局 淡淡一笑 没想到如兰姑娘 仅凭自学 便已经可以下四层棋局 天赋当真不错 听到薛安的夸赞 魏如烟脸上 献出一抹得意之色 其实我觉得还算简单 等再磨练几个月 我甚至可以挑战五层棋局 只是不知道 创出这游戏的薛先生 是否有兴趣 和小女子对异一盘呢 魏如烟狡黠地说道 魏如烟闻言面色一寒 如烟 便要呵斥阻止 薛安却摆了摆手 然后似笑非笑地 看着魏如烟 好啊 反正时间还充裕 那我就陪你下一盘 只是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输了的 要大喊三声 我是笨蛋 薛安挤了几眼 猝暇地说道 魏如烟略略犹豫 然后便点了点头 好 薛先生 那小女子可就不客气了 言语中满是强大的自信 毕竟 论聪明才智 魏如烟可是从来不服任何人的 魏如烟虽然几次想阻止 可见薛安决心已定 也不敢说什么 只好一脸无奈地在一旁看着 二人相对做 薛安一抬手 如烂姑娘先请 魏如烟充满自信的一笑 虽然说这似曾棋局之先手的话 优势 没有普通围棋那么大 但我不想 占薛先生的便宜 我会贴武木板 薛安不治可否 随便 我都行 薛安这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魏如烟心中好大的不舒服 心想 薛先生 你虽然修为今天 可这围棋 比得可是心智才气 自己苦练了多少时日 才有现在的成绩 我就不信 真的会输给你 因此 他毫不客气地 便开了棋局 魏如烟在一旁看着 与此同时 魏家上上下下 也都被惊动了 包括魏如烟的父亲 魏家家主在内 几乎整个魏家的高层都赶来了 毕竟 这可是薛先生亲自立临 魏家当然要表现出足够的热忱来 不过当魏家主 看到薛先生 居然跟自己的侄女魏如兰在对弈之后 赶忙一抬手 阻止了人们继续往前去 然后 这些人便全都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 生怕打扰了正在下棋的两人 开始的时候 两人下棋的速度 魏如烟还勉强可以跟上 可等到后面 两人越下越快 眼花缭乱间 魏如烟只能看到 有红绿两道光点 正在以疯狂的速度穿梭往来 甚至拖出了长长的光位 又坚持看了几秒钟之后 魏如烟就觉得头晕脑胀 眼前都在发黑 吓得他赶忙闭上了眼睛 不敢再看 可就在这时 就听啪的一声响 棋局停住 薛安一脸淡然地 冲对面的魏如兰说道 你输了 全场一震 魏如烟赶忙抬头看去 就见自己的表妹 面如死灰地坐在那 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光芒 魏如烟心中哑然 在刚开始的时候 她还真以为自己的表妹能赢 因为从小到大 魏如烟还没见到魏如兰 在脑力游戏中输过 可现在 这个神话被打破了 魏如兰不光输了 输得还极为惨烈 就见薛安好争以霞地说道 你输给了我112亩 如果加上贴的五目半 那就是117目半 如兰姑娘 你可有意义 魏如兰一脸茫然地 抬起头来看向薛安 忽然 她的眼中 现出炽热的光芒 没有意义 薛先生 我输了 输得心服口服 说着 她站起身来 好似迫不及待地一样 连喊三声 我是笨蛋 我是笨蛋 我是大笨蛋 然后便用无比阴切的目光 看着薛安 声音发颤地说道 薛先生 这棋局并不是您所创吧 薛安一扬眉 饶有兴致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魏如兰一脸认真地说道 因为你在下棋的时候 有很多套路 显然都是有模板的 那应该就是现成的棋谱吧 薛安文言 哈哈大笑 笑声之中 魏家的众多高层 起其面现喜色 看样子 薛先生对如兰十分赏识啊 薛安收敛笑意 不无赞叹地说道 如兰姑娘 你的聪慧 在我所见过的人中 当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 没错 这棋局并非我所创 实际上 这棋局乃是诸天万劫之中 十分流行的一种游戏 游戏 薛安点了点头 其实也不光是游戏 他同时还是很多修炼神魂的门派和族群 用来检验神魂强大与否的唯一标准 薛安的话 似乎给魏如兰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他颤声问道 那实力一般都是怎么划分的呢 薛安淡淡一笑 一般五层为入门 九层算入室 而强者 则可以达到上百层之多 这番话犹如一记重拳 直接让本来有些自傲的魏如兰 面色惨白 原来我引以为傲的一切 却连入门都算不上啊 魏如兰有些自嘲地说道 薛安摇了摇头 话不能这么说 这棋局在诸天之中盛行已久 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席练方法 并且 还有很多现成的棋谱在流传 学起来自然容易 而你则是完全凭借自学 来到了四层境界 这已经疏为不易 听到薛安的话 魏如兰不在那般的绝望 然后他眨巴着眼睛 一脸稀奇地看着薛安 那薛先生现在是什么境界呢 我 薛安淡淡一笑 其实我刚刚还没有说完 真正的强者所用的棋局 并非是一般的小棋局 而是以动辄占地十里 百里 矮至千里的庞大棋盘来叠加 魏如兰心神震动 对于深安此游戏的他来说 自然明白 那意味着什么 棋盘每扩大一点 就意味着复杂程度 呈指数级增长 如果真是动辄千里的大棋盘 那复杂程度 已经不是凡人可以想象的了 甚至实力稍弱的修士 多看一眼 都会让自己神魂受损 而这时薛安站起身来 淡淡道 而我的境界 则是以虚空为棋局 星辰为棋子 这简单的一句话 却在魏如兰的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满脸呆滞地轻声呢喃起来 虚空为棋局 星辰为棋子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吗 正在这时 薛安随手一挥 一道神念携带着一部 专门用来修炼神魂的功法 便灌输给了魏如兰 然后他轻声道 你的天赋不错 这部功法便赐给你了 希望等我从诸天之中 再次归来之时 能见到你的进步 说吧 薛安不等魏如兰等人反应过来 便冲天起 转眼消失在了天际 魏如兰呆呆地看着 忽然脸颊微红 然后朝着空荡荡的天空 深尸一礼 薛先生放心 如兰定不负您的期望 这一日 薛安一字封天 传授给魏如兰功法 然后便带着安言告辞众人 离开中都 返回了北疆 在路上的时候 安言巧声问道 老公 你对那个魏如兰 似乎很欣赏 薛安微微一笑 他的天赋确实不错 所以我不想他被埋没了 怎么 吃醋了 我呸 你把我当什么了 醋刚吗 薛安文言 打量了安言几眼 点了点头 差不多 只是比一般的醋刚要漂亮 安言催了薛安一口 就会胡说八道 然后他才又问道 可是老公 这旗下的再好 也只是一个棋局罢了 有什么作用呢 薛安目光看向不可知之地 淡淡道 这棋局 可远不是你说的那么简单啊 大人 求您带着我一起去吧 张小鱼哀求道 给我一个带着你的理由 薛安笑着说道 我可以帮着您 照顾小沙大人 可小沙现在已经是一个蛋了 根本不用照顾 谁说蛋就不用照顾了呢 小沙大人最喜欢干净 即便就是变成了龙蛋 也得每天精心擦拭清洗 不然他会很不好受吧 说着 张小鱼可怜巴巴地看着薛安 一旁的安言说道 老公 那就带着他吧 正好路上的时候 想想念念可以多个玩伴 薛安略一沉吟 便也点了点头 那好吧 谢谢大人 谢谢竹母 张小鱼欢喜的几只触手 都结成了心形 薛安已经将小沙所化的龙蛋 收进了福宝小楼之中 此去朱天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想办法将小沙复活过来 除此之外 需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 比如补充一些路上 需要用的东西之类的 当然 这些都有安言和胡英等人去操心 薛安根本不必去管 等终于将一切都料理完毕 薛安准备离开的消息 没有透露给任何人 在场送行的 只有安晴和唐薛儿等聊聊几人 当然 那位被薛安从封印世界中 带回来的茬儿也在 因为修为所限 他不能跟着薛安去诛天 为此 他已经哭了好几天了 现在见到薛安要走了 更是眼泪汪汪的 少爷 尽管薛安纠正过好几次 可茬儿还是改不了这个称呼 最后也就听之认知了 薛安对这个小茬儿也十分地宠密 闻言笑着敲了一下他的小脑袋 好了 少爷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记得在家好好修炼我给你的功法 等我回来后可会检验你的修为哦 茬儿用力地点了点头 嗯嗯 少爷 我明白了 你路上也要好好照顾自己 而安言则冲唐薛儿笑道 薛儿好好看家 等我们回来哦 两个小丫头 更是依依不舍地拽着唐薛儿的衣服 薛儿阿姨 等我们回来给你带好多好多好吃的 好 薛儿阿姨等着你们兑现承诺哦 唐薛儿笑着捏了捏想想和念念的脸蛋 这时薛安看向依然有些迷茫的安晴 微微一叹 想通了吗 安晴摇了摇头 最近 他正处在痛苦的挣扎之中 充足之心的残暴无情 人性的善良温暖 正在他的体内进行争锋 现在的他 真的有些迷茫了 薛安笑了笑 事情哪有那么容易想清楚的 但我只想告诉你一句话 说到这 薛安的神情变得严肃了许多 失去受性失去很多 但失去人性 你将失去一切 安晴浑身俱振 嘴里呢喃着这句话 不知不觉间已经吃了 直到薛安一家人 已经登上跨海星洲 安晴才从迷茫中苏醒过来 冲着星洲之上大喊道 姐夫 谢谢你 我明白了 安言有些奇怪地问道 老公 秦儿明白什么了 薛安一笑 没什么 我只是告诉了他 如何去掌控非人的力量吧 与此同时 星洲离地而起 瞬息间速度便提升到极致 然后消失在了茫茫夜空之中 唐薛呆呆地看着远去的光点 轻声道 薛安 一路顺风 这一次跨越虚空的速度 要比上一次快了不止一倍 短短几日光景 薛安的星洲便已经跨越过了一个个星系 来至了浩瀚无垠的星海之中 这次安言并没有在福宝小楼之中守着 而是让张小瑜在里面陪着想想念念 而他则在星洲之中 陪伴着薛安 当然 在胡英的强烈抗议下 他每天也有三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 可以来这星洲之中放风 不过剩下的时间 就得乖乖回福宝小楼之中了 这让胡英很是不满 但当薛安说了一句 要不先回青秋湖国吧 胡英立马变得乖巧无比 再不敢多说一个字 当跨入星海之后 透过星洲的弦窗 可以看到外面那美如虚幻一般的场景 而且所过之处的星球之上 也不再是一片荒芜 有很多都已经孕育出了生命 只不过 这些生命往往都很原始 其中最先进的一个 也不过是孕育出了一些 能够在陆地上奔跑的生物罢了 这样的地方 自然没有闻名 也就更遑润修饰了 胡英看着窗外掠过的一个个星辰 有些感叹地说道 这要是 在那些繁盛的星系 估计每一刻上都会住满了人 怎么可能允许 有这样的空白星辰出现 说着 他有些疑惑地对薛安说道 薛哥哥 你发现了吗 尽管我们已经走了很远 可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而且 这里的星图 我也不认得 薛安笑了笑 诸天之广袤 已经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了 就是那些极为广大的中央星系 对于这诸天来说 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 说着 薛安看着那满天熠熠生辉的星辰 心中也不禁有些感叹 不如诸天 不知世界之广大 而就是已知的诸天 对于这茫茫宇宙来说 可能也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吧 正在这时 跨海星洲忽然开始剧烈地颤动 而在弦窗之中的星海光芒 似乎也随之变得扭曲起来 薛安眼神微变 是时空乱流 看样子 前面出现了时空漩涡 在逐天之中行走 危险来自各个方面 但这时空漩涡 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最大危险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 它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这也是很多地方 成为禁区的缘故 不过这时空漩涡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很危险 薛安却没有太当回事 可正在这时 安言却喊了一声 老公 快看 前面有搜菲咒 薛安抬头看去 果然 就见在极远处 有一个巨大的漩涡正在成形 而在漩涡的边缘 有一艘非洲正在奋力挣扎 可惜 这时空漩涡太大了 和所形成的巨大犀利相比 这艘新洲的挣扎 简直孱弱地可怜 眼见他就要一点点 跌入时空漩涡之中 被彻底撕碎了 安言有些着急 老公 薛安淡淡一笑 我明白 先救人 薛安在升入真仙之后 对这跨海新洲 又进行了一次升级加固 尤其夜流燕从离恨天穿越而来的那架新洲 虽然被薛安生生砸毁了 可材料 却能直接拿过来用 所以 现在的这架跨海新洲 虽然并不是十分的大 却极为坚固 并且动力十足 即便面对 时空漩涡的巨大犀利 依然游刃有余 所以 薛安直接操控新洲 发出了一道虚空锁链 伸向了漩涡深处 这时 那架新洲上的人 显然也发现了跨海新洲 当看到锁链之后 立马拼尽全力地往这里开进 终于 那架新洲 接触到了锁链 然后连接在一起 跨海新洲微微一阵 被其强大的犀利 往里拖拽了一段距离 薛安眼神微眯 强大的神念 直接掌控了整架跨海新洲 马力瞬间全开 然后疯狂地往外拖去 虚空锁链 被崩到了极限 在跨海新洲全力的拖拽下 这架新洲 被逐渐脱离了时空漩涡 终于 两架新洲都脱离了时空漩涡的范围 来治了安全地带 安言这才松了口气 与此同时 一道神念 从那架新洲之中发了过来 对方想过来致谢 胡英感受到了对方的神念 轻声说道 好 让他们过来吧 薛安不置可否 实际上 在救下这架新洲之前 薛安便已经通过强大的神念 窥植到了上面的情况 这是一架小型新洲 上面的神念气息显示 只有两个人 这样的组成显然不是星际海盗 或者浪人 所以薛安才会出手相救 不然的话 在诸天万界之中 滥发同情心 可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情 当两架新洲对接 对面新洲上的人过来后 安言和胡英 微微轻移了一声 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居然是两个年岁至多 不超过二十一二岁的兄妹 此刻 这两个稚气未脱的兄妹脸上 还残存着 差点被时空漩涡吞噬掉的恐惧 不过看穿着长相 都显示出对方的出身应该不错 而这兄妹二人也是一正 显然是被安言和胡英两人的容颜所惊 不过很快 年岁稍大些的少年 便恢复了清醒 然后走上前来 十分恭敬地拱手道 多谢诸位的出手相救 天目公家龚长月 再次谢过 而少女则也从刚刚的金黄之中 清醒过来 不过她的注意力 显然被胡英吸引了 哥 这好像是一只狐狸 好可爱 龚长月一皱眉 雪曼 不要无礼 龚雪曼别了别嘴巴 但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胡英 胡英的面色变得有些难看 而这时 一旁的薛安则淡淡道 神念修士 听到这番话 龚是兄妹便是一愣 然后龚长月用惊疑不定的目光 看了一眼薛安 点了点头 没错 但不知道大人是 哦 没什么 我们只是从此路过 恰好遇到了 便顺手救了你们 薛安淡淡道 此刻龚长月的心中有些震动 因为他发现自己 根本看不透面前这个男子 在自己的神念之后 这个男子 似乎被一层厚厚的浓雾所笼罩 这个发现让龚长月心中一灵 态度又变得恭敬了三分 大人顺手为之 却算是救下了我们龚是兄妹的一条命 薛安一笑 虚空如此广大 能凑巧遇上 也算是有缘 正在这时 龚长月的妹妹 那位龚雪曼 语气有些古怪地说道 他们居然也在玩神念棋局 果然 就见在新周的桌子上 摆放着一个十分简陋的三层棋局 安岩脸一红 这是他闲得无聊 自己下着解闷的 但因为神念和才智 都不是安岩所擅长的 所以琢磨了好几天 也只能勉强地做到三层棋局 而这时龚雪曼则捂着嘴头笑道 嘻嘻 这样的棋局我三岁的时候 就能闭着眼下赢了 居然现在还有人玩吗 龚长月脸一板 沉声道 雪曼 看得出来 龚雪曼对自己的哥哥十分未服 文言吐了吐舌头 但还是小声说道 这样的水平 还想去参加今天棋局大赛吗 声音虽小 薛安却听到了 眼中不禁光芒一闪 这时龚长月一脸歉意地说道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个妹妹生性顽劣出口无忌 您不要和她一般见识 薛安微微一笑 没事 不过我好像 听令妹刚刚说什么今天棋局 龚长月一愣 您难道不是 去参加这场棋局的吗 不然的话 您怎么会出现在 这样荒满的心域之中 薛安不置可否 我是因为有其他事路过这里 龚长月文言苦笑道 原来是这样 看来我们兄妹二人 还真是命不该绝啊 不然早死在时空漩涡里了 接着 龚长月便大概地解释了一下 这场棋局 这今天棋局 乃是离此处 还有一个月标准形成的 天照心域 所举办的 一场棋局盛事 我们天目星公家 因为在棋道上修为不错 因此也收到了邀请 可因为路途遥远 我们又因为其他的是耽搁了一下 所以 时间有些吃紧 为了能赶在开幕之前 到达天照心 我们才冒险超近路 打算从这蟒荒心域直穿过去 结果就遇到了时空漩涡 薛安开始还没太在意 但当他听到天照心域的时候 眼前忽然一亮 然后饶有兴致地问道 听起来 这天照心域 在祈祷上的修为 似乎很高 提到这件事 龚长月眼中闪过一抹颓败之色 然后无奈地叹道 没错 可以说这二百年来 天照心域在祈祷上 一直是独占凹头的存在 所以这今天祈祷的规模 也越来越大 薛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忽然一笑 正好我对祈祷也颇有研究 不如一起前往天照心域 看一看这场热闹 龚长月微微一震 龚雪曼一撇嘴 有些不屑地说道 连我哥都不敢说 在祈祷上颇有研究 咦 说着 龚雪曼指了指桌上 那个十分简陋的三层祈祷 意思已经很明显 龚长月面色一冷 龚雪曼 你要再敢这般对恩人说话 小心我回去 就将你关进其事之中 十年不让你出来 龚雪曼不敢吭声了 但眼中依然满是不服 然后龚长月有些迟疑地说道 可以倒是可以 但此去离着那天照心 还有一个月的行程 您 他刚想说下去 就见在闲窗之外 他们那架星舟 陡然暗淡下去 然后失去了所有动力 漂浮在了虚空之中 怎么回事 这兄妹二人全都一愣 然后惊声道 虚安淡淡道 你们的星舟 虽然脱离了时空漩涡 但因为引力的撕扯 已经损害了动力本源 现在已经彻底废了 这番话 让这兄妹二人 面如死灰 未成大罗之前 就是体数修士 都不敢在虚空之中 过多停留 更别说 他们这些专修神念的修士了 虚安微微一笑 看来 我就是不想去 也不行了 跨海星舟虽然不是很大 可里面各种设施 十分地完备 就连客室都有好几间 在龚长月的再三感谢之下 他们兄妹二人 便住在了跨海星舟之上 而后星舟调转方向 按照龚长月的指引 向着天照星域飞奔而去 等着兄妹二人 都回房休息之时 安妍有些好奇地问道 老公 你是真要去参加 这个什么惊天棋局吗 虚安微微一笑 当然不是 那你 虚安看向前方 淡淡道 妍儿 你难道没听到 他们兄妹提到的 举办这棋局比赛的星域吗 安妍一愣 你是说天照星域 虚安点点头 没错 就是天照星域 安妍的眼睛 渐渐亮了起来 我明白了 虚安一笑 你明白什么了 安妍黑黑一笑 我虽然不是太懂 可也知道 天照乃是二国传说中的神灵 而这天照星域 显然跟这个脱不开干系 对吗 虚安拍了拍安妍的脑袋 行啊 变得越来越聪明了 安妍有些气闷 说得好像我之前很笨一样 虚安笑了笑 自信点 把好像去掉 你 安妍气得张牙舞爪 简直恨不得咬虚安一口 虎英转过头去 悠悠道 嗨嗨 虚哥哥 你俩注意点 我可在这呢 虚安一扬眉 不说 我还忘了 今天三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 赶紧回小楼里面去 虎英的脸 一下子就垮了下来 不要嘛虚哥哥 来我给你捏捏肩 说着 他便无比殷勤地凑上来 想伺候伺候虚安 虚安一摆手 还是算了 这要是被你哥哥胡叶看到 还以为我压榨你呢 哎呀 现在不提那个家伙 不过薛哥哥 你是想通过这个天照星域 进入天界吗 虎英问道 虚安点了点头 是啊 毕竟这里的星图 你我都不认识 要是靠这样慢慢寻找 还得很长时间 胡叶点点头 正要说话 龚雪曼捏手捏脚地走出房间 两眼放光地看着胡叶 哇塞 这个小狐狸居然还能说话 看起来好可爱啊 说着 他便旁若无人地凑了过来 伸手就要捏胡叶的脸蛋 现在的胡叶 看上去就跟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一样 脸颊粉嘟嘟地 煞是可爱 这样的魅力 自然令龚雪曼这样的少女 无法阻挡 安言刚想出言阻止 薛安似笑非笑地摆了摆手 示意她不要吭声 对于这种从小被浇灌坏了的熊孩子 薛安见得多了 自然也知道 要想让其老实下来 必须得 有个足够惨痛的教训才行 所以 让胡叶给他一个教训 也是好的 果然 就在这龚雪曼的手 已经快要 触碰到胡叶的脸颊之时 脸色已经阴沉得快要滴出水来的胡叶 叶瑟瑟地说道 你知道吗 我最讨厌别人说我可爱 嗯 龚雪曼一愣 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胡叶便抬起头来 乐狠狠地盯着他 所以 老娘今天就好好教训教训你 说着 胡叶一把抓住了这个龚雪曼的手 猛地一拧手腕 龚雪曼吃痛不过 便顺势倾倒了身子 不过他的反应也很快 冷哼一声 眼中光芒一闪 汹涌的神念便直奔胡叶而来 试图控制胡叶的神志 可他的神念到了胡叶面前后 就跟一阵清风般消散开来 龚雪曼一震 胡叶冷声道 就这点神念也敢在姑奶奶面前卖弄 说着 胡叶的一双魅眼之中光芒闪烁 龚雪曼连抵抗都做不到 便现出痴迷之色 而后胡叶冷声道 现在跪下 龚雪曼乖乖地跪倒在地 龚雪曼一脸得意地扬起下巴 说吧 以后还敢不敢 龚雪曼的眼中现出恐惧之色 他的神志还是清醒的 但却无法掌控自己的身体 这样的感觉简直太糟糕了 正在这时 龚昌月听到外面声音不对 急忙赶了出来 然后便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龚雪曼见到自己的哥哥出来 拼尽全力地朝着龚昌月眨了眨眼睛 满是哀怨之色 这 这是 龚昌月有些迟疑地问道 胡叶背着手 满脸得意地说道 你这个妹妹居然敢冲上前来摸我 让我给了她点教训尝尝 龚昌月立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不禁苦笑道 胡仙姑娘 我妹妹确实太过顽劣 真是不好意思 求您高抬贵手 饶她这一次吧 这还差不多 胡叶很享受这种被恭维的感觉 尤其那句胡仙姑娘 让她心情大好 连带着看这个龚昌月也顺眼了许多 因此 她一挥手便解开了龚雪曼身上的限制 龚雪曼急忙起身 跑到了自己哥哥身后 满脸委屈地说道 哥 别说了 看回去后我怎么收拾你 龚昌月一脸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龚雪曼吓得不敢置身了 而薛安这时候 则似笑非笑地说道 看起来长月其实也睡不着 不如来这喝喝茶 闲聊几句如何 面对薛安的邀请 龚昌月略意犹豫 便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就叨扰了 说着 她便回身冲龚雪曼说道 你回去睡觉 我不叫你 你不许出来 龚雪曼一脸无奈 哥 好了 也不过是个孩子嘛 让这小姑娘也过来吃点东西吧 安言解为道 最终 薛安和龚昌月 在闲窗旁喝茶聊天 而龚雪曼 则跟安言 以及胡英两人 在另一边吃东西 这个龚雪曼 只是疏于管教 导致性情顽劣 但本性并不坏 并且十分地天真烂漫 所以 在安言的三言两语之下 这龚雪曼 便已经喜笑颜开的 喊起颜姐姐了 看着这一幕 薛安心中好笑 炎儿现在的亲和力 可是与日俱增啊 然后她收回目光 轻挫了一口茶 这才淡淡道 看起来 长月其实对于此次比赛 并无多少信心 龚长月浑身一震 然后苦笑道 薛先生果然好眼力 没错 我对于这次的比赛 没有半点信心 哦 为什么这么说呢 薛安不动神色地 为龚长月 斟满了一杯茶 龚长月谢过看茶之后 才轻叹一声道 实不相瞒 这是我的第二次 前往天照星域 参加棋局比赛 但却是我第一次 以政客的身份 独挑大量 薛安静静地听着 龚长月眼中 闪过一抹颓然之色 然后轻饮了一口茶 上次我是跟着家中长辈 以赔从身份前往的天照 当时我 根本没有夺取 什么名次的想法 纯粹就是为的 开一开眼界 说到这 龚长月的脸上 现出一抹苦涩 当然 我就是想夺得名次 也不可能 因为到了那棋局之上 我才知道天下之大 精彩绝艳之辈 更是层出不穷 相比之下 我这点奇数 更是提不起台面 那为何这次 却是你兄妹二人 参加比赛了呢 薛安淡淡道 龚长月面显犹豫之色 请恕我不能相告 薛安一笑 没事 哎 薛先生 我确实不是信不过您 实在是因为有难言之隐 更何况 这次我独自一人 前往参加比赛 心里也实在没有半点底气 薛安不置可否 输了就输了 以你的年纪 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 龚长月摇了摇头 您不明白的 上次 我们龚家派去的人 便几乎全军覆没 这次若是再不能夺得名字 那么我们龚家在齐阶的段位 便要被强行降低 到时候 后面的话 龚长月没有说下去 但满脸的忧色 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薛安笑了笑 又倒满了一杯茶 但喝了一口之后 才淡淡道 这么说来 这天照心域掌管比赛 就也算是执掌了你们的命脉了呗 龚长月的眼中 现出一抹怒色 但最终还是颓然地点了点头 没错 而且这天照心域的歧视形势 极为霸道蛮横 可无奈其大一击压死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刚说到这 一旁的龚雪曼忽然回头说道 是完全这样的 您难道忘了诸葛玄青姐姐了吗 听到这个称呼 龚长月眼中光芒爆亮 但玄疾便又暗淡了下去 是啊 玄青小姐的实力 确实足以挑战天照心域的诸多骑师 上次比赛 更是差点就战胜了 蝉联三界冠军的天照祈愿的少年天才景天锐 可听闻说 这个景天锐 在上次比赛之后便闭关三年 出来之后 奇异暴涨 这次的比赛 结果很难说啊 薛安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只是在听到诸葛这个姓氏的时候 神情忽然变得有些古怪 而他也可以听得出 这个龚长月 在念叨玄青这个名字的时候 那一脸的柔情 就差在脸上刻上暗恋两个大字了 薛安笑了笑 举起茶杯来 听起来似乎很有趣的样子 那这次的比赛 我倒要参加一下试试看 要是能弄得齐王啥的 也算不错 龚雪曼文言一挑眉 刚想说话 却被自己的哥哥狠狠瞪了一眼 只好洋装咳嗽遮掩过去 而后龚长月一脸忧色地举起杯来 既然如此 那我就再次攻注薛先生了 只是不管从言语还是神情 都可以看出 龚长月对薛安的话 没有半点信心 薛安也没解释 只是一笑置之 接下来 就是枯燥的星际旅行时间了 因为这跨海星洲的速度 比龚氏兄妹的那架星洲快 因此 本来应该一个月标准行程的路途 在二十天的时候 便快要赶完了 这时候 周遭的星域又有了变化 所过的星辰之上 已经可以看到人类居住的痕迹 甚至有几个星球上 已经有了修饰文明 当然 这些文明的程度都不算太高 但也算是脱离蛮荒了 薛先生 前面便是天照星域的范围了 龚长月说道 薛安站在弦窗之前静静地看着 一股无形的神念扩散开来 想探寻这个星域 自从进入真仙之后 薛安的神念覆盖范围又一次暴涨 甚至能一次性探查一个太阳系 那么大的范围 可当他的神念 刚一触碰到天照星域的边缘之时 一股无形的屏障便阻止了他 薛安也不感到意外 在其道盛行的地方 神念修士自然占了绝大多数 因此 有这样阻挡神念窥探的法阵 也不奇怪 而当跨海星洲 穿过那层屏障之后 周遭环境又是一变 本来寂静的虚空 变得热闹起来 各式各样的飞船飞舟纷至踏来 甚至让航路都变得有些拥挤起来 薛先生 这都是来参加这次今天棋局比赛的人 龚长岳解释道 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 因为他发现 这次的棋局比上一次规模还要大 而参赛的人越多 自己夺得名次的希望 也就越是渺茫 薛安倒是饶有兴致地 打量着周遭的环境 然后说道 看起来似乎越来越有趣了 在天照星域的中心位置 便是此次棋局比赛的召开之处 所有赶来的飞舟飞船 都停靠在位于中心位置 不远处的几颗星球之上 正如胡英之前感叹的那样 在繁华的星系之中 根本就不会有空白星球 这几颗星球 显然都已经经过了大能的改造 上面的环境都十分的宜居 不过这也导致这些星球的天道 都已经荡然无存 说白了 就跟一个酒店一样 只适合暂时居住一下 跨海星洲 也停靠在了其中的一颗星球之上 当从星洲之上下来后 硕大的停机坪上 已经有很多人了 当然 这只是一个很笼统的叫法 实际上 其中有很多 并不能算是人 比如那个类机械的生物 便完全和人字沾不上半点边 安言这下 可算是大开眼界了 从下来之后 眼睛就没停过 东张西望的 对什么都很感兴趣 当然 这里面还是人族修士 占了绝大多数 毕竟 不管其他种族如何繁衍强盛 都比不上被这场气运所中的人族 要来的强盛 而在这些人族修士之中 也有着精畏分明的界限 那些身材矮小 脚灯木鸡 一脸傲慢的人族修士 便全都聚集在一起 并对着来此的修士们 品头论足 并不时地发出 阵阵痴笑之声 面对这种极其无理的行径 这些修士们 却只能面露 不愤之色的低头走过 甚至没有一个人 敢抬头看对方一眼 薛安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脸上的笑容 却没有丝毫变化 但龚长月的面色 可就没那么好看了 他低着头 似乎在努力躲避着什么 可在神念修士面前 这种举动 纯粹就是掩耳盗铃 就听这群脚踩木鸡修士们 交头接耳了一番 发出了一阵大笑之后 这群修士 中间有一名身穿飞衣的修士 满脸傲慢地 向这里走了过来 龚长月面色一白 低着头小声说道 薛先生 我们快点离开这 走 为什么要走 薛安微笑着问道 就是这一耽误的功夫 这名飞衣修士 便走到了近前 然后满脸娇横之色地 冲着龚长月说道 龚长月 没想到你这次居然真的赶来啊 怎么 是觉得上次说的还不够惨吗 龚长月面色惨白 但还是鼓足勇气地抬起头来 狄元龙 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 狄元龙发出了一阵冷笑 然后回头看了看 怎么 这次你们公家 居然连个元老都没派出来 只是派了你们两个废物过来了吗 这是不是意味着 你们公家已经彻底放弃了呢 嘎嘎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奉劝你 还是尽早打到回府吧 省得再跑到棋局上面 丢人现眼 毕竟 上次连你们公家的长老 都是一圣皆无 灰溜溜跑回去的 这番话说得极为尖酸刻薄 龚氏兄妹 齐齐面献愤怒之色 尤其是龚长月 他好歹也是 一名取得了对战资格的骑师 现在却被这般侮辱 甚至连自己的家族都没能幸免 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可玄疾 他的神情又黯淡了下去 因为狄元龙说的 确实是事实 在祈祷之中 弱就是原罪 只要你弱 那么你就该死 所以他连反驳的话 都说不出来 正当他满心绝望之时 一只线长有力的手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头 然后有个声音传来 长月 其实 我可是听你说 打算在这场比赛上 夺得名次 好证明自己呢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龚长月浑身一震 然后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薛安 薛安冲他微微一笑 而这时 那狄元龙则一皱眉 你又是谁 薛安瞥了他一眼 淡淡一笑 我 我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呀 听说你们这天照星域的 祈祷不错 甚至还有个号称 少年祈王的存在 我琢磨着 要不我也来试试 看能不能也夺个 祈王祈胜什么的 这番话 让周围的人都听傻了 狄元龙更是一愣 玄疾才勃然大怒 大胆 居然敢对锦大人如此无礼 你是何段位的骑师 薛安微微一笑 不好意思 刚下行舟 还没来得及考 所以现在没段位 这番话一出 全场先是一静 然后才爆发出了一阵哄堂大笑 这是我今年听过的最好的笑话 一个连段位都没有的家伙 居然口口声声 要挑战天照祈愿的景天瑞大人 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 有天照骑师满脸讥讽地说道 哎 这公家当初也算是骑道巨拨了 怎么传人却越发地不堪 甚至跟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为伍啊 有认识公事兄妹的骑师 摇头感叹 就连公事兄妹 都被薛安的豪言壮语给吓傻了 尤其龚雪曼 眼中献出浓浓的不屑之色 认为 这位救下自己的薛先生 哪都好 唯独爱吹牛 这时 敌云龙气极反笑 泽泽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龚长月 你这次莫非就是想靠这样的一个家伙来翻盘吗 这番质问又一次引来了周围人的嗤笑之声 龚长月娜娜无言 已经不知道怎么回应了 胡音却一脸不愤之色 他最讨厌的就是 有人质疑自己心目中无敌的薛哥哥 因此便要发作 可就在这时 就听人群后方一阵的骚动 是诸葛姑娘 诸葛姑娘来了 玄青小姐来了 在这些包含着敬意的骚乱声中 人群自动飞开了一条路 就连一脸骄狂之色的敌云龙 也收敛起傲慢 主动让到了路边 就见自远处 有一名女子正款款走来 这女子身形高挑 穿着黑衣 更显得身材纤细 背后则鞋背着一个 高出她肩膀一尺的黑色旗囊 尽管容貌秀丽 但她的神情十分冷漠 只有一双极好看的眼睛中 闪烁着令人不敢直视的光芒 老远看去 就好似一名自黑夜之中 走来的女杀手一样 这样的女子一路走来 所过之处 众人无不低头 诸如玄青小姐 诸葛姑娘的喊声 更是此起彼伏 但这女子却恍若未闻 而是静止走到了龚长月近前 然后站住了脚步 龚长月 声音轻力 自从这个女子的身形 出现在人群之中 龚长月的眼神就没离开过 但等现在 站到自己面前了 她却不敢抬头直视了 只是点头应道 诸葛小姐 没错 来的正是令龚长月 朝思暮想的那位诸葛玄青 诸葛玄青默不作声地 看着龚长月 直到过了片刻之后 她才淡淡道 我没想到 你这次 居然真的一个人来了 龚长月露出了一丝苦笑 正要说什么 诸葛玄青 却直接转过头去 看向薛安 然后生冷如冰地说道 你刚刚的话 我都听到了 那又如何 薛安似笑非笑地说道 眼神颇堪玩味 我只能告诉你 其道之中强者为尊 而如你这般不知天高地后的狂妄之人 我见得多了 说到这 诸葛玄青的眼中 闪过一抹冷然之色 但最终的下场 似乎都不太好 薛安笑了 那样的话 我倒是更期待接下来的比赛了 诸葛玄青 脸上显出一抹怒色 但玄疾便消失无踪 然后转身便走 只是在走出人群的时候 他威仪驻足 头也没回到 确实有其胜大人 但 肯定不会是你 不试试看 你怎么知道 不会是我呢 薛安微笑着说道 诸葛玄青这次再没有停留 而是静止离开了 他走了 狄元龙不懈地瞥了龚长月和薛安一眼 冷哼一声 也转身离开了 围观的人头接耳 用古怪的目光 看着薛安等人 发出了几声戏谑笑声后 便也一哄而散 薛安笑了笑 转过头来 看向龚长月 就见这位人兄 正失魂落魄地 看着已经远去的诸葛玄青 那眼神之中 满满的都是痴情 薛安有些好笑 不禁拍了拍他的肩头 长月兄 我们接下来去哪 啊 龚长月浑身一颤 这才从茫然中清醒过来 然后说道 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住下 好 走吧 再前往专位前来应赛的骑师们 准备的客栈的路上 薛安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这诸葛玄青 在骑师之中的地位 似乎很高 龚长月点了点头 没错 说到这 龚长月露出了一丝苦笑 说起来惭愧 这位 玄青小姐跟我一样 也是在上届比赛的时候 才第一次参加 可人家 在上次比赛之时 就力压群雄 并差一点就击败了少年棋王景天锐 龚长月的眼中 现出一丝怀念 似乎回想起了 那天在赛场之上 那个一身黑衣 冷漠如冰的少女丽压天 照骑手的画面 看着这位痴情种子 又开始发傻 薛安倾咳了一声 那这诸葛家 是不是也很强盛 龚长月点了点头 一脸重目地说道 当然 可以说 除了天照新玉的几大祈祷世家和祈愿之外 就属诸葛家的地位最为超然 说到这 龚长月露出了一抹黯然之色 说起来 当初我们天目公家也不差 但却后继乏力 结果落得 现在这个境地 真是惭愧 诸葛家也是唯一能跟天照新玉 相抗衡的存在 旗下人才辈出 精才绝艳之辈 不知凡己 这玄青小姐 就是上一届才出世的天才少女 而在此之前 龚长月满脸崇拜地说道 曾经蝉联十届冠军 创下连胜记录 压得天照新玉 所有年轻一辈天才们都无法抬头的 乃是诸葛家千年来最出色的天才 同时也是玄青小姐的亲哥哥 诸葛伴藏 薛安本来一脸淡然 但等听到诸葛伴藏这个名字后 不禁微微一愣 然后一脸古怪地说道 诸葛伴藏 龚长月点了点头 听说这位天才的名字 是因为他通晓诸天之中一半的棋局 故此而得名 一半的棋局啊 那得是何等恐怖的神念和才智啊 龚长月嘖嘖感叹 薛安的嘴角却浮现出一抹似有似无的笑意 半藏 有意思 龚长月乃是九段骑师 所以连下他的客栈都跟别处不同 薛安虽然没有段位 但因为龚长月的缘故 便以家属的名义一起住下了 这客栈占地很大 但其中风景秀丽 布置得也很典雅 每一个骑师都会有一个自己单独的小院 这些小院上自带屏蔽神念的法阵 防止其他人的窥探 在这种安静的环境中 骑师们可以安心地钻研棋谱 龚长月等人住在了靠东的一所院落之中 因为一路奔波 龚氏兄妹收拾完毕后 便全都休息了 薛安则坐在院中饮茶 这些屏蔽神念的法阵 对别人可能有用 对他来说 却基如透明 因此 当薛安的神念扩散开来之时 整个客栈之中的情形便一目了然 基本上所有的骑师都已经睡下了 只有少数一些 还在彻夜研读棋谱 看着这些一脸认真的骑师 念念有词地摆弄着棋局 薛安不禁有些想笑 同时也有些肃然其境 不管什么时候 努力的人都会赢得尊重 而在客栈最好的一所院落中 便住着今天屡次挑衅龚长月的那位狄元龙 只见他没有钻研棋谱 反而一脸恭敬地站在院中 似乎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 薛安微微轻移了一声 就在这时 就见一道黑光出现在狄元龙的院中 狄元龙赶忙上前几步 弓声喊道 大人 黑光点了点头 然后从黑暗之中走出 赫然是一名面容俊美 但满眼邪气的男子 薛安不动神色 继续以神念感知着 就见二人走进了屋中 男子沉声道 事情办得如何 狄元龙弓声道 大人 那龚长月惊天到的 但在我的试探之下 可以看出 他对自己已经没有半点信心 男子点了点头 很好 这次务必要让这公家 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明白 不过 不过什么 今天诸葛玄亲也到了 看样子他跟着龙长月还挺熟识 男子脸上露出一抹恨色 他们当然认识 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了 上次是我大意了 才差点 让这个诸葛玄亲得逞 但这次我蒙受 其圣大人的亲自指点 祈祷修为大敬 这次 我便让他们诸葛家明白明白 天照星域的厉害 说到这 这个男子的身份 已经呼之欲出 没错 正是那位天照星域的少年奇王 景天瑞 这个景天瑞 显然极为自负 在屋中来回躲着布 然后冷笑道 其圣大人亲口对我说过 这诸葛家太嚣张了 尤其是诸葛颁葬那个家伙 曾经压得我们天照星域 世界比赛抬不起头来 而现在这个诸葛玄亲 显然是想跟他哥哥一样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必须要提前将这个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甚至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你记得要严密监视这个诸葛玄亲的动向 明白 是 狄元龙拱手言道 又说了一番话后 这个景天瑞 方才大摇大摆地离开了客栈 薛安站在院中 脸上似笑非笑 是故人之后的话 这件事 我倒是得管一管 薛安将神念扩散开来 瞬间笼罩了整座城池 很快 他便在城东一处独立的小楼之中 感受到了诸葛玄亲的气息 当薛安的神念降临于此之时 诸葛玄亲正在埋头钻研棋局 而在桌上摆放着的 便是一座最少叠加了一百多层的棋局 薛安心念一动 神念便靠近过去 可就在这时 本来低着头的诸葛玄亲 豁然抬头 一脸寒意地 看向薛安神念所在的方向 力声道 什么人 说着 他的神念便汹涌而出 想要捕获薛安的神念 可凭他的实力 怎么可能挨到薛安的边 薛安只是一个闪念 神念便直接撤了回来 诸葛玄亲扑了个空 脸上的神色瞬间变得很难看 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到 但仅凭敏锐的触觉 他依然可以感受到 那股神念的可怕 就好像一片汪洋大海 不可测夺 什么人会有如此强大的神念 莫非是天照星域的那些大能 诸葛玄亲心中惊疑不定 而这边的薛安则在收回神念之后 微微一笑 看来 自己还真是小瞧这个诸葛玄亲了 居然能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不过事情 倒是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第二天 因为距离比赛正式开始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一大早 龚雪曼就嚷嚷着 要出去玩 就连龚长越也拗不过他 只好同意 不过安岩对此也有些异动 想出去逛一逛 但他怕薛安不同意 便有些犹豫 薛安一眼 就看穿了安岩的心思 不禁笑道 燕儿 你也出去逛逛吧 毕竟这一路上 着实有些无聊 就当散心了 可我 安岩还有些犹豫 因为他怕再惹出什么 不必要的麻烦来 薛安摆了摆手 去吧 我的女人想出去玩 还用怕什么吗 有什么麻烦 老公给你摆平 薛安这番豪气甘云的话 让安岩有些感动 老公 而一旁的胡鹰 眼里则更是直冒星星 薛哥哥 我 薛安摇了摇头 没商量 而且你今天放风的时间 已经到了 待回福堡小楼之中了 胡鹰 喂 薛哥哥 要不要这么去别待遇 为什么严姐姐就能出去玩 我就不行 因为严儿是我老婆呀 薛哥哥 那我也可以呀 胡鹰一挺胸 满脸稀奇地说道 薛安浑身一颤 因为现在的胡鹰 就跟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一样 如此稚嫩的面容 说出这样的话来 真是让人觉得犯罪感爆棚 薛安就觉得 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你快拉倒吧 这话要是被你哥听到 估计又得以为我 居心不良了 哎呀 我都说了 不要听那个家伙 胡鹰显然很烦自己的哥哥胡鹰 一听就很烦的那种 安岩在一旁看着斗嘴的两人 不禁言嘴而笑 好了好了 都不要争了 老公 婴儿这一路上也辛苦了 干脆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 出去玩会吧 安岩说话 薛安当然得同意 好吧 不过记得看好了他 别让人把他拐跑了 薛安煞有介事地说道 胡鹰气得差点陷了原形 跺脚不一道 薛哥哥 安岩笑着说道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肯定看好了他 不如这样 将想想念念 还有张小鱼都给放出来吧 他们在里面待着 整天就知道打游戏 正好一起出去散散心 薛安自然没有意见 当两个小丫头和张小鱼 从福宝小楼之中出来后 想想念念还没怎样 张小鱼已经激动得快要哭了 大人 下次放我出来的时候 能不能提前说一声 我刚刚抱了一件好东西 还没来得及捡起来 就被弄出来了 薛安点点头 那你现在可以回去捡 不用不用 张小鱼赶忙摇头 然后故作陶醉地深吸一口气 这就是自由的空气吗 安岩等人都已经对这个 细精一样的张小鱼 见怪不怪了 但公雪慢却渐渐瞪圆了眼睛 直到过了一会 他才满脸惊叹地说道 好大的鱿鱼啊 这话让张小鱼的面色瞬间就垮了下去 他最讨厌的就是别人喊他鱿鱼了 因此怒吼道 伦家是张鱼 张鱼 张鱼 你懂不 说着 他挥舞起触手 满脸的傲娇之色 可公雪慢却一脸惊叹地看着那满天舞动的张鱼触手 然后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口水 好大的鱿鱼触手 用来做烧烤 肯定好吃 张小鱼的额头上 陷出了条条黑线 然后彻底爆发了 别拦着我 我要弄死他 碰 张小鱼刚冲到一半 便被公雪慢用神面 直接脸 朝下地摁在了地上 而他身上的触手 则随着公雪慢的意思 一会变成S型 一会变成B型 哇卡卡 好好玩 公雪慢一脸兴奋地说道 张小鱼都要哭了 他觉得自己都没有这么耻辱过 胡鹰面色一沉 就要说话 一旁的想想便已经冲了上去 然后一指公雪慢 放了小鱼 公雪慢瞥了一眼薛响 然后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让我放我就放 你谁啊 我是想想 小鱼是我的朋友 我命令你 现在给我放了他 薛想小脸之上满是寒意 没错 小鱼也是我的朋友 现在就放了他 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念念也挺身而出 安言想要上前阻止 薛安一伸手 微笑道 别去 看看他们怎么处理 安言只好停下 这时 趴在地上的张小鱼 看着两个小丫头 感动的眼泪 在眼眶里直打转 而公雪慢 却一脸嚣张地笑了起来 对我不客气 呵呵 你们两个加起来都还没有我高 我倒真想看看你们怎么对我不客气 可他的话音刚落 就见薛想抬起粉嫩的小拳头 冷声道 妹妹 嗯 揍她 好 说着 两个小丫头便直接冲了上去 这个公雪慢 一脸都漫不经心 在他看来 两个黄毛丫头而已 根本不值得自己费劲 可当他发出神念 试图控制想想念念的时候 却惊恶地发现 他的神念对两个小丫头 根本不起作用 就是这一愣神的功夫 两个小丫头 便已经冲到了镜前 然后举起奶瓶大的拳头 雨点一般地落在了 公雪慢的身上 这段时间 薛安已经开始有意识地 给两个女儿打基础 每天都不惜公本地 用真仙的本源之力 为两个女儿 伐精洗髓 在这种豪舌道 堪称恐怖的奠基之下 想想念念的实力 也是突飞猛进 当然 薛安并不打算 跟虚空大教 培养传人一样的 去培养自己的女儿 这样做只是为了让他们 有一个坚固无比的基础 方便以后修炼实用 而现在最重要的 则是让两个小丫头 度过一个最美好的童年 因此 薛安除了给他们俩打基础外 没有传授任何功法秘书 尽管如此 想想念念的实力 还是有了志的飞跃 尤其因为有薛安 本源之力的加持 公雪慢的神念攻击 根本还没到镜前 就已经被震碎了 所以当两个小丫头的拳头 落在公雪慢的身上后 直接让这个骄纵顽劣的小姑娘 疼得哇哇乱叫起来 好疼啊 别 别打脸 公雪慢挣扎着说道 可他的话音刚握 想想便一拳轰在了他的眼眶之上 公雪慢被打得跌跌撞撞地 退出去好远 再看现在的他 模样简直惨透了 脸上都是伤 连身上的衣服都满是泉印 公雪慢委屈地大哭起来 哥 你看到了吗 他们两个欺负我 想想收拳 扬起小下巴 一脸冷静地说道 先说清楚 是你先欺负我们的朋友小鱼的 而且我提前告诉过你 让你放开他 可你就是不听 所以我们只能揍你了 姐姐说得对 念念做了最后补充 这时 龚长月看着自己的妹妹 面色渐渐沉了下来 哥 明明是 他们俩先动手的 公雪慢有些色缩地喊了一声 够了 龚长月冷哼一声 然后深吸一口气 刚刚我都看到了 公雪慢 你这惹是生非的嘴巴 到底什么时候能改一改 张口就喊人家 鱿鱼 就是人家长得像 也不能这么说吧 趴在地上 本来已经露出一丝笑意的张小鱼 神情又渐渐地凝固了 哦 不好意思 我说话就是这么直 你别往心里去 龚长月还不妄冲着 张小鱼道了个歉 然后又一次转过头来 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然后 还敢用神念来戏弄人家 身为修士 这就是你掌控力量的准则吗 龚雪慢被训得都快要哭了 可明明挨揍的是我啊 你还有脸说 你看看人家 龚长月指了指两个小丫头 痛心疾首地说道 人家两个的年龄和身高 加起来都没你的大 结果你都打不过 你还有脸哭 说着 龚长月一脸歉意地 冲薛安一抱拳 薛先生 我这个妹妹 实在太不让我省心了 真是不好意思 薛安微微一笑 她对这个龚雪慢 谈不上有什么恶感 但对这个龚长月 却比较欣赏 因此 只是点了点头 没什么 让她给我女儿道个歉就好了 我的脸都成这样了 我还要道歉 龚雪慢指着自己满脸的伤痕 薛安一脸认真的点了点头 是啊 我两个女儿的小拳头 都差点被你的脸给震伤了 难道不该你来道个歉吗 龚雪慢差点没蹦起来 可在自己哥哥的强力压制下 只好无奈地一拱手 对不起 我不该用脸去震伤你们两个的拳头的 想想点了点头 没关系 下次注意就行 龚雪慢 这个小风波算是过去了 龚雪慢一脸心疼地照着镜子 觉得自己这次出去玩的计划 肯定是泡汤了 正在自怨自艾 薛安随手扔过去一个小瓶子 这是什么 龚雪慢一愣 内服外用 是你脸上的伤的 薛安笑着说道 龚雪慢本来不想用 但还是忍不住 被这个精致的小瓶子所吸引 等在脸上涂了一点后 伤势立马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恢复 哇 好神奇 龚雪慢震惊了 还不谢谢薛先生 谢谢啊 不客气 而在一旁的薛想和薛念 则全程目睹了这一幕 念念有些不解的小声问道 姐姐 爸爸为什么要给这个坏姐姐要水呢 薛想若有所思 然后轻声道 傻念念 这你还没看出来吗 这应该就是人们常说的 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吃 念念恍然大悟 然后由衷地赞叹道 姐姐 你懂得真多 想想得意地扬起头来 那是 不然怎么当你姐姐 全然忽略了他只比念念早出生六分钟的事实 薛安听到了两个小丫头之间的对话 心中不禁暗笑 自己这两个女儿 真是越来越懂事了 尤其是想想 简直越来越 腹黑呀 不过这也是好事 都像念念那么老实的话 很容易受人欺负 薛安心中感叹 而这边安言已经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带着胡英 两个小丫头 以及张小瑜 一起出去逛街了 刚刚才被揍了一顿的公雪曼 这时候 也舔着脸 跟在后面一起走了 薛安没有去 逛街是女人的天性 却是男人的大敌 相信没有几个男人愿意去逛街 比如我 薛安更是宁愿去对付强大的对手 都不愿意去逛街 所以 她便留在了客栈之中 薛安打算趁这个时候 整理一下自身神念之中 所保留的旗谱 然后找机会 交一交这个工长乐 可就在她埋头钻研的时候 一阵轻微的悸动 忽然通过神念传了回来 薛安一震 然后身形便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紧接着 在自己屋中准备比赛事宜的工长乐 也察觉到了不对 也紧跟着赶了过去 此刻 在城中一处十分繁华的街道上 一场对峙正在进行 龚雪曼面色铁青 冲着对面的人咬牙切齿地说道 蔡庸心 你想干什么 对面是一名穿着一身 十分骚包的白色衣衫 满脸娇惊之气 眼神则犹疑不定的男子 他文言笑了笑 然后漫不经心地一拱手 龚小姐 没想到居然能在这碰到你 少跟我废话 她是谁 龚雪曼目露凶光地指着蔡庸心身旁那个体态风鱼 衣着轻浮的妖艳女子 寒声问道 蔡庸心眼中现出一抹色缩之意 但旋即便沉下脸来 龚雪曼 她是谁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 龚雪曼气得额头上清惊暴露 蔡庸心 你背着我在外面找这样的下贱女子 你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婚约了吗 这话一出口 安言等人 琪琪瞪圆了眼睛 做起了吃瓜群众 这时 那个妖艳女子一脸委屈地喊道 蔡公子 她居然说人家是下贱女子 蔡庸心脸上献出一抹狠立之色 然后冷笑道 龚雪曼 没错 我们之间是有婚约 但现在不是还没成亲的吗 更何况 你看看你那身材 前屏后屏 关了灯分不清正反面 所以我找个女伴姐姐们 又能怎么着 这话让安言等人的面色都未知一了 龚雪曼更是愣住了 直到过了好一会 她才无比悲愤地说道 你才分不清正反面 你全家都分不清正反面 还有 蔡庸心 别以为我看不出是怎么回事 要是哥在以前 吓死你也不敢当着我的面 找别的女人吧 别忘了 你们蔡家当初为了跟我们公家联姻 费了多少心机 结果现在 我们家刚一出事 你们蔡家就迫不及待地 想要撇清关系 是这样吗 这番质问 让蔡庸心的脸清一阵白一阵的 而做了一回吃瓜群众的安言等人 则听明白了怎么回事 看样子 公雪曼跟这个蔡庸心有婚约 但现在公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 导致这个男人 不再那么看重这个婚约了 真是个渣男 张小鱼恨恨地说了句 这时 蔡庸心一咬牙 满脸很立志色地点点头 没错 就是你说的那样 你又能怎样 现在你们公家已经失败 上次的比赛 你们公家长老进出 却连一场胜利都没有 抱着个鸭蛋就回去了 这次要是再不能夺得名次 你们天目公家的名望 就算彻底完了 而这次我可听说 公家就派了你们兄妹二人过来参赛 这摆明了 是已经没有半点信心了 等你们公家再一摆 段位肯定会降 到时候 就是我们蔡家的段位 在你们之上了 到时候 哼哼 你们公家 要想东山再起 就得依靠我们蔡家了 这样的话 你还敢造次吗 蔡庸心将一副小人的嘴脸 表现得淋漓尽致 就是旁观的安言等人 都有些忍受不住了 而公雪曼 更是面色惨白 身形都在微微颤抖 可就在这时 就见公雪曼深吸一口气 逐渐恢复了镇定 然后冲着蔡庸心冷冷一笑 不得不说 你们蔡家前功而后继的样子 真是有够无耻 你 蔡庸心面色一寒 就要发作 公雪曼冷声道 姓蔡的 回去告诉你爹 和你们蔡家的长老们 这门婚事 我公雪曼不同意了 说着 公雪曼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枚玉佩 直接摔在了地上 当狼一声玉佩衰为粉碎 蔡庸心面色竖变 很好 公雪曼 这可不是郭家家 你这番话代表的是你自己还是你们公家 你可得想清楚了 公雪曼面色惨白 却一脸坚毅之色 我代表我自己 同时也代表我们公家 呵呵 就怕你代表不了 话音刚落 就听一个蕴含着满腔怒火的声音传了过来 他代表不了 那我呢 随着话音 就见龚长月出现在众人面前 哥 龚雪曼终于看到了亲人 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却硬是没流下来 龚长月罕见地冲自己妹妹笑了笑 雪曼 做得好 我们公家的人 就得有这份骨气 说着 他转过头来 冷冷地注视着蔡庸心 姓蔡的 你刚刚说我妹妹代表不了我们公家 那我可以代表吗 你 龚长月 你考虑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蔡庸心脸色渐渐阴冷 鸣声道 龚长月摇了摇头 没想过 也没打算去想 因为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虽然她贫素顽劣不堪 可要是真有人敢欺负她 我龚长月绝不允许 这番话 让龚雪曼再也无法控制 眼泪夺眶而出 蔡庸心冷笑起来 好一个感人的兄妹情义啊 可是龚长月 你们公家现在已经淡尽粮绝 彻底陷入了困境之中 除非你们能在这次的比赛上夺取名次 幸免而就凭你 呵呵 你觉得可能吗 要想摆脱这个困境 我们蔡家就是你们最后的希望 现在明白了吗 蔡庸心说 这番话的时候一脸得意 做事冲动的龚雪曼 面色一白 浑身开始颤抖 因为她知道 蔡庸心说的是真的 这确实关乎龚家的生死存亡 于是她心中有了一丝悔意 可这时龚长月却冷声道 蔡庸心 你说的没错 我们龚家现在确实遇到了困难 可如果为了渡过这个难关 就要牺牲我妹妹 同时还要委屈求全地 向你们这些卑鄙小人求情 那这样的苟延残喘 我宁可不要 你 很好 龚长月 那我倒要看看 你在这场比赛上 能有什么出色的表现 希望到时候 你们龚家不会过来 向我们蔡家求饶 蔡庸心鸣笑着 就要转身离开 正在这时 就听一个淡然的声音传了过来 慢着 听到这个声音 龚是兄妹一愣 而安言则露出了一抹淡淡的笑意 因为薛安的身形 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 蔡庸心停住脚步 转过身来 你又是谁 薛安笑了笑 我姓薛 你可以叫我薛先生 哦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豪言要战胜景大人的人吗 蔡庸心的脸上 现出一抹戏谑之意 薛安之前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 在迪元龙等人的刻意引导下 已经传播开来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有一个连一阶骑士都不是的人 口出狂言 要战胜景天锐 这已经成为了众人口中的笑谈了 薛安听了只是一笑 没错 就是我 怎么 有什么想指教 说到指教二字的时候 蔡庸心故意加重了语气 显得嘲讽意味满满 指教就算了 你还不配 只是我刚刚听你的话 有些纳闷罢了 纳闷什么 纳闷你们 怎么会甘愿做天照星域的走狗呢 薛安淡淡道 这番话一出 龚长月勃然色变 因为他瞬间想清楚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对啊 这蔡家显然是已经投靠了天照星域 这样一来 他们所有的举动才有了合理的解释 蔡庸心面色轻一阵红一阵 最终凝笑起来 没错 我们确实已经是敌原龙敌大人的人了 怎么样 难道不可以吗 工长月悲愤交加 蔡庸心 你们蔡家难道忘了天照星域百年之前 对我们天目星的屠戮了吗 那又怎样 人总不能一直活在过去吧 现在天照星域统领其道乃是大势所趋 想跟他们作对 是没有好下场的 你们公家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 蔡庸心一脸冷漠地说道 薛安摆了摆手 示意已经陷入激愤中的龚长月 不要说话 然后好整以侠地拍了拍手 赞叹道 说得真好 人确实不能总是活在过去 不过你觉得 天照星域 真的会赢这次的比赛吗 当然 蔡庸心一脸傲慢地抬起头来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但景大人闭关归来 祈祷修为大掌 那诸葛玄青绝对不会是景大人的对手 薛安摇了摇头 淡淡道 你想错了 我并不是在说诸葛玄青 那你 薛安抬眸 眼中光滑缭绕 宛若星空 然后淡淡道 我的意思是说 这场比赛 我赢定了 蔡庸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过了一会 他才满脸计较地笑了起来 说实话 我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 可你说这话之前 薛安打断了他的话 有没有兴趣赌一把 赌 赌什么 赌我的这番话 如果这次我赢了比赛 那你们蔡家所有人要 当众跪在宫雪曼面前承认错误 蔡庸心面色渐渐阴沉下来 那你要是赢不了呢 薛安淡淡一笑 要是赢不了 公家主动退出天目星 如何 而你们所要的 应该就是这个吧 听到这番话 公氏兄妹的面色瞬间大变 龚长岳心中一沉 即便迟钝如他 现在也终于明白 公家为什么会落得如此绝境 原来这蔡家 包括天照星域 要的是天目星啊 蔡庸心眼前爆亮 我怎么知道 你的话能不能代表公家呢 薛安转头看了龚长岳一眼 龚长岳心中 没有半点底气 可当看到薛安那淡定的眼神之时 他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好 一言为定 蔡庸心迫不及待地答应下来 生怕龚长岳和薛安反悔一样 而在此刻 周围已经被这场争端 吸引来很多围观之人 这些人听到这场今天赌局后 也纷纷面露骇然之色 其中有和龚家相熟的骑师 不禁暗自摇头 龚长岳是糊涂了吗 怎么可能立下这样的赌约 是啊 这不明摆着以卵击石吗 这个什么薛先生 到底有什么底气 居然敢夸下这般海口 这些议论声中 蔡庸心洋洋得意地冲公式兄妹一笑 临走前我得再告诉你们一件事 景天瑞景大人在闭关的时候 可是得到过齐盛大人的亲自指点哦 说吧 他哈哈大笑地转身离去 而公式兄妹 包括围观之人 全都一脸震骇之色 得到齐盛大人亲自指点 怪不得这次的景天瑞 会如此地信心十足 龚长岳就觉得 一颗心 渐渐沉向了无底深渊 但薛安却好似没听到一样 副手立于街前 一脸玩味之色 很快 龚家和蔡家荡街 立下今天赌约的消息 便如飓风一般 迅速传遍了整个比赛星域 无数人为之震动 什么 这龚家居然敢和蔡家立下赌约 这分明是中了对方的激将法了呀 这下 龚家算是彻底完了 看来天目星以后 也要成为天照星域的殖民地了 泽泽 这个姓薛的 还真是不怕风大山的舌头 全敢口出狂言 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薛安 更不看好龚家 在这场赌约之中的表现 在城中 一栋小楼之中 诸葛玄青也得知了消息 他站在窗前 看着窗外的景色 直到过了好半场 他才一脸冷漠地说了句 愚蠢 只是不知道 这话是在说龚长岳 还是在说薛安 或者 坚而有之 等回到客栈之中 龚雪曼满眼忧愁地回屋去了 这个从未尝过人生疾苦的小姑娘 在经历了今天的事后 终于有了一丝成长 可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 他也觉得 龚家完了 这种感觉 让他的心被忧愁所占据 甚至都没有心情去质问薛安 为什么这么做 而等他回屋之后 龚长岳也是一脸凝重地看着薛安 薛安笑了笑 没什么想问的吗 龚长岳愁出了片刻 最终长叹了一声道 薛先生 我知道 您肯定不是一般人 因为我 一直看不透您的修为 可这其道比拼的 乃是天赋和神念 那景天睿少年天才 又蒙受了奇圣大人指点 说到这 龚长岳有些说不下去了 因为越说 他就越是感到深切的绝望 薛安微微一笑 没有正面回应这个话题 反而淡淡道 你对这次的比赛信心如何 龚长岳惨然一笑 摇了摇头 同样没有丝毫的信心 薛安不知可否 忽然从怀中掏出了一枚玉剪 扔了过去 这是 哦 这是些自上古之时 流传下来的奇谱 我觉得不错 你可以看一下 不说必胜 但夺取的名次 肯定是差不多的 龚长岳手握欲剪 虽然只是略意感知 便愣在了原地 因为这里面所记载的奇谱 无异不是绝世真品 和这个比起来 龚家所珍藏的 那些奇谱 全都成为了垃圾 这 龚长岳抬起头来 想说什么 可这时他才发现 薛安已经站起身来 伸着懒腰往屋里走去 一边走 还一边打着哈欠说道 天晚了 早点睡吧 等薛安走后 龚长岳一个人站在院中 手握欲剪 眼中满是茫然之色 这个薛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呢 奇举比赛正式开启的这一天 整个天照星域热闹非凡 作为主要举办场地的越见星 乃是整个天照星域 除了天照星外 最为主要的存在 关键是 天照奇愿 也坐落在这里 因此 这里也就成为了很多奇道 修士心目中的圣地 此刻 在这越见星上的奇愿门前 可谓是人山人海 来自各个星辰的神念修士 祈祷高手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 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但谈论的焦点 无外乎这次的比赛 听说少年齐王景天瑞景大人 在闭关的时候 蒙受了奇圣大人的指点 祈祷修为突飞猛进 这次的比赛 估计会又一次碾压众人摘得桂冠啊 诸葛家的天才少女诸葛玄青 也不容小觑啊 哎 你们听说公家和蔡家的赌约了吗 有人提了一句 一听这话 很多人的脸上都浮现出古怪的神情 有些人更是黑黑笑道 现在还有哪个不知道这场赌约的 子子 要我说 那个所谓的薛先生 肯定是个江湖骗子 不信咱们就等着瞧 我觉得也不至于吧 既然他敢这么说 就应该有几分真本事 再有本事 还能压得过景大人去 他以为他是谁 诸葛半藏吗 正在议论之时 就听远处一阵骚动 蔡家众多高层连媚而至 而走在最前面的 正是蔡庸心 此刻的蔡庸心 一脸志得一满的神色 行走间更是旁若无人一般 因为他们都是九段骑士 自然不用在门外等候 而是静止走向了 专位高等骑士准备的高台 可还没等他们坐下 就见迪元龙率领着 众多天照星域的骑士也赶到了 一见到他们 这些蔡家众人 便赶忙迎上前去 满脸谄媚地逢迎起来 那卑躬屈膝的样子 真是让人看得有些作物 紧接着 各大骑道世家的人 也纷纷来到 会场变得越发热闹起来 但可以看出 天照星域的骑士们 全都一脸的傲慢之色 和外界的骑士之间 惊畏分明 正在这时 人群一阵剧烈的骚动 一身黑色衣裙 背着骑囊的诸葛玄青 款步走了过来 他的出现 让被压制得 抬不起头来的外界骑士们 全都松了口气 纷纷迎了上来 诸葛玄青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然后便自顾自地坐在了高台之上 不知是错觉还是怎跌 诸葛玄青一出现 这些天照骑士们 连弹笑的声音 都变得小了许多 同时还有很多人 用敬畏的目光 看着诸葛玄青 正如诸葛玄青所说 在骑道的世界里 实力就是一切 你是强者 自然会有人敬畏于你 一切都是那么的赤裸裸 却又无可辩驳 但很快 天照骑士们的气焰 便又一次地嚣张起来 因为景天锐来了 这位被称作天照新玉 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齐王 就连出场的阵势 不跟一般人不同 当看到他一出现 包括迪元龙在内 所有天照新玉的骑士 以及蔡家等 诚心投靠天照的世家 纷纷站起身来 景大人 见过齐王大人 这些招呼声此起彼伏 让景天锐颇为受用 但他很快便将注意力 集中到了 坐在高台之上的诸葛玄青身上 这个少女的冷艳让他的眼中 闪过一抹贪婪之色 然后便故作热情地走上前去 诸葛姑娘 自从上次比赛一别 已有三年未见 没想到您的风采更甚往昔啊 诸葛玄青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也不错 这种不鲜不淡的回应 让景天锐吃了一个软钉子 但他却没有气馁 反而继续笑着说道 其实以诸葛姑娘的实力 根本不用这么早来的 等出赛结束后 你可以直接进入决赛的 棋局比赛确实有这项规定 对于那些公认的祈祷强者 可以允许他们不参加出赛 直接晋升决赛圈 可诸葛玄青只是摇了摇头 谢谢 但我还是喜欢从出赛开始 一步步迎上去 景天锐的神情变得有些微妙 眼神深处更是现出一抹怒色 他怎么会听不出 诸葛玄青话语中暗含的嘲讽 实际上在上一届的棋局比赛之中 景天锐因为名气很大 所以并未通过出赛 而是直接进入的决赛圈 而诸葛玄青则是一步步迎上来的 然后才在决赛之时 遇到了养精蓄锐的景天锐 要知道 棋局比赛是很耗费精力和神念的 当时诸葛玄青连下十七盘棋 不管是体力还是神念 都已经现出了疲态 此消彼长之下 诸葛玄青以三目的微弱差距 惜败于景天锐 而如果诸葛玄青 当时是以正常状态出战的话 胜负还真是难料 因此 当景天锐听到诸葛玄青的这番话后 心中自然有些羞恼 可对这个少女的贪婪 让她还是忍了下来 只是淡淡一笑 这么说的话 那我倒也想从初赛开始 一步步迎上去了 诸葛玄青不置可否 甚至秀眉微平 现出了一丝不耐之色 景天锐心有不甘 但最终还是一拱手 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之上 只是眼中满是阴冷之意 他所看中的 并不只是诸葛玄青的美色 实际上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 在天照星域之中 随便一勾手 就会有无数的美女 主动贴上来 他所看中的 是诸葛玄青的天赋和身份 实际上 在祈祷之中 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天才骑手之间的结合 极有可能诞生出 天赋更加惊人的后代来 而这 才是他对诸葛玄青 垂涎三尺的原因 呵呵 你先别得意 等这次比赛之上 我让你败得无话可说 然后让你主动跪倒在我面前 景天锐心中满是愤恨的想到 正在这时 就见宫氏兄妹连妹赶来 他们俩的出现 惹来一阵不小的风波 很多人指指点点 然后压低了声音 和身边的人交谈着 显然都是在说 这就是宫家的人了 可还没等宣闹之声 有所缓解 薛安的身影 也出现在了场中 经过这两天的传言 薛安也已经成了一个名人 很多人一见是他 更是面露一抹古怪微笑 薛安也不以为意 和宫氏兄妹 便要往高台上行去 可就在这时 一名护卫拦住了去路 不好意思 这是九段骑士 才可以坐的高台 没有段位的 请去那边站着 这番话一出 周围便传来了一阵吃笑之声 薛安心中微动 抬头看去 就见在高台之上 敌元龙正一脸得意地往这看着 薛安明白 这应该就是他指使的 不禁笑了 想用这种拙劣的手段来示威 可见这个敌元龙 有多么的小度机长 而见到薛安笑 这敌元龙有些诧异 那护卫确实是他安排的 其目的 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打压一下薛安 让他明白 在这天照星域之中 谁才是老大 可没想到 薛安居然一点恼怒之色都没有 反而露出了微笑 怎么回事 敌元龙心中正在惊疑 就见薛安转过头来 冲着龚长月说道 看来我现在还不能去了 龚长月面色难堪之色 薛先生 薛安摆了摆手 淡淡道 你们俩再次等我一会 你要去干什么 龚雪曼疑惑地问道 现在这个龚雪曼 对薛安的态度 也好了很多 虽然他还是不相信 他能战胜景天锐 和诸葛玄青等天才 但因为薛安送给 他哥哥的那枚玉检 还是让龚雪曼 对薛安的观感好了很多 薛安笑了笑 自然是去 考个九段 什么 这下 不光是龚雪曼愣住了 周围看热闹的人群 也全都傻了 虽然说从这个会场来看 九段其实似乎很多 但要知道 这可是从无数星辰赶来的精英 实际上 一个九段骑尸 在很多星辰 都已经是十分恐怖的存在了 很多人穷其一生 都不能挣到九段 可听薛安现在的语气 就像是去菜市场买菜一样 稀松平常 很快 薛安的这番话 就传遍了整个会场 很多人都用计较的眼神 看着薛安 而在高台之上 景天锐盯着台下的薛安 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然的笑意 元龙 大人 狄元龙凑了过来 派几个人去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加点料 景天锐淡淡道 明白 狄元龙露出一抹古怪的笑意 匆匆而去 而诸葛玄青 则冷冷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眼中忽然闪过一抹疑惑 他忽然觉得 这个薛安好像有些熟悉 可又说不上具体是哪里来 这时 有一名骑士凑到诸葛玄青进前 诸葛姑娘 刚刚我看到狄元龙出去了 估计没按照好心 我们要不要 诸葛玄青摇了摇头 不必了 就是我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证到九段 诸葛玄青的意思很明白 连他都做不到 那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薛先生 就更不可能了 既然无法证到九段 那不管景天锐弄什么阴谋诡计 其结果也都一样了 是 这骑士一想 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便退了下去 因为比赛还没有正式开始 因此 很多爱看热闹的人 便跟着薛安来到了棋院的考核处 这里就是负责考核 骑士段位的所在 薛安现在没有任何段位 因此只能从一段开始考起 当他来到一段考核前时 这里已经围了一小群人 但这些人基本都是七八岁的小孩子 最大的也不过十岁左右 相比之下 薛安就显得分外扎眼了 很多跟过来的骑士 见到薛安站在一群孩子中间 不禁全都发出了吃笑之声 但薛安却没有露出任何恼怒之色 反而一脸微笑地站在那 大哥哥 你也是来考一段的吗 一个不过七八岁的小姑娘仰着头问道 薛安点了点头 是啊 大哥哥 这一段考核好难啊 我都考了两次才算通过 你大会记得要加油哦 小姑娘十分善意地提醒道 这话 让负责一段考试的考官都笑了 好了小妹妹 看这位兄台这般年纪 都没能考取一段 估计不是什么天赋强者 你两次能考过 他可不一定哦 薛安却没有理会这名考官的嘲讽 只是低头冲小姑娘一笑 谢谢你的提醒 我会加油的 考核开始 因为是一段考试 所以内容很简单 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赢得三局便可 实用的棋盘 则只堆叠了七层 而薛安的对手 便是专门用来考核段位的异鬼 说鬼其实并不准确 因为这些异鬼 都是神念高手 通过密法凝聚出来的简单神念 这种神念 没有自我意识 但却能执行你所转刻进去的任务 说白了 就跟电脑程序一样 而这些异鬼 虽然机械呆板 但因为有海量的棋谱做后盾 所以一般人还真下不过他们 当然 一段的异鬼也很简陋 甚至连灌输进去的棋谱都很少 薛安看了一眼这些棋盘 突然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 害怕了吗 要是不敢正断 就赶紧下去 有人在后面叫嚣道 薛安转过头去瞥了一眼人群 这些别有用心的人 便将后面的话 全都验了回去 因为薛安的眼神 淡然之中 带着一丝凛冽杀意 令人不寒而栗 薛安淡淡道 这么一盘盘的对异正断太慢了 一起来吧 什么 考官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一段不是三盘吗 一起来吧 我赶时间 薛安淡淡道 很多人面露惊诧之色 不是没有强者在正断的时候这么做 可这样一来 难度就会增大很多 这个人真的行吗 这考官冷笑一声 好啊 既然你愿意 那就来吧 说着 三个棋盘椅子摆开 正是开局 这三盘之中 开局有先有后 虽然只是七层叠加的棋盘 但三者相加 也显得十分眼花缭乱 薛安却没有丝毫对意识的郑重 反而一脸轻松地坐在椅子上 纯粹以神念控制着三盘棋局 开始的时候 速度还不算快 但等到后面 薛安运子如飞 三盘棋局都快地让人目不暇接 这等速度 让一些人面现凝重之色 能有这样的速度 可见薛安的骑道修为应该也很不俗 可就在棋制半憨之时 就见三盘棋局的异轨 齐齐一震 然后便冒出了鸟鸟青烟 众人为之一震 怎么回事 薛安微微叹了口气 这异轨也太脆弱了 这点速度便废了吗 那名考官快步冲上前来 仔细一查看 果然 这三名异轨 因为速度过热 已经烧毁了神念本源 换句话说 就是彻底地废了 这下全场一片震恶 还没听说下棋能把一轨下报废的 而这算是赢了 还是输了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考官 他的面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最终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 三局 全胜 正到一段 大哥哥好厉害 小姑娘率先欢呼起来 而场中的气氛 则变得有些异样 有些人冷笑道 不过是个一段考试罢了 我闭着眼都能通过 有什么值得自傲的 就是 这只不过是个开始罢了 薛安也没搭理这群人 而是静止走向了二段考核的区域 不出意外 这二段考核也很简单 薛安只用了一刻钟 就再次通过 然后便是三段 当三段考核都通过之后 人群之中很多人面色微变 正常人考取段位 都是要经过周密的准备的 很少有人这样一口气的晋级 因为这样很耗费精力 可看薛安现在的样子 没有任何的异样 仿佛刚刚那三段考核 都只是过眼云烟一般 不过此人虽然能晋级三段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 第四段的难度 可不是提升了一点半点 他一定会止步四段 有一天赵骑师冷笑道 众人进阶点头 表示认同 因为骑道虽然有九段 但人们一般都习惯性地 将其分为了骑士 骑兵和骑士 这三个大层次 每个层次对应三个段位 前三段的便称为骑士 也就是最低的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难度最低 也最为简单 但等到了四段之后 难度便会陡然飙升 这也是骑道修士 所要面临的第一个分水岭 即便是那些少年天才 也很少有说 能一次性便通过四段考核的 这个不知道哪冒出来的家伙 估计也是一样 薛安对周围人的议论恍若未闻 而是抬脚便往四段考核区走去 与此同时 在远处站着的迪元龙 冲着四段考官使了个眼色 四段考官心领神会的微微汗手 而后 迪元龙的嘴角便现出了一抹凝笑 性靴的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通过这次的四段考试 三段考试的棋盘是15层的 但等到了这四段考试 难度便陡然提升到了21层 同时 异轨也要比之前的三段凝炼强大许多 考官冷冷地看了薛安一眼 三局胜二变为晋级 可要现在开始 薛安看了一眼桌上的棋盘 以及对面那漂浮不定的一轨 眼中光芒微闪 然后似笑非笑地说道 还是老规矩 一起来吧 哄 如果说在之前的三段考课中 人们还没拿这个太当回事的话 现在可全都惊呆了 因为这第四段考课难度极大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来进行考课 就是十年前 那位实力堪称恐怖的诸葛半葬 在晋级四段的时候 也费了好一番的周折 这个人 未免也太过拖大了 人群开始议论纷纷 迪元龙微微一震 然后心中连连冷笑 认为薛安完全就是在找死 这时 考官用询问的目光看向了他 迪元龙微微点头 示意继续 考官这才说道 好 这可是 你自己选择的 但要记住 四段考课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 那就只有下个月再来 薛安不置可否 三个棋盘摆好 一轨就位 对异便正式开始 这次考核所吸引的目光 要比之前多得多 无数人都用或精仪或计较的目光 看向一人 独对三盘棋局的薛安 就见薛安运子如飞 越下越快 而且 即便是面对三盘棋局 依然一脸的云淡风轻 好似只是在游戏一样 这等态势 让全场的气氛 逐渐凝重起来 很多人心中震动 莫非这个人真的能通过四段 这时 迪元龙恶狠狠地冲远出的考官一点头 考官不动神色 但背在身后的双手却微微一结印 本来有些虚浮的三个异轨 陡然闪过一抹光亮 然后不管是应对速度还是奇数 都有了极大的提升 瞬息间 甚至跨越了五段 直接来到了六段的水平 这一幕 被很多有心之人看在眼里 全都心中一动 显然 这是有人在背后对付这个薛安了 因此 不禁全都暗自摇头 认为薛安这次必败无疑 毕竟从四段奇数 陡然暴涨至六段 还是一对三的局面 即便是如诸葛玄卿这般的祈祷天才 估计都得手忙脚乱一阵 更何况是他 这个念头 在这些人心中盘旋 而迪元龙的脸上 则浮现出得意之色 只不四段的话 这个薛安之前所说的话 就将全部成为笑话 到时候 看他还有什么面目 在这场中待着 可他的得意并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就在这时 薛安缓缓闭上了眼睛 这下 所有人全都一愣 闭眼是什么道理 虽然说在祈祷之中 眼睛的作用并不算太大 但也是不可或缺的 毕竟 如果纯靠神念推演来下盲旗的话 对神念的损耗程度 将成几何程度往上飙升 这也是强者对弈 很少有下盲旗的原因 莫非是自知不敌 放弃抵抗了吗 这些人正在精益不定 就见薛安一心三用 韵子如飞 其实也不能用飞来形容 那棋子简直都已经成为了一道道光柱 然后如碾压一般 对阵三个异轨 这一下 全场渐渐肃静下来 很多人都面露惊骇之色 狄元龙更是张大了嘴巴 这怎么可能 他只不过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怎么会有如此恐怖的神念和奇术 正在这时 就听啪一声脆响 三盘棋局进阶停滞 而三个异轨 则悲鸣了一声 其其因为超频太过 损耗太大 直接化为了乌有 而这时 所有人都满脸惊愕地看着桌上的三盘棋局 根本不用考官地宣布 所有人都知道 胜负已分 因为三盘棋局 几乎都被薛安所值的黑棋所占满 这种净乎碾压一般的盛局 极为罕见 只有实力相差极大的两人对异之时 才会有这般的情形出现 正在这时 薛安缓缓起身 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 迈向了五段考核区 迪云龙面色铁青地看着薛安的背影 而眼中 则渐渐献出一抹惊骇之色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奇数 与此同时 薛安因缅压斑的优势 通过四段考核 并往五段进发的消息 也传到了高台之上 本来好征以侠的景天锐 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直到确定是真的后 他的面色才渐渐阴质下来 眼中更是闪烁着阴毒的光芒 而诸葛玄青 也是未知一阵 莫非 自己真的看错他了 接下来便是薛安的个人表演时间 五段 六段 七段 在所有人震撼不已的目光中 薛安以碾压之势连过八段 直接来到了代表着 其到最高段位的九段之前 消息传开 整个月见星都为之震动 来看热闹的人群 将九段考核前的空地 挤得水泻不通 人们交头接耳 议论纷纷 不时还会用复杂的目光看向 站在考核点前的薛安 可以说就以薛安现在所取得的成绩 便已经打了无数人的脸 因为从古至今 还没有一个骑士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连闯八段 这证明 薛安确实有着非凡的实力 之前嘲讽计较薛安的人 现在都觉得了脸上发烧 善善不敢言 与此同时 薛安抬头看了一眼 这巍峨大气的九段考核场 微微一笑 迈不往里走去 众人全都为之一惊 我的天 他莫非真要去挣到九段吗 这怎么可能 这未免也太拖大了 薛安的举动 就好像在沸腾的热油中 倒进了一瓢凉水 让整个会场喧嚣不已 因为所有人都明白 九段意味着什么 和前面的八段不同 正到九段之时 对异的便不再是异鬼 而是真正的人 而且还都是经验丰富 实力强横的骑士 因此 九段也成为了无数人 渴望而不可及的天谴 就是那些自幼情修苦练的天才们 在正到九段的时候 都会经过十分漫长的准备 就这还不敢保证 一定可以通过 而现在 薛安居然在连过八段 下了十几盘 极为耗费精力的棋局之后 连休息都没有休息 便直接往九段进军 很多人 对此都暗自摇头 觉得薛安未免太过狂妄了 迪元龙 看向远处高台之上的景天锐 想征询一下意见 景天锐的嘴角 现出一抹冷笑 冲着他微微汗手 迪元龙脸色一洗 明白景天锐 已经做出了安排 果然 就在薛安进入九段考核区后 祁愿的门忽然打开了 然后从中走出一名 留着山羊湖 满脸英质之色的老者 这老者出来后 环视全场 当看到站在九段考核区 中间的薛安后 微微冷哼一声 便迈不往这里走来 全场先是一静 然后便是一阵剧烈的骚动 居然是祁愿的朱长老 亲自出手考核吗 这下这个薛安乐子可大了 很多人都用幸灾乐祸的目光 看着薛安 而一些对薛安观感不错的人 则是暗自摇头 心中颇为惋惜 因为这个留着山羊湖的老者 不是别人 正是祁愿之中 一名实力极为强横的长老 名叫朱飞 因为其成名很早 同时祁风音很毒辣 所以也被人尊称为鬼祁天师 一般的九段考核 都是由一些普通的九段骑师来负责 很少会有祁愿长老出现 做考官的这种情况 现在这样 只能证明 薛安的运气太不好了 而在看台之上 诸葛玄庆的面色 渐渐阴沉下来 他自问 即便是自己 对上这个鬼祁天师诸妃 都很难逼生 更何况 现如今薛安连下十几盘棋局 精力耗损很大 而祁愿长老突然出手 其中肯定有人在捣鬼 想到这 诸葛玄庆转头 看向了远处的景天锐 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目光 景天锐冲他微微汗手 露出了一丝 志得意满的笑意 诸葛玄庆的瞳孔猛然收缩 果然是 他在背后指使 可是已至此 玄庆也只能惋惜地叹了口气 看来 这次他是真的要输了 现如今 诸葛玄庆对薛安的观感 已经大有改善 因为通过之前的八段考核 薛安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只是 他太过张扬了 招来了天照星域的不满 结果派出了祁愿长老来阻击 不然 今天真有可能出现 前无古人的连床九段啊 要知道 即便是他哥哥诸葛伴葬 当年也不过是在三天内连床九段 就这 已经传为了佳话 诸葛玄庆心中五味杂陈 而宫氏兄妹则呆呆地 看着场中的一切 过了好一会 宫雪曼才 巧声问道 哥 这个白胡子老头很厉害吗 宫长月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很厉害 那薛先生会赢吗 宫长月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宫雪曼又一次看向了场中 轻声呢喃道 我觉得薛先生能赢 这时 这位鬼祈天师朱飞背着手 走进了九段考核区 冲着薛安一刺牙 年轻人 你刚刚的表现我都看到了 不得不承认 不管是你的祈祷修为 还是神念修为 都十分的不错 可你未免也太过拖大了 居然想连正九段 薛安微微抬眸 淡淡一笑 怎么 不可以 朱飞面色一沉 对于你的所作所为 祈愿很不满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 一切都到此为止了 你现在放弃 祈愿会放你一马 不然的话 哼哼 虽然话没说完 但威胁的意味已经很明显 而这位鬼祈天师朱飞的出现 并不单纯 是因为景天锐的请托 实际上 薛安在正道第七段的时候 天照祈愿便已经被惊动 诸多长老凑到一起 观察着薛安的行动 当他连闯八段 并向九段进发的时候 这天照祈愿便再也坐不住了 因为他们 不能允许一个不是天照星域的骑师 创造出这样的记录 所以他才会被派出来做考官 为的就是阻止薛安 这时薛安淡淡道 到此为止 可我要是不能 朱飞面色一沉 因为他没想到 薛安居然真敢当面拒绝自己 因此冷笑道 不想放弃 年轻人 不要觉得自己有点实力 就骄傲自满 太气盛了 可容易栽跟头 气氛陡然凝滞 很多人的目光 都汇聚到了薛安的身上 而面对朱飞的言语 薛安却只是淡淡一笑 然后好争以侠地说道 不弃圣叫年轻人吗 废话少说 你不是想让我放弃吗 那小爷我今天就教你怎么做人 哄 这番话 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朱飞的脸色 更是难看的 都要滴出水来了 然后怒急返笑道 好 好一个少年英雄 今天老夫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什么叫将 还是老的辣 这次考核所用的棋局 足足堆叠了八十八层之多 并且还不是十九成十九的标准棋盘 而是大了足足一倍有余的大型棋盘 这等难度 让众多高段位的骑师都未知色变 薛安对此 却只是淡然一笑 不用猜先了 你之先 开始吧 哼 朱飞闻言 更是怒火中烧 居然让自己下先手 这个男子 到底得有多么的狂妄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干脆利落地 便落下一子 但这一子 却直接下在了薛安的正前不远处 这等开局极为罕见 人群一阵微微的骚动 果然 不愧号称鬼祁天师 这第一步 便直接下在了对方的疆域之上 其风果然诡诀 可我怎么觉得 这位鬼祁天师 是故意这么做的 为的就是打对方的脸吗 很多歧视文言 纷纷点头 因为这一步 确实饱含着很大的侮辱意味在里面 这下 就看这个薛先生 如何应对了 薛安看了一眼这部落子 却没有丝毫的恼怒 只是微微一笑 然后便落子相还 而这一步 也直接下在了朱飞的正前方 这下全场一片愕然 谁也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这样应对 朱飞更是面色铁青 眼皮疯狂跳动 韩生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想跟你一丝一丝 因为是你先给我意思的 难道就不许 我给你意思了吗 薛安笑着说道 朱飞差点被薛安的这一连串的意思 给意思进去 但旋即 他便明白 后来薛安是在细耍自己 不禁满眼愿毒地看了薛安一眼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说着 他便落子如飞 开始跟薛安正式对异起来 只是这场棋局 从一开始 画风就不正常 因为双方的开局 都没有按照正常的套路 从自己这边 或者中盘落子 反而直接下到了对方的大门口 于是 在经过几番对异之后 棋盘之上便呈现出诡异的一幕 两人的棋子 都在对方那边 乍看上去 就跟调换了一下位置一样 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就见全场众人的嘴巴 都微微张大 一脸古怪地看着薛安 因为 从开始到现在 薛安所下的每一步 都跟这位鬼祈天师 朱飞一模一样 就好似一面镜子一般 将朱飞的每一步 都完美复刻在棋盘另一边 这是什么套路 很多骑士都面露疑惑之色 朱飞更是一脸便秘的神情 终于 再又走了几步之后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 怒声道 姓薛的 你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每一步 都跟我走的一样 薛安淡淡一笑 谁说我跟你走的一样了 你还狡辩 明明每一步 都按照我的路数来的 朱飞怒火中烧 哦 薛安似笑非笑地 看了朱飞一样 虽然是有些相似 但我可没有照抄你的路数 只是我恰巧 也打算这么走吧了 听到薛安这番厚颜无耻的话 全场先是一镜 然后一片哗然 有些人简直又气又乐 还有很多人则暗自摇头 认为薛安不过是在拖延时间罢了 龚雪曼这时也忍不住笑道 薛先生这是故意的吗 龚长月没有回答自己妹妹的话 他正一脸凝重地看着棋局 因为他发现 自己也看不透这次的棋局了 薛先生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他真想步步紧跟着朱飞的招数 但要想通过这种近乎无赖的招数 来击败一名祈祷强者 简直是痴心妄想了 果然 就见朱飞面色数变 然后宁笑道 很好 既然你这么愿意学 那你就学吧 说着 朱飞继续落子 薛安照就跟着他的路数 这一盘画风中 透着丝丝诡异的棋局 让全场棋师们 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但众多实力强悍的棋师 此刻已经纷纷摇头 认为薛安输定了 从古至今 就没听说 有人能通过这种方式迎棋的 这显然是 薛安在垂死挣扎罢了 比如景天瑞 他现在的心情就很好 不禁得意地看向了远处的诸葛玄青 但诸葛玄青 将全部的注意力 都集中了这盘棋上 景天瑞有些不屑 心想这有什么好看的 可他不知道 此刻的诸葛玄青 心中却泛起一丝丝疑惑 因为他发现 薛念的每一步 虽然都按照朱飞的招数而来 但棋面之上 总是透露着一些古怪 诸葛玄青也说不清是哪里古怪 但就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种感觉 让他内心烦躁不安 因此一直紧皱着眉头 盯着棋盘去看 这时棋已至中盘 朱飞心中冷笑 你不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跟自己玩赖吗 那好 我倒要看看 你这次还怎么跟我学 心中盘算着 朱飞落下一子 这一子落下 整盘棋的格局历史不同 就见朱飞所知的黑子 因为这一步棋 瞬间形成首尾呼应之势 就好似一条黑龙 被点上了眼睛一般 张牙舞爪着 要对白子进行反噬 这一下 全场一片惊叹 果然 不愧是天师级的高手 这显然是从开始就再步的一场局 关键是 这个姓薛的 就是想学也学不来 因为朱长老已经通过布局 将他所有的退路都给封死了 这等算计 果然当得起鬼祈二子 这些议论赞叹声中 诸葛玄卿收回目光 因为在他看来 薛安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没有任何翻身的可能了 不光是他 几乎所有的祈祷强者都这么认为 这时朱飞宁笑道 姓薛的 你不是爱学吗 现在我看 你还怎么跟我学 我刚刚怎么说来着 年轻人就不要太气少 在他的叫嚣声 以及全场的议论声中 薛安依然满脸的淡然 只是低着头 似乎在查看棋局 龚雪曼这时焦急地说道 哥 薛先生输了吗 龚长月长叹一声 是啊 输了 还是差得太多啊 说这话时 龚长月满脸的绝望之色 可就在这时 薛安缓缓抬眸 冲着朱飞一笑 可我也说过 不弃圣 叫年轻人吗 说着 薛安便也轻描淡写地落下一子 此子一落 本来纷乱的全场 陡然一片死寂 因为在薛安这一子之下 本来已经陷入绝境的白子 瞬间起死回生 如果说黑棋如龙 那白子便如一名白衣飘飘的斩龙仙人 对刚刚还嚣张无比的黑棋 形成了绝杀之势 这等惊天大逆转 自然令所有人为之震动 而本来已经对薛安不报 任何希望的诸葛玄青 见此一步之后 更是豁然站起 失声惊呼道 怎么可能 此刻的诸葛玄青 心中震动莫名 因为他终于明白 自己刚刚所察觉到的不对劲 是来源于哪里了 是因为是 虽然薛安刚刚的 每一步都跟着朱飞学 可在一些极为细微的地方 却有着不同 就是这极为不起眼的差别 却在潜移默化间 改变着棋局的事 并让朱飞不知不觉 便深陷其中 如果说薛安的布局好比蜘蛛 那朱飞便是陷入朱的飞虫 当朱飞自认为自己 稳操胜券之时 薛安便凭借积攒下来的 强大骑士 直接完成了一波完美的反杀 这就是诸葛玄青 在之前觉得 棋局不对劲的原因 因为薛安一直在用这种方式 布局整盘棋 这让诸葛玄青的心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这等推演能力 简直太恐怖了 他从小到大 只在自己的哥哥诸葛半葬身上 见过这种能力 但即便是他哥哥 也不可能有如此完美的布局 难道说 他从一开始 就已经窥知了结局吗 诸葛玄青 满脸茫然地看着场中 那个傲然而立的身影 而全场的惊叹声 更是此起彼伏 卧槽 这盘棋居然还能这么下 我刚刚怎么没想到 这一步如神来之笔 简直太绝妙了 你哦 这才称得上 一字洛尔天下金啊 这等奇数 就是一般的九段骑尸 都得甘拜下风啊 听到这些惊叹赞美之声 朱飞的神情都彻底凝固了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事情会突然急转直下 明明开始的时候 一切顺利 自己给这个薛安挖的坑榻 也都跳进去了 为什么到最后 居然是自己输了呢 朱飞百思不得其解 而这时 薛安淡淡道 现在 你还有何话说 朱飞的脸疼就红了 而且是红的发子那种 其道便是这么真实 赢了就是赢了 失败的人 是没有任何道理 可讲的 因此 这个朱飞尽管满心不甘和怨恨 最终也只能颓然地低下头 我输了 这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却在整个会场之中 掀起了惊涛骇浪 景天锐面色铁青 一巴掌拍碎了身旁的一张座椅 双眸之中 更满是冰冷沙液 而他之所以会如此愤怒 不光是因为怨恨 更是因为一丝恐惧 在最开始的时候 他根本没拿薛安当回事 认为就是个蝼蚁一样的存在 当时让迪元龙去找薛安的麻烦 不过是想给自己找点乐子来看 可没想到 薛安却以碾压之势 连正九段 最后更是连祁愿长老都给击败 这等恐怖的实力 让景天锐都有些心中发寒 这个人到底什么来临 可不管他是不甘也好 恐惧也罢 薛安以一子绝杀 赢了鬼祈天师诸妃 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所以在无数人的瞠目中 鬼祈天师诸妃 灰溜溜地走了 而祁愿之中 则另外走出一名长老 满脸不甘心地宣布 薛安正是获得九段 这一下 全场先是一静 然后不知道谁带头古的掌 全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很多人满脸羞和地看着薛安 因为在最开始 他们都不认为薛安真能成功 可谁能想到 薛安不但成功了 还创造了前五古人的记录 不过薛安对于这一切 没有任何感觉 他下了观理台 便走到了宫氏兄妹身前 微微一笑 让你们久等了 宫氏兄妹 从实话状态之中恢复过来 满脸惊愕地看着薛安 尤其是宫长月 他虽然隐隐约约知道 薛安的祈祷修为应该不错 可也没想到 会这么厉害 而宫雪曼 更是满脸惊喜之色 薛先生 你好厉害 薛安瞥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怎么 不说我吹牛了 宫雪曼不好意思地抓了抓脑袋 嘿嘿一笑 走吧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戏 这才刚刚开场 说着 薛安一马当先地往高台走去 所过之处 众人纷纷让开了一条道路 然后用或敬畏 或艳羡的目光看着薛安 当走到高台之前时 薛安冲着躲在角落之中 不敢过来的护卫一笑 麻烦问一下 我现在能上去了吗 护卫浑身一颤 然后忙不迭地开始点头 当然当然 请上台 薛安笑了笑 便走上高台 在环视一圈之后 他看到坐在不远处的诸葛玄青 不禁微微一笑 然后静止走了过去 可以坐旁边吗 薛安问道 诸葛玄青也是一愣 他没想到 薛安居然会主动过来 但很快 他便点了点头 请便 薛安便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然后冲远处 一脸尴尬扭捏之色的 龚长月一摆手 在那站着干什么 过来坐 龚长月磨磨蹭蹭地走了过来 然后低着头 轻声说到诸葛姑娘 那样子 似乎连正是诸葛玄青一眼都不敢 薛安见状 有些哭笑不得 这家伙老实地有点过了头了吧 诸葛玄青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便转过头来 饶有兴致地看着薛安 你很厉害 薛安笑了笑 不过是凑巧罢了 那个朱飞泰 执着于义子得失 所以才会对远处的危险 一无所知 诸葛玄青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他总觉得 薛安的这番话 似乎一有所指 同时 他也对薛安的身份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诸葛玄青心中思量着 薛安则转过头去 看向了远处高台上的景天锐 以及坐在景天锐一旁的蔡家众人 可巧这时候 蔡庸心也看向了这里 当两方目光一接触 薛安露出了一丝微笑 可这微笑 却让蔡庸心面色一白 慌忙地转过头去 不敢再看 现在的他 心中满是惊惧 因为他也没想到 事情居然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但很快 他便露出了一丝很利之色 你就是正道九段又能如何 难道你还真能击败景大人吗 这也是在场很多天照骑士的共同想法 在这些一贯骄傲自大的天照骑士眼中 除了诸葛家外 根本就没有能跟天照骑士匹敌的存在 至于薛安 无非就是运气好 凑巧赢了鬼祈天师诸飞罢了 而且很多人都认为 薛安之前的正道九段 已经耗费了他太多的精力 因此待会的比赛 他估计很难有什么作为 对于这些异样的眼光 薛安只是淡然一笑 根本懒得理会 比赛终于正式开始 这场骑士大赛 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 也就是说 只要输一场 便会被直接淘汰 这种十分残酷的比赛规则 让参赛的棋手们 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因为每一场 对他们来说都是生死之战 于是 全场的气氛都变得凝速起来 无数人瞪圆了眼睛 观看着天空之上 那由神念大能布置下的巨幕 上面分割出一个个小方框 里面便是各个参赛棋手的棋局实况 因为是单败淘汰赛 所有每一个人的对手 都是随机的 薛安抽到的对手 是一名容貌端正的中年女子 这女子一见到是薛安 脸上便现出喜色 因为她也觉得 薛安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 自己这第一场比赛 算是稳了 对此 薛安只是淡淡一笑 也没废话 直接开盘比赛 这棋局比赛所用的棋盘 都是特制的 堆叠了170层之多 并且都是72乘以72的巨型棋盘 这样的棋盘别说比赛 一般人就是看一眼 估计都得发晕 因为棋盘之中错综复杂 其复杂程度简直令人咋舌 这个中年女子 虽然名不见经传 可只要是能成为九段棋师的 便没有一个异于之辈 这一开局 便显露出 这个中年女子 强大的棋道修为 而且棋风极为稳健 每一步都下得如教科书 一般标准 这种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下法 虽然缺乏观赏性 但却是最为稳妥 也是最令人头疼的棋风 除非彼此之间的棋数相差悬殊 否则很难在短时间内 破解开这样的手段 因为薛安之前的惊人表现 所以有很多人将目光投向了他这里 可当看到这个开局后 很多人不禁暗自摇头 认为薛安获胜的希望很渺茫了 因为这个中年女子 显然是哪种的薛安 现在经历损耗过大 打算用这种步步为营的手段 将薛安一点点耗死 虽然听上去有些无聊 但却是最有效的 可让这些人大跌眼镜的是 薛安对于这个局面 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心浮气躁 反而一脸淡然的 也开始跟这个中年女子缠斗 她步步为营 薛安便也层层防御 于是 这场棋局的画风又开始跑偏 双方都好像稳妥小心地过了头的将领 将所有的士兵都囤防起来 却几乎不做任何的攻击 时间一长 这场棋局便无聊地 简直让人想打哈欠 很多人围观的棋师们 也有些发傻 这个薛安倒是聪明 估计是想着 通过这种手段来拖延时间 好尽快恢复精力吧 有人猜测到 还有人则摇了摇头 这不过是权一支祭靶了 我就不信 他们俩能一直这么耗下去 可事实还真就像这个人所说的那样 局势一直呈现僵持的态势 甚至在别人的棋局 都已经到了中盘 有些快棋手 更是已经结束了战斗 淘汰了对手之时 薛安这边 还在不紧不慢地进行着防御 这下很多棋师 都不免露出鄙夷之色 这样的棋风 虽然没有过错 可在很多人看来 薛安分明是 已经失去了胆气 而一个失去了胆气的人 根本就不配成为棋师 气氛越来越压抑 薛安依然一脸地无所谓 但跟她对弈的这个中年女子 却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只见她的脸色微白 落子之时 也变得犹豫不定 终于 在又过了一炷香的时间后 这中年女子 终于按捺不住 发动了攻势 因为之前的布局太过完善 这攻势一旦发动 倒也凌厉异常 很多看这场棋 都已经看得有些昏昏欲睡的人 见到这一幕后 纷纷眼前一亮 终于开始了吗 可出乎这些人意料 薛安面对这样的攻击 却没有丝毫地改变 反而继续步步为营地 推进着战线 在这种几乎龟壳一般的防御面前 这中年女子所有的攻击 都化作了无用功 最终 薛安就是通过这种 近乎无赖一样的手段 生生将这个中年女子的骑士扼杀 获得了这场棋局的胜利 一局终了 这个中年女子 面色惨白 愤恨不已地看了薛安一眼 转身便离开了棋台 而全场则先是一愣 然后便爆发了议论之声 这棋风 未免也太无耻了吧 真是没想到 还能通过这种方式来战胜对手 很多人都对薛安的做法 表示鄙夷 薛安却一脸淡然地坐在那 没有丝毫的表情 棋局就是这样 输了就是输了 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讲 这时 第一轮比赛算是结束 这一下 便淘汰了一半的参赛棋手 薛安回头看了一眼 工长越不出意外地赢了第一局 顺利晋级第二轮 至于诸葛玄青 则是第一个战胜对手 晋级第二轮的棋手 景天锐则紧随其后 通过完成比赛的时间 也可看出彼此的实力 相比之下 薛安几乎是最后一个才完成比赛的 因此 景天锐冷哼一声 彻底放下了心 在他看来 薛安的这场胜利 纯粹是因为运气 不出意外 第二轮 他一定会第一个被淘汰掉 对于这样的弱者 他自然懒得去理会 稍事休息之后 第二轮比赛 也终于开始了 薛安这次抽到的 是一名看上去十分憨厚老实的大汉 甚至在坐到薛安对面之后 这个大汉 还憨憨地笑了几声 你好啊 可场中很多人 在看到这个大汉之后 全都一愣 然后面露古怪之色 有些人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下 这个薛安 估计乐子大了 有人不禁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不认识这个大汉 这个家伙是来自贪狼心欲的九段骑师 虽然看上去很老实 但他有个绰号 叫奇蜂子 奇蜂子 对 之所以这么称呼 就是因为这个家伙下棋的风格 就犹如一个真正的蜂子一般 横冲直撞 奇蜂极为癫狂 杀士更是令人恐惧 尤其擅长对付那种 奇蜂稳健的骑师 说到这 这个骑师一脸坏笑地看着薛安 他不是擅长稳扎稳打的稳健奇蜂吗 这下碰到了奇蜂子 估计一会想哭都哭不出来 果然 正如这人所说 这个看上去憨厚老实的大汉 当直骑在手的时候 就好似变了一个人似的 眼神瞬间变得癫狂 神情更是如疯子一般 猙獰可怖 一子落下 便直插薛安的棋盘中攻 这等嚣张至极的开局 让全场发出了一阵嘀嘀的惊呼之声 即便不认得这个大汉的人 此刻也看出了 他是什么类型的骑师 因此全都对薛安的这一局 不再抱任何希望 可就在人们都觉得 薛安这局输定了的时候 薛安抬起头来 冲着棋盘对面的大汉森然一笑 你的风格 我很喜欢 说吧 薛安便毫不犹豫 也落下一子 这一子 已经不能说是 直插对方中攻了 而是直接顶在了 对方的脑门之上 这等比大汉还要嚣张的棋风 让全场一片愕然 是我眼花了吗 他刚刚不是以稳健健长吗 怎么突然间换了风格 有人惊叹道 这个棋风子也有些傻眼 但瞬间 他便清醒过来 然后胸中燃烧起了熊熊木火 从来没人敢这么跟自己下棋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因此他宁笑一声 孕子如飞 展开了极为伶俐的攻势 这攻势之猛烈 足以让旁观者为之心惊 可很快 所有围观的人 便全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发现 这棋风子的攻势虽然伶俐 棋风虽然癫狂 可薛安却比他还要伶俐 还要癫狂 那近乎不要命的打法 让很多人都有些恍惚起来 刚刚那个连试探一下都不敢地稳健棋风 和现在这个好似从地狱之中 刚刚释放出的恶鬼棋风 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棋风子的面色 也渐渐变得苍白起来 因为他发现 自己引以为傲的一切 在面对薛安的时候 全都变得黯然失色 不管是攻势 还是布局 薛安都稳稳地碾压自己一头 这一头看似不多 却让其疯子满心绝望 因为不管他动用什么手段 费尽多少周折 都无法将这差距拉近分毫 终于 在一炷香之后 棋局陡然停顿下来 而后薛安摇了摇头 淡淡道 看来你的棋风 还是不够癫狂 说吧 薛安一子落下 这一子直落大汉骑士的中间 犹如一柄利刃 直接捅进了他的后腰之中 瞬间 属于棋风子的白色棋子 开始疯狂消失 而薛安的黑棋 则扩散开来 占据了整个棋盘 你说了 薛安淡淡道 大汉面色灰败至极 呆呆地看了好一会 然后猛地一张嘴 便吐出了一大口鲜血 就此倒地 不省人事 这棋局比赛之中 自然是有一师严阵以待的 因为一盘胶着的棋局 往往会耗费掉一个 棋师所有的精力 甚至透支掉所有的神念 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 将会神念崩碎 就此神魂俱灭 所以当这名棋风子倒地之后 很快便有医师将其抬走抢救 这一下 全场都为之哑然 居然将其疯子都给吓得吐血 这个薛安的奇数 到底有多高 很多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目光 看着薛安 因为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个 可怖的事实 那就是 比赛虽然才进行了两轮 可薛安便已经换了两种风格 而且还都是对手最擅长的 莫非他是故意的 有些人心中刚刚升起这个念头 便打了个冷战 然后强行打消了 因为如果这是真的 那简直太可怕了 这次薛安是第二轮中最早完成比赛的 等完成之后 他便开始打量其他人的棋局 就见龚长月正跟一名老者拼杀 虽然看上去有些艰难 但从其事上来看 应该可以赢 而诸葛玄青 这次也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双方展开了厮杀 虽然从棋局大事上 也可以看出 诸葛玄青肯定能赢 可对手的不屈不挠 还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正在薛安打量这一切的时候 景天瑞的棋局也结束了 虽然对手的实力也很不错 但还是在他的面前败下阵来 获得胜利后的景天瑞 先转头看了一眼诸葛玄青这边 见到他还在厮杀 不禁露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认为自己这次应该拔得了头筹 可当他一环势全场 便见到薛安坐在高台之上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他不禁便是一愣 怎么回事 他的棋局已经结束了吗 可他怎么还坐在那 难道说他又赢了 景天瑞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而薛安这时则伸出手来 冲着景天瑞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然后嘴唇微动 淡淡地说了两个字 等着 全场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被薛安的这番举动给吓呆了 景天瑞的眼皮疯狂跳动 双眸之中满是冲天怒火 从小到大 还没有人敢对自己这般不敬 我一定要将这个家伙彻底撕碎 景天瑞心中疯狂地呐喊着 而薛安的眼中也浮现出一抹杀鸡 薛安自然知道这个景天瑞刚刚试图针对自己的事 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薛安通过景天瑞刚刚的对弈 窥知到了一抹气息 这种气息 让薛安心中渐渐现出了森冷杀鸡 正在这时 第二轮比赛也陆续结束 又淘汰了一半的选手之后 棋台之上只剩下了三十名骑士 变得空荡荡的 诸葛玄青自然是顺利晋级 而最开始不被众人所看好的龚长月 居然也连胜两局 晋级了第三轮 这时 棋局比赛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 又一次抽签开始 而当众人展开齐签之后 本来满脸喜色的龚长月浑身一震 脸上的喜悦也凝固了 因为他这次抽到的对手 便是迪元龙 迪元龙这时候 也看到了自己的齐签 不经一阵的凝笑 龚长月 看起来咱俩还真是有缘啊 上一届我们是对手 这一届又遇到了 龚长月面色一白 眼中现出一抹退缩之色 正如迪元龙所说 在上一届的棋局比赛之中 当时刚刚正到九段 跟随家中长辈来参赛的龚长月 在第一轮便遇到了迪元龙 本来意气风发的龚长月 被其力雄魂的迪元龙一通残虐 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如果仅此而已 也就罢了 关键是 当时龚家派出来的人 已经全军覆没 没有一个人能挺进第二轮的 因此 这迪元龙便极尽挖苦之能事 对龚长月的自尊心 进行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这给龚长月 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当今天看到自己的对手 又是迪元龙的时候 龚长月不由自主地 便感到了一丝怯弱 怎么 害怕了 放心吧 等会到了赛场之上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的 迪元龙舔着嘴唇 满脸争鸣之色地说道 龚长月闻言 情不自禁地往后退了两步 脸上献出犹豫不定之色 正在这时 一只线长有力的手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有人淡淡道 知道身为骑师 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龚长月一愣 抬头看去 就见薰安正含笑看着自己 然后他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薰安抬眸看了一眼对面的迪元龙 淡淡道 身为骑师 最重要的是 要有虽千万人无网以的气势 虽千万人无网以 龚长月喃喃自语 薰安一笑 说白了 就是两个字 扮他 扮他 对 不管对方是谁 不管他身份有多高贵 实力有多强悍 都要用一颗无所畏惧的心去看待 因为狭路相逢 你就是怕也没用 还不如豁出一切 去跟他聘 明白了吗 听到薰安的这番话 龚长月眼中的怯弱之色 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 是前所未有的坚毅 谢谢薰先生 我明白了 这时薰安 却突然促瞎的一笑 然后凑到龚长月的耳边 巧声说道 其实追女孩子也是一样 首先得有一张 其后无比的脸皮 和不怕输的心 管他什么看法 先追了再说 明白 龚长月的脸 瞬间红到了脚跟 结结巴巴地说道 薰薰先生 我 薰安摆了摆手 那诸葛玄卿对你显然不一般 不然以他那种性格 就是你死在他面前 他都懒得理你 所以剩下的 就看你自己把握了 说到这 薰安顿了顿 不过你觉得 他是喜欢一个内心怯弱 甚至不敢放手一战的男人呢 还是会喜欢一个狭路相逢 敢于亮剑的男人 爱情有时候 就是这么奇妙 它可以让怯弱者变得勇敢 也可以让聪慧者变得愚钝 至少龚长月 在听到薰安的这番话后 迅速地冷静下来 眼中则闪烁着 从未有过的光芒 薰先生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薰安似笑非笑地说道 龚长月一指 对面那个一脸莫名其妙 不知道薰安和龚长月 在嘀咕些什么的狄元龙 冷声道 小子 待会看 小爷怎么办你 这话差点让狄元龙 以为自己听错了 旋即勃然大怒 信公的 你莫不是在找死 龚长月冷笑道 死也得你先死 你 狄元龙气急败坏 薰安却哈哈大笑起来 然后用力拍了拍 龚长月的肩头 很好 如此可较也 这大笑声吸引来很多人的注意 诸葛玄青有些奇怪地回头看了一眼 他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位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薰先生有些古怪 但却又说不出具体是哪里 这让他心中充满了疑虑 第三轮比赛正式开始 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 竞争已经彻底地白热化 能通过前两轮比赛的人 实力全都不容小觑 不过这时候 也可以明显看出 骑师的实力划分了 三十名骑师中 天照新玉的骑师 足足占了三分之二还多 这种局面 让所有的外遇骑师们 面色都有些难看 因为这说明 天照新玉一家独大的势头 已经越来越不可阻挡 这次薰安的对手 是一名浓装艳抹的女子 这女子坐下之后 便一脸可怜地冲着薰安撒娇道 薰先生 奴家齐力浅薄 您可要手下留情 怜惜奴家则各呢 这种甜的逆人的话音 搭配上女子一脸的忧怨神情 倒也称得上楚楚动人 可薰安却根本不为所动 甚至连头都没抬 只是淡淡道 觉得其力浅薄 可以现在就认输退出 你 这女子显然没想到 薰安会这么回应 还有 薰安抬起头来 静静地看着这个女子 棋局还没开始 你就迫不及待地编织幻术 这有些不太好吧 女子浑身一颤 眼中现出一抹亥然之色 她没想到 薰安居然能一语喝破自己的伎俩 这时薰安垂下眼眸 摆弄着手中的一枚棋子 淡淡道 虽然很不想说 但是大娘 你脸上的粉厚的都能刮墙了 就不要再一口一个奴家了 听起来实在有些难以接受啊 闻听此言 全场都为之实话 而后有些人忍不住扑斥一下 笑出了声 因为薰安的话 简直太损了 尤其那句大娘 简直深得毒蛇之精髓 这女子简直都快要气疯了 颤抖着伸出手来指着薰安 小子 你你给我等着 老娘待会就教你做人 薰安嘴角扬起 好啊 棋局开始 这女子显然已经恨及了薰安 下手便是杀招 不得不说 这个女子棋风凛冽 杀势强横 称得上是一名棋道强者 唯一可惜的就是 她遇到的是薰安 这次薰安的棋风又为之一变 之前面对棋风子时的癫狂 已经荡然无存 棋盘上有的 只是一个纯粹的杀 女子杀招强横 那薰安的杀招 就比她还要强横十倍 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薰安便将这个女子 杀得节节败退 只有招架之功 而无还手之力 这一下全场又是一阵惊叹 因为虽然才不过几局比赛 可很多人都已经看出 薰安显然都是用对手 所擅长的招数和风格 来击败的对手 这种多变的棋风 简直匪夷所思 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薰安根本没有理会这些 此刻的她 甚至一边漫不经心地 和这个女子下着棋 一边观察着周围人的棋局 不出意外的话 诸葛玄青依然可以胜 那个景天瑞 估计也差不多 然后薰安便将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龚长岳这边 实际上从落座开始 就数龚长岳和狄渊龙这盘棋局 吸引的目光多 因为很多人都了解 龚家现在的处境 可以说 如果龚长岳不能击败狄渊龙 从第三轮比赛中脱颖而出的话 那整个龚家将彻底滑入深渊 更何况 狄渊龙和龚长岳之间的私人恩怨 也广为人知 很多人都想看看 这两人的对异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场棋局是狄渊龙直先 只见他冲龙长岳宁笑几声 然后便落下一子 龙长岳 我很佩服你的勇气 可其道可不是光靠勇气就能获胜的 这一次 我就让你明白明白 什么才叫强者 这种开局 便用言语打击对方士气的手法 在天照星域的歧视之中 很是盛行 尤其当面对心智不是那么坚毅的对手之时 这一招往往会收到奇笑 可这次 狄渊龙却打错了算盘 就见龚长岳一脸肃然之色 冷冷地瞥了一眼狄渊龙 便默不作声地开始落子相还 这种无言的沉默 让狄渊龙的所有话都落在了空处 这让狄渊龙心中怒火中烧 怎么 吓得都不敢说话了吗 龚长岳抬头看了这个狄渊龙一眼 冷冷道 祈祷争风靠的是修为 而不是嘴巴 你可以闭嘴了 你 狄渊龙火冒三丈 却又无计可施 只好忍着火气 开始和龚长岳继续对弈 狄渊龙也确实有自傲的资本 因为自幼便接受天照祈愿极为严苛的培养 所以他不管是奇术还是神念修为 都要胜过龚长岳一筹 这种差距 在这三年之中并没有减小 所以当两人祈祷中盘之时 龚长岳已经献出左之右桌之态 全面落入了下风 很多人见状不禁暗自摇头 这个狄渊龙还是略胜一筹 看来曾经是骑到拒捕的公家 现在真的不行了 就连唯一的传人也已经沦落成这副模样 有人叹息道 这时狄渊龙一脸猖狂的宁笑道 龚长岳 你刚当的嚣张劲呢 怎么不拿出来了 你不是要伴我吗 来啊 龚长岳双目通红 整颗心都被一种无力感所占据 他已经拼尽了全力 可最终还是要败在这个家伙的手中吗 台下的龚雪曼 见到自己哥哥这副模样 心疼的眼泪都在眼眶之中打转 可就在这时 依然在漫条丝里的下着棋的薛安 突然轻叹了一声 有些时候 置之死地 方能后生 这话听得很多人一头雾水 根本不明白什么意思 唯独龚长岳浑身一颤 本来已经被绝望所占据的双眸 突然一片清明 是啊 置之死地而后生 我怎么没想到呢 心中想着 龚长岳浮至心灵一般落下一子 这一子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甚至可以说 完全是一者贤奇 狄元龙见状宁笑道 鼓弄了半天玄虚 结果是 准备投降了呀 在这种高水准的棋局比赛之中 几乎不可能出现贤奇 而一旦出现 便说明一方已经彻底放弃了 无非就是打算多拖演艺会 好让自己的面子 不那么难看罢了 这狄元龙显然认为 龚长岳已经放弃了抵抗 所以宁笑着 开始步步杀鸡地往前推进 龚长岳的棋子 开始大片大片地被绞杀 请客间 龚长岳能成事的棋子 都已经被绞杀殆尽 所有人都不再对龚长岳 抱有任何希望 狄元龙黑黑一笑 小子 今天就是你们龚家 身败名列之时 说着 他落下一子 很多人转过头去 不忍再看 因为他们觉得 狄元龙这一子落下 龚长岳必败无疑 可就在所有人都放弃了 希望之时 龚长岳冷冷道 这对于你来说是结束 但对我来说 却是开始 说着 龚长岳在那些乱七八糟的 嫌妻中间 落下一子 这一子 让很多人露出 哑然之色 这个龚长岳 是不是已经疯了 是啊 这一子落下 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 可都是他自己棋子啊 果然 就见这一子落下之后 龚长岳的棋子 开始剑刺熄灭 狄元龙哈哈狂笑 原来你筹备了这么半天 是打算要自杀呀 还真是别出心裁的手段 狂笑声戛然而止 紧接着 全场便是一阵难以置信的惊呼 因为在棋盘之上 当龚长岳的棋子 已经熄灭到快一半的时候 骑士陡然发生了惊天大逆转 本来牢牢占据上风的狄元龙 在寝客间 便有大片的棋子 成为了无法动弹的死棋 而龚长岳的棋子虽然少 却连为了一体 成为一条可进可退的活龙 这 这怎么可能 狄元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龚长岳却一脸漠然之色 现在 该你落子了 全场鸦雀无声 人们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龚雪曼更是激动地眼带泪花 轻声呢喃道 之前我认为 你老土 结果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你这么帅 狄元龙呆愣了足有一炷香的时间 才失魂落魄地落下一子 可现在就是其胜轻质 面对这样的局势 也是回天乏术了 所以 在龚长岳的几招绝杀之下 狄元龙所有的棋子都被吃掉 输了一个光洁溜溜 全场一片惊叹 狄元龙更是面色挥败至极 坐在那彻底实化了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本来必胜的自己 会在突然之间 沦为了失败者呢 这 这是什么奇招 狄元龙色声问道 龚长岳淡淡道 这 就是致之死地而后生 致之死地而后生 狄元龙坐在那的 难自语 而龚长岳则站起身来 走至薛安静前 整理衣冠 攻身失礼 多谢先生指点致恩 话音刚落 薛安一子落下 连看都没看对面 那个面色惨白的女子一眼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声 你输了 然后 他便转过身来 冲着一攻扫地的龚长岳说道 起来吧 做得不错 这种语气 就好像在跟弟子晚辈说话一样 可龚长岳却没有丝毫的气氛之色 反而一脸恭敬地站在那 这时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结束了比赛 不出所料 诸葛玄青赢得毫无悬念 景天瑞也碾压了对手 尤其是景天瑞 现在的他质得一满 觉得十分开心 因为这一下三十名骑士 又被淘汰了一半 而且淘汰的几乎全都是外语骑士 唯一剩下的 就只有诸葛玄青了吧 心中盘算着 他转过头来 正打算说话 然后便被眼前的一幕给惊住了 就见龚长岳和薛安站在一起 而自己的手下狄元龙 却一脸颓然之色地坐在那 怎么回事 景天瑞一脸惊愕地问道 大大人 我输了 狄元龙万分羞愧地说道 输输了 景天瑞瞪圆了眼睛 嗯 狄元龙点了点头 景天瑞倒吸一口冷气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手下居然能输给龚长岳 而且 这个姓薛的 好像也闯过了第三轮 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 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 景天瑞怒火中烧 就连看薛安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如果说之前他对薛安 只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蔑视 那现在就是赤裸裸的仇恨了 而全场之中最害怕的那个 则非蔡庸新莫属了 本来以为薛安只是在说大话的蔡庸新 在看到薛安又一次战胜对手 晋级第四轮的时候 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 等盘算了一会之后 蔡庸新一咬牙 跟身边的父亲 也就是蔡家家主 低声交谈了几句 这位蔡家家主想了片刻 最终点了点头 这时 诸葛玄青也看到了这一幕 神情一时也变得有些复杂 可还没等他有所反应 龚长月深吸一口气 走上前来微笑道 诸葛姑娘 不负您所望 我已经赢了迪元龙 顺利晋级第四轮 龚家的名望 算是保住了 在晋级第四轮之后 便算是在这场比赛上夺得了名次 不管是谁 也不能不承认 这是一个好成绩 尤其对于上一届吃了个龙蛋的龚家来说 这个成绩更是来得难能可贵 但诸葛玄青 却不只是因为这个 而觉得有些异样 他总觉得 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个龚长月 变了许多 似乎变得更自信了 不过现在并不是纠结这些东西的时候 诸葛玄青看了一眼剩下的骑士 脸上的神色变得有些肃然 然后走到薛安静前 沉生道 薛先生 现如今剩下的骑士之中 就只有我们三个外语骑士了 所以我觉得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否则 薛安倾笑一声 否则什么 诸葛玄青抬起头来 带着一丝担忧地 看向了远处的景天瑞 否则 我们很可能都不是这个景天瑞的对手 实际上 在见到景天瑞的那一刻起 诸葛玄青就觉得心里有些没底 三年之前的景天瑞 自己还可以看清底细 但三年之后 他却看不透这个人了 这种变化 让诸葛玄青心声凛然 这也是他没有信心的原因所在 薛安却笑了 笑得肆意而张狂 就是因为这个 那好 待会这个家伙 就交给我了 诸葛玄青一正 然后用古怪的目光看着薛安 过了半晌 他才冷然道 你知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薛安笑着点点头 当然 诸葛玄青一皱眉 之前对薛安的那点好感 瞬间消失无踪 我知道你的实力应该很不错 可你不要忘了 这个景天瑞 既然在天照星域 都能被称为少年齐王 肯定有自己的厉害之处 更何况 经过三年闭关和齐圣指点 他的实力 到底变成了什么样 连我也看不出来 而你 诸葛玄青的话没说完 但意思 已经很明显 就是在暗指薛安的狂妄 对此 薛安却只是淡然一笑 我不管他怎样 我只知道 这次的冠军是我的 而我说的话 谁也改变不了 你 诸葛玄青勃然大怒 但旋即 他便强自冷静下来 然后冷冷地瞥了薛安一眼 转身就走 他认为薛安纯粹就是个疯子 只有你真的面对他的时候 才会明白 天照骑士的可怕 诸葛玄青心中想到 在稍事休息了一炷香后 第四轮比赛 眼看就要开始 正在这时 旧剑也通过了三轮比赛的蔡家家主 忽然站起身来 走到了景天锐进前 躬身失礼 景大人 我蔡家对您的实力仰慕已久 所以此次比赛 我们甘拜下风 哼 这下全场一片愕然 有些外遇骑士一跺脚 真是无耻小人 龚长月更是气得脸色大变 蔡家 你们这么做 就没想过后果吗 蔡庸心冷笑道 龚长月 我们对景大人宠慕已久 甘愿认输 你管得着吗 你 龚长月一脸怒涩 景天锐却哈哈大笑起来 好 很好 蔡家主果然实时务 这个插曲过去之后 场中的形势更显紧张 蔡家的退出 让场中的骑士只剩下了14位 而等抽签结束之后 全场一片剧烈的骚动 因为诸葛玄青抽到的对手 正是景天锐 这一场世纪之战终于要开始了吗 很多人面现凝重之色 景天锐则冲着诸葛玄青黑黑一笑 诸葛姑娘 一别三年 能再次对弈 真是令人期待啊 诸葛玄青没有吭声 只是默然地坐在骑桌一旁 冷声道 猜先 棋局又一次展开 但这一次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诸葛玄青这边 尤其是所有的外遇骑士 简直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对他们而言 诸葛玄青就是景胜的支柱 如果他败了 那么景天锐将再也无法阻挡 相比起来 其他人的对战 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薛安这次的对手 是一个畏畏缩缩的男子 齐风也跟他的人一样 极为猥琐 可他猥琐 薛安的齐风 就比他还要猥琐十倍 不一会功夫 薛安并用这种恶心死人的齐风 将这个骑士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 可正当其之半憨之时 薛安却突然摇头叹息了一声 输了 薛安的对手 文言便是一愣 输了 什么输了 明明我快输了好不好 这位以猥琐留著称的骑士 满心悲愤 他从没想过 世界上居然还能有人 比他的骑风还要猥琐 还要让人百找挠心 那风骚的走位 令人哭笑不得的布局 都让这名骑士有种想要吐血的冲动 甚至他都已经做好 弃子认输的准备了 这个时候薛安说什么书了 正在这时 只听全场惊呼声四起 天哪 这就是景大人的真实实力吗 因为在此刻 诸葛玄卿和景天瑞的这盘对局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只见黑白梁子在棋局之中 如龙四蟒一般的缠斗不休 往往这一刻 诸葛玄卿还占据着上风 但下一秒 他便被景天瑞逼到了绝境 这种瞬息万变的局势 令全场众人都惊呼不断 可渐渐地 明眼人便可以看出 诸葛玄卿已经渐渐落入了下风 虽然他的骑士还在 杀招依然凛冽 可面对景天瑞的布局 还是显得利有未来 并逐渐开始左之右拙 显然已经只有招架之功了 诸葛姑娘 凶多吉少了呀 有人摇头感叹 看来景天瑞确实蒙收过 奇圣大人的指点 因为看着布局和骆子 依稀有奇圣大人的风采 而几乎所有的外语奇师 此刻都将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诸葛玄卿便是阻击天照奇师的战神 如果他倒下了 那局面将彻底不可收拾 可奇道从来不以任何人的意志而转移 实力稍训就是得输 没有任何的道理可讲 随着时间的推移 诸葛玄卿这边的下风 已经越发的明显 而景天瑞的攻势 则越来越猛烈 这时候就是普通人也可以看得出 诸葛玄卿要败了 就在这时 只见一旁的龚长月颓然气子 我认输 尽管薛安给了他一枚 记载着诸多上古奇谱的遇见 可短短几天的时间 根本不足以让他的实力 有什么值得飞跃 实际上 刚刚他能击败迪元龙 便已经极为侥幸了 以他的实力 能挺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 所以落败也不奇怪 可这样一来 全场就剩下薛安和诸葛玄卿 这两位外语奇师了 这个形势 可谓严峻到了极点 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就见景天瑞宁笑着说道 诸葛姑娘 看来你的棋数 还是差我一筹啊 说着 他落下一子 这一步棋 瞬间补足了他 整个的骑士 并对诸葛玄卿 形成了绝杀 刹那间 全场死一般的安静 所有人都将目光 投向了那个 背影单薄的黑衣少女 足足半盏茶的时间 诸葛玄卿都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静静地看着棋局 最终 他默默地起身 声音平静地说道 我输了 全场先是一镜 然后便是一片大滑 最终 还是输了吗 难道说 就没人可以阻挡一下 天照骑士了吗 有外遇骑士满脸绝望地说道 连诸葛小姐都败了 除非诸葛半葬能出面 否则将没有人能阻止景天瑞 再度加冕为此接冠军了 有人轻叹道 景天瑞一脸得意地微笑 正想说几句漂亮话 诸葛玄卿卿毫不犹豫地转过身来 往台下走去 尽管他表现得很平静 但从他那苍白如纸的脸色 以及被黑发遮掩的眼眸之中闪烁的泪光 都可以看得出他的不甘 可不甘又能怎样 输了就是输了 唯一能做的 就是三年之后再来 全场所有人都用尊敬的目光 看着这个款款走下棋台的少女 尽管他输了 可他 还是以自身的实力 赢得了无数人的尊重 而很多外遇骑士 更是摇头轻叹 纷纷准备转身离去 在他们看来 比赛进行到 这就已经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不走 难道还要等着庆祝天 赵骑士未免冠军吗 可就在这时 有一个满是悲愤和绝望的声音传来 求求你 不要再用这种打法来对付我了 我认输 众人文言 不禁齐齐抬头看去 就见跟薛安对异的那位骑士 一脸的生无可恋 已经弃子认输 全场先是一静 然后气氛变得有些古怪 对啊 台上这不还有一个外遇骑士呢吗 有人兴奋地说道 可更多的人 却是一片的沉默 因为他们对此 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诸葛玄亲的双眸 也是微微一亮 玄疾便重新暗淡了下去 现在台上还有七人 除了薛安之外 剩下的全都是天照骑士 除非薛安能逆天 否则根本改变不了任何大局 果然 就见景天瑞在微微一正之后 便发出了一阵宁笑 差点忘了 还有你这茶了 怎么 赢了这盘 是不是觉得 就能怎样了 哼哼 我告诉你 那纯粹都是痴心妄想 说着 景天瑞满脸得意的一只场中 看到了吗 现在场中都是我的人 你还打算 怎么跟我斗 这等叫嚣之词 传遍全场 众多外遇骑士 情不自禁地握紧了拳头 很多人眼中 更是现出悲愤之色 可情是如此 他们也只能无奈地低下头去 因为他们也明白 景天瑞说的是实情 景天瑞的人 哪怕车轮战 都能将薛安给 生生耗死 诸葛玄青 更是轻声一叹 然后转身继续往台下走去 可就在这时 只见薛安似笑非笑地 看着一脸得意的景天瑞 照你这么说 我必输无疑了 当然 性薛的 你现在认输 我可以给你一个体面 否则横 景天瑞副手而立 满脸傲慢之色 薛安文言 却摇头轻笑起来 听起来似乎不错 可别人给的体面 还能叫体面吗 你 景天瑞一愣 便打算说话 薛安摆了摆手 淡淡道 我这人有个毛病 那就是 从来薛不会认输 然后薛安抬手 一指七台之上的所有人 既然你觉得人多 就可以赢了我 那今天 我便一人对战 你们所有 此言一出 全场一片死寂 本来已经下到一半的 诸葛玄青 更是豁然转身 满脸难以置信地 看向薛安 这时薛安淡淡一笑 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